一处茂密的深山老林之中 西悦感觉自己的腿有点抽筋 抬头看着望不到尽头的树林 忍不住吐槽道 童子 你就不能把我投放到正常的道路上吗 天知道 他已经在这树林里走了四天了 趴在他肩膀上的一只穿着绿色裙子 透明翅膀的小精灵开口道 对不起宿主 这个是系统设定的随机投放 我也改变不了他 软萌又可爱的小精灵 眨巴着漂亮的眼睛对你说话 让西悦再次没了脾气 可恶 系统为什么要有这么可爱的外壳 童子 你真的不能换个外壳吗 比如小强 苍蝇之类的 这样 他打起来就毫无负担了 系统庞大的知识库中 瞬间出现了这两种生物的图片 漂亮的小精灵 好丑的东西 他才不要拥有那样的外壳呢 宿主如果积累到了信仰值进行升级 就可以改变系统的外壳 系统小精灵开口 西悦看着自己信仰值那一蓝狗 看得都嫌弃的灵 不住默然 她是现代一名刚毕业两年的女大学生 经历了领导的刁难 同事的排挤 客户的难伺候 总之在体会到了社会的各种毒打之后 终于买了张彩票 一夜暴富中了二十多万 准备份儿离职 换一家公司继续被毒打时 被系统劫持了 啊不 是被系统带来这个世界 发家致富来了 根据系统所说 只要她在这个世界积累信仰值 就可以回到现代 回到她刚离开的那个时间点 并且得到与信仰值同等数额的现代存款 系统会通过合理合法合规途径 将这笔钱打到她的账户上 她看了一下 回到现代需要的信仰值 嗯 十个亿 很好 完成任务回去后 她就能拥有十个亿 抱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她和系统暂时达成了合作关系 然后就被丢到了这深山老林之中 可是走了这么几天 她实在是累得不行 哪怕系统给她捏的这具身体 不需要吃喝拉撒 不会流血受伤 但架不住心理上的累啊 技能真的不能先设账吗 她开口 新手大礼包赠送的一个技能 是星月相随 意思就是 只要是在黑夜 只要她出现 所有的星星和月亮都会追随着她 将光亮毫不吝啬地洒向她 并会与她有心灵感应 听上去很牛逼 我要星星和月亮 在黑夜中出现就出现 消失就消失 但是 这有什么用 月亮又不是太阳 我让太阳光狠狠地照着某个人 某个地方 还能给对方带来伤害 月亮和星星照着一个人 除了给对方在黑夜中照明 还能做什么 难不成还能让星星从天空坠落 狠狠地砸死某个人吗 西月一顿 忽然怀疑起 这个方法的可行性 系统并不知道 西月的这个危险想法 尽职尽责地回到 系统设置不允许赦账 不过宿主放心 只要你走到城镇 做好人好事 帮助灵灵 或者凭你现在的相貌 我们可以去宫斗当皇后 母仪天下 到时候得到信仰值 就能兑换技能了 西月 她是现在就要兑换 能走出这个鬼地方的技能 而且 谁说我要做好人好事 或者去宫斗当皇后了 西月开口 按照系统思路 她一个个给身边的人 做点好人好事 帮忙积累信仰值 或者宫斗母仪天下 凭那点信仰值 实意得什么时候是个头 要搞 就搞个大的 系统有些猛 随后大惊 宿主 不公斗可以 但你可千万别想不开 自暴自弃 去做坏事啊 虽然做好人好事 累积十亿积分很难 但十年不行 我们就百年 百年不行就千年万年 我会一直都陪着你的 千年万年 西月耿住 忍不住怀疑道 你们之前不会有任务者 做了千年万年 才积累够信仰值回去吧 不然总是提做好人好事干什么 小精灵漂亮的大眼睛猛住了 反应过来 自己说漏嘴后 立马伸手捂住嘴巴 疯狂地摇头 才不能告诉宿主 就是这样的呢 为了还不把宿主 吓得原地自杀啊 对于比现代各种科技 都发达的系统 西月此时是表示恋爱的 虽然能力很强 但真的不怎么聪明啊 童子 乖童 告诉姐姐怎么回事 姐姐这几天无聊得很 刚好可以听听打发时间 她满脸笑容 语气温柔 系统却觉得 宿主此时怪怪的 很像一些电视剧中的大变态 她一个刚出场的童子 为什么会碰到一个 疑似有变态属性的宿主 这几天的相处 也没有看出来啊 看着自己视线中 无限放大的那张 由系统捏出来的 完美精致脸蛋 系统煽动着透明的小翅膀 想要飞离西月面前 下一秒就被西月伸手捉住 很温柔的力道 并不会让她感到有丁点不适 但系统却无端生出些许惧怕 各种恐怖电影里 杀人狂魔的片段 此时全部涌出 让她这个年幼弱小的系统 忍不住瑟瑟发抖 呜 别杀我 我都交代 小精灵泪眼婆娑 西月有些猛 随即对系统更加恋爱了 是有能力 但架不住人家 是一个刚出生的小宝宝啊 胆子太小了 谁家心真大 把这么个小系统 给放出来做任务 也不怕被骗身骗心 小系统很快抽抽叶叶地 说完了事情的始末 小系统编号是002 在她之前 还有第一个出场的系统001 对方跟002是 同时生产出来的 也是技能系统 本来主系统那里 是打算把两个系统一起放出去的 但出于谨慎考虑 选择先放出了001做任务 001绑定了一个古代未面的男子 对方的新手大礼包 是赤日为伴 也就是那方世界的太阳 受对方的控制 对方并不知晓 系统是什么 高级文明和科技是什么 只以为自己是天上的太阳神 下凡转世 当即在太平盛世的年代 宣称要造反为王 那人只是个平民 家里还有个妻子和两个儿子 在他对家里人说 自己要造反时 妻子为了自己和两个儿子的未来 当晚在男子睡梦中 就将其活生生无死 出世未竭 宿主先死 为此 001差点自闭 到底是自己造出来的第一个系统 主系统为了001 决定逆转那个世界的时间线 让男人重生回到两天前 也就是得到系统的那一刻 第二章 邪灵灵二以令主系统 带着记忆重新活过来的男人 被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同时也认识到了 自己所谓的造反 没有人会帮自己 而系统001也明确地表明 男人再死一次 系统也不会帮助他再活过来 老实了二十多年的普通老百姓 经此一世 吓得不敢再说什么造反称王的话 觉得话本子里那些 随随便便造反称王的故事 都是假的 接下来整日里老老实实地 对待自己温柔的妻子 也不敢再小看 后来系统让他各种做好事 积累信仰值 他就老老实实地 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 甚至不敢动用技能赤日为伴 生怕把自己辛辛苦苦中的庄家毁了 就这样 对方靠着帮助身边的人 一直到六十岁 才攒够了两千信仰值 这时候 妻子已经死了 两个儿子也垂垂老矣 只有他自己 因为系统的原因依旧年轻 面对身边人的指指点点 不由背井离乡 换个地方和身份继续生活 一百岁时 攒够了五千信仰值 兑换了第一个技能 之后的一百年里 靠着兑换的技能 攒够了一万信仰值 在离攒够主系统设置的 十亿信仰值 还剩最后一亿时 对方已经活了八千多岁 在此期间没有家人 朋友 只有不停地换身份 换地方生活 最后 对方麻木了 厌倦了 在攒够九亿信仰值时 选择了自杀 此事对001的打击是巨大的 第一次任务连续失败 最后宿主还选择自杀身亡 这让刚出场的小系统 彻底自闭了 在宿主自杀后 带着任务失败的001 回到了系统空间 选择了自我销毁 001的惨剧在前 让主系统不由引以为鉴 之后出场的系统 再也没有技能系统了 身为最后一只技能童子 主系统十分担心002 想把任务最终的信仰值改低点 奈何出场时 设置好的程序和数据 就是主系统也不能再进行更改 只能给系统继续增加功能 除非对系统进行格式化 重新出场 身为自己第一次十分用心 造出来的001和002 主系统是宠爱有加 两童子的地位 与别的童子天差地别 已经失去了001 主系统自然设不得 把002格式化 最后干脆不让002出任务 一直待在系统空间 免得碰到的宿主 也跟001一样 花成千上万年 都没攒够信仰值 最后活够了 选择自杀 眼看着别的系统 都绑定宿主潇洒去了 002心急不已 趁着主系统不注意时 偷溜了出来 002觉得自己 吸取了001的教训 总结了失败的原因 不能选定原本世界的人 还得让宿主 对所在的世界 没有亲人等各种牵挂 并且攒够信仰值后 有奖励能够诱惑宿主 积极去做任务 最后途经现代 劫持了西悦 带到了这个古代世界 听完了小精灵系统的话后 西悦脸上露出了和善的微笑 这么说 攒够十亿信仰之后 才能送我回去 并且得到十亿奖励的是 是你胡周的 如果真的是这样 哪怕这个小系统再可爱 他也会让他知道 人心的险恶 小精灵赶忙摇头解释 生怕被宿主误会 不是的 穿越外面很耗费能量 只有主系统可以轻易做到 我现在确实没办法带你回去 只有攒够信仰值 我才能撕裂空间 带你穿越外面 至于攒够信仰值后 回到现代的十亿奖励 也是真实的 我没有骗你 说到最后 小精灵的语气带着一抹委屈 可爱又萌的生物 没有几个女孩子拒绝的了 西悦就拒绝不了 至少系统 对他没有恶意的时候 他拒绝不了 拥有这样萌雾外壳的系统 当下将小精灵抱在怀里 柔声哄着 令主系统的想法 他绝口不提 接下来 一人一捅 又在这处深山老林中走了两天 西悦摸了摸肚子 虽然现在 这具身体不吃饭 并不会感到饥饿 但二十多年来 一日三餐的习惯 让他连续几天不吃不喝 总觉得浑身虚弱无力 特别是嘴巴能淡出鸟来 看着前面 一棵不认识的树上 生长出来的红色果子 他从一旁随手折了根树枝 对着最近的几棵果子打了过去 几分钟后 看着美滋滋吃着果子的西悦 小精灵飞舞在他身边 宿主 这种不认识的东西 你怎么能随意入口呢 西悦几口下去 吃干净了一颗果子 这具身体会被毒死吗 小精灵摇头 骄傲到 系统数据捏出来的身体 不怕毒的 那不就得了 他继续咔子咔子吃着果子 小精灵傻眼 随后用数据扫描了一下果子 得出了结果 宿主 这果子吃了能丰胸 噗 西悦一口果子 直接喷了出来 随后低头看了眼 系统捏出来的大小刚刚好 不需要再带了 看了眼手里 吃了一半的果子 他沉默 认真道 身体不怕毒 自然也不怕各种东西的功效吧 小精灵想了想 不确定道 应该吧 但是我的运营系统里没有血 会不会被影响 西悦觉得不会被影响 毕竟吃了什么喝了什么 进入身体里都会消失 身体各方面机制 一直维持着一定的数据 这也是这具身体 不用吃喝拉萨的原因 不过这果子 到底是吃不下去了 目光有些可惜的 看了眼树上的那些果子 如果能带回现代 去卖就好了 应该能小小的发家致富一笔 又走了一天 正在休息时 小精灵忽然惊喜到 宿主 前方一公里处有马车 西悦眼睛瞬间就亮了 快速站起身 朝着系统 所指的方向走去 系统能够扫描到 以宿主为中心 方圆十公里的所有情况 只可惜 随机降落在深山老林中 这几天 不论系统怎么扫描 画面显示 周围都是深山老林 这一下总算见到人了 在十分钟后 西悦赶到附近时 就看到几名护卫 以一辆马车围围中心 围在四周 而马车旁边 有两名年轻男子 正席地而坐持着干粮 目光在那 看起来很宽敞的马车上 打亮了几眼 西悦眼睛放光 这一下终于不用继续走路了 第三章 对换技能 看着飞弹不靠近那火人 反而远离了他们的西悦 小精灵十分不解 西悦伸出一根手指 点了点他的小脑袋瓜子 你给我监视着他们 一旦他们动身离开 立刻通知我 小精灵猛猛地点了点头 扮上 还是不明白道 为什么不直接过去啊 对于可爱的小系统 西悦不介意 告诉他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毕竟双方现在 是统一战线的合作关系 最好知道他的打算 免得到时候露出破绽 你看他们衣着和护卫 绝对不是普通百姓 如果是普通百姓 或许可以利用对方的同情心 来搭乘马车 但这种明显家世不凡的 怎么可能轻易 让我一个来路不明的人 搭乘马车 小精灵歪了歪头 可是你脸好看啊 西悦掖住 随即道 如果有身份和实力 脸好看是锦上添花 如果什么都没有 一张好看的脸 对女子来说就是灾难 要想让他们自愿 带我离开这里 就必须有让对方 尽畏害怕的身份 见小精灵还是不明白 西悦微微一笑 那就是神明 可是 小精灵纠结 你不是啊 但是 我有技能心悦相随啊 可以用来冒充月神 顺便收集信仰值 到时候 继续兑换别的技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只会对我神明的身份 深信不疑的 小精灵呆住 娜娜道 你不怕被人拆穿啊 西悦微笑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只要我出场足够震撼 非凡人手段所能达到 别人就会相信 说完他可惜地叹了口气 如果不是想离开这里 不想再走路 我怎么也要挑个大城镇 来个人前神仙下凡 到时候不知要收集多少信仰值 不过这个也不急 等出了这森林 以后有的是机会 接下来 他跟小精灵 好好地说了 一番自己的打算和人设 万望对方别拖自己后腿 小精灵一脸严肃地保证 宿主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配合你 实在不行被人拆穿了 他想办法 带宿主跑就是了 绝对不会不001 那个宿主的后尘 主系统 偷偷给过他一些信仰值 也就是说 他是有点私房钱的 实在不行给宿主 兑换个保命的技能 再不行 被人拆穿后 捉住要烧死 或者杀了 宿主也死不掉 次数多了 想来发现宿主 怎么也杀不死后 人家也会疲累 到时候 可能会放过宿主 小精灵不确定地想着 没敢把心里话告诉西悦 一旁的西悦 看着小精灵 那漂亮的大眼睛 咕噜噜地转着 就猜到对方 可能有什么事情 在瞒着自己 不过不着急 小家伙藏不住心思 胆子又小 真隐瞒了什么事 被他扒出来 也不过是早晚的事 一人一统在 离马车一公里左右的地方待着 静待天黑 只有天黑了 西悦才能开始他的表演 等待的期间 小精灵一直关注着那对人 生怕对方突然起程离开 到时候西悦 还要跟在后面追 好在时间已经到了黄昏 对方似乎打算 原地歇息一晚 并没有离开的打算 看着整理着 仪容仪表的西悦 小精灵脸上 再次浮现出了 纠结的神色 到底要不要 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 给宿主兑换技能呢 万一宿主被人拆穿了 绑起来不停地杀 系统的面板上 浮现出人类各种各样的死法 勒死 淹死 砍死 锤死 无码分尸 烧死 年幼的系统 不由打了个哆嗦 他不想让自己的宿主 也出师位截身先死啊 西悦不动声色地 观察着小系统脸上 不停变换的神色 觉得这小家伙还真有意思 心里想什么脸上 完全藏不住事 不知道 接下来陪自己演戏 会不会露线 他装作没看见 小家伙的不对劲 对着系统 投放出来的照相机显示屏 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 确定是个先自欲貌的神明后 不由满意地点点头 幸好系统 捏的身体 没有任何瑕疵 不需要吃喝拉萨 否则是个人 就会有最基本的毛孔 还真的不好骗过别人 他这边满意地打量着自己 小精灵系统那边 也下定了决心 飞到西悦面前 宿主 我这边 还有点私房钱 可以给你兑换两个技能 小精灵神色单纯 啊 还真的是个意外之喜呢 西悦脸上露出个大大的笑容 觉得自己以后 要对这个惹人恋爱的小家伙好一些 毕竟这么单纯的童子 很容易被人骗吧 将小精灵捧在手心上 声音柔情似水 乖乖 你还有私房钱啊 小系统 只觉得宿主此时的声音好温柔 脸上的笑容真好看 他晕乎乎地想着 那是主系统之前 偷偷给我的 让我在商城买些 自己喜欢的东西 他没有丝毫隐瞒地说了出来 看来这个小家伙 在主系统那里的地位不低啊 西悦继续温柔笑 可那是你的私房钱 真的舍得给我 他脸上有私私不舍 但还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你没有几个技能傍身 很容易被人拆穿的 我不想你被人抓住体会 各种思法 西悦有些感动 就问谁家童子 有这么单纯善良 单纯善良 是美好的品德 他自认为自己没有 嗯 再不损害他个人利益 且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 他也愿意单纯善良的 最后用系统的私房钱 兑换了两个技能 一个是领域之内 皆是王土 也就是说 以他为中心的一公里范围 所有的人和物 都会受他掌控 他就是这片领域之内的王 随心所欲 还有一个兑换了空间 身为神明 总不能出行 到哪都让身边的人 拎着包袱吧 当然是灰灰衣袖 带走所有的云彩了 至于腾云驾雾 西悦犹豫了片刻 选择了暂时放弃 目前来说 先兑换这两个比较有用 接下来利用兑换的技能 应该能收获一些信仰值 到时候再兑换别的吧 黑夜来临 明月和星星高挂天空 在大地上洒下一层银灰 随着时间的推移 明月一到正中央 忽然一道银白色的光芒 从月亮上直视而下 落入大地上 第四章 无乃月神 银白色的光芒 与月光的银灰不同 由星星点点的银色碎光组成 比月光更加银白闪亮 就像是一只只散发银色光亮的 萤火虫组成了一道 让人无法忽视的光芒 降落大地 清冷却华丽璨 一世银河落九天 大地上的各处地方 都能看到月亮上 洒下一道光芒 落入大地 一些夜晚 还没入睡的人 纷纷大喊神迹 或将周围的人吵醒 或跑回家中 将家人唤醒 大拥国皇宫 守夜的太监和侍卫 看到天上的异象 赶忙进去 将皇帝唤醒 年过五十的皇帝 屁着外跑走了出来 看着远远的那道 从月亮上 洒落下来的光芒 换来了金甲卫首领 带人立即去查 看样子是在我大拥境内 莫要让他国杰族先登 不管是天上落下的宝贝 还是神仙下凡 都只能是他大拥的 至于会不会是灾祸 月亮和太阳 自古以来都是神明的象征 从月亮上落下来的光芒 看起来还如此神圣 怎么可能与灾祸有关 皇帝心中 已经认定 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宝贝 至于会不会是神仙下凡 他觉得不可能 或许普通老百姓 会觉得是神仙下凡 但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 月亮史书 从来没见神仙出现过 至于那些说什么神仙托梦 自己寿命于天的皇帝 大家懂得都懂 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统治 更加巩固 糊弄百姓罢了 若真有神仙 建立朝历代这么多皇室之人 打着他们的名号 为什么没有动目过 身居高位久了 皇帝觉得 这世上大概是没有神仙的 金甲卫首领 领命而去 与皇帝心中的不幸神仙不同 各地的百姓 都被喧闹声吵醒 起身看到这道 几乎连接天与地的银白色光芒 纷纷跪地磕头 口称神仙下凡了 深山老林中 距离银白色光芒 最近的那群人被惊醒 看着那美帝 清冷璀璨的光柱 一个个站起身 朝着那个方向望去 睡在马车上的两名男子 也被外面护卫的动静惊醒 下了马车 就看到那堪称神迹的一幕 这是 和玉微微张嘴 面上满是惊讶 一旁的和眼 也是满脸震惊 特别是看着光芒落下的地方 距离自己等人如此近 心中也是不免紧张 这是什么神界 让他们遇见了 很快回过神来 朝着和玉 与周围的护卫道 去瞧瞧 对于她的话 没有人反对 所有人都心脏砰砰直跳 觉得自己 可能是遇到了天大的机遇 默然能面对这样的神迹场面 无动于衷 不去查看的 包括距离这处深山老林 最近的城镇 已经有许多人 开始连夜朝 这里出发了 更远的地方 也有人陆陆续续 往此地奔来 夕月站在光芒之中 查看着不停上涨的信仰值 系统趴在她的肩膀上 目瞪口呆 当初001的那个系统 100年 才攒够5000信仰值兑换第一个技能 可是她家宿主 这才多久 人都还没正式见到一个 信仰值 就直奔十万去了 而且还在不停地上涨 怎么可能 她难难道 夕月开口解释 001那个宿主 是靠着给身边的人 一件件做好事 人们都只把她当作一个好邻居 能有什么信仰值 可现在不同 这个技能造成的神迹 是这片大地上的人 都能看到的 大家是怀着对神迹 和神仙的敬畏信仰 与对普通邻居 是不同的 不管是身份 还是人数上 都是不能比的 信仰值 自然是不一样 说到这里 看着已经奔到 二十万的信仰值 夕月觉得这个速度 还是慢了 不过没办法 现在是深夜 很多人都入睡了 房门窗子一关 乃能注意到 遥远的天际出现的异象 估计等事情 真正被讨论 传扬出去 还得等明天天一亮 系统提示 不远处的那几个人快到了 只有一百多米了 夕月立即收了 这围车快六分钟的技能 天与地之间的那道光柱 慢慢变淡 随后消失 何言与何欲 两人看着消失了的异象 落下的地方 就在前方不远处 两人 按耐住激动好奇的心 快速地奔了过去 身后的护卫们 手中握着刀 赶忙跟上 很快 穿着一身 华美银色长裙的女子 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衣裳 仿佛是月光之 旧而成 点缀着细碎的星光 其上没有钉点花纹 看起来却比世间 任何一件衣裳 都要华美精致 一张脸 没有丝毫瑕疵 仙姿欲貌 不似凡人 一头如铺的黑色 长发披散在身后 发肩插着一根 不知是什么玉的白玉簪子 只是一眼 哪怕不看那身 不似凡间的衣裳 单只是那张脸 就让人觉得 原来区分神和凡人 只要一张脸就可以 看到女子的第一眼 没人会觉得 她只是个普通女子 特别是瞧着她周围的月光 似乎比别的地方 更为银亮 众人不由打起精神 神明 向来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 自古以来从未有人见过 今日 这是让他们遇见了 暗纳不住内心的激动 何欲想要开口 画到了喉咙边 却又吐不出来 太紧张了 一旁的何眼 勉强控制住自己的心神 上前一步 郑重地行了一个大礼 凡人何眼 见过神明 不知是哪位尊神下凡 身后跟着的护卫们 早已经将手中 握着的刀给收了回去 一脸的敬畏 夕月脸上神情平淡 轻轻地朝着 众人瞥了一眼 既能领域之内 皆是王土动用 众人 只觉得神明那轻轻一眼 仿若一座大山压下 让他们呼吸困难 双腿更是不停颤抖 差点没直接跪伏在地 这种感觉 似乎只是一瞬间 又似乎过了漫长的一辈子 总之等神明 漫不经心地收回视线后 众人皆是满头大汗 仿佛从死亡里 走了一遭 何欲原本激动的心情 没有了 只剩下了敬畏和惧怕 这就是神和人的差距吗 如同人与蚂蚁 哪怕并没有伤害的意思 只是一个眼神和视线 就让凡人 差点濒临死亡 无奈月神 随着神明轻飘飘的一句话 众人如听鲜月耳赞明 第五章 为您驾车 很快从神明声音中 回过神来的众人 赶忙微微低头 不敢指示神明 至于身份 没人会怀疑 这是一位假神 毕竟刚刚那种天降异象 还有轻轻一眼 给人带来的压力 都不是人能够做到的 这是一位真正的神明 眼见这位月神要台步离开 何也按下刚刚那种 濒临死亡的恐惧 声音恭敬谦卑 不知月神下凡所为何事 说完又怕神明误会 自己窥探她的行踪与目的 赶忙解释道 某虽只是一介凡人 但在这人间 还算有些地位 蒙月神不弃 任凭差遣 这人还挺伤到啊 夕月心里满意 面上却是神色平静 仿佛对她的这些话 并不在意 眼见神明 似乎要台步离开 并不在意自己等人 何言绞尽脑汁地思考着 如何才能留下神明 或者留在神明身边 也行啊 但是想了又想 却发现自己一介凡人 似乎并没有什么 能够拿出手 让神明在意的东西 她有些腿软 他们可能是千百年来 有幸地见 神明真容的凡人 可是却留不住神明 何玉平日里 虽然没有合眼聪明 但也知道 遇见神明 是多大的幸事 如果能在神明身处 凡间时相伴左右 那何止是光药门眉啊 简直是在皇帝那里 都能平起平坐了 看着月神 已经轻飘飘地越过他们 就要离开 她脑子不做她想 一些话就直接脱口出 月神娘娘 凡间有很多兴起玩意 和好吃的 您若不介意 可以与我们一起 我带您四处瞧瞧啊 听到这话 若不是顾及月神在这里 何眼都想 狠狠敲一下何玉的脑袋 别拿自己平日里 跟狐朋狗友的玩乐来说 与神明听啊 神明下凡 谷味有知 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怎么可能 是为了吃喝玩乐来的 她几乎立即就想说 请月神恕罪了 只是不等她动作 就听月神那好听的声音响起 哦 你知道 月神那张清冷的脸上露出 些许兴趣 这是夕月 给月神的人设 下凡只是在天上待得太无聊了 想来人间瞧瞧 热闹与繁华 平日里 不开口的月神 是高悬天上的清冷明月 不可触碰与冒犯 但若遇到她感兴趣的东西 她也会和颜悦色地 与人说话 至于脾性 嗯 就是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 做事全凭自己心情喜好 若是把她当作善神 她也会露出 对凡人来说恶的一面 若说是恶神 也会做对百姓好的事 至于具体的 就是有待补充了 何宇此时脑子里 根本想不了太多 只觉得月神对她说得感兴趣 那她肯定要继续说下去 一旁的和眼张了张嘴 漠不作声 谁能想到 月神似乎 好像对这些感兴趣 我平日里和朋友们到处游玩 对哪个地方有好吃好玩的 都有所了解 还有我哥哥 他博学多才 各处地方的节日风俗 他都知道 听着何宇滔滔不绝地介绍着 夕月脸上 带着淡淡的微笑 见此 何宇说得更加卖力了 何眼也没想到 自家一向做事 不怎么靠谱的弟弟 有朝一日 居然能派上 如此大的用场 他又不是傻子 月神本来要离去 此时却停留下来 听他弟弟说这些废话 显然是感兴趣啊 稍微想了想 何眼觉得自己明白了 神明一直居住在天上 肯定不如人间热闹 对人世间的繁华感兴趣 也是很有可能的 瞬间觉得自己 找对了方向的 和眼镜等何宇说完 见月神脸上 露出思考的神色 立即趁热打铁道 凡间有凡间的各种规矩 虽然对月神娘娘 宁无效 但若是游玩凡间 到底会添些麻烦 月神娘娘若不嫌弃 我们兄弟二人 可替娘娘解决了这些麻烦 让娘娘在凡间玩得尽兴 闻言 月神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这回岛 是没有之前那般让人 差点死亡里 走上一遭的危险感觉了 不过依然让人感觉到了 十足的压力 你的意思 无来凡间 只是为了玩乐 他语气轻飘飘 听不出喜怒 可就是这样的语气 让和眼脑门上 瞬间冒出冷汗来 大意了 神明下凡 就算真的 只是为了玩乐 可也不能这么明晃晃地说出来 就如同历朝历代的一些皇帝 私下里出宫 是为了寻花问柳 烈焰的 但明面上 却对别人说他是微服私访 体察明情 不 某不是这个意思 他想要解释 下一秒 月神脸上露出了堪称今晚 第一个柔和的笑容 倒是猜得不错 啊 这一下不止和眼 就连一旁头脑没那么聪明的和谕 和后面那些不敢开口说话的互伪 都察觉到了不对劲 但具体又说不出来 只觉得 眼前这位月神 给他们的感觉怪怪的 跟神话传说中那些悲天敏人的神明 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如果他们生在现代 大概就知道 该怎么形容啊 这个月神看起来有点病在身上 和眼压下心底的那点怪异 赶忙到 烦请月神娘娘稍等片刻 某这便让人去将马车赶来 月神不语 众人却觉得 眼前景物一晃 随即出现在了马车旁 这 这 众人第一次见到这种神仙手段 全都惊讶不已 心中激动 和眼 却是看着马车 在偷瞧了眼满 身轻冷华贵 九天明月般的月神 微微皱眉 刚刚倒是没考虑到这些 如今细看 对凡人来说 还算奢华低调的马车 却是配不上月神的 他张了张嘴 想要开口 一旁不似他心思细腻的何欲 却是眼睛亮晶晶地看着神明 道 月神娘娘 我为您驾车吧 何言此时不知该说自家弟弟聪明还是不聪明 说他聪明吧 他没意识到这马车 可能会遭到月神的嫌弃 说他不聪明吧 他主动提出驾车 距离月神更近一步 或许会让月神对他印象更深刻 他心中叹了口气 面上一派恭敬 若月神娘娘不嫌弃 可否稍待片刻 某让人将马车打扫干净 实际上马车并不脏 反而很干净 里面的布置也都很贵 但面对高贵的神明 自然要拿出百分之两百的重视 第六章 神明之眼 不得不说 何眼做事说话 比何欲妥贴与思虑周全 月神语气平淡 可 不敢让月神久等 也怕那些护卫收拾不好 和眼亲自上去整理了一番 大家公子 第一次做这种事 有些笨手笨脚 手忙脚乱 何欲想上去帮忙 但看着一旁 让人不敢太过靠近的神明 又怕把他冷落在这里 会惹得对方不愉快 虽然目前看来 他觉得这个月神娘娘 还算平易近人 不是那种高高在上 看不起凡人的 月神娘娘 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何欲开口 其实他和哥哥 这次从京城离开 是为了回青州老宅的 老宅那边的账目不对 父亲派他和哥哥 回去查看 但如果月神 有想去的地方 自然是要以月神的想法 意愿为主 西月自然是不知道 要去哪的 他对这个世界 又不了解 依你们路程来吧 他淡淡道 何欲脸上露出笑容 开口道 我和哥哥此行 是准备去青州 青州那里衣衫傍水 到处凉田沃土 到了秋季果木成林 可好看了 青州还有一家 传了三百多年的高饼铺子 到时候 我带月神娘娘 您去尝尝 青州的梨花院唱的戏 他激励呱啦地说着 说起这些他感兴趣的 心中原本 对于神明的敬畏 与惧怕也消散了许多 已经收拾好的 何眼从马车里出来 看着月神静静 听着自家弟弟的话 不敢打扰 等何欲说完 何眼这才请西月上马车 西月看了看 这大晚上的 人家本来在休息 却为了自己 连夜赶路 到底是有那么点良心的 感觉有 叮点过意不去 系统 兑换腾云家务技能 他在脑海中开口 小精灵 趴在他的肩膀上 并没有惹来 何眼等人的注意 首先是身形太小了 其次是 没人敢细细地 打量月神 自然也就没发现 月神的肩膀上 还趴着一个 绿色的小人 等到技能兑换 五千性养殖被扣除 西月眸光落在 何眼身上 该往何处走 虽然不明白 月神为什么问这个 驾车的是他们 完全不需要 月神担心 但何眼 还是老老实实地 指了个方向 西月转身 进了马车 下一秒 何眼等人 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为什么感觉身体 轻飘飘的 好像在变高 很快 他们就惊恐地 发现自己的身体 在往天空上飞去 距离地面越来越远 脚下悬空 触不到地面的感觉 让人非常没有安全感 随时都有种 会一头栽下去 摔死的错觉 一群人 哪怕平日里 胆子都不小 此时都忍不住 惊呼出声 然而 声音刚发出来 就立即没了声 众人张了张嘴 发现吐不出声音后 立即明了 是月神做的 大概是神明 嫌弃他们过躁吧 强忍着恐惧 闭上眼睛 不敢低头看 然后冷冷的强风 毫不留情地拍打 在他们的脸上 如同刀子一般 高空飞行 风力是很强的 就在众人怀疑自己 今晚会不会被风吹死时 忽然发觉 那原本如刀子般的 风变地温柔了起来 众人小心翼翼地睁眼 就发现自己的脚下 不知何时多了一大片白云 飞在空中的速度 也变得慢了点 技能领域之内 皆是网土发动 夕月一直在空中移动着 不管它在何处 都会以它所在的范围 让技能生效 所以高空中的 风变得柔和起来 不只是腾云驾雾的速度 变慢了的原因 还有技能也在使用 所有进入领域范围内的风 都会变得柔顺温和起来 脚下有了白云 虽然还是有种 不脚踏实地的感觉 但心理上却 是让人安心了不少 过了片刻 众人偷偷扭头 见马车里并无动静 这才慢慢大起胆子 微微蹲下身 小心翼翼地探出头 朝着白云下面望去 地面的景物 已经变得模糊 看不太清楚 但也能大致辨认出 是山林还是村庄 主要原因是 它们并没有飞得特别高 大概也就一千多米的样子 再加上 脚下有白云遮挡 地面上 也没有人能够发现它们 就算此时 有人抬头望天 看到的 也不过是一大片 夜空中飘过的云罢了 一群人 低头看着脚下的大地 夕月在马车里 也查起了信仰值 已经涨到了五十多万 几乎不怎么增长了 刚刚在何家兄弟等人面前 又收获了一千多信仰值 加起来差不多五十六万了 预计明天一天 还会迎来一小波增长 五十六万信仰值 已经兑换了 成云驾悟技能 夕月翻看了一会 又兑换了神明之眼 雷霆之力 一个技能五千信仰值 如今还剩 五十四万五千信仰值 看着趴在一旁 软垫上的小系统 他微微一笑 领域技能 让他的声音 传不出马车外 伸出一根 手指点了点系统的小脑袋 见他猛猛地 抬头看着自己 眼中带着不解 夕月道 看看你的私房钱 刚刚他赚了两万信仰值 给了小系统 小系统愣了下 很快查起了自己的私房钱 只见原本余额为零的钱包 现在变成了两万 有些不敢相信的 伸手揉了揉眼睛 等确定自己没看错后 眨巴着大眼睛 看着夕月 为什么呀 我给你的私房钱 也才只有一万啊 如果是为了还他 刚刚把自己的私房钱给了他 转一万就可以了呀 剩下的你 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么单纯又小的系统 他身为宿主 肯定要宠着一些的了 小系统这边 感动的眼泪 哗啦啦的 立即就要打开商城 为自己购买一套苍蝇外壳 宿主你真好 你之前 不是希望我换的苍蝇之类的外壳吗 我这就换 虽然很恶心 但为了宿主独特的口味 他也不是不可以忍受 夕月瞬间如临大敌 连忙制止了系统 最后一人一桶看了会 选择了一只几月大萌哒哒的熊猫外壳 飞了大概一个多时辰 夕月通过刚刚兑换的技能神明之眼 看到了前方大地上 出现了一座城池 神明之眼 神明的眼睛无处不在 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隐瞒他 不论是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 第七章 审美心善 众人趴在白云上 剑开始往下飞去 一个个慢慢地站直身体 下降的速度并不快 再加上已经在天上飞行了一个多时辰 众人心里已经适应了许多 此时觉得情况良好 白云载着他们 飞到了城池大门上空 越接近地面 就看到本来应夜晚关闭的城门 此时竟然大开着 许多身着兵甲的兵士 和普通衣着的老百姓 都朝着一个方向涌去 直接从城门上空飞进了城里 就看到深夜的城池 竟然人声鼎沸 一群人落在了一处街道上 脚下的白云消散 脚落在了石地上 奇怪的是 周围都是人 却并没有一个发现 从天上飞下来的他们 且对街道上 凭空出现的他们 也没有太多关注的目光 神仙手段 这是众人心中唯一的想法 和颜扭头 看着身后的马车 低声道 月神娘娘 他不明白月 神落在这里何意 也不敢随意揣摩 夜晚是你们凡人入睡的时间 且在城里歇息吧 月神淡淡的声音传来 原本还觉得 月神有些怪怪的众人 瞬间将这个想法抛之脑后 只觉得月神 不仅仙姿欲梦 还如此的体贴人 白云里他们 赶了一天的路 只休息了半个时辰 晚上刚入睡没多久 就遇见了月神下凡 若是在连夜赶路不休息 只怕月神无碍 他们一群人 就先倒下了 月神 真是神美心善 何眼低头垂眸 多谢月神娘娘体恤 何眼与何欲 自觉地坐在马车外面 驾着车 护卫们骑着马首在四周 向路过的人 打听了一下城中最好的客栈 在哪后 一群人 朝着那个方向赶去 同时也清楚了 原本应该安静的城中 为何半夜人声鼎沸 许多人背着包袱 朝着城门口的方向奔去 嘴中说着 要去寒山林 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说不定会有奇遇 或是碰上神仙呢 于是 一群人明白了 月神下凡异象 被许多人看到 如今都往寒山林去呢 众人 偷偷瞧了眼 没什么动静的马车 漠不作声 可惜了 再多人去都没用 神明如今 与他们一起呢 马车走到一处巷子 四周无人 和眼低声开口询问 月神娘娘 可需要将您的道来 告知此地官府 让他们前来迎接 和眼这话 是存在试探的意思 如若月神不介意 宣扬他的身份 只怕他们几人 不一定能将月神带到青州 官府一旦知晓 紧接着朝廷那边 必然也跟着知晓 青州再是吸引人 能有繁华的京城好吗 月神是下凡游玩 肯定是会选择京城 到时候 何家在朝廷面前 只怕就要靠边站了 若是月神不愿宣扬 或是可有可无的态度 那他定是能瞒着朝廷那边就瞒着 先将月神带到青州 等月神对何家有了印象 无论是谁 包括朝廷都无法取代之后 再带月神去京城游玩 那时再向朝廷透露月神身份 何眼的这些小心思 换作两年前 还没毕业的西月 或许看不出来 但在经历了社会的毒打 和同事的勾心斗角之后 哪里看不出来一二 不过 他也乐得顺着何眼的想法来 毕竟轻易就见到的神明 并不值得人惊喜和珍惜 只有经过各种听说和寻找 才会让人更加重视 况且对于古代 他也是真的想四处走走转转 一旦和朝廷接触了 怕是很多事情 就没有太多意思了 先出发去青州吧 之后再考虑京城和朝廷接触 不必 听到马车里传来的声音 和眼心里松了口气 马车很快来到了 当地最大的客栈 早有护卫 先行一步包下了好几间上房 前面人仔细打扫其中一间 马车停下 立即有客栈的伙计出来候在一旁 准备等人下来后 将马车迁到后院喂草料 只是看着衣着华贵的和眼与和玉 伙计心里忍不住嘀咕起来 驾车的车夫看起来 跟富贵人家的公子没区别 能让这样的两个人驾车 那车里的人该是什么样 伙计偷偷撇着马车 等着里面的人出来 此时不止和眼 就连心思比较粗糙简单的和玉 也察觉到了不妥 月神的那张脸 还有那身衣裳 怎么看都不是凡人 但能怎么办 总不能让月神戴上围帽遮住脸和衣裳吧 就算此时把伙计打发走了 但走进客栈 肯定还会碰到别人 况且月神来人间目的 就是为了游玩 却想让他遮住脸 就在兄弟二人想着该如何解决时 马车连被掀开 一只纤细白皙的手探了出来 众人看得挪不开眼睛 原本的注意力被月神的容貌给夺去 并没有注意到其他 此时却发觉 神命无一处不精致美丽 就凭这只手 就已经吸引了众人的视线 和家兄弟身份不低 在京城也见过 几次那个京城第一美人 是很美 不论出现在哪 总能第一时间吸引所有人目光 可却远没有此时月神的一只手来的吸引人 不像人的手 反而更像是月光精华凝结而成 比天下最好的美誉 还要白皙柔和 很快 一身浅金色衣裳的月神走了出来 衣裳 依旧带着淡淡的华柜 但却压不住神明的那张脸 给人带来的冲击 与身上特有的清冷气质 和眼先是呆了下 随后快速低头不敢多看 同时心中也松了口气 衣裳看起来虽然不凡 但好歹像是凡间的布料了 至于那张脸 和眼有预感 只要月神不表明身份 接下来那张脸会给一行人带来不小的麻烦 和家在京城地位不低 和家老爷子在世时任当朝丞相 辅佐先帝 堪称心腹与左膀右臂 和家现任家主 也就是和家兄弟的父亲 任兵部尚书 在朝中地位也是不低 这样的家世地位 其实并不怕麻烦 只要有不长眼的敢找上门 亮出身份自会 让人知难而退 但如今 一行人中有神明在此 万一有不长眼的惹怒了月神 怕月神会迁怒厌恶何家啊 虽然月神看起来不像是那种 善恶不分 不讲道理的神明 第八章 和眼心死 和遇见一旁 伙计眼睛眨都不眨地盯着月神 立即上前一步 挡住伙计视线 同时投去警告的目光 伙计回神 赶忙低头 却掩不住脸上的惊艳 见月神站在马车上没有动 何眼刚想问怎么了 就见月神微微皱眉 但也只是一瞬 就下了马车 何眼本以为 是月神看到这家客栈不满意 但很快就注意到 月神脚下的地面月光 比别的地方 要更加柔和银亮一些 且眼间的发现 月神的脚实际 并没有接触到地面 离地面有一个指甲盖距离 若不是仔细观察 很容易发现不了 毕竟有裙摆折折 于是何眼明了 月神不是嫌弃客栈 是嫌弃的面赃 把这点记在心上 何眼默默地 走到前面开道 何欲与护卫们 则走在后面 此时已经是深夜 客栈里 因为之前那番天地异象 此时已经是灯火通明 楼上到处都是 低声讨论的声音 但好在一楼 只有两个伙计在 并没有其他人 提前到来的护卫 走到何眼面前 将定下的几间房告知 定下的是最好的天字房 在最上面一层 住的人寥寥无几 都被何家用钱 补偿请去住了楼下 如今三层天字号房 一个人都没有 将西月请到了 最中间的一间房门前 何眼推开门 却并未走进去 某救助隔壁 月神娘娘 有事尽管吩咐 她站在门旁道 西月汗手 走了进去 月神娘娘 何欲突然开口 让一旁何眼眉头 不自觉一跳 西月扭头看了过去 清冷冷的眸子 注视着她 何欲突然就红了脸 您要用水和吃食吗 要啊 怎么不要 西月忍着激动 但没敢开口直接应下 这句身体 不需要吃喝拉撒 同样也不会出汗 产生灰尘 甚至还有自节的功能 但她身为生活了 二十多年的人 吃饭洗澡 已经成了习惯 哪里能够拒绝得了 但是神明 还需要跟凡人一样洗澡 有些说不过去 但是吃饭 就不一样了 月神 对这个好奇啊 被些吃食吧 月神说这句话时 眼中露出一丝好奇 因是从未用过 凡间吃食起了好奇心 等到和家兄弟 关上房门 带着护卫离开后 西月立马打开系统商城 虽然不会脏 但洗澡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能每天 被人要水洗澡破坏人设 那就自己购买吧 系统里技能兑换 是可以使用的 但一些物品 则是需要去商城购买 商城里乱七八糟 什么都有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这里买不到的 很快就发现了物品流动的温泉 两千信仰值 但是若将这东西放进空间中 还需要三千信仰值 给空间进行升级 空间只能放死物 但若是想进去活物 还需要升级 就像技能领域之内 皆是网土一样 如今范围只有一公里 若是花费信仰值升级 则会扩大面积 西月没有丝毫犹豫 花费了五千信仰值 购买了温泉 并升级了空间 过了大概两炷香的时间 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脚步声很轻 但一公里范围内 没有什么能瞒得过西月的耳目 很快 河眼的声音响起 月神娘娘吃食被吼了 回应她的是 房门被自动打开 看着打开的房门 以及坐在椅子上 没有起身的月神 和眼垂眸端着托盘走了进来 身后跟着 同样端着托盘的合玉 至于那些护卫 河眼打发他们去休息 和轮流守着三楼门口 以防有不长眼的误闯这里 托盘很大 两人大概是第一次做这种活迹 动作有些僵硬与生疏 两个托盘 各有四道菜 一道汤和一道点心 好在天字号房的桌子很大 能够摆满这些菜 时间仓促 委屈月神娘娘了 和眼轻声道 西月面上神色平静 实则心中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来了这个世界几天 就啃了那么几个果子 突然见到这么多吃的 要不是需要维持人设 她指不定 要一脚将河家兄弟送出门 关起门来 美美地享受美食 她拿起筷子 在两人的注视中 拿起勺子 摇起一颗小小的鱼丸 鱼丸捏得很小 女子一小口 一个刚刚好 又很有劲道 应当是经过多次锤打的 漫条丝里地吃下几颗鱼丸 完全不够 塞牙缝的 又拿起筷子 吃着鱼肉 等每样食物 都吃了几口 又喝了半碗汤 吃了几块点心 便放下了筷子 桌子上的菜 看起来几乎没动 实际上装菜的盘子挺大的 西月也吃了不少 虽然月神没说 对菜满不满意 但每样菜都与鹿 均沾吃了一些 且并没有任何不悦 与难以下咽的神色 就足以说明 月神对这一餐还算满意 这让和眼心中松了口气 毕竟这些菜色 都是她刚刚去造房 亲自张罗吩咐的 月神娘娘 您早些谢谢 何宇脸上露出笑容 在西月目光看过来之前 赶忙将门关上离开 两人一走 西月立即去了空间 好好的沐浴了番 空间里 还挂着她 换下来的那套 除此之外 还有九套 各种漂亮颜色的衣裙 料子跟她身上穿的浅金色 这套差不多 可以用来在外面行走时穿 都是一百性养殖一套 有基本的除尘功能 一共花了 她一千性养殖 而类似月白色星光群那种 则是五百性养殖一套 不只能除尘 还能水火刀枪不入 她这边美美地泡着温泉 河眼那边 却是叮嘱所有的护卫 以及河玉 之后在外面只要有旁人在场 都不得称呼月神娘娘 用尊称名就好 除了想让月神好好游玩 还有便是河眼的一些私心了 一旦暴露了神明的身份 还是在这种时候 很容易传到朝廷耳朵里去 于河家不利 等到所有人都表示牢记后 河眼又回房写了两封信 连夜让人分别送往 京城河府与青州老宅 京城那边 自然要让父亲知晓 他们一行人 遇到了月神之事 青州老宅那里 得让人抓紧时间修缮 花大价钱 好好布置一番 万不能委屈 怠慢了神明 第九章 碧月修花 河眼几乎一夜没睡 安排好了接下来的各种事情 与她相比 河玉就显得有些没心没肺 睡得比猪都香 西月现在 这具身体虽然不用休息 但还是遵从二十多年来的习惯 睡了会 大概是早上六点的样子 她被从窗户外面 传来的香气给馋醒了 天字号房的窗子打开 都能看到外面的街道 西月就看到了 不远处的几家早饭摊子 虽然并不会饥饿 但此时 闻到这些传来的香味 觉得自己饿了 不行 不能一直作为月神 生活在这片大地上 月神吃东西 这些要顾忌形象 可她西月吃饭很多时候 是不要形象的 得偶尔换个面孔出去 尽情地吃吃喝喝 或是玩乐 点开技能 找到了千变万化 不只可以让自己随意变换模样 也可以变换别人与周围景物 以后偷偷出门 可以用这个 倒是方便很多 她用领域感知了下 大概是昨晚睡得太晚的原因 何欲还在睡 何眼则是靠在椅子上闭眸休息 昨晚何眼忙了些什么 她都看得清楚 所以 此时她也愿意稍微体贴对方的梅一下 让她多休息会 就是如今手中没钱 她眼睛盯着外面的那些摊子许久 最后关上窗子 躺在床上 大概八点左右 她起身进入空间中洗脸刷牙 随后推开房门 牙刷牙膏 这些是系统商城里 十个信仰值买的 护卫们轮流守着三楼入口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专门轮流守在一旁的 何眼房门口 为的就是 月神房间有动静 可以第一时间叫醒何眼 至于月神房门口 没人敢守在哪 怕惹怒月神 毕竟凡人哪里有资格给神明守门 因此 也只敢在一旁的何眼房门外 以及楼梯入口处守着 况且所有人心底里都觉得 真遇到了危险 出事的肯定也是他们 月神自然无碍 所以 给月神守门 到底是保护月神 还是月神保护他们 见她出来 护卫立即推开身后房门 动静惊醒了何眼 月神娘娘出来了 护卫低声道 何眼一直没敢睡沉 甚至在椅子上合一而睡 为的就是 月神醒了 她能立即赶过去 听到护卫声音 她立马站起身 拿起一旁搭在盆里的湿布 随意地擦了擦脸 又端起一直温着的水 快速地漱口 念见神明 自然不能面容不解 全程也就用了不到十秒 随后快速出了房间 月神娘娘 她微微弯腰低头 行了一礼 西月轻轻点头 越过她朝着楼梯口走去 意识到月神要出去 何眼立即就要跟上安排 月神娘娘想去哪 某这叫安排 闻言 西月摇了摇头 不必 你且回房收拾一番吧 刚刚着急忙慌的洗漱 估计她自己都不习惯 虽是这样说 但何眼哪敢 让月神单独出去 可月神已经发话了 她还要跟着 只怕会惹得月神不快 当即点了几名护卫跟着 又另外吩咐护卫 去迁来马车 西月拒绝了她这一行为 何眼很想问为什么 但聪明地保持了沉默 很多时候 尽量不要开口多问 问得多了 容易惹人厌烦 西月下了楼 此时客栈一楼 已经有许多人在用饭 并到处都在讨论着 昨晚夜里发生的事 听了一耳朵 西月目不斜视地 出了客栈大门 何眼站在后面目送着 同时也很是疑惑 按理来说 月神的那副容貌 没人能够忽视 可是这里的人 都像是没注意到一样 她想到了昨晚一群人从天上下来 可满城中愣是无人注意与发掘 立即明了 这是月神动用了神仙手段 等看到月神并没有远去 而是走进了客栈 斜斜对面的馄饨摊子后 何眼这才转身回房 快速地重新收拾了一番病用饭 顺带着把何欲叫醒 西月一般不会动用技能 让人无视自己 但并不包括吃饭的时候 吃饭时 自然要认真 且全身心投入 不能被人打扰 她吃了碗馄饨 又要了个烧饼 护卫付了钱 等出了摊子 就看何家兄弟 已经等在了外面 您要四处走走吗 何眼躬身开口 西月点点头 由何家兄弟带路介绍着 护卫跟在后面 此乃春城 因为四季都温暖如春 故而有此名 同时 城中最为出名的 便是各种花花草草了 别的地方难得一见 甚至难以存活的的奇花异草 在这里都不算稀奇 这也是春城 很受一些文人莫可欢迎的原因 不过与往日街道上 人来人往不同 今日甚是冷清 西月一边走着 一边查看着信仰值 不出他所料 白天到来 信仰值又往上涨了一波 增了快十五万 想来接下来 还会继续增长 何眼带着他 来到春城 最为有名的一处花海 这里是春城官府 与百姓 共同栽种出来的 甚至谁家 有种的好看的 多余的花草 都会移到这个地方 供大家观赏 西月在一株白色的 山茶花面前站定 微微弯腰 伸出手指 轻轻触碰了下 下一秒 花微微合拢 整株花低垂下了花身 仿佛是起了连锁反应 以这株山茶花为首 整片花海 开始成片成片的 合拢花朵 朝着一个方向 垂下身子 似乎在扶手沉扶 周围还在观看的人 都被眼前一幕给惊住了 低头试图查看 究竟是怎么回事 只有和家兄弟 和身后的几名护卫 隐约觉得 可能是因为月神的原因 再看那些花低垂下的方向 可不 正是月神吗 况且 刚刚第一朵出现 这样问题的花 正是被月神触碰到了 才如此 他们自然不会觉得 这是不祥的兆头 反而认为 连花草都认出了 神明的身份 知晓神明降临 故而俯首行礼 心中对月神敬畏更甚 趴在西月衣袖里的系统 看着眼前这一幕 目瞪口呆 碧月修花 沉鱼落雁 这个技能 往往都是争宠的妃嫔来用的 第一次见到有人 拿来巩固神明身份 或许今日 只是让和家兄弟等人 对神明更深信不疑 可是来日若人们知道 曾经月神来过这里 再一联想到 今日这千古奇观 自然会自发为神明 将此事宣扬出去 第十章 童言无忌 与不远处一群人蹲下身 各种观察花草 河拢低头的模样不同 西月看了会 便转身离去 这一刻 领域内让自己变得 不起眼的光环消失 许多还站着的人 看着那道离去的背影 纷纷探头想要看清 甚至还不自觉地 朝着那道身影离去的方向 走了几步 已经走了一小段 河眼忍不住回头看去 望不见尽头的花海 皆在低头行里 何等壮观的一幕 可惜这里 无人识的月神身份 心中倒着可惜 实际上 河眼并不觉得可惜 身为河家子 站在家族利益角度 他恨不得 接下来一段时间 谁都不知晓月神身份才好 接下来经过的道路上 只要有花花草草 都会折腰弯头 这让河眼 看得心惊胆战 生怕被人注意到了月神 很快 河眼就发现 是有很多人注意到了月神 但并不是 因为那些弯腰低头的花花草草 而是那张脸 整条街道上鸦雀无声 所有人目光盯着西月 却并没有丝毫垂涎和欲念 有的只是惊艳和敬畏 美帝不似凡人 再加上一身清冷冷的气质 让人不敢靠近 更是不敢生起丝毫亵渎的心思 总觉得 对着这样的人 生出那样的心思 下一秒就要被天打雷劈 走到一处街角 西月看见了糖葫芦 红彤彤的糖葫芦 见月神没有跟上来 何眼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 赶忙扭头看过去 就见月神 那双好看的毛子 盯着小贩卖的糖葫芦瞧着 这一瞬间 何眼有种错觉 眼前这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明 而是凡间 一个普通的贵女 就在她准备上前 买下糖葫芦时 一个小男孩跑了过来 站在一旁盯着糖葫芦 将手指塞进了嘴中 堵住快要流出来的口水 小男孩六七岁的模样 距离月神 也就几步距离 但何眼没有让护卫驱赶 怕月神看到他们 为难一个小孩会不悦 夕月伸手取下一只 卖糖葫芦的摊贩看着她 有些挪不开眼睛 见此 何玉上前一步 挡住摊贩的视线 眼睛瞪着对方 摊贩回过神来 看着衣着华贵的何玉 立马收敛视线 知道这群人身份贵重 自己得罪不起 不过 这姑娘可真好看 跟天上的仙子一样 她想着 忍不住偷偷朝何玉身后 又看了一眼 多少钱 何玉开口 脸色有些不好看 摊贩喃喃道 不要钱 送给这位姑娘了 何玉可不听她的 直接拿出几文钱 放在摊贩的胳膊上 并继续遮挡摊贩的视线 一旁的小男孩 看着夕月手中的糖葫芦 又看了看摊贩 立马跑过去 抱住摊贩的腿 抬起头道 哥哥 也能送我一串吗 摊贩回神 看着虎头虎脑的小家伙 笑着道 不行哦 一串糖葫芦用的山楂不怎么贵 自己去山里就能摘到 但是糖却是个金贵的 一串糖葫芦下来用的糖 本钱也在三文钱了 加上山楂签子 以及做糖葫芦用的柴火 一串糖葫芦的本钱 差不多四文 他卖五文钱一个 也就挣个辛苦费 一天下来 能卖十串左右 也是不错 毕竟这种金贵的东西 没多少人家舍得花钱 舍得花钱的人家 又看不上这种 普通老百姓的玩意儿 刚刚愿意送给那姑娘 实在是这辈子 都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人 但是送这孩子 那就免了吧 小男孩瞪大眼睛 转身指着西月 为什么可以送给姐姐 不能送给我 这时候 小男孩也看清楚了西月的脸 小脸上神色瞬间呆住 仙女姐姐 听到对话 西月扭头看了眼摊贩 对方瞬间红了脸 低头不敢瞧她 小男孩却是哒哒哒地跑了过来 想要跟刚刚抱摊贩腿那样 抱着西月 却又停住了 低头看了看自己灰扑扑的衣服 再看西月 小男孩憋了憋嘴 仙女姐姐看着好漂亮 她都不敢靠近了 西月手中拿着糖葫芦 缓步走到小男孩面前 柔声道 要吃吗 小男孩眨巴着眼睛 没有看糖葫芦 反而是盯着西月那张 近在咫尺的脸瞧 下意识地点头 根本就没在意西月说了什么 直到红彤彤诱人的糖葫芦 递到面前 孩子贪吃的天性 让她终于将注意力 集中到了糖葫芦上 要 她开口 伸出手就要 拿过糖葫芦 仙女姐姐不仅人漂亮 还给她糖葫芦吃 真是个大好人 小男孩伸手就要拿过来 西月却忽然抬手 将糖葫芦举起来 嘴中吐出两个字 不给 在小男孩与何家兄弟 呆滞的目光中 慢慢咬了一小口糖葫芦 小男孩眼中泛起了水光 没想到仙女姐姐会这么 这么坏 何家兄弟与几名护卫 也是没想到 月神居然会如此 戏耍一个小孩子 心里感觉怪怪的 大概就是你以为 一个人是高领之花 谁知道 他却在接地气的吃路边摊 宿主 你也太坏了吧 系统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西月不紧不慢地回道 我高兴 等到一颗糖葫芦下肚 他重新在摊贩那里取下一根 截了银钱后 放到了小男孩的怀里 眼泪本来要落下的小男孩愣住 快速地将糖葫芦抓住 抬起脑袋呆呆地看着西月 吸了吸鼻子 想要问为什么 就见漂亮的仙女姐姐 伸出一只手 在自己的脸上捏了一下 近在咫尺的精致面孔 还有从西月身上传来的香味 让小男孩的脸瞬间就红了 她的开口 仙女姐姐 你等我十年 我 我娶你 此话一出 众人怠住 何家兄弟看着这一幕 甚至有些羡慕 童言无忌 可真好 西月弯唇 身上的清冷 似乎都消散了几分 哼 想得美 说完转身离去 丝毫不理会 身后想要追上来 却被护卫拦住的小男孩 一旁茶楼二楼的窗户旁 一双眼睛紧盯着西月离去的背影 某种满是惊艳 眼看着西月一行人 要消失在视线中 赶忙出了茶楼跟了上去 背后多了条尾巴 西月察觉到了 却并没有太在意 第十一章 彩花大道 原本热闹的春城 因为寒山林一事 变得冷清起来 西月一行人逛了差不多有一天 就打到回了客栈 客栈一楼人不多 大概因为天色已黑的原因 只有少数人坐在那里吃饭 一行人走进客栈 那些原本正在吃饭谈话的人 瞬间静了声 何言与何欲 站在一旁挡住那些视线 护卫们将手放在腰间的长刀上 面对这样的架势 一楼那些吃饭的人 哪里还意识不到 眼前这些人不好惹 当下一个个不敢多看 纷纷低下头 西月回到房间 进入空间中沐浴了一番 出来后打开窗户 看着外面的夜色 楼下有谈论声传了过来 刚好在他房间下面 声音顺着窗户就飘了上来 听说了吗 江北一带作恶多端的 那个彩花大道来了春城 男子压低的声音 不可能吧 江北离这里一南一北 怎么可能跑来这边 另一道女生 怎么不可能 昨晚城东李老爷家的女儿 差点被糟蹋了 要不是天上突然有神迹出现 惊醒了府中的下人 进去喊李小姐 发现了那彩花大道 李小姐可就完了 女生疑惑 可又怎么能确定 进了李小姐房中的 就是江北一带的那个彩花大道 万一是这城中别的歹人呢 男子道 这你就不知道了 江北那个彩花大道 不知祸害了多少好人家的女子 就连几个官老爷家的女儿 和妾室都没放过 但不论官府怎么抓捕 都逮不到人 甚至后来还十分嚣张地 在看中的女子房中 提前一天留下一朵梅花 那梅花 不知是用什么东西折成的 总之很难仿出来 那李小姐房中事后 就发现了那朵梅花 据说最开始以为 是哪个丫鬟放的 并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江北那个彩花大道的事情 春城这边可没几个人知晓 这么说来 春城接下来也不安全啊 女子担忧的声音 男子安抚道 接下来几天出门你 与我一起 等办完事 我们立刻离开春城 听到这儿 夕月便没有再听下去了 她伸手拿起桌子上 放着的一朵红梅 仔细看着 应当是用一种 特殊的纸折成的 毕竟这个季节 哪来的梅花 随手将东西丢回桌子上 她神色冷淡 想到了今天 跟了她大半天的那个人 彩花大道吗 敲门声响起 何欲的声音传来 月神娘娘 这里有些糕点 您要尝尝吗 回客栈之前 一行人 已经在外面用过了饭 一天的时间下来 众人也都看明白了 月神对凡间的吃食 似乎很是钟爱 房门打开 何欲脸上露出笑容 将糕点放在了桌子上 这是玉浮糕 据说是这家客栈厨子的 祖传手艺 您尝尝 闻言 西月抬手捏了一个 轻轻咬了一口 何欲眼睛一眨 不眨地看着她 等西月目光看过来 又立马低头 这一低头 就看到了桌子上 放着的那朵梅花 这样 天哪来的梅花 话到嘴边 却没有问出来 对于凡人来说 反季节的东西 或许不可能 但对于神明来说 应当是很简单吧 见他盯着那梅花桥 喜悦开口 喜欢就拿去吧 反正不是他的 何欲脸上露出惊喜 他倒不是喜欢梅花 而是这是月神给的 比皇帝亲自赏赐东西 还要珍贵 况且 月神自下凡来 谁都没有给过东西 却独独给了他 何欲脸色更红 看着坐在通过窗子 洒进来的月光下的月神 只觉得心脏都漏了一拍 高不可攀的神明啊 心中忍不住跳动着 却又很快在心中提醒着自己 他只是一介凡夫俗子 哪里配得上月神 能够陪伴在月神身侧一段时日 已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将桌子上的那朵梅花拿起 他脸上露出笑来 那我就先出去了 有什么事情 月神娘娘 您尽管吩咐 等到何欲回了房间 目光正正地看着那朵梅花 思绪忍不住飘远 就连和眼什么时候进来的 都没察觉 想什么呢 何欲猛地回神 看着坐在一旁的兄长 神色有些低落地摇摇头 这种事情 哪里好跟兄长说 若他心动的是普通女子 绝对会第一时间告知兄长 可他心动的那人 是高悬在天上的明月 与他有着天与地的差别 哪里看不出来他有心事 但既然他不愿意说 和眼也就不会追问 不过 目光落在他手中的那朵梅花上 微微皱眉 哪来的梅花 他想要拿起来看一下 何欲却紧张地缩回手 将那朵梅花握住 这副紧张的模样 看得和眼眸色微深 目光淡淡地盯着他 也察觉到了 自己的动作 有些过于紧张了 何欲干巴巴地开口道 这是月神给的 我怕弄坏 不解释还好 这样一解释 简直有种欲盖弥彰的感觉 何眼沉默 看着眼神躲闪的弟弟 许久后开口道 听说九皇子闹着 要那一个青楼女子为侧飞 何欲愣住 不明白 哥哥怎么突然说这个 陛下不会同意 兰贵妃也不会同意的 何欲开口 这是离京之前闹得很大 据说为此皇帝 还对九皇子动了帐行 毕竟九皇子这行为 是在打皇帝和整个皇室的脸 让天下人耻笑 何眼背过身 眼睛看着窗外的明月 冷声道 今日我得到京城那边的消息 陛下将九皇子贬为庶民 皇室除籍 收回所有财物 兰贵妃教子无方 将为美人 送往寺庙为皇室诵经祈福 此生无诏不得回京 何欲瞪大眼 没想到会是如此结果 皇帝可真狠地下心 不过 若是他敢这么做 把整个何家的脸面 扔在地上踩 沦为金城笑柄 只怕父亲做的 不会比皇帝差 他整个人忽然僵住 看着兄长的背影 大概明白了 兄长和他说 这些话的意思 阿欲 何眼声音有些沉 身为何家子 享受着何家给的一切 不管做什么事 我们都要以何家为贤 不可给家族带来灾祸 第十二章 你可知错 有些话点到为止 何欲往日里 虽喜欢跟一些狐朋狗友 到处玩耍 但该有的脑子还是有的 何眼知道 自己说的这些话 他能明白是什么意思 神明 不容凡人玷污 除非神明也有意 否则在那之前 对神明有任何心思 都最好给按在心底 或者直接掐灭 何家是地位不低 但在何家之上 还有皇室 若是有十足时的把握 能够让月神喜欢上也就罢了 若是没有 何家难道还能跟皇室争 若没有得到月神 足够的重视与喜欢 何家与天下所有人相比 在月神眼里 不过都一样 若是表现出 对月神有男女之情 只怕第一个 不会放过何家的 就是皇帝 没有哪个皇帝 愿意看到臣子 去博取神明的情爱 让臣子踩在自己头上 只怕到时候 何家的下场 不会比九皇子好 除非 神明也有意 何眼只觉得 嗓子有些干涩 抬头望着天上 那轮皎洁的明月 仿佛看到神明 那张精致清冷的面容 话是说给何玉听的 何尝又不是说 给他自己听的 半场 他微微垂眸 掩去眸中的所有情绪 白日一整天都陪着月神 马车还没有好好布置一番 虽说 之前已经重新打扫 且里面用的 本就是贵重的东西 可到底还是配不上神明 况且 马车里的布置偏冷硬了 他下楼 正要亲自去城中的布装 这些地方购置 忽然脚步一顿 朝着柜台那里 正在原说话的掌柜走去 正在与伙计低声聊天的掌柜的 见有人过来 赶忙停止了话语 特别是当看清来人的长相后 掌柜的脸上露出笑容 对于这个大手笔 包下自己整个三楼天字号房的客人 他印象可深了 一看就是贵族子弟 来头不小 不能得罪 公子可是有什么吩咐 他率先开口 脸上是和善的笑 何眼皱眉 你们刚刚在说什么 他似乎听到了采花贼几个字 若是平日里 他根本不会在乎这些 可此行有月神在 任何风吹草动都要注意 听到这话 掌柜的心中一苦 这位客人出手大方 看模样是要在这春城住上一段时日的 每一天的房费可都是不小的数字 可他也听伙计说了 这一行人中 有位漂亮的跟仙女士的姑娘 只怕听说采花贼来了春城 这些人立即就要走了吧 掌柜的虽然舍不得这么一大笔房钱跑了 可在这种事上也不敢隐瞒 毕竟出去打听一圈也就知晓 此事不是什么秘密 他是傻了 才会在这种事上 欺骗明显来头不小的贵族子弟 当下就将江北一带的采花大盗 来了春城的事告知 并说了昨晚李小姐的事 合眼无动于衷 只是在听到那采花大盗 会提前给看中的女子房中 送上一朵红梅后 脸色瞬间变了 掌柜的有些猛的 看着眼前的公子突然面色大变 转身上楼 还有些摸不着头脑 片刻后想起这行人中 还有个貌若天仙的姑娘后 立即就明白了 合眼还沉浸在兄长的话中 眼神呆愣地看着手中的红梅 房门忽然被推开 他一惊 扭头就见兄长神色中 带着一丝交集 快步走了过来 这还是合眼第一次看到 兄长如此急切的模样 与往日那个贵公子 全然不同 梅花拿出来 合眼语气急促 这次合眼没有如刚刚那般缩回手 而是将那朵红梅 放在了桌子上 合眼拿过仔细看了看 才发现不是真花 跟掌柜的形容的采花大盗 送出去的花很像 他眸色沉了下来 却没有冲动 而是耐着性子确认到 这是月神如何给你的 是变出来的 还是房中本来就有的 没有明白合眼的意思 合眼疑惑地开口 月神桌子上的 我看了一眼 他就给我了 合眼闽纯 他没有说梅花哪来的 合眼摇了摇头 见此 合眼转身离开 不管如何 先吩咐护卫卫好好守着 如果真的是采花大盗 怎么也不能让对方 惊动了月神才是 虽说对方碰到月神 绝对逃不了好 但真让对方进了月神房间 那就是 他们没用了 说不定还会惹了月神动怒 可惜合眼想法布置的是好的 但在这之前 彩花大盗 已经悄无声息地 进了西月房间 对方在江北一带 之所以一直无人抓住 嚣张不已 便是因为那一身 出神入化的轻弓 哪怕已经到了他面前 下一秒就要抓住他 对方几个呼吸间 便会出现在一百多米之外 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黑影从半开的窗户翻了进来 借着洒进来的些许月光 打亮着偌大的房间 随后将目光定格在了不远处的床上 近乎无声地朝着床边靠近 有沙漫遮挡着 只能大约摸看见 里面被子有一小块隆起 想到白日里见到的那张脸 男人脸上的笑容 隐 邪 小娘子 她压低声音开口 抬手掀开沙漫 就在这一刻 视线忽然天旋地转 等回过神来后 彭三就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昏暗破败的房间里 浑身上下无一处不疼 特别是身下某处 她愣住 刚刚不是还在客栈里吗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 难道她阴沟里翻船灾了 还不等她想明白 房门猛地被推开 两个五大三粗的婆子 拥着一个画着浓厚妆容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中年男人上下打量着她 你可知错 知错 知什么错 彭三满脸猛 根本没搞清楚状况 然而 她这副不回答的模样 落在中年男人眼中 就是依旧不肯承认错误 当下冷笑两声 进了我们男色观 居然还想逃跑 看来 你的苦头还没吃够 既然如此 爹爹我也就不用联系你了 说着 朝着身后的两名婆子道 好好伺候她 留口气就行了 她虽然还没搞清楚状况 但也明白 接下来绝对没有好事情 立即就想运起轻功离开 然而却惊恐地发现 她的轻功没有了 第十三章 生不如死 彭三之所以能当彩花大盗 在江北嚣张那么多年 靠的就是一身 出神入化的轻功 如今轻功没有了 对她来说 不亚于一个天大的打击 不过 很快她就知晓 轻功消失 跟接下来的一切 相比算什么 中年男人离开 破旧的房门随之关上 而留下来的两个婆子 则是打亮了她几眼 目光中的神色 让她十分熟悉 那是她每次看到漂亮女子后 进入人家闺房时的眼神 她整个人呆住 大概明白了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如果这是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如果她此时不是疼得很难受 她肯定也就笑着配合 可如今眼前这两个 却是四五十岁 一脸皱纹 与粗不麻衣的婆子 想到这两人来这里的目的 她惊恐万分 下意识地 就想朝门的方向爬去 一只脚却踩在了她的背上 将她整个人踩趴下 随后就听斯拉一声 浑身一凉 一刻钟后 彭三留下绝望与痛苦的眼泪 痛 痛死了 本就火辣疼痛的地方 更是疼得快要麻木 甚至让她有种错觉 下一秒就会被疼死过去 彭三第一次知道 这种事居然也会堪比酷刑 半个时辰后 两个婆子神清气爽 低头看着彭三 幸灾乐祸道 要给她请大夫吗 请了又如何 以后还是要遭罪的 还是早点适应的好 况且你觉得爹爹没发话 谁敢给她请大夫 彭三迷糊之间 没弄懂早点适应 是什么意思 不过没两天 她就知道了 她被扔在这破屋子里两天 除了有人一天 来送两顿饭保证她饿不死外 连个来给她收拾的人都没有 期间她挣扎着 爬起身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浑身就没一个好的地方 她开口喊人 想要让人给自己找大夫 但是并没有人搭理她 两天后 之前那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身后依旧跟着那两个婆子 彭三下意识抖了下身体 见她这反应 中年男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朝着身后两个婆子吩咐道 给她好好收拾一下 上点药 接下来还要接客呢 接客 彭三哪怕再不愿意相信 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谁让她现在不仅没了轻功 还一身的伤 想跑都跑不掉 本以为自己会好好地休息几天 谁知道第三天晚上 她就被送进了一个狭小的房间里 房间小得只能容得下一张床 她瞬间明白 这应当是这家男色官里 最低等的接客房间 明白了这一点 她心里如被一盆冷水泼下 冰凉冰凉的 作为好色之人 她自然也光顾过 青楼厨管这些地方 那里有最低等的女子 因为姿色年老或者身体毁了 专门被安排接待那些 没有多少钱的男人 可以说 只要给钱 保姆就会安排他们接客 哪怕只是十几文钱 因为此时的他们 在保姆眼里已经不值钱了 与其任其自生自灭 不如再赚点赢钱 哪怕只是几十文也好的 彭三四处看了眼 没有任何力气 忍不住有些绝望 但是让她自杀 她又做不到 贪生怕死且惜命的人 是舍不得自杀的 这时 房门被推开 走进来两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五官丑陋 气质猥琐 看到彭三 两人略微失望 其中一人开口道 还行吧 十文钱也算花得值 十文钱 彭三瞪大眼睛 她居然只值十文钱 也就是一人才五文 另一人道 别废话了 谁先来 彭三瑟瑟发抖 恨不得把自己 蜷缩成的虾米 但不论她怎么祈祷 还是改变不了 接下来的结果 这一晚 彭三是绝望的 从来只有 她玩弄年轻貌美的女子 没想到 居然也会沦落到 如今这个地步 想到前几天晚上 还有眼下这情况 她嘴唇微微颤抖 特别是 这两人一身蛮力 自己根本反抗不了 差点没让彭三 当场咬舌自尽 要不是两人给的钱不多 有时间限制 只怕还不知道 她要被折腾到什么时候 尽管如此 她还是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又添了许多处的伤 原本就受伤的地方 也是雪上加霜 疼得简直叫人 生不如死 接下来一月 彭三彻底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人间炼狱 只要她没废 只要还有口气 房间里 就没停人过 受点皮外伤 还不算什么 就怕有的人 还喜欢玩花样 旧伤未好 又添新伤 这一天 接待的客人刚进去 就骂骂咧咧地 给了她一巴掌 这样的货色 真是浪费老子的钱 彭三被打得嘴角流血 却无力反抗 面对这种 喜欢暴力的客人 只要她敢反抗 就会遭来更狠的毒打 男色官并不会在乎 哪怕她被打死 这个客人走后 她就被男色官 踢出了接客名单里 原因是 身体已经坏了 不能再接客了 但男色官 并没有打算 轻易放过她 每天让她匹柴挑水 还只给两个馒头 半年下来 彭三很多时候 都想一头跳进水井里 结束这荒唐的后半生 可她还是不敢 舍不得死 每日看到水面上那张 被搓磨的苍老的面孔 都忍不住恍惚 自己究竟是怎么 沦落到这一步的 她明明是个 无人能抓住的采花大盗 有一晚想要采花 结果就突然来了这里 她至今都没能搞明白 自己到底是怎么来的这里 期间无数次地想要 重新练回轻功 却发现 无论她怎么练 她都还只是个普通人 次数一多 看管她的婆子 就拿鞭子抽打 让她继续干活 不要偷懒 就在她以为自己 这辈子就这样的时候 突然有人过来要赎她 灰暗的生活 像是突然多了一束光 让她整个人都有了灵魂 赎她的人 据说是她的亲生父亲 叫彭庆 她是彭庆 与一个烟花女子 所生的外世子 只不过女子怀孕后 彭庆就抛弃了她 如今 之所以要找回她 不过是家族那边 有了风言风语 说彭家后代居 然在南色关 做那种生意 彭庆为了平溪家族里的流言蜚语 这才决定 把她给赎回去 第十四章 亲身体会 彭三并不知道 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 他是个孤儿 自有记忆以来 就到处流浪 后来被一个老头收养 教他亲公 在他十三岁那年 老头也死了 虽然不知道彭庆 究竟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但此时 只要有人能够带他出这个火坑 他都愿意叫对方爹 被彭家的仆人 带到彭府时 看着那豪华的府邸 彭三心中激动不已 这么久以来 都练不回亲公 他已然接受了 自己成为一个 普通人的事实 可若是能做个有钱的普通人 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就在彭三以为自己的好日子 就要到来的时候 他被下人带到柴房关了起来 他拍打着房门 忍不住大喊道 你们这是做什么 我是少爷 你们敢这样对我 外面 守着的小思冷笑道 少爷 你算哪门的少爷 我呸 文言 彭三心中一凉 一个府里的下人 敢自作主张 把主子关起来 且这般说话吗 敢是敢 那绝对是在这个 主子没有什么好下场的前提下 彭三猜得不错 当晚 他就被两个小思 给压着到了后院的一口水井边 其中一小思道 你到了下面 也别怪我们 冤有头债有主 这是老爷的吩咐 谁让你在南色观 彭三做那种事 丢了老爷的脸面 只能让你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话落 他就被两人一起 按进了水井中 甚至害怕他爬上来 还给他手脚捆住 并在脚上绑了石头 这种操作 让彭三不由想到那些 丢了清白 被禁猪笼的女子 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吧 被活活淹死的感觉 真的很不好受 浑身冰冷 那种被夺去呼吸 五脏六腑 都被水浸泡的感觉 比被人狠狠地折腾 一遍还要难受 睁着眼睛 看着被盖上的井盖 以及淹没自己的水 彭三在最后一刻 忍不住回顾自己的一生 忽然开始怀疑自己之前 究竟有没有当过彩花大盗 毕竟那时候的风光 跟现在比 简直像是两个世界 西月坐在椅子上 与趴在一旁的系统 一起看着躺在地上 浑身扭动的彭三 轻轻抿了口风蜜水 在彭三接近他房间的时候 就已经进入了 他的领域内 被他察觉到 而他一直都在椅子上坐着 彭三却看不到 使用神明之眼 祸害了数不清的女子 那些女子 要么一辈子清登古佛 要么被足中人 或者附加陈塘 或是一根白灵吊死 总之 因为彭三这个采花大盗 葬送了一辈子 和生命的女子 没有五十 也有四十之数 简直可恨 其中固然有这个时代 封建思想的原因 但不可否认 导致那些女子悲惨人生的 罪魁祸首是彭三 其次才是这个时代 所以 他兑换了技能之梦 给彭三造了一场梦境 他不是喜欢做那种事吗 那就好好亲身体会地 享受一番 最后再一一感受那些 被他害死的女子死亡的痛苦 这边被淹死的 彭三猛的一睁眼 就被屋里的烛光 给惊到了 他不是死了吗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对 忽然被一只手抓住 随后整个人 被一股大力往后拖 痛 身上只剩一点碎部条 身体与地面摩擦 瞬间破了皮流了血 同时也察觉到了 身体的不对劲 勉强低头 就看到了胸前多了男儿 不该有的两样东西 他震惊地瞪大眼 下一秒一个大耳瓜子 狠狠地扇在了他的脸上 就是个伺候人的玩意儿 居然还敢跑 视线中出现了一张男人的脸 满脸的凶狠 紧接着又是一巴掌扇了下来 脸颊瞬间鼓了起来 整张脸都疼得麻木木了感觉 然而最让彭三震惊的 却是眼前的男人 拥有一张跟他一模一样的脸 男人又扇了他几巴掌 解了气后 将彭三丢在床上 脱了裤子就压了上去 彭三整张脸瞬间疼得扭曲 一夜过去 彭三已经出气 多尽气少 他也不明白自己分明已经死了 怎么又突然 在一个女人身上醒了过来 如果这是一场梦 那就请老天爷 让他赶紧醒吧 可惜彭三的愿望不可能实现 接下来他就在这家桃色官 度过了身为女子 暗无天日的半年 半年后 他被一个男人的夫人捉奸在床 当场活生生打死 再次睁眼醒来 是在一间女子闺房中 浑身无力 又一个顶着他面容的男子 正压在他身上 脱他的衣裳 接下来就是被家里的人 发现他失去了清白 一条白铃送他归西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 不停地睁开眼 又各种死法地死去 到了最后 彭三已经麻木了 绝望了 再一次睁开眼 就在他想着这一次 又该是怎么个死法时 却迟迟没听到动静 不应该啊 每次睁开眼 总会被人这样那样 这次怎如此平静 试探性地从地上爬起身 打量着这个房间 然后就看到了 坐在椅子上的夕月 再看到那张脸的瞬间 彭三就记起了他是谁 毕竟这样的一张脸 任谁见了都不会忘记 他愣住 久远的记忆开始回笼 他想起来了 就是进这姑娘房间的那一晚 他突然有些昏沉 清醒过来之后 就开始他悲惨的后半生 不停地被各种人折腾 又体会各种死法 想到那黑暗的一世又一世 彭三嘴纯直哆嗦 此时夕月的那张脸蛋 对他来说 也没有了丝毫的吸引力 可以说他现在只要一想到那种事 就想恶心干呕 甚至想到那些 压在自己身上的人都顶着 与自己一模一样的脸 他都开始对自己反胃了 见他整个人畏畏缩缩 满脸惊惧 夕月兑换了技能言出法随 言出法随 对于他的话语指令 听者会严格执行 和眼虽然吩咐了护卫 但还是不放心 亲自守在月神房门 外挤不远的地方 也不敢靠得太近 忽然 一道身影 凭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滚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月神淡淡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此人按你们的律法处置罢 第十五章 皇帝如何 和眼一惊 仔细查看着那人 虽然不明身份 但心中却有了几分猜测 当下朝着月神的房间拱手道 是 命令护卫将人带走 他亲自去审问 本以为要花上一番功夫 没想到只是问了一句 那人就从头到尾的全招了 听到对方 果然是江北臭名昭著的 那个彩花大道时 和眼脸色 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 听到消息后专门防着 没想到 居然还是被对方 进了月神的房间 仔细回想着 刚刚月神说话时的语气 似乎并没有生气的感觉 或许对于神明来说 不管是天皇贵宙 还是贩服走卒 亦或是作恶多端的彩花大道 在他的眼里 都不过是蝼蚁 并不在乎 但和眼却不敢大意 命护卫拿着和服的牌子 将彭三送到春城之府那里 并全程盯着 直至最后的处置结果出来 甚至还仔细叮嘱护卫看好彭三 毕竟对方的轻功 是众所周知的好 以至于从未有人抓到过他 目光落在月神房间的方向 决定等明日一早再过去请罪 至于月神 究竟有没有 把彭三这件事放在心上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今晚确实是他这边 没有做好防卫 以至于贼人进了月神房间 彭三这事 夕月非常在意 不过他在意的是 这个时代封建礼教 对于女子的压迫与剥削 以及女子面对的各种不公 就如彭三这事 犯错的分明是彭三 女子的夫家和父母 如果有能耐 就去找彭三算账 却将怒火发泄到 最为无辜的受害者身上 换作以前 这些事 夕月也只在各种史书上看到过 几句冷冰冰的文字随意带过 给人带来的感触不深 可在看到彭三记忆里 那些生命鲜活的女子 一个个因为封建礼教的原因 一个个被迫面对死亡 夕月没办法做到不动容生气 若他只是个普通人 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也就罢了 可他现在有系统和技能 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 总不能白来一趟 什么都不做吧 心中有了计较 他从空间中 拿出系统赠送的小本本和笔 开始把要做的事情 一件件写上 第二天七点 夕月准时出门 何家兄弟 已经洗漱好后在外面了 见他出来 何眼道 娘娘是想在这里用早时 还是出去用 出去吧 夕月开口 两人随着他一起出了客栈 马车早已经等候在了外面 何家兄弟驾着马车 朝着一个方向出发 春城有个清水巷 里面有许多卖早食的 都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手艺 虽然铺子没有那些酒楼好看 但味道着实不错 何欲开口介绍着 经过这两天的相处 一行人也看出来了 月神品尝人间食物 只在乎味道 并不在乎地点是否豪华 哪怕只是街边小摊 只要味道可以 月神都不会嫌弃 这一点 何家兄弟自认自己做不到 马车里并没有声音传出来 何欲也不觉得无趣 继续说着 等到何欲说完 何眼才开口道 昨夜竟让贼人进了娘娘房间 实在是我等无用 还望娘娘责罚 夕月觉得 这人可真聪明 说责罚而不是恕罪 听起来就让人觉得舒服些 恕罪两个字 会让人觉得在逃避责任 但直接说了责罚 他看起来 也不是那种蛮横不讲理的 这是觉得 他不会责罚 所以这样说 反而能让他高看一些 当然 即使他真的责罚 只怕他也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神明要责罚 又岂是一两句话能逃掉的 但既然一晚上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他没放在心上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事实上 夕月的确没将此事 怪在何家兄弟身上 世上歹人数不尽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 况且 那彭三 就连有很多护卫的王府都去过 一个客栈自然是防不住 怪不得他们 无碍 他平静的声音 从马车里传出 何眼心中松了口气 接着道 那彩花贼名叫彭三 已经押送到了府衙 按照大拥律令 他最当斩首 说完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出了心中顾虑 虽然已将他关入牢中 但这彭三确实有些本事 某担心他会逃走 毕竟是嚣张了几年的彩花大盗 这次若不是犯在月神手里 不知还要逍遥多久 不必担心 夕月道 无以令他接受处置 不得逃走 这是他动用了言出法随 听闻这话 何眼心中对神明的力量 再次有了新的认知 他可不认为 月神只是简单地命令彭三 不得逃走 若只是随口一句话 别人都会听从 彭三也不会这么多年 都没被抓住 定是月神动用了神力 就像一些神话传说中 神明开口说出的话 世间万物皆会遵守 违背不得一样 比皇帝的旨意还要有用 何眼正要回话 就听月神又接着道 你们的皇帝如何 他从彭三的记忆中知道 当今天下五国病例 其中以大雍实力最强 因有五国之手的势头 但具体美国皇帝性情能力如何 彭三的记忆中就没有了 毕竟他的注意力 一直都在貌美的女子身上 何眼驾着马车的动作一顿 快速地在心中组织着语言 何家到底是大雍的臣子 对于皇帝 自然不能说起坏话 至于月神为何突然这么问 这不重要 至少现在并不重要 何欲虽然不知道 何眼心里在想些什么 但他也知道 月神的这话不好回答 如实说的话 之后皇帝知道 会不会动目 可若是有所隐瞒 月神察觉到 会不会生气 这两位不管哪一个 对何家来说都是一座大山 唯一不同的就是 两座大山 一个轻一个重 何欲觉得 这是个难题 不好回答 何眼却是思索了片刻 决定实话实说 毕竟皇帝如何 又不是指他一个知晓 他今日若敢说话哄骗月神 事后绝对不会跟彭三之事一样 让月神不计较 这两日下来 他已然发觉月神看着何善 实际上却事事顺心而为 也就是说 他可以是善 也可以是 呃 第十六章 陆豫山贼 陛下年轻时文韬武略 除了朝中奸命 还广开科举 西南一带曾遭遇水灾 百姓流离失所 为此陛下开国库赈灾 还带头缩衣结石 如今陛下身体大不如前 没了年轻时的经历 是以正事方面不如以往 大多都交由丞相处理 听着何眼的话 西岳不由暗叹 这人说话还真是漂亮 他又不是傻子 皇帝年轻时是有所作为 但不过都是一个 守城之君该做的 真正的开疆拓土 以及发展民生这些 是一样没有 至于那句 身体大不如前 仔细品就知道 不过是给皇帝的遮羞布把了 正事不如以往 不就是现在有些昏庸不理朝政呗 何眼说完 见马车里久久没有声音 也就不语 他已经尽量给皇帝言语美化了一些 但月神又不傻 定是能听明白话里面的意思 这样既没有直接说皇帝不好 也与月神说了实话 月神娘娘 到了 何欲适时开口 虽然月神不介意在什么地方吃 但考虑到月神的身份和那张脸 每次去哪里之前 何眼都会提前安排人过去清场 当然 给足了补偿 吃完饭后 一行人又在春城到处逛了逛 就听到了采花大道落网的消息 已经传开 因为臭名昭著 完全不需要搜集什么证据 判决结果不到一天就出来了 三日后展立决 因为拿不准月神究竟想不想看 彭三人头落地的下场 何眼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在春城多停留几日 然而夕月却觉得无趣了 让何家兄弟继续赶路 如今春城都快没什么人了 也没什么好玩的 还是离开前往下一站的好 嗯 过个几日 顺便再找机会人前显灵 收集一点信仰值 让四处都留下他的传说 掉足了皇帝的胃口 再让对方找到 之后利用皇权 一点点地改变这个世界 神迹或许会让百姓们 给他贡献一时的信仰值 可只有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过得更好 他们才会世世代代的信仰 就比如财神这些 自古以来都有人供奉提供信仰 可是财神显灵过吗 没有 人们只不过是抱着一丝的期望 想让自己发财罢了 只是一丝期望 就会一直有人信仰财神 若是真正改变他们生活的神明呢 历史上 那些给世界和百姓带来改变的伟人 都会一直千古流传 被人记住于感恩信仰 他若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 想来也会如此 当然 他跟那些伟人 还是没办法比的 人家是真正的凭借自己的能力 而他不过是 借着系统的能力 和在现代的所学所见罢了 马车一路出了春城 与来时不同 走的时候 后面又多了一辆马车 都是和眼这两日采购的各种用品 为了哪怕在外面 也能保障月神的生活质量 甚至还买了两个做饭的婆子 和一个负责收拾打扫的丫鬟 都坐在后面的那辆马车里 如果不是因为条件和时间不允许 和眼还准备广招天下名厨过来 但月神来了一句不必如此 和眼不得不打消念头 不过青州老宅那边 却是已经去信 让人惊喜准备了 厨子押还各种一应俱全 甚至怕老宅那边怠慢此事 和眼还专门派了一名护卫 过去查看监督着 依旧是和家兄弟驾着马车 夕月看着 都忍不住在心中 替他们的努力点个赞 真以为外面驾车是那么舒服的 风吹日晒雨淋的 甚至前面有护卫骑着马开路 驾车的人是 最容易吃一脸的灰尘 还容易被空中飞着的小虫子入眼 而且只要是赶路 就需要一直集中注意力观察道路 并且控制好马 一个不慎就容易翻车 和家俩兄弟明显就是那种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贵公子 能做来这种驾车的活 显然也是不易 根据和宇所说 出了春城 需要向南继续走上五天 才能看见下一个地方 临安峻 期间要么是泥土路 要么是荒山野岭 古时候交通不发达 人口也不多 两个地方之间隔上很长的道路 是很正常的 在外面露宿了两天 第三日傍晚时分 途经一处山林时 听到了前方传来了打斗声 和眼眉头一皱 派两名护卫前去探路 他这次出来 只带了十名护卫 派了一人去京城送信 又先后 派了两人去了青州老宅 如今只剩下了七名护卫 虽说大庸如今没有太多的山匪贼寇 但真的碰到了 他们这点人 估计根本不够看的 目光朝着身后的马车看去 心中烧安了许多 有月神在 想来不会出事 两名护卫很快回来 禀报道 前面是一伙匪徒正在打劫 人数约莫一百左右 和眼神色凝重 想要先调转马车 原路退回去 避开这伙山贼 不过想了想 还是询问月神道 月神娘娘 您看 西月已经动用神明之眼 看到山上贼窝里 有很多被抓去的人 他没有过多犹豫 准备将这些人给救下来 他不是圣母 但身为红旗下长大的人 做不到自己明明有能力 却不救人的行为 今晚不是没有歇息的地方吗 山上便很好 他开口 闻言 众人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和眼点头 那我们这边出发 护卫们也没有丝毫地惧怕 若换作以往这种 明显送死的行为 他们定然是要犹豫且劝阻的 可如今不同 他们这里有神明在 难道还能怕了那些区区山贼 一行人往前走了没一会 就看到一群凶神恶杀的山贼 正在将打劫到的财物 往自己带来的车子上拖 而一辆马车旁 则蹲着十几个人 神色惶恐色色发抖 好在现场没有流什么血 应当是这群人看到山贼数量如此之多 直接放弃了抵抗 山贼们正兴奋着 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接近 声音不大 数量应该不多 一群人扭头朝着声音方向看去 就见几名骑着马 护卫模样的人 拥着两辆马车走了过来 山贼们常年打劫 见多了好东西 自然看得出来 那两辆马车用的材质不差 还有能配得起护卫 是只大肥羊 第十七章 无疑幸免 一百多号山贼 眼睛放光地盯着一行十几人 那模样 似乎下一秒就要一拥而上了 何宇头皮有些发麻 养尊处优的公子哥 哪里见过这些 不过想着身后马车里的人 胆子瞬间大了起来 一群小小山贼而已 还能跟月神掰手腕 为首的山贼 虽然对眼前这只肥羊也很心动 但他比旁人稍微多了些脑子 否则也不会将贼窝发展 壮大到如今这个地步 早就被附近的官兵给搅了 对方十个人出头 见了他们居然不害怕 他们打劫的动静不小 按理说里 他们有段距离 就能够提前发现他们 可是眼前这群人 却一点也不在乎 反而继续向他们靠近 事出反常必有妖 领头的山贼忍不住想着 难道眼前这群人都是武林高手 否则十几个人 看到他们一百多人还不跑 哪来的胆子 也就只有以一敌时的武林高手 才不会怕他们 可是眼前这群人 看着也不像啊 他抬手 让身后的一群人安静下来 随后 学着江湖中人的行李 一抱拳 诸位是哪里人 一名护卫上前一步道 我们途经此地 想要借诸位的地方歇歇脚 话落 众山贼神色怪异 有人忍不住 哈哈大笑道 借我们地方歇脚 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把财物都给留下来 还能留你们一条狗命 刚说完 领头的山贼一巴掌 就拍在了他的脑袋上 低声道 闭嘴 目光看向护卫 不确定道 要借我们地方歇歇脚 好说好说 跟我们走吧 领头的山贼不确定 眼前这些人哪来的底气 居然还主动往他们老巢跑 不过刚好 万一他们都是武林高手 打起来自己一群人定然要死伤惨重 等回了寨子 要一下 几百人以为 量他们是神仙 也插翅难逃 众山贼不解地看着领头的那人 也就是他们的三当家 三当家扭头 朝着众人 使了个眼色 有几个小头领 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 压住 剩下那些不满的山贼 很快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朝着山上的贼窝出发 一群山贼带着打劫来的财物 以及被抢的那批人走在前头 何家一行人走在中间 而在他们后面 还有二十多个山贼盯着他们 三当家早已派人先回寨子里传信 寨子里的其他几位当家早就做好了准备 磨刀霍霍向众人 越接近寨子 三当家明显越放松 目光扫着何家兄弟驾着辆马车 眼中有着探究 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人 一直没有露面 不像另一辆马车里的丫鬟婆子 因为外面的这番动静 掀开马车连看了出来 吓得脸色苍白 他们是刚被买下没两天的 并不知道西悦的身份 平常也接近不了西悦周围 三当家心中虽然好奇 不过很快就没放在心上 管里面是什么 等进了寨子 都改变不了被他们打劫一空的结果 总不能里面做了个高手 能以一敌几百吧 就是传说中的那些爵士高手 也做不到 所以身后的这些人 应该就是没见过什么事 不知道他们寨子里 到底有多少人 天真的以为自己十几个人 就能打败他们 估计是有点武功在身上 一路上顺风顺水 所以眼高与顶 不将他们放在心上 嗯 眼高与顶 应该是这么用的吧 自诩为整个寨子中 最有文化的人 三当家觉得自己 应当没有用措辞 注意到山贼们时不时 偷偷用贪婪的目光 看着自己一行人 和眼面无表情 何欲却是扭头 看了眼神后 被车帘隔住的马车厢 有些慌乱的心 安定下来许多 有月神在这 就是有千军万马 他也不怕 一行人还没靠近寨子 远远地就看到寨子前 占了许多手持武器的山贼 三当家心中一喜 底气更甚 他觉得 甚至都不需要下药 直接就可以一拥而上 拿下这群人 直到来到寨子大门口 他扭头看着一群人 眼神中已经是毫不掩饰的凶狠 何家众人如同没看见 驾着马车继续往里走 听到消息的二当家走了出来 见三当家就要动手 直接将三当家拦住 见三当家瞪眼 二当家低声道 等他们进去再说 匪寨里一共有三位当家 大当家是组建寨子的那个 以武力降服众人 二当家曾经读过一点书 在寨子里充当智囊团的那个 至于三当家 则是各种冲锋陷阵的那个 虽然有些脑子 但并不是很多 一行人进了寨子 护卫道 有干净整洁的房间吗 文言 二当家也有些不解 这是真把他们 这当客栈 暂时歇歇脚了 不过 对方越是这种态度 二当家越是谨慎 有 我给诸位带路 说着让三当家命人去准备饭菜 里面加点料 既然摸不准 对方的来路和实力 那文陀起见 还是准备充分了再下手 没看那些话本子里 有很多厉害的人 就喜欢扮猪吃老虎吗 但今日 不管对方是什么 都得留在他这黑风寨 只不过还没走 就被惊恐间叫声给打断 是被山贼打劫带上来的那伙人 里面有两个小姑娘 此时 被两个山贼 直接扛了起来 周围还有山贼围上来 动手动脚 年龄约末 十六七岁的两个小姑娘 满脸的惊恐与害怕 两张花般 娇俏的脸仓白如纸 和眼剑辞冷了神色 手摸上了腰间 藏着的软剑 他不知道月神会 不会怪他多管闲事 但是身为大拥巢的男儿 他做不到剑山贼 欺凌百姓 而视若无睹 何玉也是将绑在脚腕的短刃 抽了出来 就要与哥哥一起冲过去救人 一旁的一队 中年夫妇 扑上去想要救女儿 还没靠近 就有两名山贼 伸出脚就要踹过去 山贼年轻力壮 两夫妻却年老体弱 这一脚下去 两人非死即伤 只是还不等两人的脚落下 就直接倒飞了出去 连惨叫都没发出一声 重重砸在地上昏死过去 紧接着 一股威压落下 在场的山贼无疑幸免 全部趴在地上 脸被按在了泥地里 第十八章 发光发热 见到这一幕 何家兄弟几乎为松了口气 还好月神出手了 两个小姑娘 从山贼身上摔下来 却被一股轻柔的力道托住 安全地站在地上 中年夫妇瞬间扑了上去 将女儿抱在了怀里 倒下的山贼 足足有两百多人 而这只是 出现在众人视线中的 还有许多 在别的地方的山贼 只要是在这处山上 都被压在地上 爬不起来 因为领域范围不够 夕月刚刚又花了一万信仰值 将范围升到了三公里 见此 系统心疼得到 还剩六十三万九千 信仰值了 宿主 离十亿还差得远呢 他想说 信仰值省着点花 毕竟到了后期 等宿主发现 离十亿还遥遥无期 会不会跟001的宿主 一样自杀 夕月淡定道 嗯 才来没几天 就有这么多 不错不错 系统欲言又止 很想说他并不是想要夸奖他的意思 而是提醒他 花信仰值时注意一下 不要大手大脚 不过想了想 还是决定闭嘴 他家宿主开心就好 实在不行 到最后 他去求求主系统看看 有没有别的办法 其实夕月 本来是打算跟这些山贼 慢慢玩的 毕竟时间漫长无聊 总需要点 什么来打发时间 但是 看着他们对女孩子动手后 就忍不住了 就算是傻子 也能看出这两个女孩子 一旦被山贼扛走 将会面对的是什么 而技能中 能够对这么多人 同时出手的 只有领域和雷霆之力 以及严出法随 雷霆之力 容易伤及无辜 且这些山贼不配 严出法随 还需要他主动开口 用在眼下 这不是大规模的场面 有些吊割 还是不需要他开口 和有任何动作的领域 用起来最好 嗯 好吧他承认 其实是用起来 最实用顺手 但范围有些小了 他就给扩大到了 三公里范围内 对于这个债子足够了 在领域里 所有的一切 都逃不开他的眼睛 所以不用担心 威亚会误伤那些 被掳上来的人 毕竟在黑风寨 山贼和被掳上来的人 还是很好区分的 山贼哪怕只是个小喽啰 在那些被掳来的人面前 都耀武扬威 非打即骂 而被掳上来的那些人 要么是眼中 藏着恨意的被欺凌打骂 各种干活 就是被关在黑风寨的牢房里 剑西同脸上 满是纠结与心疼 西约不得不安慰他道 放心 系统被他安慰到 心情好了许多 看着整个山上 都被压在地上抠 都抠不出来的山贼 好奇到 宿主要把他们都杀了吗 同样的问题 何玉也问了出来 月神娘娘 要如何处置这些人 都杀了吗 虽然哥哥交代在外面 尽量称呼您 而不是月神 以防被人知道 月神的身份 但如今月神动用神力 显然也是隐瞒不住的 况且何玉下意识地觉得 这些作恶多端的山贼 不会被月神饶恕 这些山贼一死 剩下的 就只有待在这里 刚被救下来的那一家人 就算这家人 知道了月神的身份又如何 就凭几个人 还能把事情宣扬得天下皆知 暂且留他们一面 夕月声音 从马车里传出 死 太便宜这些人了 黑风寨不知存在了多久 祸害了多少人 就这样杀了他们 哪里对得起 那些被他们杀害的人 就让他们用接下来的时间 为这世间发光发热 添砖加瓦 何玉虽然不明白 这些山贼有什么好留着的 但既然月神这样说 肯定是有他的道理 毕竟月神看起来干净纯洁 应当是没有做过杀生的事 何言本想将这些人给绑起来 但是放眼望去 皆是趴了一地的山贼 有几百之数 更别提 还有那些没过来的 在山寨别的地方的山贼 而他们这边就几个人 估计根本绑不过来 更别提 山寨里有没有这么多的绳子了 那我去找绳子 把他们给绑起来 何玉却没想到这么多 跃跃欲试地开口 何言忍不住伸出手 敲了下他的脑袋 出发点是好的 可要清楚实际情况啊 被兄长敲了下脑袋 何玉才后知后觉地想起 把这么多人都绑起来 对目前来说有些不现实 月神娘娘 这里可能没那么多绳子 说到这里 她有些沮丧和不好意思 西月道 他们起不来 听到这话 众人松了口气 仔细看那些山贼 发现果然一个个 只能趴着瞪大眼睛喘息着 却连挣扎起来的动作都没有 因为前两天 刚下过一场大雨 黑风寨里的道路 也没有铺狮子 都是泥土地 所以此时 地面上泥泞不堪 一脚踩下去 都是泥巴 那些山贼 就这么趴在泥泞的土里 半边脸都埋在里面 看上去狼狈不堪 但在场没一个人 会觉得他们可怜 何眼从马车上跳下来 丝毫不在一脚上 对普通人来说 价值不菲的鞋 踩在泥土里 他恭敬地朝着马车道 某先去看看房间 让人将房间收拾出来 还请月神娘娘 和眼当即点了两名护卫 和买来的丫鬟婆子一起 朝着黑风寨里面走去 一路走过去 只要是山贼 都在地上趴着 抠都抠不出来的那种 原本还战战兢兢的丫鬟婆子 见得多了 也就不害怕了 因为这些山贼 看着根本就爬不起来的样子 他们甚至觉得 只要给自己一把刀 都能一个人 解决完这一整窝的山贼 心中也忍不住对山贼们 这副模样新生好气和害怕 他们所在的马车 离夕月的那辆 有点距离 并没有听到 和家兄弟对西月的称呼 想要开口问和眼 毕竟他看起来 并不意外山贼们这副模样 但到底是买来的吓人 他们就是心中 再好奇害怕 也不敢随意地问主人家 况且和眼看起来 也不是好相处说话的样子 默默地跟在和眼身后 老老实实地 将他看中的房屋 仔细打扫干净 并将马车里的东西 都搬下来布置进去 西月想着 自己看到的那些 被掳来做着各种活迹 并被山贼们打骂的人 朝着外面的和宇道 你去把那些 被山贼掳来的人放了 再发一些赃物与他们 让他们回家 第十九章 剑慈立相 和宇很快带着两名护卫去了 西月替他指明了 山贼们存放抢来财物的地方 还特意点明 几位当家的房中都有存货 像这种靠打劫为生的山贼 除了在专门的地点 存放抢来的东西 几位当家 还会将一些好东西 收进自己房间里 想着和宇那边可能人手不够 西月放了十几个山贼起来 让他们去将各处 被关押和奴役的人都带过来 山贼们已经被刚刚莫名其妙 压在地上 反抗不得的力量给吓破了胆 听到西月的吩咐 在看一旁护卫们凶神恶煞的模样 忙不迭地去了 刚刚他话中动用了言出法随 山贼们心中听从反抗不得 等待的期间 西月让护卫去问了 刚刚被掳来的那家人 此时要不要下山 还是在山上歇一晚 那家人哪里敢在山上久留 立即驾着马车离开 没多久 河眼那边过来 说是房间整理好了 西月并没有立即过去 而是朝着河眼道 等这里的事情处理完 看着趴了一地的山贼 河眼摸不准月神留着他们做什么 不过他也不在乎这些 月神想如何 自然就该如何 他有随心所欲的权利 没多久 河玉和两名护卫 推着一车的银子过来了 车子是在山寨里找到的 应该是平日里用来拉货物的车 此时上面堆着十几箱的银子 这些山贼平日里 不仅打劫路过的富贵人家 甚至还时不时去附近的一些小村子 骚扰百姓 多年的积攒下来 可不止这十几箱银子 还有许多没有运来呢 西月朝着河眼道 待会你将银子给被掳来的人发下去 让他们安心回家 河眼立即明白了月神的意思 点头道 月神娘娘放心 某定然仔细办妥 心中却忍不住想着 月神虽然有时候看起来不像个善神 但他所做的事却都是善 而且就这几日相处来看 也从未滥杀无辜 随意动用神力伤害凡人 只要没有招惹到他 他还是很好的一个神明 大概半个时辰后 山上所有被掳来的人 都被聚集到了此地 大约七十多人 哪怕一路上也看到了一些趴在地上的山贼 都但没有此刻来到这里 见到趴了一地将近两百山贼 来得震撼 众人原本被山贼折磨得畏缩的眼中 此刻燃起了愤怒与恨意 恨不得立即冲上去 将平日里这些不把他们当人看的山贼 狠狠地打一顿 那十几个将人聚在这里的山贼 朝着西越马车方向走来 刚要挤出笑脸妖宫 下一秒又啪击一声 重新被按进了泥土里 除了和家这边的人 剩下的人皆被这一幕给惊住 虽然刚刚一直都好奇 这些山贼为什么趴在地上不动弹 可如今亲眼见到 眼中却忍不住满是惶恐 有的人甚至四处看了看 突然跪在地上嘴中喃喃道 神仙显灵了 剩下的人也不由回想到 前几日夜晚突然天降神迹的事情 当时他们一个个都在遭受 山贼的压迫殴打 面对神迹也曾跪地祈求 神仙显灵救救他们 所以如今这是神仙 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来救他们了吗 一个个热泪盈眶地跪在地上 嘴中不住地喃喃自语着 西越神明之眼动用着 看到了这些百姓之前所受的苦 以及山贼们的残忍 他抿了抿唇 当场意念一动 在场趴着的山贼 皆被一巴掌从地上山飞出去 紧接着又在半空中 被狠狠地按在地上 而那些跪着的百姓却感觉到 有一股力量轻柔地拖着他们 将他们从地上拖了起来 西越兑换了技能包治百病 这些被掳来的百姓 都不被山贼当人看 动辄打骂挨饿 所以一个个身上都有伤 下一秒 所有百姓就感觉到 自己整个人都 如同被泡在了温热的水中 身上温暖又舒服 那些一直疼痛的伤口 也开始愈合 结巴 掉落 百姓们转眼间变得精气神饱满 那些露在衣服外的伤口 也消失不见 心中惊叹 哪怕已经见过很多次神明的力量 可每一次再见 还是会忍不住在心中 为这凡人所不能及的力量 而惊叹和敬畏 月神娘娘 何欲忍不住低声喃喃道 何妍忍住心中的敬畏 朝着马车道 某现在便给他们发银钱 西越轻轻嗚了一声 何妍来到装满银子的马车旁 先清点了银子数量 再看了看在场的人数 立即对怎么分在心中有了数 百姓们还沉浸在神迹中 何妍开口 诸位 众人目光看向他 却没敢乱动 有马车有护卫 一看就是惹不起的人 都是老实了一辈子的百姓 知道自己跟权贵比起来 命如草剑 因此一个个不敢吱声 山贼掳来的负伤更多 但是人家 都有家里人拿钱来赎人 剩下没人赎的普通百姓 则在这里给山贼当牛做马 而等在这里遭受山贼欺凌 月神娘娘路过此地 见之不忍 特来惩治山贼救出而等 并命我等 将山贼所获赃物分发下去 而等过来拿上银钱 下山回家吧 话落 身后的护卫 已经将那一个个箱子打开 露出里面白花花的银子 何玉很是不解地 看着何眼的背影 他知道 兄长一直想要在到达青州之前 不让别人知道月神娘娘的身份 可如今居然主动说出 这是为何 西月却是明白 何眼这是在更进一步的示好 月神从未表露出 不愿让世人知道他身份的意思 只不过何眼有小心思 想要隐瞒住一段时间 但此时 月神动用神力救人 何眼若是在继续隐瞒 藏着掖着 他怕招了月神的厌恶 虽说月神的人设在那 应当不会在意 但没人会去赌 赌可能会引来一位 神明的厌恶和不喜 百姓们不知道 其中的弯弯绕绕 本就在怀疑是神明显灵 否则这些山贼怎么会这样 他们身上的伤 又怎么可能瞬间就恢复如初 此时 听到何眼这么说 目光齐齐落在马车上 很快 一群人又跪了下去 目光中满是敬畏与感激 其中一名五十多岁的老者 试探地开口道 不知我等可有幸得见娘娘神言 回去好为娘娘见此立像 第二十章 分发银钱 老者这句话一出 立即得了所有人的附和 自古以来 人们供奉了多少神明 可从未有神明真正出现 救他们于水火 甚至百姓们还觉得 神明之所以从不出现救他们 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份低贱的原因 但直到此刻 见到神明真的因为他们的祈祷 而出现救他们 惩治这些山贼 一个个心中的感动 无以复加 黑风寨山贼烧杀抢掠多年 那些官老爷 当真不知道吗 知道的 只不过因为被掳来的是 他们这些无权无视的普通百姓 所以根本不在乎 连那些官老爷 都不在乎他们的死活 可是神明 比那皇帝老儿还厉害的神明 却愿意来救他们 夕月有些见不得这样的场面 脚趾忍不住动了动 不得不将他们都拖了起来 不必 你等领了银钱 快些回去吧 若距离远 也可在此歇息一晚 夕月说完 让何玉驾着马车 前往收拾好的房间 他实在不怎么适应 应对眼下这种场面 如果只是单纯地 把他当神明敬畏行李跪拜 他倒是不会有太大感觉 可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激 他有点应付不来 总感觉有种羞耻的感觉 马车离去 众人目光不舍地盯着 直至马车消失在视线中 何眼则给在场的78人分发银子 一共600两银 有12名女子 剩下的都是男子 男子每人给了6辆 在这个2辆银子 够一家5口生活一年的时代 6辆银子已经很多了 至于女子 被山贼掳过来 遭遇了什么 自然不必多说 这些人 不管是回家还是回复家 都只有死路一条 家里人估计也只会当他们死了 何眼给他们一人分了17辆 拿着这笔银子 去镇上买间地方小点的房子 只要位置不是选得非常好的 自己再做个小买卖 或者找个活计干维持生计 也是一辈子无忧的 哪怕去一些村中 租间屋子混吃等死 这些银子也够他们用上11年左右 只要不乱花乱用 或是遇上天灾人祸 生活上还是会比普通百姓 要富足一些的 当然 若是自己想不开非要回家 那谁也阻止不了 刚好600辆银子 不多不少分完 其中还有两个年纪稍微大点的 出去估计很难找到活计 体力也跟不上 何眼私下里 又自掏腰包 给了一人20辆 至于这些人出去后 能不能保住手中的钱财 何眼不知道 也管不了 他能做的 也就只有这些 因为天色已晚的原因 只有几个私家心切的人 立即下了山 剩下的 则都准备明日一早再走 至于那群山贼 趴在地上无人问津 甚至在和颜等人离开后 在场的百姓们 有仇报仇 直接抡起拳头 或者找了根棍子 狠狠地打了下去 山贼们趴在原地动弹不得 只能被动挨打 甚至连痛苦的嚎叫声都发不出 只有因疼痛而流出的泪水 顺着眼角滑落 对于这边发生的一切 自然都逃不过西岳的眼睛 可以说 只要是在领域范围内 都没什么能瞒过他的 除非 他自己单方面屏蔽 或者不去注意 马车直接进了一处 有些简陋的院子里 毕竟是山贼们的住所 修建得很是简单 地面 也都还是泥土 没有用石子扑一下 马车停在房门口 何渝立即拿出 和颜买来的丝绸 扑在地上 从马车一直扑进房中 房间和颜带着丫鬟和婆子 早已布置好 并将马车上带来的东西 都给搬进了房间中 甚至还在房中点了箱 地面也都铺满了丝绸 丫鬟和婆子 已经被打发去了造房准备饭菜 并不会有人打扰到西岳歇息 西岳进了房间 何渝站在外面并没有进来 而是忍了又忍 还是没忍住到 月神娘娘 您留着那些山贼 准备做什么呀 看起来 不像是要交给官府处置的样子 寨子里还剩不少银子吧 西岳看到山贼库房里 还有不少银子金子 银子还有763两 金子有整1000两 另外还有很多古玩字画之类的 这些价值几何 目前不好说 给附近受过山贼侵扰的村子 送去一些吧 西岳开口 他从那些山贼的过去记忆里 看到了 他们也时常骚扰附近几个小村庄的百姓 被抢掠财物还算是好的 有的百姓家里人 直接被山贼杀了 女子还给抢了过来 何渝点头 觉得月神可真是个心地善良的神明 那剩下的银子呢 附近几个村子 再怎么也用不了剩下的所有银子 西岳端起泡好的花茶水 清敏了一口 嗯 里面加了蜂蜜水 扭头看着满脸好奇的何渝 他道 让他们修路 让那些山贼去修路 把春城到下一个地方 临安郡中间的路给修出来 方便百姓与商人行走 想要富 先修路 嗯 银钱还有剩余的 那就让他们继续修路 给这个世界的建设天砖加瓦 为百姓出行谋便利 何渝有些疑惑 不明白让他们修路做什么 但既然月神这么说 肯定是有他的道理 西岳对这个时代的银钱并不了解 所以有些怀疑 山寨里剩下的那些钱够不够 剩下的银钱够修路吗 他问道 何渝想了想 啊 如果是从春城到临安郡 完全足够了 西岳点点头 那就先让山贼们修这段路吧 剩余的 可以给附近那些村庄修路吗 何渝走后没多久 丫鬟端来了饭菜 寨子里的食材很丰盛 两个婆子大显身手 做了许多菜色出来 其中最好的 先紧着西岳这边送来 剩下的 则是留给何家兄弟 极重护卫的 至于那些留在这里过夜歇息的百姓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山寨里的食材粮食 都还是挺多的 丫鬟小心翼翼地 端来了一个大托盘 上面摆了八道菜 何渝专门买的这个 能够干些力气活的丫鬟 就是为了方便送菜给月神 以及给月神收拾房屋 毕竟男子进出总是不方便的 也不合适 丫鬟放下菜 就快速地离开了房间 这是何眼交代的 除非有吩咐 否则不许在房间里逗留 西岳正准备拿起筷子 突然在领域范围内 发现了不对劲 第21章 以身相许 后山杂草堆下 竟然还有一个类似地窖的地方 里面关着一个人 看不出是死是活 西岳愣住 领域内的一切都无所遁形 但他一般 只看地面上的 刚刚还是无意识地朝地下扫去 才发现了不对劲 没有多想 身影消失在房间里 不过一瞬 就出现在了那个昏暗的地窖里 地上躺着一个人 手脚都被绑着 西岳凭借着良好的势力 看清了对方的模样 年纪约莫278 长相白净清秀 不过那张脸 此时却多了好几道脏兮兮的印子 看着便让人想给他擦干净 西岳看了看自己的手 嗯 很干净 立马打消 想要给人擦脸的想法 擦脸 那是不可能的 想都别想 不过人在这种地方 肯定也是受害者 被山贼掳来的 就是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 看起来挺惨的 这兽谷凌寻的样子 也不知被丢在这里几天了 忍不住动用神明之眼 看了他前几天的记忆 发现是路过黑风寨 被打劫回来的大当家碰见 直接掳进山寨里 这里需要特别点名的是 黑风寨大当家喜欢男人 恰好这个男人十分符合大当家的审美 当即就给人扛自己房间里去了 只不过这个男人面对大当家的用墙 誓死不从 甚至还拿椅子砸伤了大当家 大当家以武力统领整个黑风寨 却被文若书生砸伤 当即恼羞成怒 把将男人绑了起来 丢在了后山这边荒废的地窖里 距离男人被丢进来已经两天了 再晚 估计就要饿死可死了 对方身上还有些伤 西月抬手给对方治好了 不止伤好了 对方的惊奇神也恢复了许多 至少脸色 没有刚刚那么苍白了 许清燕微微睁开眼睛 地窖里一片黑暗 按理说 该什么都瞧不见的 不过她视力向来在黑暗中比较好 因此 能够模糊地看见自己的面前 站着一名女子 只不过面容看不清 但对方身上 有一股好闻的花香 说不清是什么香味 如果西月知道她在想什么 一定会告诉她 这是这具身体自带的月桂香气 当初在知道自己来这个世界 是为了收集信仰值 也知道了系统的能力 以及赠送的技能 她心中就有了 以月神身份出现的想法 所以 在捏这具身体时 她选择的体香是月桂 系统里的月桂 与现实中的月桂不一样 香味也有所区别 哪怕是西月自己闻 也觉得比现实中的月桂好闻 香味中多了一丝的清冷 与别的味道 饿了两日 许清燕已经头晕眼花了 她眨了眨眼 试图想要看清眼前这个人 却发现 只是眨个眼的功夫 周围的光线就变得明亮了起来 环境也变了 她愣住 有些怀疑 是不是自己饿出幻觉来了 此时 鼻尖嗅到了饭菜的香味 身体仿佛被注入了一股力量 让她不自觉地朝着香味 传来的地方爬去 说是爬 其实动作更像是虫子在蠕动 毕竟手脚都还被绑着 根本站不起来 爬了几下 头脑开始清醒 发觉到了不对劲 目光朝着四周看去 就见一旁的椅子上 坐着一道身影 当看清对方的脸时 她忍不住呆住 随后回想起自己刚刚的动作 忍不住脸一红 觉得有些丢人 不过也只是羞耻了片刻 很快就回过神来 确定了周围的环境 不是她的幻觉 头脑忍不住快速转动着 她现在完全可以肯定 自己刚刚还在那个黑暗的地窖里 期间也没有昏迷过去 所以她是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的 空气中 此时不止有饭菜的香味飘到鼻尖 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香味 她想起了在地窖里看到的那道身影 以及从对方身上传来的味道 所以 刚刚地窖里的 就是眼前这个人吗 是她把她带了出来 虽然对方的脸很好看 但许清燕 还是在心中对她产生了怀疑 她确定自己的记忆没有出问题 那就是说眼前这个女子有问题 看着依旧被绑的手脚 她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 朝着夕月道 是姑娘救了我 夕月夹起菜放进嘴中 没有说话 只是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其实 对方身处领域范围内 哪怕她没用眼睛去看 对方的一举一动 也逃不过她的感知 不过说真的 这人笑起来 整张脸都好看了起来 就是可惜 此时的姿势不怎么好看 躺在地上一身的狼狈 许清燕有些紧张地吞了口唾沫 不知道为什么 对方刚刚的眼神 让她感觉有些压力 就好像自己的所有的一切 在她眼中都无所遁形 更折磨她的是 面前的人正在慢悠悠地 享受着一桌美食 若换作以往 许清燕对这一桌吃食 也不会有什么感觉 顶多是觉得色香味俱全罢了 她向来不在乎口腹之欲这些 可当人活活饿了两天后 再没有口腹之欲的人 见到吃食也会控制不住的 是真的饿啊 姑娘可否踢在下解开 她动了动手 试一刀 下一秒 手腕和脚腕上的绳子 瞬间断裂 许清燕脸上露出感激的笑 心中却提高了警惕 这女子看起来似乎会武功 而且还不低的样子 至少她从未见过 这种凭空断裂绳子的力量 许清燕从地上站起身 身体忍不住亮呛了一下 她虚弱地笑了笑 朝着西月拱手道 不知这是哪里 姑娘救了在下 在下实在不知该如何报答 虽然是这样说 但同时也是试探西月救她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神明之眼下 一切无所遁形 包括心思 试探她 西月微笑 听说你们这里有句话 救命之恩 以身相许 她语气中带着一丝好奇 许清燕愣住 是有这么句话不错 但那大多都是女子对男子说的 而且总觉得 面前这位姑娘突然说这么一句话 不像是要她以身相许的意思 似乎只是好奇地问这么一句 不过 当目光落在她的那张脸上时 许清燕忍不住想着 以身相许的话 似乎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她刚刚说这句话时 神情太过冷淡 没有丝毫羞涩 总觉得不像是要她以身相许的样子 更像是对此事好奇 好奇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事 随口问的 见她脸微红 西月忍不住在心中感慨 秀色可参啊 对于长得好看的男女 她向来是喜欢的 但也仅限于在心中喜欢 还是那种对美貌的欣赏与喜欢 且往往都是三分钟热度 毕竟世上有几人不喜欢看美人呢 是 姑娘是想成亲吗 问完这句话 许清燕忍不住低头 不敢再看她 此时心中被她还有怀疑 怀疑她的身份 但在那张脸面前 似乎都有些不重要了 当然 最主要的是 她应该打不过对方 第二十二章 一战扬名 许清燕深知 《识时误者》为俊杰这句话 眼下明显在对方的地盘 既然反抗不了 为什么不坦然接受 况且 吃亏的也不是她 就算对方有古怪 以后提防这些便是 当然 最主要的是 她总觉得 对方刚刚并不是要她以身相许的意思 只是单纯的好奇一问 不过 或许是她想多了 成亲 西月微笑 许清燕想了想 心中存了试探对方来历的想法 又道 不知姑娘家住何处 在下不日便派人向伯父伯母提亲 我只是好奇 你们这里是否有此说法 谁说要与你成亲了 她声音淡淡 许清燕对此并不意外 只觉得果然如此 眼前这位只是问了句 救命之恩以身相许的话 可并未说要嫁给她 对方只是问问 果然是她误解了 许清燕耳朵微红 不可否认 她心中确实存了点妄想 不过她脸皮向来比一般人要厚一些 否则做不来谋尸的活 神情很快恢复镇定自若 稍微琢磨了一下 也就反映过来 眼前这姑娘 刚刚估计是在故意捉弄她呢 不过 心底也因刚刚 夕月刚刚的自称 而疑惑了一下 姑娘救了在下 这是事实 以后但凡姑娘有所吩咐 只要不违背国法人伦 再下定全力以赴 话音刚落 肚子就传来了一阵咕噜噜的声音 夕月抬手指了指桌子上 放着的一碗鸡汤面 许清燕此时也顾不得什么君子之风 快步上前拿起筷子道谢道 多谢姑娘 在准备进食之前 问了一句道 不知此处是何地 等她吃了几口面后 夕月才不紧不慢道 贼窝 吃着面的动作突然一顿 许清燕谋中含笑 明显不幸 她虽然只来了黑风寨几天 也没怎么出去过 但哪里没听过 黑风寨只有三位当家 且都是男子 黑风寨是有女子 但据她刚来的那两天观察 这里的女子 几乎都是被抢来的 过得也不如何 更别提吃这么一桌子美食 以及这满屋的绫罗 和珍贵摆设了 所以对于这里 还是黑风寨这个贼窝 她是不幸的 等到她一碗鸡汤面吃完 夕月对她这张脸 也看够了 当即挥了下衣袖 不耐地将她丢了出去 本想直接丢到山脚下 但考虑到如今是夜晚 这人弱智书生一样 指不定漆黑中 左脚半右脚 自己就摔死了 许清燕刚放下筷子 突然想起 自己还没有说出姓名 正要开口 就见夕月挥了下衣袖 自己眼前一晃 就出现在了一处空地上 只不过与普通空地不同的是 这里趴着一地的山贼 而她旁边的 恰好是那个将她掳来的大当家 她惊了一下 虽然头脑不错 但架不住武力直为零 特别是还见过 这些山贼杀人不眨眼的样子 以往虽也见过许多打杀的场面 但每次她都是在绝对安全的地方 而不是线下这样 处于敌方中心啊 不过只是两个呼吸间 许清燕就镇定下来 她已然发现 这些山贼的不对劲之处 一个个趴在地上不动弹 本以为是都死了 可仔细观察了下 发现都还在呼吸眨动着眼睛 想到自己本在屋子里 却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定与刚刚的女子脱不开关系 而这些山贼的模样 应当也是如此 这种神鬼手段 不知对方究竟是何人 看着眼前满脸 是伤得大当家 许清燕毫不留情地 朝着对方的脸给了一脚 随后整了整衣袖 朝着前方光亮处走去 期间只要有山贼挡住了她的路 皆是面无表情地 直接踩了过去 一时之间所行之处 山贼无疑不泪流满面 何眼用完饭后 又给京城和府那边写了封信 前几天写的那封 算算时间 此时应该已经到了京城 本来用飞鸽传书更快一些 但涉及到神明如此重要的是 飞鸽传书总是容易被人截胡的 和府数大招风 暗中不知有多少人盯着 一旦飞鸽传书出现纰漏 何家早已遇到神明的 事先一步传到了皇帝耳中 迎接何家的 只怕就是皇帝的猜忌 但月神处置了这些山贼 听说还要打发这些山贼去羞辱 如此大的动静 何家这边在隐瞒着 也说不过去了 得让父亲那边入宫禀报陛下 神明要前往青州的事 而他能做的 就是在朝廷的人来之前 尽量让月神对何家印象更深 且比让人印象要好一些 刚吩咐完护卫代姓离开 就看到 一人朝着这边慢吞吞地走了过来 一身文人书香气 走路也身姿挺拔 与白日里见到的那些百姓 有很明显的不同 带走得近了 看清了对方的面容 何眼愣住 不止何眼 许清燕也是没想到 会在这里 见到何家那个名满京城的贵公子 何眼身势不低 容貌也是俊朗 几年前更是因为其才华 被皇帝亲自夸奖过 若不是三年前何老爷子 也就是前任丞相突然因病去世 何眼身为孙子 需要守孝三年 只怕早已通过举荐做了官 明年期满 后年十三年一次的举荐考试 何眼将要下场 为此 很多有些实力的读书人 为了避开和眼 都选择了放弃后年的官员举荐考试 一旦名次落后 这辈子也就如此了 还不如再等等 指不定能有个好名次 被皇帝看中 而许清燕 是顺国公府的公子 不过只是个不受宠的数字 因其生母是个丫鬟 导致她也不被顺国公看得上眼 早些年在顺国公府 一直跟个透明人一样 顺国公都一度忘了自己 还有这么一个儿子 但许清燕的生活 却不算很差 因为他很聪明 还愿意主动跟下人打交道 待人温和有礼 时间久了 下人们对他也亲切 特别是厨房那边 直到六年前 许清燕跑去跟秦王自建 做了秦王幕僚 那时候 顺国公府还无人知晓此事 直到四年前 做到秦王心腹谋适的许清燕 凭借着计策 坑杀安国十万大军 一战扬名 虽说其中也离不开 秦王的能力与勇猛 但其中许清燕的功劳 也是不可否认的 安国因此元气大伤 年年向大拥上弓纳臂 许清燕也开始走进了 京城各方势力的视线中 第23章 胡说八道 原本已经将许清燕 遗忘的顺国公发现自己 还有这么个有能力的儿子 立即就想带许清燕 回顺国公府 但许清燕却不愿意 许清燕不愿意 却不影响顺国公 到处夸这个 能让他长脸的儿子 毕竟对比起 一无是处的嫡子 这个树子 更让他面上有光 若不是嫡树有别 他甚至还想立许清燕 为顺国公府世子 为此 还特地抬了 已经去世的许清燕生母为侧氏 也是向许清燕 这个素未谋面的儿子 示好的意思 只不过许清燕并不领情 也从未回过顺国公府 大多数时间 都跟随秦王镇守边关 四处征战 虽然回京城的次数少 但许清燕也在宴会上 见过几次和言 两人也算有过点头之交 此时这种场景下再次见面 都有些沉默 许清燕还没搞明白 西月究竟是什么人 这黑风寨到底发生了什么 见到和言就更迷惑了 目光落在他的那张脸上 难不成也是这两天 被大当家给掳来的 何公子 许清燕开口 和言也很好奇 大晚上的身为秦王谋士的 许清燕不在边关 居然出现在这黑风寨 难不成秦王要过来剿匪 这个想法很快被否定 秦王日理万机 能有劳他出动的 都是国家征战的大事 剿匪这种事 应该还轮不到秦王亲自上阵吧 朝着许清燕点了点头 何言道 许公子怎么在这 许清燕沉默了起来 并不想对人提起 自己被山贼看重 还给掳来的事情 这里的山贼是怎么回事 他试图岔开话题 何言不傻 自然能看出他的意图 不过对方不想说 他也不会刨跟问底就是了 坏事做多了 何言面无表情地回道 许清燕脸上露出礼貌的微笑 再多就没了 何公子是被山贼掳来的 许清燕开口 心想着 如果对方也是如此 那他就不是一个人 就不丢人了 何言摇了摇头 来这里歇脚 对于这话 许清燕并不相信 哪里有人会来贼窝歇脚的 指不定对方也是被抓来的 不过 对方看起来不是刚来 应当知道 这里的山贼究竟是怎么回事 指不定也知道 刚刚那个姑娘的事 我刚刚遇到一貌若天仙的姑娘 她似乎不是普通人 许清燕目光仔细地盯着何言 何言愣住 她见到月神了 没错过她的神色 许清燕继续道 她救了我 说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文言 何言瞳孔猛地放大 不可置信地看着许清燕 向来冷静自食的贵公子 第一次露出了失态的神色 不可能 许清燕眸色微深 何言果然知道那位姑娘 指不定还知道这山寨 为何变成了如今这样 以及那姑娘的来历 何言知道自己失态了 但她控制不住 月神那样高贵不可亵渎的存在 怎么可能会看上许清燕 诚然许清燕还不错 但她哪里配得上月神 没有错过何言眼中的一丝 极度与不相信 许清燕了然 看来这位名贯京城的何家公子 对那位姑娘 有着不一样的心思 何言很快恢复镇定 冷着一张脸道 胡说八道 许清燕笑了起来 与何公子开个玩笑 看着她的笑容 何言第一次觉得 这位秦王谋士 看起来也不过如此 见她真的生气了 并且转身直接走人 许清燕哪里肯放她离开 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还没搞清楚呢 对于怎么跟人打交道 再也没人比许清燕在行 否则当初在顺国公府她 身为一个小透明 也不会过得有滋有润 只不过无往不利的社交小能手 今日却在何言这里碰了B 不论她怎么说 何言都冷着一张脸 不为所动 无趣的样子 像极了秦王 甚至有一瞬间 许清燕有种在面对秦王翻版的错觉 直到许清燕要跟着自己进房间 何言转身堵在房门口 冷声道 许公子 你究竟要做什么 目光打量着她身后的房间 许清燕忍不住在心中想着 原来何言还真邪角住这里 我们聊聊 许清燕一如既往的温和笑容 心中却打算进去了就不出来了 今晚怎么也要在这里歇一晚 何言不为所动 我们似乎没什么好聊的 她一副油盐不敬的样子 但许清燕又不笨 自然有办法让她进油盐 的确没什么好聊的 只不过如今天色已晚 我还没有住的地方 若和公子不嫌弃 我们共住一间如何 何言很想让她滚 随便哪个角落凑合一碗都行 别出现在她面前 却听许清燕道 若和公子实在不方便 那我只好回去找那位姑娘了 想来 她应该不会嫌弃房间中多个我吧 实际上 她连夕月房间在哪都不知道 只不过故意说出来 给何言听罢了 何言并不相信 月神会留许清燕在房中 但她也不想许清燕去打扰月神 进来吧 说着 不给许清燕反应过来的机会 直接伸手将她拽进了房中 等人进了房间 她拿起帕子 将刚刚拽过许清燕的手擦了擦 毫不掩饰对她的嫌弃 许清燕其实对现在的自己 也挺嫌弃的 在地窖里待了两天 浑身脏兮兮的 从来没这么脏过 只不过让她意外的是 说起那位姑娘 居然让何言反应这么大 何家地位不低 对子弟的教养更不用说 何言身为名贯京城的贵公子 礼仪方面 向来是让人挑不出毛病的 可她居然在自己面前表现出 可以说是没有教养的一面 明显是自己刚刚说的那些话 惹到了她 何公子 我对这里不太熟悉 能麻烦你找人送些水 来让我洗漱一下吗 最好在有身干净衣裳 她一点也不见外的开口 何言冷眼瞧着她 越看越觉得 这位秦王谋士 一点也不顺眼 许清燕笑眯眯的开口 与往日在人前的温和不同 多了似狐狸般的算计 你是不是喜欢那位姑 话未说完 何言冷声打断她 闭嘴 第24章 搔手弄姿 没想到她反应会如此大 许清燕立马就明白 这位何公子 恐怕是清新那位姑娘 只不过为什么不敢承认 还不愿意让人说 以何言的家世和样貌才华 按理来说 公主也配的 可她的反应却很奇怪 不是羞涩 不是担心自己的喜欢 会给那位姑娘带来困扰 而是 觉得自己配不上她 被自己这个想法惊了下 许清燕承 那位姑娘的确美得不似凡人 让人心动不已 可也不至于 让何言觉得自己配不上吧 不过 想到那位姑娘 露出来的怪异之处 忍不住对她的身份 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她又不瞎 前几天还没被山贼掳来的时候 自然也见到了 那场天地间的神迹 当然 她没把那场神迹 直接跟西月联系在一起 只以为是世间出现神迹后 各种画本子里的那些山精鬼怪 也都开始出现了 那位姑娘 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否则 人真有长得如此漂亮的吗 再敢胡言乱语 你便出去吧 何言开口 转身出门去 吩咐护卫送些水过来 看着她的背影 许清燕若有所思 这边发生的一切 西月并不知晓 再把许清燕丢出去后没多久 她就入睡了 这具身体 其实并不需要睡觉 只不过做人 二十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到了晚上就要睡觉 第二天 等她睡到自然醒 才六点多 主要是晚上睡得太早了 她有些怀念 现在的电子设备了 目光落在一旁 呼呼大睡的系统身上 虽然她也不明白一只系统 为什么要学人睡觉 不过 看着还挺可爱的 忍不住伸手戳了戳她脑袋 小精灵睁开眼睛 扇动着翅膀飞了起来 走吧 一日之际在于晨 得让那些山贼开始干活了 西月带着趴在肩膀上的系统 朝着外面走去 系统下意识 先打开信仰值面板 忽然道 宿主 信仰值涨了一万四 西月淡淡地在脑海中 蹬了一声 见她并不意外的样子 系统有些不明白 几天前的神迹 让这个世界所有人都能看到 信仰值才几十万 可昨天那些百姓 还不到一百人 就贡献了一万四 不对吧 这个世界 去掉懵懂无知的婴幼 总人口 也是将近一个亿 如果按照昨天的几十人 给的信仰值来算 怎么也该上百亿了呀 西月并不意外 开口道 童子 你们主系统对你好吗 文言 系统立即听起小兄堂道 当然 主系统对我最好了 说完偷偷瞄了西月一眼 又补充道 宿主你是对我第二好的 还挺尽量一碗水端平的 西月心中有些好笑 继续道 那如果有一天 出现了一个 跟主系统一样厉害的系统 对方让你去他那里工作 说去了之后 你的待遇 会比在主系统这里还好 你会去吗 系统摇了摇头 我才不会去呢 我是不会抛弃主系统的 已经发现 002偷跑出来 并绑定了宿主的主系统 趁着工作的空闲时间 偷偷看002过得怎么样 突然就听到了这么一句话 心中不由大为感动 甚至还在考虑 要不要偷偷给002 再转卸私房钱 毕竟对方只是口头上说 主系统就是实打实的对我好啊 听到这话 主系统欣慰地点了点头 完了又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片刻后立即反应过来 透过无尽的空间 直勾勾地盯着002 假如对方不是口头上说说 002是不是就要跑去别人 那打工吗 系统突然觉得有些冷 还有种被什么盯上了的感觉 连忙四处看了看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松了口气 看向西越 恍然大悟道 我明白了宿主 之前神迹那次 看到的人虽然多 但也就只有一点点信仰值 因为神明离他们很远 可是昨天那些百姓不同 他们近距离遇见了神明 还被神明解救 与那些只是远远看到 神迹的百姓自然不同 西越道 没错 神明再如何被世人敬仰 也只是如天空那般遥远 可真正给人带来好处 和救其性命的神明 却是尽在咫尺 两者自然不同 系统若有所思 随即道 我明白了 西越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揉了揉她的小脑袋 那接下来 就要你来配合我了 很多话 很多事情 神明不方便开口和解释 但是神明的爱宠可以啊 她出门时 外面还没有人 她之前对何眼说过 只要有落脚的地方 不必太早来她房门外候着 沉时来就行了 沉时 也就是早上八点 领域开着 对于整个山寨有哪些路 她都一清二楚 这个时间点 山寨里那些歇歇了一晚的百姓 都已经起来 用寨子里的食物吃上了饭 开始收拾东西 陆续下山了 而那些山贼 依旧趴在地上 肚子时不时地发出咕噜噜的声响 目光有些恐惧地 看着那些一个个经过他们身边的百姓 任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平日里被他们动辄打骂 一个个不敢反抗的百姓 昨日下起手来 居然如此狠 而百姓们 昨天已经把这些山贼狠狠打了一顿 此时身上揣着银子 一个个归家之心迫切 根本不想再搭理这些山贼 何家兄弟也已经起来了 都在后山 一处空地上练舞 许清燕在山寨里 到处晃悠悠地走着 还伸手拉住了几个将要离开的百姓 朝着他们打听情况 西月坐在云端 吹着清晨夹杂着花香的威风 看着脚下的一切 等快到八点她准备下去时 就看到许清燕 居然慢悠悠地转到了她的院子外 还在那里站了会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裳和头发 动作间颇有些搔手弄姿之态 她面带笑容地开口道 月神娘娘 您起了吗 她刚刚经过那些百姓的口 已经得知了西月的身份 本来她有些怀疑 百姓们是不是被骗了 但是听说 这是何眼亲自开口说的 再加上见识过西月的手段 心中便信了九分 至于剩下的一分 是出于一个谋事的谨慎心理 第25章 一天一个 半嗓都没有听到 里面有声音传来 许清燕再次道 月神娘娘 西月在云端上看着 没有下去的打算 就让她在那待着吧 许清燕的那张脸是好看 但她昨天看了许久 已经有点腻了 只能说 清秀耐看 但不是她心中喜欢的那款 宿主你喜欢什么样的 系统突然开口 西月一惊 忍不住怀疑地看向系统 你会读心 她想起自己看过的一些小说中 里面的系统 就会通过宿主的脑电波之类的 读出宿主内心的想法 系统茫然地摇了摇头 不会啊 虽然是有读心术这个技能 但她实打实地不会 西月仍然怀疑 那你怎么知道 我在想什么 啊 宿主你心中在想这个吗 系统有点猛猛地道 我只是看到下面那个人 想到宿主 你昨天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就突然好奇 宿主你喜欢什么样的 西月放下心来 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 自己喜欢什么样的 每次看到长得好看的 都会忍不住欣赏 但一般长则半个月 短则也就半天 我就对那人的脸腻了 提不起丝毫的兴趣 说到这里 他忍不住叹了口气 系统笑着道 没关系啊 世上男人那么多 好看的也不少 大不了我们一天看一个 等十年之后 现在的这一批看腻了 下一批差不多也成长起来了 我们又可以继续看了 世上男人千千万 一天一个换着看 西月目光震惊地望着童子 没想到看起来傻白甜又单纯的童子 居然会说出这种话 但是他挺喜欢的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想着 脸上带着一丝羞涩 系统看着他纠结了片刻 还是老实道 宿主 你这个表情好怪啊 西月眨巴着眼睛看着他 等着他的下文 总觉得 这个表情放在你脸上不合适 他开口 如果没有分析错 刚刚宿主那个表情 应该是羞涩吧 通过这段时间 对宿主性格的了解 他觉得 宿主不是那种会羞涩的人 就好像一个大汉 拿小圈圈捶你胸口一样 怎么看怎么为何 哦 西月脸上羞涩的表情 瞬间收了起来 变得面无表情起来 院子外 一时没等到回应的许清燕 正要在开口 忽然一把长剑 拦在了他的面前 许清燕惊住 看向来人 见识冷着一张脸的合眼后 心中松了口气 他还以为山贼跑来了呢 然而不等他开口 合眼就冷声道 谁让你来这里的 他身上还带着汗 是在附近刚练完舞回来 准备回去换身衣上 远远地就看到了许清燕站在月神院子外的身影 想到昨晚许清燕的那些话 心中不免紧张与提高警惕 既担心他来打扰月神 让月神真的对他另眼相看 又担心他在月神面前 胡乱说些什么 比如他的心思 腿长在我身上 自然是走来这里的 怎么 难道这里不能来 许清燕说着 忽然道 何公子 月神娘娘身份尊贵 不知你 或者是何家 有没有将此事告知皇上 虽是疑问 但何眼听出了里面的威胁 昨晚他才将第二封书信送出 暗示父亲 可以将月神的存在 禀报皇上 按理来说等信 送到再去禀报皇上 并不会有太大问题 毕竟两封信 也就相差几天时间 只要其中稍微操作一下 说是路途耽搁搁了 或是其他 才导致月神下凡好几日消息 才送至京城以及皇宫 可万万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许清燕 许清燕是秦王谋士 又不纯笨 只要将何家 可能隐瞒了好几日月神下凡的事 告知秦王 再由秦王告知皇帝 哪怕找不出证据 皇帝也会对何家 生出怀疑与猜忌 况且 许清燕线下既然敢这么问 就说明 心中对此事 已经有了几分把握 如今只能打消许清燕的念头 或是月神 站在何家这边 哪怕皇帝怀疑与猜忌 也不敢因此对何家如何 自然 我已书信于父亲 让其入宫禀告皇上 他板着脸开口 许清燕却不太相信 当下笑着道 不瞒何公子 其实在下是被山贼 给抓来这里的 不知道许清燕 突然提这个是什么意思 但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 在下自知山贼凶狠 落在山贼手里 很可能性命不保 因此 被抓之前拖住时间 让侍从跑了 算算时间 秦王应当已经知晓 若是快的话 估计也快到这里了 若不是大当家的目标 是他 确定自己跑不掉 那留下来拖延时间的 绝对是侍从 而不是他 何眼瞳孔放大 秦王要来 秦王不是在镇守边关吗 他沉申开口 这里离京城不远 秦王怎么会这么快来这里 许清燕道 边关大劫 皇上两月前 召秦王回京 那时消息并没有往外转 但估计 此时京城那边 已经得知消息了 不过何公子如今不在京城 所以没听闻此事也正常 在下身子骨 一向比较弱 幸得秦王体恤 准许先一步慢行回京 却不想任性了一次没带护卫 却在这黑风 债栽了跟头 听着这话 何眼沉默 他想的 不是会不会被秦王发现 何家隐瞒遇到月神一事 而是秦王知晓了月神在这里 会不会直接请月神前往京城 若是如此 那他可就是何家的罪人了 他并不认为 仅凭这几天时间 就能让月神 对他与何家另眼相看 若月神不多看一眼何家 皇上再对何家 在月神一事上心生猜忌 只怕何家的日子 真的就到头了 就在他想着 如何破解眼下局面时 眼前的许清燕 却是突然消失在视线中 他一惊 就见月神出现在了一旁 语气淡淡 早食好了吗 何眼没有问许清燕去哪了 低头恭敬道 一备好 娘娘稍后 某这就让人送来 西月点头 转身回了院子 许清燕却是被丢到了 后山那个地窖旁边 看着眼前这个 明显是关了自己两天的那个地窖 他沉默 月神这是在警告自己啊 看来何家在他心里 还是有点地位的 第26章 秦王殿下 西月用完饭后 将那些山贼给放了起来 趴了满山寨的山贼 下意识地动了动身子 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动了 忍不住试探地从地上爬起来 剩下的山贼 见有人爬起来 一个个纷纷跟着试探地起身 很快站了一地的山贼 一个个当下什么都顾不得 纷纷往造坊或是茅房跑去 何眼那边 很快有护卫过来禀报 说是山贼们都能动他了 对此 何眼也不意外 昨天便听说 月神对山贼们的打算 是让他们去修路 自然是不能让他们 一直那样趴着的 且既然他们能动 那一定是月神的意思 等到山贼那边吃完饭 一个个把自己收拾干净了 西月直接动用盐出法随 让山贼们不得动用歪心思 不得贪污银钱 不得偷工减料 不得骚扰百姓 让他们从春城开始修路 什么时候把银子用完 什么时候结束修路 自己主动去官府投案自首 完了 又让何眼那边 将山寨里剩下的银子 都交给看起来有些脑子 会算账的二当家 对此 何眼没有任何的疑问与怀疑 甚至问都不问 怎么确定这些山贼 不会拿钱跑了 在他心里 神明无所不能 定然是有把握 这些山贼会无条件听从 何欲并不在黑风寨 大半夜 他就带着几名护卫 和一些经营 朝着附近的村庄而去 这种事白天去做 容易招人注意 趁着夜晚 挨家挨户偷偷敲门 放些银子 一个个自然会把银子藏紧 老百姓 更懂财不外露这个道理 二当家已经将山贼们 分为几批 买各种工具和修路材料的 去提前清理道路的 买菜买米 每天负责好饭时的 夕月看着 觉得还挺井井有条的 就是不知道 之后修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他也不可能在这里当监工 如果能随时回来看就好了 腾云驾务虽然也方便 但赶路毕竟也需要时间 如果是那种长距离的瞬移 倒是方便许多 目光在技能瞬移上看了许久 还是放弃没有兑换 短距离内瞬移 可以靠领域做到 长距离腾云驾务 监工的话 神明之眼 应该可以看到这里的情况 总的来说 瞬移并不是特别需要 至少目前不是特别需要 还是先省着 用点信仰值吧 快五十左右 何欲一行人 赶到了黑风寨附近 只是还没到 远远的就看到了 前方的树林里 站立着一群穿甲直舰的士兵 与普通的士兵不同 这些人身上有种不同的气场 何欲恍惚间 似乎回到四年前大晟安国 秦王班师回朝的时候 那时秦王骑着马 身后跟着的那些士兵 就是这种气场 经历过杀戮 浴血 以及严整的军技 由秦王带出来的士兵 在诸国都是文明的 各个以一当时 这也是秦王能以一己之力 曾挡住几国合纵的原因 何欲一行人 再还没靠近这里时 就已经被对方发现 毕竟是精兵 对于侦察这些方面都精通 不过是看何欲一行人 不是山上的山贼 故而没有专门过来 此时眼见着何欲等人 越来越近 立马有十几人围了过来 毕竟再往前 就不是路过这里 而是直接上山了 何欲刚想开口 问他们是哪里的兵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是不是要来剿匪 然后就看见了那些士兵 中间一个骑在马上 身形高大挺拔的人 所有的话 就这么卡在了喉咙里 何欲愣住 几乎是瞬间 就将这人与记忆中的 那道身影合在了一起 而等那人掉转码头看过来 露出那张脸时 何欲忍不住嗓音干涩道 秦王殿下 若说何欲这辈子 最敬佩的人是谁 第一是他兄长何眼 第二绝对是秦王 甚至秦王的地位 还在他的兄长之上 赫连要目光看向何欲 只觉得他的容貌有些眼熟 却并没有认出来 毕竟两人从未面对面的见过 赫连要身为秦王 十几岁时便入了军营 之后十年里 回京次数趋值可数 别说京城里那些权贵的模样 就连近十年新入朝的官员 都认不出几个 更别提只是官员之子的何欲 看他有点眼熟 不过是因为前任丞相 与现任兵部尚书的缘故 赫连要看向何欲身后的几名护卫 还不等开口询问 就听身后不远处传来了一声高呼 殿下 这熟悉的声音 让赫连要扭头看了过去 可不正是他那被山贼掳去 可能性命不保的谋士许清燕吗 许清燕在被西月 给丢到后山地窖旁后 琢磨了一会 决定先来下山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提前赌到秦王 若山上还是那些山贼 秦王带兵打上来也就罢了 可如今这黑风寨 显然归月神所有 若秦王这时候打上来 月神会不会觉得冒犯了他 直接对秦王出手 怎么想都不放心 甚至也不确定 秦王会不会今天赶到 就急急忙忙下了山 好在那些山贼 都已经被月神收拾 此时都在乖乖做事 对于他的进出 也都视若无睹 不去关注 下山没多久 根据对周围地形的分析 以及这些年 对秦王用兵的了解 立即朝着一个方向出发 果不其然 赌到了秦王 何玉也是认识许清燕的 见他从黑风寨的方向过来 脑子一时还有些 转不过来弯 秦王的谋势 怎么会从山上下来 再想到秦王带来的这些兵 难不成是要攻打黑风寨 何玉忍不住想着 该怎么劝秦王打消这个念头 毕竟秦王和月神对上 秦王再厉害 只怕也逃不了好 但是好像又不能和秦王说 月神的存在 他琢磨着自己 要不要敲咪咪地偷偷回山上 告诉兄长这件事 兄长肯定知道 该怎么解决眼下的局面 许清燕已经快步来到了 赫莲药面前 赫莲药翻身下马 仔细打量了眼他的这位谋士 见没有缺胳膊少腿 脸上担忧的表情瞬间一收 又恢复了一张严肃冷脸 你 他微微皱眉 自家这位谋士 几经几两 还是很清楚的 不知道对方是怎么逃出来的 只是还不等他开口 许清燕就快速道 殿下 臣有些话想要对你说 我们换个地方 第27章 抓来事情 在四年前 许清燕用计策坑杀安国十万大军后 皇帝就给他封了个四品将军的职位 不过只是拥有头衔和俸禄赏赐的将军 并无实权 毕竟许清燕是用脑子打仗 真让他上阵杀敌是不可能的 所以 此时自称臣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至于为什么不能在这里说 非要换个地方 实在是许清燕怕 接下来她的话会被那位月神娘娘听见 不都说神明耳目通天下 或许神话传说中有些夸大其词 但还是要小心为妙 至少再离得远一些 应当没什么问题 出于对自己这位谋士的信任 赫连要骑马跟着对方离开 本以为对方口中的换个地方 只是稍微多走几百步 还在疑惑对方为何非要骑马 直到都走出了好几公里 看着 还想继续往前的许清燕 赫连要拽紧缰绳 停下了马 听到后面突然没了动静 许清燕回头 就见秦王正用一种 让他看不懂的神色瞧着自己 殿下 怎么不走了 他总觉得 目前的距离还不安全 实际上 这个距离已经出了西越的领域范围 但在赫连要这一群人 来到山脚下的时候 西越就已经发现了 因此 在看到两人策马越来越远后 西越抱着好奇心跟了上来 此时正在两人头顶上方 几千米的白云上坐着 用神明之眼看着两人 一旁的系统 见他看得目不转睛 好奇到 宿主就这么好奇 许清燕跟那秦王商量什么 西越漫不经心地点头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下方 系统虽然有时候单纯 但并不傻 发现西越的目光有些不对 立即顺着他目光头下的方向 与角度计算过去 最后落在了赫连要的那张脸上 然后瞬间就明白了 系统其实是懂人类审美的 这是主系统 在创造他们的时候 就赋予他们的 毕竟技能里 都能有碧月修花 陈鱼落雁 系统若是不懂审美 干嘛把这种技能给创造出来 宿主 秦王是不是很好看 西越单手撑着下巴 点了点头 嗯 是我目前为止 见过最好看的 容貌好看 再加上应该是 练武打仗练就的强健体魄 看上去荷尔蒙爆棚 最吸引人视线的 是对方身上那种 独属于军人的气势 要不把他抓来试寝 系统开口 有种狗头军师的味道了 西越这下 终于将目光落在了一旁 满脸兴奋的系统身上 笑眯眯的道 你准备怎么把他抓来试寝啊 系统萌萌哒的眼睛眨呀眨的 宿主你 可以把他抓过来啊 再不行 商城里有萌汗药那些 我们给他喂点 说完系统又犹豫到 就是不知道昏过去的话 人还行不行 我记得商城里 好像有叶猛男 天 停 见他越说越 要往被和谐的方向跑 西越赶忙叫停 见系统茫然的看着自己 西越伸出手指 敲了下他的脑袋 你把我当什么 我们是正经人 不做那种事 况且 那种事都是 你请我愿 哪有强迫人的呢 西越觉得 自家这个系统是挺单纯的 一张白纸 但也容易被交坏 给人下萌汗药这些 都哪学来的啊 突然想到 系统唯一能接触到的 目前来说 大概也就只有 黑风寨上的那些山贼了 而据他所知 黑风寨的造访里 常年备的都有萌汗药 确定了 就是那些山贼 把系统这个单纯的孩子带坏了 回去就给他们 一人一个大笔兜子 哦 系统有点失落 难得看他家宿主喜欢什么 居然还不能把人 给送到宿主床上 虽然他的脸 嗯 好吧 身材我也很喜欢 但也仅限于 视觉上的欣赏和喜欢 对他可没有别的意思 你别胡思乱想啊 将系统一把搂在怀里 西越道 不然真怕他家小系统 偷偷给人下药 毕竟小系统 可是有私房钱的桶 能自己下单购物的那种 好吧 系统很可惜的道 他真的挺好看的 两人这边说着 下面也开始了交谈 你要说什么 赫连要看着自己的这位谋士 哪里看不出他不对劲 许清燕四处看了眼 总觉得 有股若有若无的视线 不知道在哪里盯着他 让他头皮发麻 殿下 他想了想 试探的开口 要不我们再往前走走吧 说完这句 看着赫连要微微眯起谋 许清燕知道 殿下这是没耐心了 他四处看了眼 放弃了原本想要掏心窝子的话 委婉道 殿下 黑风寨上的山贼 都已经被降服了 您不用围城和百姓去剿匪了 他暗戳戳地为秦王说好话 生怕不知在哪的月神 误会秦王带兵 是来挑衅他的 月神看着 不像是个好脾气的 赫连要不语 只觉得许清燕怪怪的 说的这些话也很怪 似乎是在顾忌什么 专门说给别人听的 可是这附近除了他们二人 再没有别人的气息了 微微垂眸 静等着许清燕的下文 虽然不知道他在搞些什么 但出于多年的了解 赫连要没有出声 静静地看着他接下来的表演 总会知道 他到底要做什么 那些山贼 现在都被月神娘娘 打发去羞辱 为百姓出行谋便利 您若是看到 千万别惊讶 也别出手 他们现在可都是 月神娘娘的人 许清燕暗示 虽然月神娘娘没明说 但既然没杀那些山贼 还指挥他们去干事 仅凭这一点 就没人可以动那些山贼 至少在月神没发话之前 谁动了这些月神 都没处置的山贼 那就是与月神作对 许清燕见过皇帝两次 不说十足时的了解皇帝的心理 但也能看出 皇帝最在乎别人挑衅他的权威 皇帝都如此 高高在上的神明 岂不是更在意别人挑战神权 虽然月神很漂亮 他挺喜欢那张脸的 但若真的跟秦王相比 肯定是秦王在他心里的位置 更重要一些 当然 他有自知之明 自己喜欢月神的那张脸 但凡这句话说出口 他绝对会被月神打死 可能还是死得渣都不剩的那种 多年来的直觉 让他觉得 月神可能并不像表面上的那样无害 第28章 功力不浅 不过臣觉得 您该代表大庸去拜见月神娘娘 您觉得呢 他拼命暗示 毕竟如今月神身边看起来最亲近的 就是何家兄弟 若是殿下此时能将月神的视线拉过来 不说月神以后 向着殿下和皇室 起码不会对殿下和皇室出手之类的 总之不管怎么说 月神如今在黑风寨 不能让殿下视若无睹地离开 哪怕月神再大度 谁知他心中会不会计较 况且也没人知道 月神究竟是不是一个大度的神明 月神 赫连要只觉得有些荒谬 这世上哪来的神明 前几日是有天地异想 可跟神仙也绝无关系 身为皇室中人 心里都清楚 自古以来那些神话传说 什么神明将士受命皇帝 都是假的 包括先帝在世时 也曾用这种手段来巩固统治 实际上 没人比皇室更门清 这世上可能根本就没有神仙 否则这天下供奉的那些神仙 多不胜数 为何各种天灾人祸时 从未见有供奉过的神仙下凡解救苍生 若说大庸现任皇帝 对神仙是半信半疑 主要还是年纪大了 想要世上真的有神仙 这样长生不老 就不只是个梦 那对于贺连耀来说 就是彻底不信 与其说是不信 不过是觉得 如今基本上国泰民安 根本不需要突然多出来的神仙 神仙来了 能给大庸带来什么 能让百姓年年风调雨顺 还是世间再无兵货 只不过是让百姓和皇室 花大价钱供奉他罢了 他微微垂谋 掩去谋底的沉思 若是别人与他说 有神仙下凡 他不信 但他了解许清燕 不会说何做没把握的事 他既然开口说 对方是月神 那只能说 对方的骗术很高明 连许清燕都给骗了过去 就算真有可能 对方是神明 谁能保证对方 不会是凡人性命为草剑 但不管如何 这个所谓的月神 他都要去见上一见 假的 对方总会露出破绽 被他抓到 若是真的 不管对方是善是呃 会不会是凡人性命为草剑 终究还是要将对方供奉起来 否则 谁知他会不会对大庸和百姓出手 宁可花大量银钱供奉他 让他当的百姓 也不愿他被其他国家请去 对大庸出手 至于对方会不会保佑大庸风调雨顺 贺连要不抢球 只求对方 不是个动辄拿百姓和庄稼开玩笑 打发时间的神明就行 见他迟迟不说话 许清燕急了 他了解秦王 知道对方向来不信神明存在 觉得与其求虚无缥缈的神明 还不如求自己 指不定还在心里觉得自己 其实是 被个高明的江湖骗子给骗了呢 虽然他一开始也怀疑 和颜可能被人骗了 但不论是月神把他从地窖里救出来后 突然变换地方 还是警告他 将他转瞬间丢到地窖的手段 绝对不是江湖骗子所能拥有的 他也曾见过一些江湖骗子 突然从一个地方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可那距离都只有几步 利用一些物品遮掩和障眼法 完全可以做到 但那两次 可不是几步远的路 而且他这个当事人也不会配合 若真的只是江湖手段 绝对做不到 况且 还有那趴了一地的山贼呢 虽然应该由皇上前来拜见 可皇上毕竟还不知晓月神将士的消息 所以您去拜见 不必担心会怠慢了月神 月神应当也不会计较 大庸前来拜见的是您 而不是皇上 许清艳道 并继续偷偷给秦王使眼色 表示自己现在很清醒 没有糊涂 也真的没有被江湖骗子给骗了呀 且他这话还暗戳戳地替皇上解释 虽然不知道月神会不会介意这方面 但说了总比没说好 就是不知道 月神现在是不是在哪个地方看着他 会不会对他产生怀疑 毕竟他就为了这么几句话 把秦王喊来这么远的地方说 怎么看怎么可疑 月神娘娘是位难得一见的善神 处置了那些山贼 救下了山上那些被辱百姓 且月神娘娘的容貌 天上地下难得一见 要我说 比一直以来人们传颂的花仙 不知道美多少 都说向游新生 由此可见 月神娘娘有多么的菩萨心肠 许清艳一边暗示 秦王这位月神的性格为人 一边言语间捧着月神 月神虽然一副不染尘埃 清冷出尘 看起来不像是在乎这些的样子 但是好话嘛 自古以来 没人会嫌别人说得少 哪怕神明并不在意 可说了 终归比没说得要好 就是祈祷花仙什么的并不存在 或者月神不认识对方 跟对方关系平平 要么干脆有仇算了 否则他这个马屁 可能要拍在了马腿上 贺怜要哪里听不懂 许清艳的这一系列各种暗示 能让他这么谨慎 不敢大方言语 可见 那位所谓的月神 很有可能不知道在哪里看着他们 可他确实没有察觉到 附近还有第三人的气息 他的武功不差 不说数一数二 但也难有敌手 要么是许清艳谨慎过头了 要么对方也是个高手 或者真的是位神明 不管是哪个 他今日都要亲自会会 走吧 他开口 语气平静 调转马头 朝着黑风寨方向驶去 许清艳松了口气 殿下再不开口 他恐怕就要忍不住说 对方真的是神明 不是江湖骗子 他真的没有上当受骗啊 两人很快回了黑风寨山脚下 何玉几人还在那里 主要是秦王没有下令 在场的士兵没人放他离开 许清艳向贺连耀道 殿下 这位是兵部和尚书家的二公子何玉 这次陪月神娘娘过来的 就是他和他的兄长何燕 贺连耀看向何玉 朝着他轻轻汗手 心中却想着 那位月神看来功力不浅 居然连何眼都给骗了过去 贺连耀是不怎么回京城 但仅回的几次里 却见过何眼 甚至还与对方有过短暂的交谈 且也一直听说过何眼的财明 能把他也骗过去 那位月神功力不浅 可能不假 更不假的 指不定是对方的身份 或许 真的有什么名将士了 第29章 他的荣幸 何玉一路忐忑地 跟在秦王身后上了黑风寨 期间多次想要让护卫 先一步回去 告知兄长此事 但每每看到秦王的背影 脑海中回想着 秦王那张严肃不苟言笑的脸 就胆怯了 这并不能怪他 秦王板着脸面无表情的时候 身上那种沙发的气息更明显了 他常年生活在繁华富贵的京城 哪里见识过这些 他觉得 若是把皇帝和秦王放在一起 他怕的绝对是秦王 赫连要只带了四名心腹 剩下的人都安排在了山脚下 一路走上去 就看到了不时有山贼 成群结队的下山 身上还扛着各种工具 对于他们 山贼们只是畏惧地看了眼 就缩着脑袋 快速下山 至于看到山脚下 驻扎的几千士兵时 会是什么反应 那就不得而知了 到了黑风寨大门前 赫连要扭头看向何玉 与其客气道 劳烦和公子派人先去禀报 何玉有些受宠若惊 当下派了身后 护卫前去 护卫不傻 第一时间 先去告知了何眼 又与何眼 一起去寻了西悦 西悦 已经先一步回来了 听着何眼说秦王 前来拜见 忍不住观察了下他的神色 就见 没有慌乱 只有一派的镇定 你觉得 无要见他吗 西悦突然起了坏心思 想要看何眼 言不由衷的样子 可惜他失望了 何眼垂眸 神色平静 看不出丝毫波澜 没想到 月神会这么问自己 听起来像是在 征询自己的意见 但何眼有自知之明 知道并不可能 多日的相处 让他知道月神 有时候 其实是喜欢捉弄人的 虽然不明白 面容看起来一派清冷的神明 为何会有这样的恶趣味 但思来想去 大概是神明之前 高坐苍穹 实在是太过无趣了 如今到了人间 难免会有些常人 不能理解的趣味 无论月神娘娘 想不想见秦王 都是他的荣幸 他开口 丝毫不觉得这句话 有哪里不对 秦王是值得人敬佩 他心里 也是敬佩的 但跟月神相比 孰轻孰众 还是知道的 西悦 你去见吧 那位秦王不信他 刚刚在山下他看的分明 哪怕对方 并没有言语上说不信 对方既然不信 他也莫必要见对方 再说了 神明岂是你想见 就能见到的 那他也太没有逼歌了吧 谁想见他都答应 和颜点头 转身出了院子 至于月神不见秦王 那又如何 就是不愿见皇帝 也没有丝毫问题 京城和服 何不凭手中 拿着刚收到的信 满脸的惊喜与纠结 前几日那场神迹 谁看了不心动 毕竟古往今来 有哪一辈人 真的有幸见识到神迹 没见皇上 都派金甲为钱 去探查了吗 其实不止皇上 京城中哪户权贵人家 没有私底下 偷偷派人去查 谁不想的遇神迹 只不过 神迹刚发生没几天 只怕派去的人才 刚到地点 想要消息传来 可能还要许久 本以为这件事 跟他不会有太大关系 就算真的有宝贝将士 那也是皇上 与那些王爷的 乃来他一个臣子的份 况且皇上派去的 金甲为可不是赤素的 却怎么也没想到 神迹降临 不是有什么宝贝 从天上落下来 而是有神明下凡 且还被他的两个儿子碰见了 如今正与神明同行 就好像突然有几亿大奖 从天而降 砸得和不平 头晕眼花 惊喜过后 就是冷静于忐忑了 儿子的信他看了 意思他也明白了 想要在皇上 还没得到消息前 先与神明相处一段时间 等神明眼熟和家后 再将此事告知皇上 至于怎么隐瞒皇上 为何不第一时间禀报 别说儿子和眼 就是他都能想出 两种法子来 可关键在于 他不敢啊 皇上年轻时 是圣明之君 可如今年纪越发大 处世也越发无所顾忌起来 前几日还因为一个言官上表 让他勤政爱民 并指责他有昏君之态 被当场抄家 下了大狱 若是让皇上知道 在神明一世 上和家试图隐瞒他 哪怕只是有所猜测 恐怕面对和家的 都将是灭顶之灾 或许真的是人老了 怕这怕呢 若换作是年轻时候的他 绝对二话不说 就将此事隐瞒下来 跟儿子一样干瓢打的 可现在 他不敢 待在书房里 想了有一个时辰 他立即换来了 送信来的护卫 询问道 你进京 一路上 可有将书信录出来 护卫摇头 公子说事关重大 让属下一路谨慎行事 并不敢轻易 将书信外录 哪怕没看书信 也知其中定然与月神有关 这样的是哪能轻易泄露 何不平松了口气 当即焚了那信 随即吩咐道 你随我进宫 将月神下凡的消息 告知皇上 但切记 公子让你回来 只是传口信 并没有什么书信 知道了吗 护卫生气在和府 自然是不敢违逆 毕竟和府出事 他也活不成 这也是何眼 为何放心地 让他送信回来的缘故 是 护卫汉守 何不平却是不放心 又道 且将你们遇到月神地 经过一一道来 这些皇上肯定要问 他得提前知晓 好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 半个时辰后 一辆马车 从和府出发 前往皇宫 皇宫里 皇帝正在批阅奏折 当看到又有大臣提议 让他早立太子 怒火蹭地一下就上来 瞬间将手中的奏折 狠狠地丢了出去 立太子立太子 别以为他不知道 这些大臣在想什么 不就是 觉得他年纪大了 随时都有可能驾崩 想赶紧将下一任皇帝 确定下来 可他还年轻着呢 大雍开国皇帝活了 有89 他再不计 也能活到80吧 至于前面几个 只活了50多的皇帝 则被他抛之脑后 不愿在此时想起 他不是不知道要立太子 可他不是还没死吗 他现在身体很好 立太子总觉得 是在提醒他 他已经年老 随时都会死去 所以此时 见大臣们又提立太子 就仿佛一个个 是在提醒他 你快死了 活不长了 外面的太监 听到里面的动静 吓得一个哆嗦 但兵部尚书求见 又不能不进去禀报 色索着身子 跪在御书房门边 轻声道 皇上 兵部尚书大人求见 第三十章 月神下凡 皇帝正在圣怒中 此时谁来了 都是触他眉头 逃不了好 小太监 已经提醒了和不平 没想到他 还是要执意面见皇帝 大臣要见 他一个小太监 又不能拦着 只能硬着头皮 冒着被杀头的风险通报 果不其然 皇帝以为和不平 也是来劝他立太子的 毕竟之前 和不平也跟着大臣们 一起劝过他 滚 皇帝怒道 若不是还有理智 不想担上随意 枉杀大臣的名声 皇帝哪里会让和不平离开 小太艰辛中松了口气 他们这些近身伺候的 也怕有大臣 在这个时候进去 皇上这两年 越发好杀 特别是在气头上 若和大人这个时候 进去被皇上给杀了 事后大臣们 再指责皇上 皇上不会为此付出代价 但绝对会处置了 他们这些近身伺候的 毕竟他们在皇上杀人的时候 没有劝住皇上 这种事情以往 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不过那时 刚好秦王殿下回京 劝住了皇上 秦王殿下长 六十万大军兵权 又文韬武略 深得百姓和大臣的拥戴 就连皇上都不敢轻易 招惹秦王这个儿子 有时甚至秦王一句话 皇上都要重视和听从 只可惜秦王殿下 长年身在边关 不怎么管朝廷这边的事 否则有秦王殿下 在旁边劝阻 皇上这两年的脾气 也不会越来越惯 快不来到和不平身边 小太坚正想开口劝他回去 和不平确已经越过了他 静止朝着御书房走去 刚刚皇上的那声 滚他也听见了 若换作平时 他早就有多远跑多远了 生怕皇帝杀他助兴 但既然已经决定 不隐瞒月神下凡的消息 那今日无论如何 都要将此事告知皇上 否则日后再说 皇上定然是要问责的 皇上 臣有要是禀报 他进了御书房 跪在了皇帝面前 皇帝本还在怒火中 刚刚让和不平滚 已经是还算有理智了 此时 见和不平居然无视自己的话 直接进了御书房 皇帝原本已经 稍稍平息下去的怒火 再次猛地高涨 和不平 是不是以为朕不敢杀你 他站起身 一脸的杀意 和不平心中一个哆嗦 想到之前 被皇帝给杀的那个阎官 未免皇帝 让人直接进来 将自己给拖出去杀了 他赶忙先一步出声 皇上 臣要禀报之事事关重大 不得不如此啊 深知很多时候 故意卖关子的下场 就是永远都开不了口 和不平当即深吸 一口气接着道 前几日天降神迹 臣得到消息 乃是天上月神下凡 皇帝冷眼瞧着他 并不信他的话 毕竟他的金甲位 都才刚派出去没多久 什么消息 都还没得到 难不成 和不平一个上书 能力比他这个皇帝还要大 臣的两个儿子 前段十日 出发前往青州老宅 恰好在那晚路过寒山林 亲眼见到月神 自那道月光中走出 下凡人见 闻言 皇帝眼中的怀疑 这才消散了大半 你说的可是真的 皇帝盯着他 语气中仍有质疑 何不平叩售 臣不敢欺瞒皇上 月神此时 已随犬子前往青州 说要看看 青州的风土人情 犬子再见 到月神的当晚 便派出护卫 回京传达口信与臣 皇上若不信 可传达护卫 前来询问 回想着那晚见到的神迹 皇帝心中 惊疑不定 难道世界上 真的有神仙 传那护卫进来 他吩咐 贴身总管太监浮海 立即走了出去 很快将护卫 带了进来 护卫进来后 先是磕头叩手 随后将那晚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到来 特别是月神 主动开口说 要一同前往青州的事情 只隐瞒了何眼 让他带信回来 且何不平 让他隐瞒此事 皇帝听着 眼中一彩连连 以往他不信 世上有神仙 是因为 当了皇帝之后才发现 历史上那些 称自己见过神仙的皇帝 几乎都是为了巩固 自己的统治 糊弄百姓编出来的 纵观史书 根本没有过 一次神仙 真的下凡过 再加上他也五十多 这么多年 都没有见过神仙 以及任何一次神迹 自然也开始怀疑 世上可能根本没有神仙 神仙 可能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 是人们杜撰出来的 否则 历朝历代 都有帝王寻仙问又 为何从未有人成功过 若说普通百姓遇不到神仙 是因为 身份低微神仙看不上 那难道历来的皇帝 都入不了神仙的法眼 是以皇帝心中 对神仙的存在 已经抱有极大的怀疑了 还剩下几分的希望 一来是各种奇怪的现象 没办法解释 例如风雨雷电 是怎么来的 还有海市蜃楼 二来则是年纪大了 随着身体老迈 他越发地想要 活得更久一些 以往 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神仙出现过 自然也就对长生 没有起过一丝一毫的念头 可如今神明下凡 长生的念头 瞬间就如同燎原的野火 疯狂地燃烧起来 哪怕没办法长生 让他多活几十年 也是好的 福海 他朝着贴身总管太监道 立刻去准备 马车和侍卫 正两日后 要出发前往青州 既然月神 是要往青州去 那他也往青州的方向走 为何要两日后出发 自然是朝中的各种事 都要吩咐下去 接下来好有人处理 至于月神会 不会是假的 何家被人骗了 皇帝根本没去想 何眼他是知道的 谁能骗过他去 况且 前几日天降神迹 不是神明下凡 又能是什么 爱卿 皇帝目光看向何不平 与其何矮道 月神动向 爱卿要多多注意 何不平点头英试 知道这是要自己去给儿子 多写信了 并不知道父亲因为害怕 误打误撞 第一时间就去禀报了皇上 何眼此时 正在黑风寨的仪式厅里 招待秦王 许卿宴见月神没出来 只来了何眼 就知道月神 大概是不想见殿下的 也对 什么事能瞒得过月神 只怕刚刚他与殿下的谈话 都被月神娘娘听了去 殿下明显不幸的神色 估计也瞒不过月神娘娘 不过眼下殿下 和他都还好好的 由此可见月神 也不是个不讲理的神明 第三十一章 地主之意 几人慢悠悠地喝茶 谁都没有开口 何公子 许卿燕清了轻嗓子 主动打破寂静 何眼目光看向他 等着他的下文 不知月神娘娘 接下来打算去哪 这事 他不敢直接去问月神 但是可以问何眼 虽然心中已经有所猜测 月神可能会随何家兄弟 前往青州 但毕竟只是猜测 还没确定 如果可以 许卿燕希望秦王殿下 能将月神给拐回京城 只可惜 他偷偷瞄了眼神色平静的秦王 对方对于没见到月神 一点也不着急 看这样子 许卿燕就知道他 还是不信月神是真的 也是 患他没见到之前 可能也不怎么相信 何眼放下茶盏 道 月神娘娘要随我们一同前往青州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也没什么可以瞒的了 果然 许卿燕脸上露出笑容 青州啊 是个好地方 说着 扭头看向面无表情的贺连耀 暗示道 殿下 要不我们也去青州吧 月神娘娘下凡来到人间 我们怎么都要敬一敬地主之意的 何眼对此没有太大反应 说实话 在得知秦王到来的那一刻 他甚至都已经做好了 月神会转到 前往京城的准备 赫连要不说话 要不要陪那位月神前往青州 得在他看了那位月神之后再决定 若对方真是神明 违背皇命改道前往青州 自然不是问题 若对方只是个江湖骗子 那被骗的也不是他 自然有人收拾对方 他不说话 许卿燕自然要接着道 不如我们先在这里住下几日 再与何公子一同启程出发 赫连要汉手 可 住下几日 总有机会见到那位月神 秦王殿下要住在这里 何眼自然要安排好房间 不止秦王的 还有许卿燕的 毕竟他不想再跟许卿燕 住在一个房间里了 至于山下 驻扎的几千人 则原地待命 没有上山 当天晚上 山贼们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早已等了他们半场的西月 再数了数人数 确定都到齐了之后 隔空给了一人一个大笔兜 带坏他家系统 该打 之前为货百姓 该打 劳累了一天的山贼们 急匆匆地赶回来 就为了吃一口热乎乎的饭菜 谁知脚步还没站稳 一人就隔空挨了一巴掌 所有人都梦了 反应过来明白 是谁打的之后 一个个眼含热泪 唯唯唯唯地色缩着身子 更加小心翼翼地做人 刚好看到这一幕的许卿燕 忍不住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庆幸月神之前 只是把他丢在地窖旁边 而不是跟这些山贼一样 看那一个个脸肿的 估计没几天是好不了的 目光落在一旁的秦王身上 许卿燕没说话 殿下不信月神又如何 只要在这山上多待几日 多见识几次月神的力量 或者见上月神一面 自然会信的 许卿燕对此信心满满 但怎么都没想到 夕月不按常理出牌 按理来说 既然让这些山贼去羞路 怎么也要在这黑风寨待上一段时日 监看这些山贼的进程才是 却不想第三日一大早 天还未亮 何眼一行人便要离开 已经收拾妥当 马车都到了黑风寨大门口 何眼才派人去通知秦王等人 许卿燕猛地从床上坐起 看着外面还有些黑的天色 有点猛 这个时候突然走 这肯定不会是何眼的主意 何眼是个正常人 不会傻到这个时间 喊月神起来赶路 那就只能是 月神心血来潮 突然要出发了 快速地擦了把脸换上衣裳 许卿燕朝着 隔壁秦王的房间奔去 一推开门 就见里面没人 他猛地一拍脑袋 想起秦王这些年来 都有早起练武的习惯 这两日更是每日天不亮 就去黑风寨后山练武 此时估计刚去没多久 快速朝着后山跑去 奈何后山离住处有一段距离 再加上如今天色还有些昏暗 山路不好走 已经没跑几步 他就需要停下来缓起口气 总之等他到时 秦王已经收剑准备离开 殿下 他开口 月神娘娘与何家等人要离开了 贺连耀神色冷淡地点头 嗯 许清燕有些急了 我们得赶紧追啊 说完狐疑地看了贺连耀一眼 殿下 你是不是不打算跟着他吗 若是殿下并不相信月神 那不着急追上去 也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根本没打算 跟他们一同转到前往青州 想到这里 他有些苦恼 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让殿下相信 月神真的是神明 而不是江湖骗子 谁能想到 殿下来这里两天 一次都没有碰见过月神啊 他们是马车 想要追上去 很快 贺连耀说完 手中拿着剑 先一步离开 许清燕瞬间明白过来 殿下这是打算与他们一道同行啊 不过殿下居然愿意跟他们同行 这是相信月神不是江湖骗子 可看起来也不像是相信的样子 贺连耀回了房间 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换了身衣裳 提笔开始写信 皇上召他回京 他却中途转道 怎么也要写封信 告知皇上一声 一行人出了黑风寨范围 剑身后并没有任何人追过来 何玉心中输了口气 何眼却知道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秦王看起来不怎么相信 神明是真的 但能带兵几十万 破了诸国合纵的人 真的会在还没见到月神的前提下 就直接断定对方是假的 然而接下来三天 都没见任何人追来 何眼都忍不住怀疑 是不是自己想多了 月神娘娘 前面就是林安俊了 何玉笑着 朝身后的马车开口 就在这时 何眼派去先行一部定客站的一名护卫 策马而来 何眼微微皱眉 这才刚去没多久 怎么就回来了 公子 护卫来到镜前 开口道 秦王在前面 何眼闽纯 这几日 心中一直悬着的那块石头 终于落了地 他就知道 秦王肯定不会轻易 让他们一行人离开的 只是没想到 对方没有追来同行 反而是先一步赶到了林安俊 第32章 抵达林安 马车往前行了一会 就看到了秦王一行人 不过身后只跟着几百名士兵 剩下的不知去了哪里 许清燕骑着马在秦王身边 看到马车越来越近 朝着驾车的何家兄弟二人 露出了一抹温和的笑 不等两人反应 就率先骑马 来到了马车旁 开口道 月神娘娘 几日不见 娘娘可安好 说完又道 殿下已经派人在林安郡里 定下了客栈 都已布置妥当 娘娘可放心入住 何欲再笨 此时也察觉到了许清燕 毫不掩饰的心思 有些紧张地 看了一旁的何眼一眼 却发现自家兄长神色平静 似乎一点也不担心 马车里 夕月打了个哈欠 并没有理会许清燕 许清燕脸上依然带着笑 心中却忍不住琢磨着 不知道是月神性子 本就如此 还是不待见他 马车进了林安郡 秦王一行人跟在一旁 与许清燕主动过来 打招呼不同 从始至终 秦王一语不发 等到了安排好的客栈外 秦王翻身下马 这才将目光落在马车上 目光紧盯着 这位所谓的月神 他一次真面目都没见过 倒是弄得有些神秘 但这一次 对方总不至于 连马车都不下巴 林安郡比不上春城 道路更是不用说 眼下这客栈 虽说是林安郡内最好的一间 但也架不住客栈门前的路 是用碎石子铺成 上面有许多来往之人 脚底带来的灰尘泥沙 河眼从马车上下来 朝着后面那辆马车走去 没一会 两个婆子就抱着一大批绸缎 铺在了地面 从马车面前 一直铺到了客栈大门 甚至因为客栈里面的地面 有人来回踩过 没有及时清理 也被铺上了绸缎 绸缎从马车 一直铺到了客栈楼上的房间 奢侈程度比皇帝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许清燕看得扎舌 这些绸缎权贵人家 自然都能买得起 但没人舍得几百两的绸缎 就这样 用来铺一小段路 就连近些年来 越发奢侈的皇帝 都没有过这样的行为 他本以为自己打点好客栈 已经做得很好了 这跟合眼一比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他赶忙扭头 看向一旁的秦王 记忆里 殿下十分厌恶这种奢靡的行为 听说是在殿下从军的第二年 那时将士们正在和梁国开战 朝廷这边粮食却迟迟没有送来 军中粮食见底 边关百姓们听闻消息 勒紧裤腰带 凑了些粮食 来给将士们截然没至极 每日里清汤寡水 军民一心撑了半个月 梁国那边得知大拥粮食短缺的消息 进攻越发猛烈 大拥将士却饿得连兵器都拿不起来 那一战 大拥惨败 损失八万将士退守金谷关 之后年仅十七岁 还只是一员小将的秦王返回京城 却发现京城中到处歌舞升平 丝毫没有国家正在与人开战的紧迫感 而大殿之上 对于粮食迟迟没调过去 相关官员相互推诿 最后掌管粮食的户部尚书 更是哭穷说 粮库里的粮食仅够皇宫和官员俸禄 一粒多的都没有 当天秦王闯进户部尚书府中 却发现 府中粮食堆满仓库 就连下人们都顿顿食肉 府中 每日倒出去的饭菜里 更是肉眼可见的 含有肥肉这些 守在户部尚书府外 等待剩饭剩菜的乞丐 更是多达上百人 不仅如此 还在尚书府京郊的几处庄子里 发现了堆积如山的粮食 经查证 都是从粮库里搬出来的 边关将士 饿得拿不动武器 也要用身体去阻挡敌人 进入大庸境内 边关百姓 哪怕家中有人饿死 也要把粮食拿出来 给将士们保护 希望将敌人阻挡在家门之外 可京城中的那些官员 不仅一个个杜大肥原 还吞了将士们拿命换来的粮食 据说 秦王当即将户部尚书 提至皇宫大门口 当着京城百姓们的面念出其罪名 随后一刀将其人头落地 此行为 无异于是打皇帝的脸 毕竟在宫门口 斩杀朝廷大员 皇帝都不敢如此 事后 秦王被仗则武士大板 还除了秦王头衔 只与皇子名头 不过之后几年里 秦王在边关位置越爬越高 手中兵权也越发大 皇帝不知是畏惧 还是念及秦王功劳 又恢复了其秦王头衔 但经此一事 跟在秦王身边的人都知道 他厌恶奢靡 特别是没必要的铺张浪费 因为这些 在他眼里可能还不如几头猪 可以让将士们多吃些油水 见秦王神色如常 神色中没有丝毫的不喜与厌恶 许清燕才吐出一口气 这样的手笔 再加上后面还跟着几百名士兵 惊得掌柜与伙计 都缩在一旁不敢吭声 心想着 莫不是皇家公主出行 婆子扑完绸缎 就与丫鬟让掌柜的带路 带着东西 先一步上楼布置房间 等了片刻 何玉伸手掀开车帘 夕月一身水蓝色衣裳走了出来 浅浅的蓝 看上去像是一汪湖水 给人一种清澈的水在流动的错觉 赫连要微微眯眸 刚刚那衣裳上 好像真的有水在流动 她想要走近几步 再看仔细些 当目光落在夕月的那张脸上时 忽然沉默起来 这世上 或许真的有生命 许清燕时隔几日 再次看到这张脸 忍不住微微红了脸 月神娘娘 还是如此的好看 美貌给人带来的冲击 是很大的 在场的人皆是带住 直到夕月已经步入客栈 才回过神来 客栈已经被许清燕 派人先一步给清场包了下来 因此 里面并没有任何人 何眼在前面带路 来到了客栈二楼采光位置 最好的那间房门外 此时房间里已经布置妥当 丫鬟婆子都候在房门外 看着仅有的两个婆子和丫鬟 何眼垂眸 觉得该再买一批丫鬟过来 伺候的到底还是少了 夕月进了房间 里面茶水点心这些已经摆好 所有人自觉地留在房门外 将房门关上 后面跟上来的许清燕 看着已经关上的房门 忍不住在心中叹了口气 都还没跟月神娘娘说上一句话呢 几百名士兵将客栈围住 等闲人都不得靠近 不到半日功夫 不大的林安郡 几乎就传遍了吉祥客栈里 来了一群贵人 为首的可能还是公主的消息 第三十三章 祭祀和神 最开始本还有许多人不信 可是当偷偷来到吉祥客栈附近 看到那明显是精兵把守的客栈后 忍不住扎舌 这派头 若不是公主清灵 谁信啊 贺连要在客栈里 一直都没见那位月神出来 本以为到了吃饭时间 对方总该出来了 却没想到 何眼居然亲自端着饭菜走了上去 到了夜晚 贺连要站在客栈的院子里 目光疑惑地朝着西月的那间房看去 总觉得 那间房外的月光 似乎更加明亮皎洁线 林安郡只是个小郡 夜晚不比春城 外面道路上还有灯火与行人 此时万类俱寂 街道上一片漆黑 掌柜的与伙计躲在角落窃窃私语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脸上露出惋惜和怜悯之色 何玉看到这一幕 走过去刚想开口询问 身后伸过来了一只手 按住了她的肩膀 一扭头 入墓地就是许清燕那张 含着温和笑意的脸 何公子 她开口道 长夜漫漫 怎还未入睡 不等何玉说话 直接将她拉到外面 既然你我都没睡意 不如我们来说说话 聊些关于月神娘娘的事 距离客栈不远处的一间祠堂里 两名身穿白色素衣的少女 脸色惨白地透过窗子 看向外面的明月 美好的景色 落在两人眼里 却无异于生命的倒计时 等到天微亮 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 看到这样的景色了 等待他们的 只有死亡 甚至因为家人的原因 他们连逃跑都做不到 只能在这里慢慢熬着时间 等待死亡的来临 时间一点点过去 明月还剩下一些在天边 祠堂大门突然被人推开 走进来六名妇人 懒丫头 没丫头 该沐浴了 为首的妇人看着两名少女 眼中闪过一丝不忍 却又很快消失 献祭和神 这是林安俊三年一次的大事 谁都阻止不了 她已经看过许多如花般娇艳的少女 葬身河底 却无能为力 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她能做的 就是让他们漂漂亮亮的离开人世 幸好 今年没有抽中她的女儿 带着一丝不忍与庆幸 与其他几名妇人一起为两人沐浴 之后换上了火红的嫁衣 祠堂外 已经有一顶大红花轿等在那里 换好嫁衣的李兰 与徐梅红着眼睛上了花轿 年少时 哪个少女没有幻想过 将来穿上红嫁衣 嫁给心爱的少年郎 只是却怎么都没想到 人生中唯一一次穿上嫁衣 居然是要葬身河底 因为是献祭和神 和神娶妻 所以一路上吹吹打打 看起来真的如普通人家嫁娶 一般热闹 河眼被动静吵醒 打开窗子 却什么也没看见 声音是隔了几间房屋的 另一边街道传过来的 她微微皱眉 不知道有没有惊扰到月神些些 许清燕跟何玉探讨人生一晚上 本就刚睡着 突然被外面传来的一阵 吹吹打打的声音吵醒 忍不住瞪眼 妖兽了 谁家这个时候娶清 也不体谅 一下她这个体弱多病之人 需要好好休息吗 下一秒 突然反应过来不对 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月亮已经不见 天空还是黑沉沉的 太阳将出未出 谁家这个时间点娶清 感觉到不对 许清燕想了想 还是没去多管闲事 各地风俗不同 她又没有行走游历过天下 指不定这临安郡 就是这个风俗习惯呢 等到声音慢慢过去 她闭上眼睛 重新睡了过去 半个时辰后 何眼起身 开始准备早食 太阳已经出来了 朝霞印满了天空 外面街道上 时不时一群人走过 朝着一个方向而去 见此 何眼察觉到了不对劲 她不是不识人间烟火的公子哥 自然知道这个时辰 虽然有些百姓会早起做些生意 但街道上的行人 却不会有这么多 郑玉打算出去询问 忽然听到了一阵马蹄声 扭头看去 就见秦王身后 跟着二十多名士兵 朝着那些行人走过去的方向 骑马而去 看来是 发生了什么事 居然惊动了秦王 换作往日 何眼必然不会在意这些 可如今身处凌安郡 还有月神同行 容不得她不仔细 目光落在恰好从后院 走出来的掌柜身上 便直接开口询问了这件事 闻言 掌柜的摇头叹了口气 作孽啊 临安郡最初只是一片荒地 后来几十号李姓人家 逃难来到此地 在这里落地生根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慢慢成了如今的临安郡 而李姓 也成了本地最大的人口大姓 整个临安郡三万多口人 李姓人家占了一大半 就连郡守见到李氏宗族的人 都要笑脸相迎 原因无她 郡守守底下的人 李姓占了三分之二 可以说 李氏宗族的人 在临安郡堕一堕脚 整个临安郡都要翻个身 而李氏宗族 自一百多年前一次洪涝后 就有三年祭祀一次和神的习俗 每次两名少女 从整个临安郡所有适林少女中抽选 最开始 很多外星人并不愿意 但李氏宗族人口太多 在对方的武力镇压下 许多人敢怒不敢言 而对于被抽中的少女 李氏宗族会给每家补贴十两银子 对于许多重男轻女的人家来说 这还是比划算的买卖 再加上每次抽选 必会从李氏中抽取一名少女 时间久了 整个临安郡的百姓 也都默认了祭祀和神之事 就算少数有反对的 也都掀不起什么浪花 而今年的祭祀和神 就在今日 听完后 何也默然 这种祭祀之事 古往今来屡见不鲜 别说地方上 就连皇家都干过 而想要改了这种祭祀 却比登天都难 因为大多数人们 已经潜移默化地认为 祭祀是有利于他们的 谁取消祭祀 就是触动了他们的利益 这年头 触动这种将近一郡人的利益 别说郡守 就是皇帝亲自下旨 恐怕也都没用 人们只会洋奉因为 难不成皇帝 还能图了一整个郡的人不成 何眼曾经游历时 也见过一次祭祀 那是人们祭祀山神 两名同男同女 还是质子 在懵懂无知的年纪 被人无情地从山崖上丢了下去 依旧是一个大宗族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却无力阻止 第34章 出手相助 当年看到的惨剧 再次浮现在眼前 合眼咬牙 转身朝着楼下走去 秦王虽然过去了 但只有几十人 哪怕将客栈的这几百士兵都调过去 恐怕也无济于事 毕竟那些都是百姓 不是敌人 秦王不可能对百姓兵戈相向 而无法动兵戈 舅舅不下被祭祀的少女 即使就下 恐怕在场的百姓 也不会让秦王等人离开 况且 即使这一次把人救下 那下一次呢 林安俊祭祀和神一世 已经根深蒂固 百姓们不可能轻易取消祭祀 这点连皇帝都做不到 但是 月神可以 天有日月 区区和神 怎能与日月相比 且和神只是传说 从未在世间真的出现过 可月神不同 这是一位真真正正降临在凡间的神明 夕月正在空间里洗漱 系统在一旁提醒他到 有人在敲门 听起来很急 闻言 夕月将脸上的水擦干净 出了空间 然后通过领域 看到了外面的和颜 难得从他脸上 看到了焦急的神色 房门缓缓向两边打开 和颜走了进来 哪怕心中着急 脚步还是稳健从容 月神娘娘 他忽然朝着夕月深深的弯腰 行了的大礼 某有一事 想求月神娘娘出手相助 很快 关于林安俊拿少女献祭和神一事 从和颜口中说出 说完之后 和颜本想要问插手此事 会不会让他为难 和神会不会找他麻烦 只是还不等开口 面前已没了月神身影 微微一愣 很快反应过来 和颜转身下楼 牵了匹马 叫上所有护卫 一同朝着祭祀之地而去 和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却也下意识地骑马 跟着兄长一同离去 祭祀和神的地方 离客栈有五公里左右 在一条湍急的大河旁 这条河贯穿整个林安郡 是林安郡所有百姓 浇灌庄家的用水之地 也是整个林安百姓最重视的地方 因为在领域范围之外 不知道具体位置 夕月还找错了方向 好在反应及时 在云端动用神明之眼 看到了位置 祭祀和神是有专门的时辰 尘时一到 就要将祭祀的少女 放在竹筏上 随着湍急的河水顺流而下 不过因为是祭祀和神 目的就是让少女沉入河底 所以做的竹筏都比较简单 属于几个稍微大点的水浪打下来 就会散开的那种 此时距离尘时不过片刻 李兰与徐梅已经被放在了竹筏上 为了防止两人在河里逃跑 还特意绑住了手脚 并在脚上坠了块石头 只等时辰一到 立刻解开拴住竹筏的绳子 让竹筏顺流而下 听着从身边传来的水流声 两人眼神惊恐害怕 目光忍不住在河岸两边搜寻 试图找到自己的家人 哪怕心中知道 找到家人也无用 他们也不会来救自己 可心中依旧抱着渺小的希望 李兰眼神在周围看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家人 眼中满满的都是绝望 身为李氏女 她知道 爹娘一直都很期待献祭和神 好保佑来年风调雨顺 哪怕被献祭的是 他们的亲女儿 可在十两银子 够一家人几年搅用面前 亲女儿也显得微不足道 甚至还因为亲女儿被抽中献祭 而让整个李氏宗族 对家里多上几分照拂 爹娘为此只会感到高兴 哪怕心中早已知道 可真到了这一刻 还是控制不住的泪流满面 一旁的徐梅 却是很快看见了自己的爹娘 还有大哥 三人拼命地想要过来救她 却被一群人给死死拦着 对于女儿被选中献祭 徐家并不愿意 但在这林安俊 胳膊拧不过大腿 徐家别说阻止 就是想带女儿跑都做不到 如今眼睁睁地看着女儿 被绑住手脚 放在轻易就会散架的竹筏上 一个个哭嚎哀求着 给所有人磕头下跪 脑袋上渗出血迹 也没有丝毫的作用 没有人会动容 就连林安俊的郡守 也只是在高台上看着 阻止不了 也不愿阻止 徐梅眼中全是痛苦与心疼 她很想告诉爹娘和大哥 不要再磕头求他们了 几乎每次献祭和神 都有人这样哀求 可结果根本改变不了 但她的嘴被堵住了 根本发不出声音来 咚咚咚 一阵鼓声响起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时辰道了 有人站在高台上 大喊了一声 时辰道 祭祀开始 在徐家父母的哭嚎声 小部分人的不忍 大多数人的兴奋中 拴住竹筏的绳子被砍断 两人只觉得 竹筏猛地晃动了一下 随后贴着竹筏的背部 就感觉出到了水 河流很急 竹筏瞬间顺着水流而下 不一会就飘出去十几米远 很快 一个水浪打来 将躺在竹筏上的两人 从头到尾打湿 同时 两人也感觉到 身下的竹筏进的水更多了 死亡的恐惧 让两人浑身发抖 却连洞都不敢动它 生怕洞上一下 整个人就翻进河里 周围的水流越来越急 岸上的人看着竹筏越来越远 水浪越来越大 估计不到一会 竹筏就要散架 两人就要沉湿河底 徐家夫妻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徐家大哥在一旁扶着父母 看着载着妹妹的竹筏越来越远 这时 一阵马蹄声从远处传来 众人看去 却见几十名士兵骑马而来 气势惊人 跟郡守府的士兵完全不同 特别是为首的那人 目光瞥来 众人只觉得有些惧怕 甚至不敢与其对视 目光看着那已经远去的竹筏 赫连要二话不说 骑马追去 岸边没人阻止 主要是那竹筏也快要散架了 这个时候想要救人 根本来不及 只要人落进水中 湍急的河流一冲 谁知道会沉在哪里 马快 河流水更快 发现根本追不上后 赫连要皱眉 正想着 该如何才能拦下竹筏 却见一个大浪打来 竹筏瞬间四分五裂 竹筏上的两人 眨眼间就消失在了河面上 赫连要不做他想 快速骑马 来到竹筏散架的地方 就准备下水寻人 哪怕此时很难寻到人 但人刚落水 此时若能寻到 将是那两人唯一活命的机会 西月赶到时 恰好看到竹筏散架 两人落入水中 赫连要准备入水的画面 第35章 神明显灵 曾经在现代电视剧中 看到过一些关于祭祀和神的剧情 电视剧拍得轻松 观众看得也没觉得 有什么压抑和不适 甚至还会对演员的哭戏指指点点 表示半天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 可如今真实看到这个场景 远比电视剧里来的 要让人震撼和压抑 他抬手 领域范围内 直接让赫连要面前 多了道无形的屏障 寸步不得前进 毕竟河流湍急 那俩姑娘 已经被水流冲地往下飘去一劫 河水又浑浊 他此时下去 很难寻到人 就算寻到 也不知是何时 那时打捞上来的 估计 只是两具尸体了 不过让夕月刮目相看的是 在这种封建时代 一个位高权重的王爷 居然愿意为了救两个素不相识的人 以身犯险 亲自下水救人 别说在古代 在现代都很少有人愿意这么做 大多数人 都是选择冷眼旁观 至少夕月自认自己 就做不到 他是会歇水 但如此急的浑浊河水 下去等于送命 他还做不到 为了救人 搭上自己的性命 但如今 有救人的能力 他自然愿意去救 面前明明什么都没有 却怎么也迈不出一步路 这诡异的一幕 让赫连要皱眉 随后快速反应过来 目光四处搜寻着 很快就发现了 站在河流上空 一片白云上的夕月 虽然心中对他神明的身份 已经信了大半 可此时亲眼看到 还是被惊了片刻 夕月则是面无表情地 兑换了技能控水 控水 世间所有的水 都将听从指挥 随着心念而动 原本正在奔腾的河流 忽然静止不动 包括卷起的水浪 都停在了空中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河岸两边的百姓 全都愣住 很快有人发现了 站在云端上的夕月 一个个瞪大眼睛 神明之眼 很快发现了两名少女 被卷到河处 夕月抬手 静止不动的河流 忽然从中间裂开一条缝隙 随后以缝隙为主 河流朝两边退让 如两道高高的水墙 露出了中间的河床 以及躺在河床底下的 两名昏迷过去 被绑住手脚的少女 一股无形的力量 拖住两名少女 将两人带着飞到了岸边 徐家人立即朝着徐眉扑过去 在发现女儿还有气息后 赶忙解开她身上的绳子 无人阻止 被分开的河流水也 重新朝着中间流去 两边的水撞击在一起 发出巨大的声音 以及高高的水浪 众人被这声音惊醒 反应过来 李氏宗族的族长 满脸兴奋地道 您是河神娘娘吗 自古以来 流传的都是河神是男生 但谁也没见过 此事件突然有神明出现 还能控制河水 不是河神又是什么 众人满脸惊慌与高兴 以为是祭祀让河神现身 一个个跪地高呼 河神娘娘显灵了 夕月冷漠地瞧着她们 再看了看昏迷在地 无人在意的李兰 挥手解去绑在她身上的绳索 将她与徐眉救醒 众人只看到 从夕月手中 洒落下星星点点好看的金色光芒 落在李兰和徐眉两人身上 两人紧跟着 就睁开了眼睛 李氏族长眼睛亮了起来 她如今已过古兮之年 这几年 身体更是愈发不醒 没想到 如今却见到了河神娘娘 祭祀已经上百年 可河神从未出现过 这次却在她的祭祀上现身 是不是被她的诚心给打动了 若是如此 那她若开口请河神娘娘 为她延年益寿 不知可不可行 河神娘娘 我是李氏一族的祖长 主持了三十多年的祭祀 一直在这林安郡供奉着您 赫连要来到李兰身边 从身上脱下外袍 盖在她的身上 冷眼瞧着李氏祖长的举动 并没有开口解释 这不是河神 是月神的意思 这位月神能来救被祭祀的少女 说明并不喜祭祀这种事 再加上李氏祖长这么一说 赫连要还挺好奇 接下来月神会如何处置在场的这些人 总不能都杀了吧 微微一正 随即想起 自己并不了解这位神明 若对方真的出手 杀了在场所有参与祭祀的人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但对方能来救人 说明不是恶神 应当不会做出这种事 虽然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该死 但还是有部分人是无辜的 只不过行事所逼 迫于无奈罢了 不过赫连要还是思考了一下 假如这位月神 真的在这里大开杀戒 他该怎么才能阻止 西月看向李氏祖长 并没有否认自己不是河神 而是问道 如此说来 祭祀之事 适而等自愿 李氏祖长脸上露出笑容 见河神居然回了自己的话 赶忙道 我林安俊之人 皆自愿祭祀供奉河神娘娘 话落 岸边的百姓 大部分都跟着出声附和 西月脸上露出笑来 看得众人眼中 纷纷露出痴迷之色 河神娘娘可真好看啊 可恶听说 还有许多人不愿祭祀 他轻声开口 河神的模样 让众人高兴极了 只觉得这位河神娘娘 看起来可真亲切 李氏祖长脸色微僵 觉得肯定是刚刚徐家人那么一哭 让河神娘娘听见了 此时问罪来了 娘娘有所不知 的确有一部分人名顽不灵 不愿祭祀娘娘 李氏祖长说着 目光扫过岸边的一些人 有一些是觉得祭祀残忍 有一些是女儿 被祭祀记恨李氏宗族 西月汉首 如此 哪些人不愿祭祀 你且指出来 听到这话 在场的一部分人脸色变了 河神这话 显然是要处置这些 不愿祭祀之人 哪怕的确不愿 可此时要面对一位神明的惩罚 众人还是不免惊慌害怕 李氏祖长早就看那些人不顺眼了 却一直没有理由处置了他们 此时河神开口 既能处置了那些人 还能在河神娘娘面前 好好表现一番 何乐而不为 紧接着就指出了许多人 没指出一人 旁边其他百姓 立即拥上去 将那人押出来 甚至还有百姓自发将自己知道的 哪些私下里反对祭祀的人 也给指了出来 不过半个时辰 岸边原本上万百姓 已经押出了两千多人 第三十六章 万人祭祀 夕月唇角含笑地看着这一幕 心中却觉得 能在这个时代 林安俊这种环境下 还能有这些有良知的人 真的挺不错的 不过 当目光落在剩下的那些人身上时 眼中神色冷了几分 不过无人注意到 何妍等人感到时 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幕 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她谨慎地没有开口 来到了秦王身边 何神娘娘 人都在这里了 不过还有一部分没来 您若是想要一并处置了 我这就让人将剩下的那些 都给绑来 李氏族长一脸邀功的意味 夕月没有直接回她 而是目光扫着所有人道 而等都是这些年祭祀的功臣 无决定与儿等一份礼物 闻言 在场那些支持祭祀的人 全都眼神发亮 紧盯着夕月 脑海中已经开始幻想着 会得到何神娘娘的什么礼物 是金子 还是返老还童 亦或者是百病全消 看着众人眼神热切地 盯着天空上的夕月 赫连要神情冷静 心中却松了口气 月神刚刚那些话 应该不是会牵连无辜的神明 否则就不会让人 将反对和不喜祭祀的人 单独提出来 目光冷淡地 看着那些满脸热切的人 对于这些加害者 赫连要一点也不在乎 虽是百姓 行事却无异于恶鬼 而等如此喜欢祭祀 不如都去祭祀和神吧 他在这里特意说的是和神 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承认自己是和神 众人全都愣住 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 他这是什么意思 有的听明白的 更是一脸都不敢相信 娘娘这是何意 李氏族长颤微微地开口 声音都有些发颤 夕月抬手 本就湍急的河流 瞬间波涛汹涌 连天空上的云层都暗了几分 众人心中直哆嗦 看着面无表情的夕月 忽然惊恐地发现 和神娘娘刚刚的话 可能是认真的 李氏族长更是跪在地上 脸色苍白道 和神娘娘 我们世代供奉着您 忠诚于您 不知做错了什么 您要如此待我们 果然 刀子不落在自己的身上 是不知道疼的 他冷漠道 既然祭祀是去陪和神 你们忠诚于他 亲自下去陪他 岂不是更好 话到这里 李氏族长才发觉到 有些不对劲 眼前这位神明 可能并不是和神 只是不等他多想 就发现自己 整个身体都飘了起来 双脚离地 随后被一股大力 直接丢到了汹涌的河水里 很快 将近上万人 如同下饺子般 一个个被从岸边 丢进水中 万人祭祀 何于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 心想 月神娘娘 原来也有脾气不好的时候 他偷偷伸手 戳了下身旁的兄长 小声道 月神娘娘 不会真把他们 都祭祀给和神吧 如此 虽然很痛快 但也真的挺凶残的 何眼沉默不语 其实他也不知道 月神是不是真的要杀了这些人 但即使真的要杀这些人 在场又有谁能阻止呢 他不动声色地瞥了眼秦王 对方冷眼旁观着 看起来似乎并不在乎这些人的死活 岸边那些原本被压出来的两千多人 看着这一幕 都惊呆了 本以为今日要被神明处置 必死无疑 没想到事情 却峰回路转 线下可能要死的是 这群平日里挨千刀的 上万人在水里挣扎 脑袋露在水面 却不时有水浪拍打下来 将它们直接打进河底 真疼 真冷 很快有人撑不住 沉浸了河底 嘴里刚灌进几口水 下一秒 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拖着往水面上浮 等重新呼吸到空气 还不等缓上一会 又是一个浪打来 重新拍进水里 就这么不停地反反复复 甚至在有人快不行的时候 西月还给对方丢去一个包之百病 让对方恢复满血状态 然后继续被拍打沉河 岸边的人也发现 这些人只要一沉到河里 很快又会浮上来 总之来来回回许多次 没见一个人死去 甚至汹涌的河流水 并没有将众人带走 只是从他们身上无情地拍打过 一群人依旧在被丢下的地方 不停挣扎着 看到这里 赫连要就知道 这位月神没打算杀这些人 事实上 西月确实没打算杀他们 他在现代是个守法好公民 平日里杀之机都没做过 让他杀人 他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也不是那些违法犯罪之人 哪怕这些人都该死 他心里也觉得 这些人不可饶恕 但真的杀他们 却是做不到 就像在现代 大家看到新闻里说 一个杀人犯 如何残忍地杀了多少人 大家都一份填膺 各种说着 这杀人犯 如果在自己面前 自己如何如何杀了对方 为民除害之类的 不过都是隔着屏幕 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若杀人犯真的在自己面前 没几个人敢动手杀了对方 人与牲畜 是不同的 杀牲畜简单 杀人却难 他不会动手杀这些人 但同样也不会让这些人 逃脱该有的惩罚 该死的 就让这个世界的官府动手 他做不到 那就让这个世界的律法来 夕月在这里看了一会 就消失在了云端之上 毕竟他可没打算 短时间内 让这些人从河里出来 身为神明 一直在云上就这么站着等 有点没逼格 在众人眼里 他是离开了 实际上是利用领域能力 让自己在众人视线中隐身了 毕竟河里的这些人 可是需要他一直盯着 哪个快不行了 给他浮出水面 丢个治疗过去 见月神离开 一直不敢吭声的许清燕 这才小心翼翼地道 没想到月神娘娘脾气还挺 可怕的 犹豫了片刻 还是把后面几个字给咽了下去 生怕被他听到 顺手也将自己给丢进河里 他们不会一直就这么 在河里吧 何遇到 如此大的动静 已经引来了许多百姓 还有许多是被丢下去的 那些人的家人 一个个在岸边哭天枪地 但没一个人敢下河救人的 岸边没被丢下去的那些人 看着一大群人 在河水里不停扑腾挣扎的模样 分外解气 往日里 一个个叫嚣着 献祭少女给河神 根本不顾女儿的死活 以及一些少女家人的苦苦哀求 甚至还以赴对方能献祭河神 是他荣幸的意思 现如今 这份荣幸 终于也让他们体会体会了 第37章 一律处置 一群人在岸边看了一个时辰 发现这些人还在河里挣扎着 不停地在生死边缘挣扎徘徊 但就是无一人死去 包括那个年纪大的李氏组长 也一次次被浮出水面 又再度被拍打下去 林安俊郡守 站在高台上看着这一幕 恨不得把自己缩成一个透明人 他虽然没赞成拿少女祭祀 但也一直没反对过 甚至在林安俊任职这些年来 还受李氏组长所请 来参加了两次祭祀大典 刚刚那位神明 事后不会想起 还有他这么个人 也来把他给丢下去吧 林安俊祭祀 本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件大事 此次出现了神明献身 惩处上万参与祭祀之人的事情 一个时辰的时间 足以传遍整个林安俊 许多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过来观看祭祀的人 听闻消息 都纷纷往这边赶来 当看到河水里 密密麻麻挣扎的一群人时 所有人都惊住 特别是发现 这些人不管怎样都爬不上来 只能在原地挣扎 还死不掉后 对于神明显灵 更是深信不疑 平日里 因为李氏宗族势大 不敢明面上对着干的一些人 此刻毫不掩饰地 朝着河里的那些人吐口水 狗东显 没想到也有这么一天 这些人并不害怕 李氏宗族事后报复 没看这些人 此时都自身难保了吗 况且 被神明咽气惩治的人 能有什么好下场 就算这次还能活着 以后定如那过街 老鼠人人喊打 殿下 这些人该如何处置 许清燕问向贺连耀 都是些做过恶的百姓 并不值得人同情 但人数如此多 真处置了 恐怕得请示皇帝才行 法不则众 就算真的处置 也不可能全都杀了 许清燕心中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些人最多被打些板子 或是发些银子 亦或是口头训斥几句 死的 也只会是为首的一些人 真全杀了 皇帝也担不起这个罪名 除非月神开口 否则这些人 大多数都不会有太大的事 但从月神惩罚他们的手段来看 也是没打算要他们性命的意思 自然是请示月神 此时对于夕月的身份 贺连耀已是完全相信了 甚至因为对方能来救人 还惩罚这些唯恶百姓 对他好感更是直线上升 对方并不是那种 视人命如草芥的神明 许清燕瞬间就懂了贺连耀的意思 如此多的人 请示皇帝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但月神发话就不一样了 皇帝都得靠边站 而一刚刚看到的月神的脾性 只怕对这些人不会轻飘飘结果 那且先等这些人上来再说吧 许清燕笑眯眯地开口 看着河里的那些人 没有丝毫的怜悯 贺连耀看着身后 瑟瑟发抖的李兰 目光落在许清燕身上 你送她回家 李兰的爹娘 此时也在河里 李兰目光看过去 没有心疼 只有麻木 她永远忘不了 自己被抽中 选为祭祀之人时 爹娘收到十两银子 是如何的欢天喜地 对于她的哀求和哭泣 不仅不心疼 反而还给了她一巴掌 再反观徐家夫妻 如何心疼徐梅 俗话说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如此鲜明的对比 李兰对自家爹娘 已经完全不抱有任何希望 甚至看着他们 在河水里挣扎 吃尽苦头 心中反而还有一丝 说不清道不明的痛快 许清燕汉手 对着李兰做了个请的手势 姑娘 走吧 最后看了眼河水里的爹娘 李兰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回到家后 将家中的银子都给收起来 换了身礼服的衣服 梳了个男子的发迹 转身没入了外面街道的人群中 时间到了正午 太阳高悬空中 散发着热度 而祭祀的河两岸 围观的百姓 却是越来越多 河里的那些人 挣扎了几个小时 此时已经累了 疲倦了 不再挣扎 一个个任由水浪 将他们拍进河里 再拖上来 不停重复着 濒临死亡的感觉 西月趴在云端上 看河家兄弟离开 估计着差不多到了午饭时间 抬起手 河里的众人 就被一道道水流 拍到了岸上 重新触碰到大地 众人都不由喜极而泣 一个个眼泪鼻涕 与河水混合在一起 看上去狼狈又可怜 但没人会同情 西月动了动唇 言语命令这些人 不得离开此地 因为领域的原因 只有这些人 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随后又扩大了 领域七公里范围 让领域总范围 直达十公里 即使等会回到客栈 这里也会处于 他的监控范围内 双重保险下 这些人一个都跑不掉 领域扩大 他瞬间就回了客栈 也不必腾云嫁务 回到客栈没多久 河家兄弟也回来了 两人端着饭菜过来 敲响了他的房门 房门打开 两人走了进来 何宇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西月 想要说什么 却强忍着没有开口 等到再次进来收拾碗筷 确认此时说话 不会打扰月神用饭 何宇刚想要说话 月神娘娘 不知那些人 您打算如何处置 被抢了话的何宇 扭头看向门外 弯腰行李的许清燕 忍不住瞪了对方一眼 许清燕仿佛没看到 目光落在西月的那张脸上 随后快速一开视线 真是的 又不是第一次看到这张脸了 怎么每次看到 还是忍不住心跳加速的 按你们的律法 他们该如何处置 西月开口 月神娘娘 连声音都是如此的好听 许清燕一边想着 一边回道 按大庸律法 残害无辜性 残命者 守恶当诛 超莫家产 其余人等 根据罪行定量处置 流放或帐行 亦或是罚银 西月点头 那就以你们的律法处置吧 是 许清燕拱手 有了月神这句话 处置这么多人 就无人敢阻拦了 许清燕离去 合眼忽然道 娘娘 生命真的需要祭祀吗 发现她提起祭祀时 眼中流露出的厌恶毫不掩饰 在想到就是她来求自己去救人的 西月瞬间明白了她的想法 需不需要 不过在人 她道 第38章 神兽大人 合眼没明白西月的意思 西月也没有多说的意思 见此 合眼闽唇 拉着合玉退了出去 两人来到客栈的院子里 合玉不解地开口 月神娘娘那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合眼也正不解 一道声音却突然从一旁响起 笨 这都不知道 难不成你知道 合玉没好气地回到 扭头却发现 四下里并没有旁人 合眼反应很快 想到这里是被秦王包下的客栈 除了他们几人 就只有外面的士兵 士兵不会进来 而刚刚那声音 也不是秦王和许青燕 目光快速朝周围扫视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任何人的声音 什么人 鬼鬼鬼祟祟的 和玉开口 让两人发现了坐在一朵花上的一个小人 仔细看去是一个缩小了无数倍的人 五官精致漂亮 身后还有一双淡绿色的透明翅膀 和玉忍不住后退一步 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是山野精怪这几个字 一旁的合眼脑子却是快速转动起来 能出现在月神眼皮子底下的 肯定是被月神允许的 而这小人刚刚话里的意思 应当是听到了他们与月神的谈话 且明白月神的意思 这小人与月神有关 不知您是月神呢 合眼开口 与其带着试探 系统没想到他反应挺快 煽动着翅膀飞起来 我是月神的爱宠 说到这里 丢丢大的小脸飞快地浮现一抹红 有些不好意思 合宇探出脑袋 仔细打量着这个自称月神爱宠的小家伙 此时心中一丁点害怕都没有了 月神的爱宠 那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该如何称呼您 合眼目光直视着他 神色十分重视 这种重视 让系统忍不住听起小胸膛 叫我 他忽然卡壳 叫他爱宠大人 不行不行 太难听了 叫我神兽大人吧 神兽可比爱宠好听多了 合眼眼中染上一抹笑意 从善如流 神兽大人 系统突然觉得 这叫法比001和系统好听多了 神兽大人 听起来多威风啊 神兽大人知道 月神娘娘刚刚那话是何意 合眼开口 闻言 合宇眼睛亮了起来 紧盯着系统 那是当然 系统骄傲地开口 飞到合眼面前 目光朝着他的手看去 合眼瞬间会议 伸出手 掌心朝上 一脸的虚心求叫模样 某愚笨 还请神兽大人指点 系统飞到他的掌心坐下 道 那你听好了 剑合眼认真点头 系统接着道 神明需不需要祭祀 其实对神明来说并不重要 因为凡人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 可有可无 他们也没有什么事情 要去求助凡人 相反 凡人却动不动 有事需要祈求神明 祭祀 不过是凡人单方面的行为 其实神明并不需要 也不在乎 虽然有的神明 的确不在乎凡人姓名 可那并不代表 他们就喜欢用生命 去献祭的行为 用那样的做法 去祈求神明出手相助 还不如剑词立项 燃香供奉呢 系统最后 还嘀咕了一句 这么恶心的献祭 不知道你们凡人 怎么能想出来的 还不如凡间的一些 新奇玩意 或是美人 跳舞来的有趣 和颜脸上罕见地露出了一抹笑 如此说来 祭祀这种行为 神明不但不喜 还会厌恶 系统点头 那是自然 神明又不是恶鬼 喜欢看这种血淋淋的东西 和颜脑海中 再次浮现出了 曾经看到的 用孩童献祭山神的惨剧 心中瞬间有了计较 那为何从未有神明 献身言说 不喜祭祀呢 和预嘴快问了出来 在他看来 既然不喜欢 为何不说出来 反倒让祭祀一直存在 一直有鲜活的生命 因此消失 和颜来不及阻止弟弟口快 好在神兽大人 看起来并不在意 神明虽不喜 但亦不在意 就好比 神兽大人挠头思索 随后眼睛一亮 开口道 就好比你们 坐在马车里赶路 遇到一群蚂蚁 被困在一个小水坑里 朝你做求救的举动 你们会在意吗 应当是连个目光 都不会投过去 甚至都不会发现 这么渺小的存在 合眼垂眸 这就是神明与凡人的差距 就好比人与渺小的蚂蚁 如此看来 月神娘娘可真好 何欲难难道 别的神明默示凡人性命 月神娘娘却愿意出手救人 系统继续道 那是你没看到 月神生气时候的样子 能把天都给掀过来 月神娘娘那么好 居然也会有生气的时候吗 何欲忽然想到 不久之前 在河水里抛着的上万人 沉默起来 似乎 好像 脾气确实有点可怕 不过也是那些人活该 别的没有做错事的人 比如说 她和兄长 月神娘娘脾气就挺好的 不知月神娘娘 为何下凡 一道声音突然从一旁响起 何欲看过去 发现是许清燕 忍不住瞪大眼睛 你什么时候在这里的 再看自家兄长和神兽大人 都没有什么意外的模样 难道早就知道了 许清燕没有理会何欲 朝着系统拱手道 在下许清燕 见过神兽大人 系统早就察觉到了 许清燕的靠近 不过并不在意 反正宿主是让他把话传出去 多一个人听到更好 嗯嗯 系统随意地点点头 许清燕忽然凑近 看着坐在和颜手心上的系统 真心地夸赞了一句 神兽大人 不愧是月神娘娘的爱宠 真是好看 朴实无华地夸赞 却让系统脸上飞起一抹红 满脸的不好意思 真是单纯啊 许清燕心中想着 脸上笑容更加温和 语气十分诚恳到 自古以来从未有神明下凡 月神娘娘突然凌世 让我等心中惶恐 可是有什么事情 不知神兽大人可否告之一二 我等虽渺小立威 但若是月神娘娘需要 也愿清尽全力 第39章 一世凡人 何眼看了眼许清燕 没有说话 其实他心中对于月神下凡 也挺好奇的 虽说月神之前的意思 是来人间游玩 但他心中 还是有那么丁点怀疑与不幸 当然 最主要的是 根据刚刚神兽所说 神明一般都不在意凡人死活 可月神为何不同 月神离群所居 不喜跟别的神明打交道 经常没事就 喜欢从天上看看人间 时日久了 就想来凡间瞧瞧 许清燕汉兽 原来如此 不知月神娘娘 有何忌讳之处 我等也好注意 系统继续按照西月的话 给他补上人设和缺陋 也没什么 就是月神不喜杀戮 因为曾经跟别的神明赌约 下凡做过一世凡人 所以与别的神明比会 稍微在乎凡人生死 但有时脾气不大好 你们最好不要招惹他 原来月神下凡 做过一世凡人 在场的几人 瞬间就懂了 为何刚刚神兽说 神明不在乎凡人生死 月神看起来却在乎 甚至还下凡游玩 因为做过人 所以能够与凡人感同身受 将凡人性命放在眼里 也因为来过人间 看过人间繁华 所以回到天上后 才会再次下凡 心中的疑惑散去 在场几人心中 各自有了思量 何欲忍不住 小声问道 神兽大人 月神娘娘下 凡做凡人那一世 是什么身份 其实他最想知道的是 那一世月神娘娘 有没有嫁人 嫁的是什么人 是不是代表着 月神娘娘 其实也会对人动心 不知道月神娘娘 喜欢什么样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月神那是跟神打赌 所以做了一世凡人 具体投胎 转世成什么人 都是秘密的 其实是西月兰的边 所以让系统这样回的 多编多错嘛 何欲有些失望 那神兽大人 可知月神娘娘 打算在凡间游玩多久 许清燕试探地开口 何言与何欲 瞬间精神起来 仔细听着 想到001的宿主 那几千年时间 自家宿主信仰值 积累得比001宿主快多了 应该只需要几百年吧 系统不确定地想着 口中道 这个要看月神心情 可能待上一段时间就离开 也可能待上了几十年 不过 几十上百年 对于神明来说 都是弹指一挥尖把了 几人沉默 几十年几乎 就事凡人的一生 几百年 更是一个家族几辈人的一生 可对于神明来说 却不过只是一瞬间 系统 从和掩手中飞起来 朝着几人道 我要回去了 改天找你们玩 夕月看着面前 站着的贺连耀 已经猜到了 这位秦王过来的原因 祭祀 事实的确如此 贺连耀从许清燕那里 听了神兽的那些话 心中便有了计较 因此亲自过来拜见月神 月神娘娘不喜祭祀 她开口 哪怕心中已经知道答案 但此时 还是郑重地问了这么一句 夕月乐于配合她 淡淡道 脏 贺连耀朝着她行了一礼 与其认真 有月神娘娘这句话 大庸从此再无人计 夕月微微汗手 目送她离去 心中却想的是 别的几个国家 希望神明不喜 用活人性命 祭祀这件事传出去后 别的国家百姓听闻后 会取消这一习俗 但夕月知道 完全断绝 只凭月神不喜这件事做不到 月神不喜 与百姓们祭祀的神明 有何关系 百姓们没见过月神 也不信奉月神 可能并不会将这当回事 祭祀流传至今 不知有多少人参加过 特别是如同 这次临安俊一般世世代代 都举办祭祀的 估计更是多不胜数 临安俊因为他的出现 应当再也不会做祭祀这种事 但别的地方呢 接下来若是不出意外 他会在大庸待下去 大庸上下若 是开始信奉月神 再加上皇室这边严令禁止 祭祀之风可能会停止 别的地方可不会 除非不管哪里举办祭祀 都会受到惩罚 人们才会惧怕 并真正断了祭祀 他看了看自己的信仰值 也不够将领域扩大到整个世界 有什么办法 能够知道哪些地方有祭祀呢 将飞回来的系统捉住 笑眯眯地道 乖乖 你能查到这个世界 哪里还有祭祀吗 系统瞪大眼睛 快速摇头 这我查不到 如果这是网络时代 我还可以通过 监控各地网络发现 但这个时代 我可做不到 盯着全世界 这么大的范围 祭悦放过了他 事先在技能里翻看着 却没有发现 什么有用的 神明之眼 虽然能看到任何 想看到的地方 但关键他也不知 哪里有祭祀 世界这么大 不可能用神明之眼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慢慢地搜寻 这个问题 他一直思考到晚上 直到看见 高悬天空的明月 忽然有了主意 这一日林安峻 发生了如此大事 自然没几个人能睡着的 特别是 那将近上万人 全都待在原地 怎么也走不出去 看得围观之人 一个个嘖嘖称奇 许清燕则是盲成了狗 他调查历年来 参与祭祀的所有人 哪些是首恶 哪些是次恶 哪些是助纣为虐 也幸好这么多人 都被月神娘娘施法 离不开原地 否则仅靠殿下 这次带来的几百人 以及郡首府的那么一点人 还真没办法 将这些人看住 府衙大牢 也没地儿关这么多人 很容易在罪名 还没查出来之前 这些人就已经跑了大半 何妍也特意找人 到处散播消息 将此次祭祀出现的神明 乃月神之事 四处传播 且特意点名月神 以及天上的神明们 都厌恶祭祀之事 不需要特意说明 人们在听到月神之后 自己就联想到了 前段十日天降异象之事 如今想来 定然就是月神下凡了 到了晚上 林安郡忽然来了上万兵马 是秦王区附近的 驻军那里调来的 手握大拥兵马大权 秦王拥有 可以调遣各地驻军的权利 这也是皇帝 不敢在他面前 大声说话的原因 许清燕这边 也查得差不多了 见秦王带着兵马到来 忍不住松了口气 立即禀报道 殿下 被月神娘娘 困在河边的那些人 没有一个 是无辜的 除了32名 守恶案律法 需要斩首 114名次 恶须抄家流放外 其余者 皆要杖刑罚营 第40章 施以杖刑 其实圣语者 有些只需要罚营 但到底都助纣为虐过 这些年来 林安郡 就是因为有他们 有些被选中祭祀的 少女一家人 才逃不出去 甚至还如这次 阻拦徐梅父母一般 将那些想救女儿的父母 给拦住 让他们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女儿 葬身和底 都有恶 暗律须罚营 但许清燕 稍稍添了几项罪名 都别想逃了帐行 罚营固然 能让那些为恶百姓 大出血 可哪里 又能跟那些 失去性命的少女 以及失去女儿的父母相比 还是都打一顿的好 贺怜要哪里不明白 这其中的弯弯绕绕 以及许清燕的心思 但她并没有点名 因为她也有这个心思 否则就不会从附近的 驻军中调 来两万兵马 为的就是好 对这上万人 施以杖刑 以及看住他们 当晚 不论是守恶 还是刺恶 以及助纣为虐者 皆被当场 按在地上一批匹施 以杖刑 之所以一批匹来 除了全部一起 两万兵马 可能置不住外 还有便是板子不够 一百人一批刺 皆有两名士兵按着 一名施以杖刑 除了有些年纪大的老人 只给五个板子外 其余者女性十个板子 男性二十板子 别看数量少 那一板子下来 就能要人皮开肉绽 正常十个板子下来 就能让人半个月 躺在床上起步来 因此对于年纪大的 五个板子都算多的 怕五个便要了他们的命 打十士兵 还特意收了一部分力气 就算如此 五个板子下来 一个个痛得 连哀嚎声都发不出来 剩下还没轮到的人 看到这一幕 听着那沉重的板子声 一个个面色惊恐 试图想要逃出这里 却很快被士兵 用兵器拦住 本来因为白日里 祭祀发生的事 赶来这里的百姓 就已经多不胜数了 此时 近万人要被施以葬行 哪怕是大晚上 河岸两边 也是人山人海 还有忙完了 一天活祭 正在往这里赶的人 许清燕现场 时不时警惕地 看着周围那些围观的百姓 因为要废除祭祀 想要让百姓们 看看参与祭祀的下场 所以并没有赶人 主要也是人太多 根本赶不了 但他可没忘了 这林安俊 是李氏宗族的天下 几乎大部分 都是理性之人 所以一直注意着 在场围观的那些百姓 哪怕这些参与祭祀的人 是被神明亲自出面处罚过 但这近万人的亲属 难保不会个别人 什么都不在乎 冲过来想要救人 不止许清燕 想到了这一点 西悦也想到了 所以此时 正趴在云层上 注意着下方的动静 此时下方 已经打到了第十三批人 惨叫声不绝于耳 这次人群最开始还指指点点 相互低声嘀咕 到了现在 已经没人敢吭声了 那一个个打完满背血的人 一排排地躺在地上 一千多人 看起来格外整整齐齐 给人带来的视觉冲击 也是极大的 还有那些 正在被杖刑的人的惨叫声 在一旁不停响起 以及即将被轮到杖刑的 那些人的惊恐哭泣声 板子打下去的沉闷声 兵士身上 盔甲在月光下 发出的冰冷光亮 都让在场的所有人沉默起来 且从心中 生起了一股恐惧 平日里都是普通老百姓 牙役都没见过几次 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原来祭祀 是漠视人命违反律法 且被神明厌恶的吗 此时人群中 有一群人秀中 别着棍棒 慢吞吞地朝着前方几句 周围还有人时不时地 给他们打着掩护 这些都是李氏宗族的人 在临安郡横行霸道久了 向来连郡守都不放在眼里 今天因为有事没来参加祭祀 等听到消息赶来时 就发现宗族里大部分的人 都被按在地上打板子 他们也听说了有神明显灵之事 只是没有亲眼所见 都觉得是官府那边的人 在装神弄鬼 私下里一商量 决定来救人 并给官府的这些人 一点颜色看看 他们自然是打不过这些士兵的 但临安郡 是李氏宗族的天下 只要他们带头冲出去 剩下的族人 还能袖手旁观 到时候 几乎整个临安郡的人 一拥而上 人数跟这些士兵差不多 难不成 还不能打成平手 只是这些人 完全没有考虑到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临安郡近三万人口 有一万左右 是外星人 并不一定会帮助他们 而剩下的两万理性 如今可是有一半 都被镇压着 有的还已经获释 正在被打板子 只剩下最后一万左右 几乎都看到了这些人 在河水里苦苦挣扎 最后在岸边 又死活没办法离开的画面 心中都对神明深信不疑 一个个压根没打算反抗 甚至还有人 暗戳戳地准备情况 稍有不对 就举家搬离林安郡的想法 毕竟经此一遭 谁知道李氏 接下来在林安郡会如何 要是留下来 被人人喊打 且遭神明咽弃 那日子可想而知 一群人慢慢靠近那些 将四周围起来的士兵面前 袖中的棍棒 已经露出了一个头 上空的西月 早就注意到了他们 只不过在等他们动手 只要他们一动手 就都别想好过 一群人相互对视一眼 另一只手一把 抓出袖中的棍棒 刚举起来大喝一声 还不等跨出一步 就齐齐飞了起来 看着原本在自己面前的 一群人此时 一个个都在自己的脚下 一群人都有点猛 没能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下一秒 身在半空中的他们 一个个都被一股大力 给直接拍向了一个方向 正在围观打板子的上万人 有的听见了这群人的大喝 有的距离远没听见 但都目睹了几十个人 突然从人群中 飞到半空 紧接着全都朝着一旁的 大喝里落去 众人 许清燕快步走过来 当看到地上掉落下来的 那些棍棒后 忍不住冷笑一声 还真有不怕死的 当即朝着天空行礼 朗声道 多谢月神娘娘出手 惩治这些歹徒 是的 许清燕 直接给这群人安了歹徒的罪名 周围本还不明 所以的百姓 听到这话 立即反应过来 一个个朝着 天空四处张望着 第41章 危险想法 只不过天空之上 除了明月和星子 以及偶尔曼悠悠飘过的 几大团白云 什么都没有 而被丢进河里的一群人 则是开始重复 白天那些人的下场 许清燕直接让人 将地上的这些棍棒捡起来 等到这些人 什么时候从河里出来 什么时候就给他们用上 这场帐行 一直打到后半夜才结束 刚结束 在河里抛了几个时辰的人 也都被丢了出来 一群人正冷地瑟瑟发抖 下一秒就看见一群士兵 手拿棍棒 朝着自己走了过来 很快 一群人被安在地上棍棒加身 每人打了30棍 看着差不多了 许清燕才叫人停手 一群人已经 态软在地上动弹不得 因为都是年轻人 身体好 所以 打了这么多棍 都还没有昏过去 一个个痛得直嚎叫 许清燕直接让士兵 将这群人和那些 被判为守恶与刺恶的人 全都带走 衙门的大牢 在等待着他们 西月看下方 差不多已经解决 这才准备做自己打算的事 他抬头看着高空上的明月 身影往上不断飞去 直到地面上的一切 都变得模糊看不清 确认不会被人瞧见后 才停了下来 此时高空之上 除了他 就只有周围的白云 以及头顶的明月和星子 他微微闭眸 动用技能星月相随 这一刻 明月与星星的光 变得更加明亮 并毫不吝啬地洒向大地 察觉到他在做什么 系统目瞪口呆 这 不可能成功吧 他有些不确定的开口 毕竟从未听说过 星月相随的技能 可以这么用 但仔细想想 自家宿主 是第一个拥有着技能的人 以往觉得不可能这么用 也不过是从没有人试过罢了 系统内部高速计算着 这种做法的可行性 最后发现 成功率似乎还挺大的 一个时辰后 星月睁开眼睛 伸手揉了揉脑袋 缓缓吐出一口气 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 月光和星光 可以洒向整个世界 只要不是处于 被东西遮挡的地方 所有的一切 都会暴露在月光和星光之下 动用技能星月相随 不只可以控制 这个世界的月亮和星辰 甚至还可以变成它们 而月光与星光 就是它投向人间的眼睛 再加上神明之眼的加持 世间任何地方 都逃不过它的眼睛 不过这种能力 也只能在夜晚使用 白天是太阳的天下 似乎月亮白天也是在的 就是太阳光过于强烈 让人看不见 也不知道 这个世界 能不能以现代的角度来看待 若是不能的话 不知道可不可以操控 月亮和星星 一起将太阳的光芒比下去 毕竟在这个世界 没人规定 月亮和太阳 必须同时挂在天上 也没人规定 月亮不能散发 比太阳还强的光芒 虽然它也不知道 散发比太阳还强烈的光芒 月亮会变成什么样 但是 月亮是通过太阳散发光芒 好像没办法 比太阳还强烈 宿主 快停止你危险的想法吧 系统头皮发麻 夕月反应过来 自己刚刚竟是 将心中的想法 给嘀咕了出来 难道不可行 不能让太阳给月亮让道 它挑眉 月亮和星星 都能被控制了 这个世界 就注定不能以 现代的角度来看待 所以 不同时挂天上怎么了 白天让太阳跟晚上一样 给月亮让道 也不是不可行 系统飞到它面前 伸手指了指天上 虽然技能星月相随 可以让你控制星月 但这个世界 太阳和月亮运转的规律 还是与你们那个世界一样的 一旦 你强行将月亮 从原本的轨道拉过来 跟太阳肩并肩 并把太阳给搞下去 哪怕只是一会会 这个世界怕事都要乱套 光照 磁场 潮汐 系统快速将一切 可能发生的后果 统统说了出来 文言 系月没有意外 本来她就只是想想而已 目前看来 根本没办法这样操作 但不知道能不能来场 刘星宇 砸死敌人的这种做法 刘星宇是怎么形成来着 嗯 好像是彗星分裂出的碎片 进入大气层后 在高速运动中 摩擦燃烧产生的 她开始若有所思 系统见她这副模样 忍不住心惊胆战道 宿主 你在想什么呢 总觉得又在想什么 可怕的事情 系月脸上扬起一抹笑 一把将系统 捉住搂进怀里 没什么 我们该回去了 回到客栈 时间也不早了 系月没有睡觉的想法 也不想装出神明的样子 身边跟着一堆人到处逛 干脆动用之前兑换 但一直没用过的技能 千变万化 身上白皙的肤色 瞬间暗了一个度 虽还是白 但却没办法跟之前相比 五官也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与貌若天仙不搭边 只能称得上是小家碧玉 身上的衣裳也换了一套 变成了普通布料的衣裙 是街上百姓都穿的那种料子 就能兑换到 他手中拿着 之前在黑风寨库房中 偷摸拿出来的一些铜板 空间中还放有几块金子和银子 一路上 和眼什么都给处理好 好东西 也都往他住的房间里送 但就是没有银钱 大概没人觉得 神明会需要银钱 毕竟他出门如果需要什么 都有和眼掏钱副掌 在房间里等了一会 直到天边泛起雨堵白 外面的街道上 开始有行人后 夕月身影消失在了房间中 昨夜几乎整个临安郡的人都没入睡 都在和两岸围观上万人被打板子 但这并不影响街上的那些小摊贩们 早起摆摊 恰逢许多人这时候 刚从河岸那里走回来 往日里这个时间还清冷的街道 此时竟非常热闹 看了一晚上的帐行 回来的众人全都心有余悸 突然闻到道路两边传来的各种食物香味 才发现早已鸡肠碌碌 一时之间 街道两边的小摊位置都坐满了人 甚至有的见没了位置 干脆买了些带走吃 摊主们忙得脚步停歇 却笑眯了眼 西月买了两个肉包子 一边走一边吃 通过一路上的观察发现 林安俊虽然不如春城繁华 但经济方面看起来还不错 具体就是 街道上走的行人 没有几个面黄鸡兽的 甚至大多数都舍得 拿出几个铜板买包子 或者面食吃 一路上边走边吃 这具身体的原因 吃再多也不会觉得有饱腹感 逛了大半个时辰 突然察觉到身后有人跟着 他不由想起 在春城时偷摸跟着的那个彩花大盗 难不成这林安俊也有 他不动声色 甚至还故意走进了一条巷子 巷子走了一半 跟着的人立即就跳了出来 堵在了他面前 是两个中年男子 两人上下打亮了他一眼 眼神中透露出满意 直接拿出了背在身后的麻袋 第四十二章 未尝一败 看着那口麻袋 西月脑海里浮现出了 人贩子这几个字 这个时代卢走一个女子 目的可想而知 就是不知道 这两人是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是单独作案 还是与其他人团伙作案 两人朝他逼近 他没有惊慌 神色平静地看着两人 这时 身后又有脚步声接近 西月本以为是这两人同伙 通过领域一看 是个一身白衣 看起来玉树临风的大侠 为什么说是大侠 因为对方的手里握着一把长剑 气势很像现代电视剧里的那种大侠 面前的两人已经将麻袋举了起来 正准备往他头上套 下一秒 一道正气凛然的声音 从西月身后响起 住手 西月饶有兴致地看过去 对方已经快步走了过来 伸手将他拉到身后护了起来 拉他时 还特意只拽了衣袖 没有碰到 他一丁点肌肤 看起来是个正人君子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那种大侠 光天化日之下 竟强强名女 还有没有王法了 大侠怒吓一声 西月 好耳熟的台词 两名中年男子相互对视了一眼 目光有些忌惮地 落在他手中的长剑上 随后从妖后抽出了一把匕首 小子 我劝你最好别多管闲事 小心走不出这林安俊 一人威胁道 大侠不羡 我等习武之人 为的就是除强服弱 你们速速离去 否则别怪我手中的剑不客气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见他信心满满 完全不将自己两人当回事的模样 怎么看 都像是话本子里说的那种大侠 当即放下狠话 臭小子 有本事 你待在这里别走 我们这就叫人来收拾你 大侠 随时恭候 西月有些可惜 本来还以为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武林高手 动起手来是什么样的呢 两人有些可惜的 朝着西月看了一眼 大侠见此 立即握着剑上前一步 以示警告 却不想一脚踩到地上的石子 整个人身子倾斜 扑通一下摔倒在地 手中的长剑也随之摔了出去 刚好摔在了两个中年男人面前 西月 大侠也会被石子给绊倒吗 两名中年男人愣住 反应过来后 快速将地上的长剑捡起来 随后宁笑道 臭小子 还以为你是什么高手呢 没想到就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呀 大侠从地上爬起来 十分淡定地拍了拍衣裳上的灰尘 脸上没有丝毫的尴尬 他扭头朝着身后的西月安慰道 姑娘放心 在下闯荡江湖以来 未尝一拜 哪怕无剑再手 也能轻易解决这俩萧小之辈 说完面无表情地看着俩中年男人 伸手道 剑还我 两人对视一眼 一手拿着匕首 一手握成拳 朝着大侠冲了过去 对方能被石子绊斗 如今手中还没了剑 再看那瘦弱的身板 指不定是个直老虎 事事又何妨 大不了打不过立即跑路就是了 片刻后 惨叫声响起 西月不忍直视 大侠抬头看了两名中年男人一眼 表情军烈 不可能 他可是江湖上有名的武林高手 挑战了许多武林中人 从未败过 怎么可能败在两个普通大汉手里 难不成面前这两人 其实是什么隐藏的 比他还厉害的高手 两人哈哈大笑 其中一人忍不住朝地上呸了一口 拿着手中的长剑 戳了戳大侠那张鼻青脸肿的脸 我还真以为是什么厉害人物呢 没想到就是个直老虎 一戳就倒哈哈 大侠愤怒 你们是不是给我下毒了 否则怎么解释 他居然打不过这两人 而这两人看起来 也就是个普通人的样子 两人对视一眼 觉得眼前这个小子 可能脑袋有问题 还下毒 真够搞笑的 他们要是会毒 还会在这里 伴这种掳人的活戒 两人不想跟他废话 拿起麻袋 就准备朝西月走去 见此 大侠立马抱住两人 一人一条腿 朝着西月道 姑娘快跑 这里有我来拖住他们 西月很想问他 真的能拖住这两个人吗 还有江湖上的大侠 是不是都这么惨 两人低头看着大侠 其中一人举起手中的匕首 就要捅下 另一人忽然抬手阻止 低声道 这小子长得还不错 或许也能卖点价钱 两个人盯着他 打量了 不过两个呼吸左右 原本准备去套西月的麻袋 立即套在了大侠的身上 套完之后 见人在麻袋里不停挣扎 直接一手刀下去 麻袋瞬间没了动静 解决完这个 两人立即朝着西月走过来 心中也有些诧异他 居然没有 趁刚刚那一小会功夫逃跑 随后想到 可能是被吓傻了 连跑都忘了跑 这才呆呆地站在这里 这种情况 他们以往又不是没有见过 两人当即朝着西月走过去 西月开口道 你们经常掳女子 都卖去哪 回答我 文言 两人想笑 都到了这关头 居然还问他们这种问题 难不成以为 他们会回答吗 下一秒 嘴巴就开始不受控制起来 只要有姿色不错的女子 落单的时候 一般都会被我们盯上 之后关在一处宅院里 然后观察接下来几天 有没有人家寻找姑娘 若是大户人家 就运送出去卖往别的地方 若是普通人家 就直接卖到附近的青楼厨馆 说完 两人神色 惊恐地捂住嘴 西月沉默 再一次见识到了 古时候 女子命如草剑 命运坎坷 遇到什么事 被牺牲的是他们 一辈子暗于家宅 居于男子之下的是他们 被坏人盯上的 也永远是他们 目光落在 倒在地上的麻袋上 在想起之前 被掳到黑风寨的许清燕 西月决定收回自己 刚刚最后一句话 男子也是有可能 被坏人盯上的 那些青楼厨馆 也都知道 姑娘是被你们掳来的 他开口 两人道 自然知道 甚至卖到那里的姑娘 不听话 被他们打死的 都不在少数 要不然 我们的生意 也不可能长久 官府不管 西月谋色微了 第43章 武学天才 那些被拐姑娘的家人 肯定会有去报案的 官府不可能不知道 那些大户人家 寻到女儿 要么当作再也没这个女儿 要么偷摸 将人熟身一根白铃吊死 哪里敢声张出去 叫人知道 更别提报官了 实在舍不得女儿死的 就送去青登古佛一辈子 普通人家 许多还没报官 就被那些青楼厨馆给解决了 就算报官 官府也没办法 林安俊只是郡守在管 可那些青楼厨馆背后 据说是有朝廷大员 坐靠山的 西月是听明白了 背后有靠山 郡守不敢管 也不想管 从这次和神献祭 就能看出来 那位郡守是个 不敢随意招惹人的 也没有勇气 为了治下百姓 与别的势力争斗 说他不作为 可林安俊百姓 看起来丰衣足使 说他有作为 但百姓受到残害 他却没勇气 站出来保护百姓 对此西月不想 多做评价 但那些青楼厨馆 他却很想去看一看 给解决掉 否则 日后不知道 还会祸害多少女子 嗯 还有男子 合眼敲了一会门 没见里面有声音 也没见房门打开 心中疑惑 又开口唤了一声 月神娘娘 月神出去了 旁边有声音响起 随后一道身影 飞到他面前 盯着他手中 端着的食物看 系统有些不大明白 宿主现在 这具身体 明明不用吃饭 可为什么对食物 还那么执着 真有那么好吃 可惜他没有人类的味觉 品尝不到 合眼愣住 下意识到 神兽大人 月神娘娘去哪了 对于这个称呼 系统是越听越满意 回答的也很有耐心 月神出去 四处走走 他不想有人跟着 合眼动了动唇 很想问是不是月神娘娘 嫌弃他们烦了 所以才不想他们跟着 但到底没有开口问出来 而是朝着系统道 神兽大人 要尝尝吗 他看着端着的食物 系统摇头 我只喝穷江玉露 不吃这些 不明白月神 为什么对凡人的食物 那么感兴趣 合眼心想 可能是月神娘娘 曾经做过一世凡人 品尝过人间美食的原因吧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月神娘娘 独自出去行走 身上没有赢钱怎么办 忍不住有些懊恼 之前一直没想起来 这件事 主要也是没想到 月神娘娘会自己出去 神兽大人 您可知月神娘娘 去了何处 说完怕对方误会 自己打听 神明踪迹补充道 在凡间行走 身上得有赢钱 某担心 娘娘独自出去 可能会有所不便 系统很想说 你想多了 宿主手里 可是有赢钱的呢 然而面上却道 月神踪迹 我也不清楚 我劝你们别去找 月神变换了容貌 你们找不到的 合眼威愣 立即明白了过来 月神娘娘 是真的不想身边 有人跟着 也不想引起旁人的注意 一处宅院中 大侠悠悠转醒 只觉得脸疼脖子疼 记忆开始复苏 回想起之前 发生了什么 他猛地瞪大眼睛 他居然被两个 普通男子打败了 怎么可能 四下里看了眼 发现自己 是在一间屋子里 房间有些简陋 自己如今 正躺在一张床上 他坐起身 准备下床 房门在此时 被人打开 见到夕月 他眼睛一亮 姑娘 你没事吧 看来 他行侠仗义 果然没错 这不就救了一个姑娘 可是不对啊 他又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当时 被那两人套了麻袋 已经落入了他们手里 就算这姑娘跑掉了 可是自己怎么被救的 难不成这姑娘 事后找人 过来救了自己 夕月摇头 我没事 倒是你 伤得有点严重 脸都快肿成猪头了 他没有给他治疗伤口 因为暂时还不想暴露身份 他这么一说 大侠只觉得 脸上的疼痛感 更强烈了 我等武林人士 受点伤很正常 姑娘不必担心 说完他又道 再下冷消滑 不知这是何处 夕月 所有被拐的女子 和男子 都被安置在这里 闻言 冷消滑一惊 莫非姑娘 你没掏出去 夕月回想了一下 当时他抱住 那两人的腿 到两人 把他打晕装进麻袋 又冲过来他面前 全程也就三十多秒 他若真只是个 普通姑娘 估计根本就跑不了多远 不等夕月回答 冷消滑 就低头自责道 怪我 没有将他们 多拖住一会 夕月正准备夸他 毕竟人虽然没拖住 但真的勇气可加呀 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 都是有多远走多远 根本不会来 多管闲事的 也不知道那两人 对我做了什么 我居然打不过他们 他忽然狠狠地 捶了一下床 随后痛呼一声 不停甩动着手 夕月 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本来就打不过他们 你是江湖人 夕月对于江湖 还挺好奇的 毕竟小时候 就是看各种武侠剧长大的 现代人有几个对江湖 以及轻弓这些 不感兴趣的 冷消滑不好意思道 在夏多宝山庄少庄主 此次也是第一次 正式闯荡江湖 没有太多经验 因此遭了那两人的暗算 夕月看着他 很想告诉他 那两人并没有暗算他 你武功很好吗 他好奇 说起这个 冷消滑满脸自豪 我年幼时 少林寺的方丈 亲口说 我是绝世武学天才 可惜方丈 没多久就闭关了 我几次想去拜见方丈 都没见到人 不过那少林寺修建的 可真豪华气派 之后我勤学武艺 武功大成后 更是不断挑战那些 江湖上有名的高手 皆是无疑败戒 他说的骄傲 夕月却总觉得怪怪的 哪里不对 那你这次出来闯荡 你家人知道吗 他觉得他家人 肯定不知道 冷消滑皱眉 父亲总是不放心 不同意我出来闯荡 但我习了多年武功 若不出来 出墙扶弱一番 岂不是对不起我 多年来习武的辛苦 懂了 就是偷跑出来的 姑娘你放心 我定会救你出去的 冷消滑拍着胸脯打包票 却用力了些 忍不住咳嗽了起来 第44章 洗心革面 咳嗽的撕心裂肺 看的人不禁担心 会不会把五脏六腑咳出来 夕月动了动手指 给他丢过去一点治疗 缓解他的咳嗽 冷消滑慢慢直起腰 朝着他不好意思地道 我自小身子不大好 总是吃药 可能这就是天度阴才吧 洗月 身子不好 还能练武吗 他忍不住开始怀疑起他的武功来 他伸手摸了摸身上盖着的被子 忍不住疑惑道 没想到 他们居然还有点良心 并没有虐待被拐来的人 居然还有床和被子 说到这里 想到刚刚洗月从外面推门进来 又补充了一句 还出入自由 神特么出入自由 洗月道 公子你牺牲自己 也要让我逃跑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感动了他们 让他们意识到 自己这些年来干的事情 有多么的丧尽天良 跟你对比 简直诸狗不如 因此当场幡然醒悟 决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谁都不信的话 落在冷消滑的耳朵里 却是让他精神一震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姑娘你说的是真的 他们真的因为我 决定重新做人 洗月微笑汗手 冷消滑忍不住感慨 原来这世上真有不靠武力 也能让人臣服的事 他说着 眼睛越发亮了起来 我之前总觉得什么事情 都不能依靠武力来解决 后来发现 不依靠武力 别人根本不会 听你认真说话 没想到今天 居然让我碰到了 洗月 总觉得事情 在往什么奇奇怪怪的方向发展 她忽然从床上起身 站在洗月面前 朝着她认真道 姑娘 谢谢你 谢她什么 洗月有点猛 有点跟不上她的脑回落 冷消滑从怀中摸出一块玉佩 递给洗月 这是我们多宝山庄的信物 姑娘你以后 若是遇到什么困难 可拿此物 来多宝山庄寻我 也可以在多宝山庄名下的 任意一家 银庄兑换一千两银票 真是她跌得好大 如此败家 不必了 她想把玉佩推回去 冷消滑 却一脸严肃地拒绝 义正词言道 姑娘你给我的人生 重新指明了方向 这玉佩 你该收着 沉默片刻 洗月语气有些复杂道 指明方向 冷消滑点头 感慨道 我以往武力服人 可别人都是面服心不服 没想到 如今挨了一顿打 居然就能让两个恶人回头试案 洗月大概明白了 她想要做什么 以后 我就专挑这种作恶之人 用言行举止打动他们 只要能让他们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哪怕把我打得半死 都无所谓 若是把你打死了呢 她语气悠悠地开口 冷消滑摇头 我又不傻 真感觉 他们要打死我 我自然会还手 不 你是真的傻 就没怀疑自己的武功 可能有问题吗 她换了个问法 若是最后发现 打不过呢 岂不是真的要被打死 所以少年 清醒点吧 冷消滑 被这个问题愣了下 随即下意识摇头 不可能 如今江湖中 除了那些 不出山的老前辈 没有几个 是我的对手 而那些作恶之人 也都只是普通人罢了 说完想到这次 她就是被两个普通人 给打倒的 以为夕月 是因此不信她 敢忙解释道 这次应该是 那两人给我下毒了 否则我不可能 不是他们的对手 说完她了口气 难怪我爹 一直跟我说 人心险恶 不让我出来闯荡 没想到 居然是真的 咱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爹知道 你武功不行 怕你出门 被人打死 所以才一直不让你出来的 她不说话 决定让她自己 认识到这个事实 本来她不会多管闲事的 可谁让这人还不错 虽说天真了些 笨了些 可人品 还是没话说的 不让她意识到 自己可能真的 武功不太行这个问题 真怕哪天 会被人打死在街头 他们现在已经洗心革面了 不如让他们过来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个歉 她开口建议 冷笑话想了想 大度地表示 算了 既然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 哎 姑娘 你做什么 西月没搭理她 直接将房门打开 朝外面色索在角落里的两个人道 进来 两人浑身哆嗦了一下 还是乖乖地走了过来 自从发现 不论西月问他们什么 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 吐出真话 他让他们做什么 他们就会身体 不受控制地去做 再看西月的那张脸 就让他们不由从脚底 生起一股寒意 联想到昨天祭祀之时 月神降临的事情 此时忍不住怀疑 自己是不是遇见了金怪 毕竟神明都出现了 金怪这种东西出现 似乎也不足为奇了 至于月神 两人压根就没往这方面去想 昨天祭祀现场 两人也去凑了热闹 见到了那月神 貌若天仙都不足以形容 跟眼前这女子容貌天差地别 一个不是凡间能够拥有的容貌 一个是凡间偶尔也能看到的小美人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见那两人跟在西月身后走进来 一点不见之前 在巷子里的凶神恶煞 冷消滑不由欣慰 看来这位姑娘说的果真没错 这两人真的喜心革面了 冷消滑一脸欣慰的样子 让西月头大 扭头朝着两人道 还不快将你们昨天 怎么给这位公子下毒的事情 一一道来 听到她的声音 两人下意识地抖了下身子 等反应过来 她说了什么后 满脸猛逼 下毒 什么下毒 算了 他们能回头试案就行 快把解药给我吧 冷消滑朝着两人伸手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疑惑问道 你给她下毒了 见两人这反应 冷消滑皱眉 你们没下毒 不可能啊 她武功好像还没恢复 为了验证 她抬起手 用尽全力地 拍了一下身下的那张大床 换作以往 这张床的四分五裂 可是现在 她看着通红一片的掌心 痛得没忍住 飙出生理性的眼泪 第四十五章 秀花枕头 西月眼皮控制不住地抽了一下 再次朝着两人道 胆紧将解药拿出来 闻言 两人忍不住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道 什么解药 我们没下毒啊 冷消滑怀疑的目光 看向两人 抬手将眼泪擦掉 你们放心 只要你们将解药拿出来 我不会跟你们计较的 她语气尽量温和 两人只觉得自己 比痘鹅还晕 偷偷看了眼西月 不由哭倒 可我们真的没有下毒 也不知道什么解药 难不成 他们并没有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冷消滑皱眉 她在多宝山庄的时候 还好好的 自从偷溜出来后 一路平静 也只碰到了这两人 与他们发生了打斗 却很快被他们打败 接触的只有他们 结仇的也只有他们 她好好的武功突然没了 不是这两人 做的还能是谁 总不可能 是她从来都没有武功吧 这个想法瞬间被她掐灭 毕竟她可是打败了很多 武林高手 在山庄苦练武功的那些年 一掌就能拍断一棵树 一块石头 她怎么可能会没有武功 她又没有白日做梦的习惯 西月注意到她眼中的怀疑和不解 加了一把火 继续朝着两人道 不是你们下毒算解 你们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位公子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忍不住小声道 可是我们连权力都没用到 她就趴下了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冷消滑没忍住怒视两人 若不是你们下毒 我怎么可能会被你们打趴下 她可以容忍这两人打她 但容忍不了两人这样说她 她可是江湖上的新秀 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侠 两人身子一抖 倒不是怕了冷消滑 毕竟就是绣花枕头一个 他们怕的是西月 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山精野怪 她似乎挺在乎 这个绣花枕头的 会不会因为这个绣花枕头生气 而吃了他们 画本子里不都是这么说的吗 那些精怪会吃人的 两人痛哭流涕 似乎已经预料到了 接下来会如何被生吞入腹的画面 我们真没下毒啊 我们如果下毒 我们不得好死 我们平常接触的也就是萌汉药 毒药什么的根本见都没见过 更别提下毒了 两个大汉哭起来 看着很是可怜 一把鼻涕一把泪 活像是个兽气的小媳妇 这副模样 让冷消滑不禁怀疑自己 难道真的误会他们了 可他的武功又怎么解释呢 他开始仔细回忆出来 闯荡这段时日 接触的所有人 最后发现 都是普普通通的人 而且也都没有理由 给他下毒啊 他满脸不解 脑子快成了一团江湖 喜悦心中叹了口气 道 要不请个大夫来看看吧 大夫跟他说 身体并没有中毒这些 他应该会开始怀疑吧 两人很快请了 林安俊那几位 有名的老大夫 当一个个给冷消滑把脉 又各种望闻问切后 纷纷得出 同一个结论 除了先天体弱 容易生病外 其余的没什么大碍 冷消滑沉默 许久后 他目光落在那两人身上 被你们掳来的姑娘 你们都放了吗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又偷偷瞄了一眼喜悦 见他没什么反应 这才犹犹豫豫的道 这次就抓了你们两个 与其说抓的这两人 倒不如说他们两个反向 被喜悦一个人抓 冷消滑点头 也没有多想 未经人心险恶的他 心里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并没有注意到 两人口中的用词 这次只以为两人 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他目光看向西悦 开口道 姑娘 我送你回家吧 你迟迟未归 家里人一定担心 坏了 文言 西悦反问了一句 那公子呢 公子此次偷溜出来 想来家人 也一定担心坏了 冷消滑愣住 脑海中 不由想到父亲 病脚生出的白发 忍不住犹豫起来 父亲总把他当作 还没长大的孩子 甚至半夜还会来看他 有没有盖好被子 一直担心他出来 闯荡被人骗 所以总是各种阻止他出门 这次他留下一封信 离家出走 不知父亲看到后 会不会担忧地睡不着觉 心中忽然生出了愧疚 那我是不是应该回家一趟 他有些茫然地开口 不等西悦回话 他又摇头 不行不行 我一旦回家 就再也出不来了 这样的武力值 这样的身体 还有这样的侠义心肠 换他是他爹 也不放心这个儿子出门闯荡 随便一个人 就给个玉佩 一千两银票的 估计能被人骗的底裤 都不剩 可是我爹 不行我写封信回去 报个平安 说到这里 他眼睛一亮 似乎发现了解决方法 西悦没说话 却忽然神色一动 看着冷消滑道 如果你爹 已经找来了呢 他抬眸看着他 满脸的茫然 什么意思 如果你爹 已经来找你了 你会避而不见吗 他想了一下 随后摇了摇头 不会 毕竟他爹 不可能找来的 不过 话没说完 就见西悦 已经转身出了房间 他疑惑道 姑娘你去哪 回应他的 只有西悦消失的背影 街道上 一中年男子 手中拿着画像 四处朝人打听 脸上 满是焦急和忧虑 西悦来到他面前 挡住了他的去路 冷撕人也没太在意 而是下意识地 朝着西悦问道 姑娘 你见过这人吗 西悦汉手 见过 多谢姑娘 冷撕人下意识回道 台步继续往前走 走了没两步 突然反应过来 刚刚西悦说了什么 赶忙退回去 不确定得到 姑娘你刚刚说什么 虽然已经从相貌猜到面前 这人是冷消滑的爹 但他还是多嘴 问了一句 画像里 是你什么人 我儿子 冷撕人 想都不想地回答 西悦伸手 只向一个方向 他在前面那栋门口 有两棵桃花树的宅院里 冷撕人眼睛亮起来 甚至都没有去怀疑 西悦会不会是骗他的 台步就要往他刚刚手指的方向走 贵公子不会武功吧 他突然开口 第46章 新的梦想 冷撕人脚步一顿 扭头看向西悦 语气有些尖色道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在发现儿子说 闯荡偷溜出来的那一刻 冷撕人心中 就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自己儿子几斤 几两他还不清楚吗 有一颗行侠仗义的心 但除了灰金如土外 可能连一个十岁出头的孩童 都打不过 这次出门 指不定在哪路见不平 反被对方揍呢 要不是担心儿子死在外面 他也不至于亲自出门到处打听 山庄里的人 被他派出来大部分 还到处重金悬赏 自己儿子的下落 但每过一个时辰 他心中就越发焦急 他行侠仗义 被人打了 文言 冷撕人 只觉得满嘴苦涩 没想到 紧赶慢赶地出来寻人 还是没来得及 姑娘 不知我儿伤得可严重 他语气极切 主要是冷消滑 身子骨太弱 比一般正常人 都要弱上一些 这要是受了伤 不知要吃多大苦头呢 西月道 你自去看看吧 见他急匆匆地离去 想了想 西月还是道了一句 有时候欺骗孩子 让孩子开心 并不一定就是为他好 像冷消滑这种 有行侠仗义心肠的 欺骗他武功很高 很容易让他出事 冷撕人脚步一顿 没回头 多谢姑娘 冷消滑 正纳闷 西月突然离开市去啊 穿好衣服 准备起床出去走走 顺便送西月回家 房间大门突然被人推开 还以为是西月回来了 他正欲开口 忽然就听到了 十分耳熟的声音 而啊 他身子一正 抬头看向来人 冷撕人正要冲过去 将他搂进怀里 当看清那张脸后 止住了动作 他语气有些不确定道 华儿 冷消滑沉默片刻 转身重新坐回床上 掀起被子 将自己给蒙住 太丢人了 吵着闹着 要出来闯荡 为此还偷溜出门 却没想到 刚被人打了没多久 就被他爹给撞见了 这下爹 肯定立即带他回多宝山庄 不许他再出来了 可是他刚找到人生目标 怎么能回去呢 见到这熟悉的动作 冷撕人 确定了这就是自己的亲儿子 他缓步走上前 伸手拽了拽被子 与其温和 华儿 快让爹看看伤得如何 冷消滑将脑袋捂得更紧了 这么丢人 怎么能让爹看到 见此 冷撕人叹了口气 语气更加柔和 哄着道 华儿 上药了没有 若是刘八以后 当大侠 可就不好看了 听到这话 冷消滑犹豫了起来 他的脸 好像没有上药吧 有些不确定地想着 犹犹豫豫了片刻 还是松开了 拽着被子的手 冷撕人脸上露出笑容 儿子果然 一如既往的好哄 将被子掀开 近距离看到儿子那张 鼻青脸肿的脸后 冷撕人心疼得不行 快速从怀里 将早就准备好的 膏药拿出来 一点点替他涂着 早在出来寻人的时候 他就已经将 治疗伤势的药 给准备好 让山庄里 所有出来的人 都随身背上一份 果不其然 儿子没有让他失望 头溜出来 真的遭到了毒打 想到那位姑娘的话 冷撕人沉默 察觉到脸上的动作 停了下来 冷消滑不解地 抬头看过去 犹豫了片刻 还是道 爹 我好像中毒了 冷撕人瞬间回神 整个人一惊 满脸的紧张 中毒 怎么回事 看过大夫了吗 他说着就要拉冷消滑出去 冷消滑阻止了他的动作 爹 已经请过大夫了 大夫们看不出来 闻言 冷撕人皱眉 肯定是这里的大夫医术不行 爹带你回山庄 重金请天下大夫 他们多宝山庄 别的没有 就是钱多 还怕请不来好的大夫吗 他说着 就准备将冷消滑带回去 忽然想起了什么 目光上下打亮着冷消滑 不对啊 精神看起来还不错 哪里像中毒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自己中毒了 是何症状 冷消滑抿了抿唇 悄悄看了自家爹一眼 仔细观察他的神色 我的武功好像没了 连两个普通人都打不过 本来冷消滑对自己 并没有任何的怀疑 毕竟这么多年来 他的武功 自己也是青年所见的 打败的那些武林高手 也都是货真价实 可那两个大汉的话 以及那些 给自己诊断的大夫 心中还是起了 些许怀疑的种子 冷死人神色一僵 怎么都没有想到 儿子说的中毒 居然是这个 对上自家儿子 那双疑惑 且清澈愚蠢的毛子 他止不住地心虚起来 不知该如何跟儿子解释 儿子从小到大的梦想 就是当的大侠 除强扶弱 甚至为了这个梦想 每天不惜花上 一刻钟的休息时间 在那里勤学武艺 想到儿子 每次被师父肯定 武艺又精进 且打败那些武林高手时的喜悦 他忽然觉得 猴头有些干涩 总不能告诉我儿子 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吧 可是不说 让儿子一辈子 都被蒙在鼓里 似乎也挺不错的 只要儿子开心就好 肯定是你这段时间 在外面没有吃好喝好 影响了你的武功发挥 冷死人一脸严肃地 开口解释 将之前 希悦与他说的那几句话 完全抛之脑后 坐在外面院子里的希悦 听到这句话 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不知道当冷死人 得知自己儿子 新的人生目标时 还会不会这样 继续欺骗儿子 冷消滑 低头沉思片刻 觉得自己爹说的很有道理 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脸上露出笑容 朝着冷死人道 对了爹 我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 与梦想 外面的希悦 默默地从空间中 拿出茶点 光明正大的听着墙角 闻言 冷死人眼睛一亮 突然有种 想要流泪的冲动 儿子一直以来的 梦想就是当大侠 因为这个目标 他撒出了数不清的金银珠宝 各种找人配合儿子 但仍然 每天担心儿子哪天 偷溜出去被人打死 为此把他看得紧紧的 现在好了 儿子换了个梦想与目标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儿子会出事了 第47章 不能如此 他激动地忍不住眼含热泪 捧着儿子的手道 儿啊 快与爹说说 不管是什么艰难的梦想 只要不是习武当大侠 他都会努力 帮儿子实现的 爹你知道我这脸上的伤 是怎么来的吗 这一刻 冷肖华突然不觉得 脸上的伤丢人了 提到伤 冷四人冷静了片刻 随即咬牙切齿道 还没问你 是哪些混蛋 把你打成这样的 儿子自小被他捧在手心里 他自己都舍不得碰一下 现如今居然被人打 还打得如此严重 简直是可恶 冷肖华下意识地忽视他的话 继续道 我碰到两个人 他们正在拐卖姑娘 于是我出手相助 好的知道了 儿子是出手相助 被人打成这样的 他默默在心里 给那两个不知姓名的人 判了死刑 脸上满是心疼 他们人呢 冷肖华继续道 可是我居然没打过他们 反被他们打了一顿 还要把我也卖了 看着儿子这张脸 虽然鼻青脸肿 但并不影响其英俊相貌 嗯 那两个人眼光不错 不对 居然敢打他儿子的主意 实在是可恶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不会是已经被人买了 所以才养在这宅院里吧 毕竟哪有要被卖的人 还有房间床和被子这些 想到这里 冷丝人忍不住眼眶通红 他可怜的儿子 是不是已经惨遭毒手 没了清白 那他得赶紧准备准备 向人提亲才是 总不能毁了他儿子的清白 还不负责吧 是谁把你带到这里来的 他开口 想到了刚刚遇到的西月 不会是这位姑娘吧 嗯 长得挺好看的 就是跟他儿子比 稍微差了那么一丢丢 不过他是不会介意的 不过我怎么都没想到 就因为我的挨打 舍己救人的精神 居然感动了 那两个作恶多端之人 说到这里 冷消化眼睛发亮 冷丝人啊 你是不是压根就没听 你爹在说些什么 外面听着的西月此时 忍不住有些许心虚 怎么都没想到 随口说的几句话 会被冷消化当真 如今 只能寄希望于冷丝人 能够告诉他儿子真相 否则他不介意 今晚给冷消化编织一个梦境 他们决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冷消化道 冷丝人 他第一次听说 挨打就会让人洗心革面的 能做拐卖人 这种丧天良的买卖 那两人 定然不是心慈手软的良善之本 这种人不知道 打了多少人 怎么可能因为 打了他儿子 就幡然醒悟 总不能因为 看到他儿子特别好看 打了这样的一张脸后 心生愧疚 才回头是岸的吧 话本子编的 都没这么离奇 我觉得相比较一味的 以武力让别人暂时屈服 不如用舍己为人的挨打精神 让人洗心革面 来得更有意义 说到这里 冷消化语气十分坚定 冷私人呆住 冷私人傻了 冷私人怀疑自己的耳朵 出了问题 他语气不可置信道 所以你脸上的伤 不会就是为了感动别人 而心甘情愿 被打的吧 应该不能骂 他儿子有时是傻了点 笨了点 不太聪明了点 但不可能傻乎乎的 让别人打呀 好吧 还真有可能 痛苦的眼泪 忍不住从眼眶里奔涌而出 四十多岁的大男人 恨不能以头撞的 爹 你也是被我新的梦想 和目标给感动了吗 见他流泪 冷消化满脸期待得到 而啊 他背呼一声 你不能如此 会被人打死的呀 他不可能看住儿子一辈子 总会有机会 被他偷溜出家门 而他又抱着如此想法 想到指不定哪天看到的 就是儿子的尸体 冷私人决定 把那两个人给找出来 问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打了他儿子 就决定洗心革命 这样荒谬的事情 他压根就不信 爹 冷消化语气认真 我有武功 以后若人家真的下杀手 我会反抗的 冷私人猴头一梗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总不能直接说啊 只怕到时候 你根本就反抗不了 只能被人活活打死 他语重心长道 儿啊 我们换个梦想吧 要不你还是当大侠吧 起码当大侠 不会死得这么惨 闻言 冷消化不赞同的道 爹 当普通的大侠没意思 能够让穷凶极恶者 回头是岸的大侠 才是真正的大侠 那种只会打打杀杀的 叫莽夫 冷私人心口中了一箭 同时忍不住悲哭 穷凶极恶者 普通的人 都能把你打死啊我的儿 爹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怕我被人打死 冷消化开口 冷私人眼睛一亮 赶忙点头道 没错 爹担心的就是这个 冷消化叹了口气 与众心肠道 爹 我等习武之人 若是担心 这担心呢 还习武做什么 况且我的武功 你是知道的 那些上门挑战我 和被我挑战的 都是武林上 赫赫有名的大侠 可他们都败在了我的手里 这样的我 怎么可能被人轻易打死 他拍了拍 冷私人的肩膀 安慰道 儿子又不傻 真被打得坚持不住了 还手就是 大不了等 我伤好了之后 再让人继续打 冷私人瞪大眼睛 还要等伤好了 让人继续打 自己都舍不得打一下的儿子 以后要天天被这个 那个打得死去活来 他眼神猛地变得坚定 按住冷消华的肩膀道 儿啊 爹有件事 想要告诉你 他如此郑重的模样 让冷消华 也不禁正色起来 爹 你说 冷私人张了张嘴 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他怕儿子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爹 见他迟迟不说话 冷消华疑惑道 听到这声爹 冷私人深吸一口气 华 若是哪天 你突然没了武功 你能接受吗 没了武功 冷消华呆住 下意识想到自己 现在这情况 难不成 他这真的是中毒 且好不了了 看着冷私人担心的模样 他忽然笑了 安慰道 武功没了就没了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冷私人松了口气 反正少林四方丈说了 我是绝世武学天才 大不了重头再练便是 第48章 不打狂语 冷私人那口 还没松下去的气 又提了上来 忍不住瞪大眼睛 他嘴唇微微哆嗦 突然有种被石头砸了脚的感觉 想了片刻 他道 若不再是武学天才呢 冷消华摇头 不可能 当初方丈说了 我骨骼轻奇 注定的武学天才 说到这里 他突然狐疑地看了冷私人一眼 爹 你不对劲 冷私人心中一紧 随后闭上眼睛快速道 儿啊 其实有件事爹骗了你 冷消华摆了摆手 不用说了 爹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已经知道了 已经知道了 冷私人傻眼 不可置信道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看他之前的表现 也不像是早就知道的模样 本来之前我就有所怀疑了 爹你刚刚的奇怪表现 这怀疑就变成了肯定 文言 冷私人叹了口气 那你不怪爹吗 冷消华 爹你也是没办法 呜呜呜 儿子终于理解了他的苦心 冷私人眼中泛起泪花 忽然一把抱住冷消华 哽咽道 这些年是爹做的不对 爹在这里跟你道歉 爹不该联合那么多人欺骗你 冷消华茫然脸 欺骗我 想到儿子只猜到 自己武功是假的 应该还不知道 那些人都是被他买通的 甚至包括少林四方丈 反正儿子都已经知道 武功是假的 剩下的那些全都告诉他也无妨 其实那些挑战你 还有被你挑战的武林高手 都是爹须以重金 让他们故意输给你的 说出这句藏在心里已久的话 冷私人觉得 整个人轻松了不少 冷消华震惊脸 只可惜 冷私人此时看不见 花了重金 他喃喃道 将冷消华搂得更紧 冷私人与其抱歉 是爹一直看你想当大侠 却身体虚弱无法习武 就找了那些人骗你 爹知道错了 冷私人哽咽 爹应该告诉你实话 不该瞒你这么多年 可方丈告诉我 他不可置信 说到这里 冷私人更加愧疚 当初少林四所在的地狱 遭遇几百年难得一见的暴雨 少林四年久失休 被毁了大半 我就花重金 请了方丈出山 方丈也因此 破了出家人不打狂语这一戒 之后就一直待在少林四闭门不出 是我害了方丈啊 冷消化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任何话来 难怪少林四修建的那般豪华气派 竟是得了他爹的银钱 难怪他几次去少林四 方丈都不愿意见他 除了破解的缘故 估计就是怕见了他 不知该如何继续撒谎吧 可被我打碎的石头 还有一掌劈开的假衫呢 他心中人抱有一丝期望 他爹说的都是假的 故意骗他的 冷私人愧疚低头 石头是早就被打碎的 用东西给粘在了一起 外表刷了颜色 假衫也是如此 冷消化满脸呆滞 还是不敢相信 毕竟多年来 自己一直都是武林高手 突然有人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假的 而且 这个人还是一直都不希望 他出门闯荡的清点 爹 你说的都是骗我的吧 我怎么可能会没有武功呢 他神情有点呆滞 冷私人突然发现有些不对 猛地放开冷消化 当看清他脸上的神色后 冷私人猛地一个哆嗦 你不是已经知道自己没有 冷私人话到这里 突然反应过来道 你说 你知道了我瞒着你的事情 你指的是什么事 冷消化呆呆的 还没从自己 其实并不会武功这件事中回过神 听到这话 下意识到 我以为爹你说的是 瞒着娘偷藏私房钱这件事 听到这话 冷私人瞪大眼睛 心想这小子 不是一向都傻乎乎的吗 怎么还发现他偷藏了私房钱 父子两人皆沉默 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西悦听到这里 后面就没再关注了 直接将躲在角落里的那两人 滴溜着回了客栈 直接扔到了许清燕房间里 贺连要不在客栈里 估计还在处理昨天祭祀的后续之事 许清燕这边也是刚回来 昨晚忙活了一夜 一回到客栈 就简单洗漱一番 躺在床上 困得刚闭上眼睛 突然听到房间里传来碰的两声 许清燕忍不住瞪大眼睛 什么玩意儿 快速从床上坐起来 就看到了房间里 凭空多出来的两个大活人 外面有士兵把守着 不可能有人轻易进来 且刚刚也没有推门声之类的 所以这两人是怎么进来的 几乎不做他想 月神娘娘 把这两人丢他房间做什么 总不可能是送来给他暖床吧 还不等他开口询问 两人就自觉地将自己做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给说了出来 原本还神色困倦的许清燕 在听到两人的话后 很快正色了起来 全部听完之后 大概就明白了 月神娘娘把人丢过来的意思 当下也顾不得休息 直接出门 叫人把这两人给滴溜着 看到这一幕的夕月 直接隔空给人丢去一个治疗 虽然许清燕没什么大病 但一个治疗下来 身体的疲困瞬间消失 整个人变得精神了起来 察觉到身体精神上的变化 许清燕扭头朝着月神房间的方向 看去一眼 拱手行了一礼 随即出了客栈 到了傍晚 许清燕过来了 夕月见了她 许清燕直接说了 今日去处理的结果 由那两人指证 但凡涉及到拐卖姑娘 甚至将不听话的姑娘 随意打死的青楼储管 全部当场查封 里面议音人员接下了狱 等待官府后期 根据罪则判罚 而那些青楼里的姑娘 都被官府放了良吉 且将自己在青楼里的东西带走 并由官府做主 将从青楼里查获的银两 每人分了50两 让他们自行寻找去路 至于那些被卖到外地的姑娘 许清燕让人继续追查去了 而那些给青楼储管 做靠山的金钟官员 许清燕已经将此事告知了秦王 秦王那边会派人着手调查处理 而那两人 因为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被押入大牢 等待几日后 审问判刑 许清燕此来 除了禀报事情的处理结果外 还有一事想要禀报夕月 第49章 穷江玉露 那些青楼储管里的姑娘 除了少部分 是自小被青楼买去培养 剩下的 不是被父母亲人卖去 就是被人给拐卖进里面的 如今皆是没有去处 除了拥有美色 琴棋书画 以及讨好男人的这些手段外 他们兼不能扛手不能提 怀揣着这些年攒下来的钱 以及今日官府分来的银子 很容易遭人觊觎 如今 一行人还在林安郡 可以庇护这些姑娘 但一行人中 有离开的那天 到时不知有多少豺狼盯上他们 这些姑娘不比之前在黑风寨里的那些女子 他们每个都抛头露面过 在这林安郡被许多人熟知了相貌 哪怕想找个地方 安安稳稳地过个日子 都不一定能做到 他们以往的恩客 有些可不是好东西 难保之后 不会继续骚扰他们 如今 除了少数几个年纪大的 拿着银子离开 剩下的全都待在青楼里 不肯离去 他们没有去处 再入了青楼的那一刻 亲人也都只当他们已经死去 除了身上揣着的银两 他们没有任何谋生的手段 甚至那些银子 都不知道能保住多久 如今 除了逼迫他们的青楼 能够让他们暂时容身外 他们甚至连客栈都不敢去 曾经青楼里的身份 注定让他们 不论走到哪里去 都会被人指指点点 不得安宁 线下虽得了解救 但出了青楼 谁知会不会又落入另外一处火坑 这个世道 盯着手无腹肌之力 且貌美 拥有银钱的独身女子之人 不知道有多少 若想要安身立命 只有嫁人 有夫家庇佑 可现如今这世上男子 哪怕是普通人家 都不会娶一个曾经的青楼女子 可以说 他们是从青楼这处火坑跳出来了 但同样也没了安身立命之所 看不见前路 几家青楼加起来 姑娘有82人 许清燕虽然在京城有宅子 但也不可能养这些姑娘 因此 对于这些姑娘的安置 她也有些拿不定主意 听到这些 西月也反映了过来 这个时代 女子地位本就低下 更何况是做过青楼生意的女子 要么被人熟身做个外事 要么就是等到年纪大了 自己熟身离开 如今哪怕放了他们良极 可他们面对的 却是不知道躲在哪里的豺狼虎豹 可以说 这个时候 他们年轻貌美 怀揣不少的银钱 就是许多人眼中的一块肥肉 真从青楼里出来各奔东西 到最后 能找个地方安生过日子的 能有识人之术 就已是不错 她沉思了片刻 心中有了主意 你去将它们带过来 她开口道 许清燕威乐 月神这是要见她们 虽然她心中对这些女子 并没有任何的鄙夷之意 但在这个世道 的确没几个人会看得起她们 就是一个普通的七品县灵 恐怕都不愿意接见这些姑娘 而月神娘娘身份如此尊贵 皇帝都不及她 可她却愿意救下那些姑娘 如今还接见她们 或许 月神娘娘是有法子安置她们 且不叫人盯上 她此时想到的 可能就是 月神娘娘会给这些姑娘施法 谁敢打这些姑娘的主意 谁就会遭到天前 那些话 本子里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许清燕快步朝着客栈外走去 目光扫到街道周围 许多地方 都有人偷偷朝客栈这个方向瞄 甚至还有人偷偷跪拜的 赶忙吩咐士兵 加强对客栈的巡逻 自从昨日月神娘娘现身 分开河流救下那俩姑娘 且惩治了将近上万人后 这林安郡 就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在得知是月神下凡 且如今就住在这客栈 今日这附近的百姓就多了起来 偷偷打量的是少数 多数都是直接寻了附近一个地方 朝着客栈方向跪拜神明 许清燕对此并没有阻止 只是吩咐士兵加强巡逻 虽说并不会有歹人不长眼来冒犯神明 但他们的态度总要做出来 不能因为没有歹人 就松懈巡逻护卫 客栈掌柜的于小二见他离去 敲摸摸地朝着楼上望去 如今这客栈二楼 他们屈不得 饭菜这些 除了做给外面的那些士兵食用外 二楼的几位根本轮不到他们来做 不过即使如此 客栈里的众人也只觉得惊喜激动不已 本以为是皇家公主清零 却不成想 居然是神兵将士 还住在他们这客栈 掌柜的更是激动的 昨晚一夜没睡着 一大早起来 就在客栈后院烧了几炷箱 真是祖坟冒清烟了 他这客栈来了 比皇帝老爷还尊贵的存在 以后就算是皇帝老爷来了 他都不会像现在这般激动 他那死去的爹娘若是泉下有知 不知道怎么夸他呢 等月神娘娘离开后 他要把那房间封起来 以后日日烧香跪拜 他还要把这客栈当传家宝 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他们老赵家的客栈 可是曾经有神明清零过的 越想越激动 掌柜地摸出这些年攒下来的银子 出了客栈 准备去买块上好的玉 寻个工匠雕刻一个月神娘娘的雕像 以后就放在月神娘娘住过的房间里 只不过 等他到了卖玉石的那里 发现往日里有些冷清的店铺 居然全都售卖一空了 一打听才知道 昨天开始 就有许多富商来买各种玉剑 都准备去雕刻一个月神娘娘 放在家中供奉 而林安俊那些工匠活计 更是已经排到了几个月后 且还在不停增加 普通百姓买不起玉石 也请不起工匠 就自己寻了根好的木头 一点点在家里雕刻着 掌柜的呆住 本以为自己反应够快的了 没想到他其实才是反应最慢的那个 而卖玉石的东家 听说他就是吉祥客栈的掌柜 二话不说 就拿了块珍藏的玉石出来 与他攀关系 如今整个林安郡 谁不知道月神就住在吉祥客栈里 可以说 现在吉祥客栈的掌柜 比皇帝来了都受欢迎 如今 大概也就只有一直没出门的掌柜本人 还不知道此事 许清燕走后没多久 何眼端着晚饭过来了 西月叫住了准备离开的他 将一个玉瓶递给了他 何眼不解 就听西月道 此乃穷江玉禄 可知百病 实际上就是从商城里两个信仰值兑换的 一瓶现代白酒 往玉瓶里倒了两口 随后又往里面丢了个包之百病技能 第五十章 建造神殿 系统对此只能表示 六 包之百病 向来是针对人或者不是人的 第一次见到对酒水丢技能的 最离谱的是 居然还让他成功了 何眼瞬间觉得 手中的玉瓶变得无比烫手 下意识用力握住 生怕一个不小心 失手给摔到地上去 穷江玉禄 这种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东西 如今居然能亲眼的见 他有些不知所措的看向西悦 娘娘 是何意呀 你们人间做什么事都需要花银子 这瓶穷江玉禄 你拿去卖了 在京城购置一处地皮 虽然眼下是前往青州 但到达青州之后 朝廷那边的人肯定也会紧跟着过来 到时定然要请他前往京城 而以后做事 在京城肯定也方便一些 既是神明 自然要在人间拥有一处神殿 月神 那神殿自然是叫月宫 购置地皮 何言想到不久前许清燕来见了月神娘娘 难不成与此事有关 娘娘若须地皮 何家愿替娘娘购置 无须娘娘将此等宝物卖出 她说着 双手捧着玉瓶送至西悦面前 西悦没有接过 但但道 东西与你了 卖不卖 卖多少 那是你的事 地皮明日能买到吗 何言微愣 娘娘 此处距离京城甚是遥远 怕是明日来不及 无可送你片刻即到京城 闻言 何言垂谋 如此 明日必能做到 说完 她斟酌了一下言语 试探道 不知娘娘需要地皮做什么 某也好根据需求 购置地皮面积 西悦没有回答 一旁的系统替她开口道 听闻京城繁华 月神打算在京城建一座神殿 作为日后在人间的居所 月神这是打算长居人间 何言心中欣喜了下 很快抢掩住心中思绪 静待下文 系统 神殿大概半个临安郡吧 何言瞳孔微震 临安郡面积大概在五千万亩左右 半个临安郡 也就是两千五百万亩 假使将整个京城分成五份 神殿就要占上一份 要知道皇宫的战地 都要不了这些 若真要建造神殿 只怕要从京中 牵走不少的百姓 人间无需比照天宫 西悦开口 声音清朗 正当何言不解时 系统继续道 你能买来多少地皮 神殿便建造多大 何言心中松了口气 朝着西悦拱手道 某知晓 不知娘娘想要建造 何种模样的神殿 某回了京城 也好着手安排人手 不管如何 神殿的规模 必定不能小了去 豪华程度 也不能低于皇宫 这样算下去 对顾不少的人力 系统继续充当解释工具人 你买下地皮就行了 神殿无需你们建造 何言瞬间懂了 这是月神可以动用神力 在人间建造神殿 根本不需要凡人动手 如此 凡请月神娘娘 即刻送某前往京城 某必办好此事 不叫娘娘失望 她行了一礼 西悦道 不急 月神说不急 何言自然是不会有二话的 她也没有多问 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 过了一炷香时间 许清燕回来了 同时带来的 还有82名姑娘 西悦没有出去 出去的是系统 毕竟接下来的事情 有些废口舌 话稍微多点 还是有可爱的小系统出面吧 系统任命地朝着外面飞去 突然扭头朝着何眼道 你也过来吧 看了眼西悦 见她手中正在把玩着 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并没有说什么 何眼台不跟了出去 或许月神娘娘 没让她立即出发的原因 应该就是 跟许清燕有关吧 总不能是带着这个家伙 一起回京城 她微微皱眉 很快收敛了表情 若这是月神娘娘的意思 她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意见 带来的82名姑娘 此时一个个排排站在客栈大堂内 好在吉祥客栈是 临安区内规格最大的 不用担心 大堂容不下这么些人 姑娘们一个个神色不安 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四周 今日突然被人从清楼里解救出来 还放了两集 且给他们发了银子 这种一直以来 都只在梦里才出现过的场景 如今真实发生 却让他们一个个恍若梦境 真等到让他们离开清楼的那一刻 他们才突然惊醒 不敢离去 若说曾经被卖到 或者拐到清楼的他们 还十分单纯不安适事 可进了这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哪怕再单纯的姑娘 也变得聪明了许多 一直以来 厌恶想要逃离的清楼 在这一刻 却变成了他们的庇护所 一旦离开 不知会有多少豺狼虎豹 朝着手无腹肌之力的他们扑过来 虽然知道 一直躲在清楼里不出来不是办法 清楼这边迟早会被官府查封 但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却怎么都没想到 在这个时候 居然会有人带他们前往吉祥客栈 哪怕今儿一整天 都因为清楼被查之事 而惊慌失措 可神明下凡这种事 他们哪里能没听说过 可以说 从昨日神明在祭祀之时现身的那一刻 关于神明的消息 就开始在整个临安郡传开了 如今临安郡内 哪怕只是个几岁小儿 都知晓此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身的是月神 且如今住在吉祥客栈的消息 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所以当被带到吉祥客栈 且看到外面被重兵把守 姑娘们一个个面色微白 心中浮起了各种猜测 许清燕注意到 他们脸色不太好 安慰了一句 诸位不必担心 此次请诸位来没有恶意 是月神娘娘的吩咐 月神 众人神色微微呆滞 神明要见他们这种身份卑微之人 许清燕没有多解释什么 毕竟月神娘娘什么想法 她也不清楚 很快 一道绿色的小小身影 飞了过来 从没见过这样精致 且身形如此小的人 姑娘们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很快又悄悄打量着 就挺好看的 许清燕咳嗽了一声 介绍道 这是月神娘娘身边的神兽大人 系统听闻 立即挺起小胸膛 姑娘们放下心来 虽然也挺好奇 神兽不应该都跟话本子里说的那样 高大威猛吗 系统可不知道 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也没有过多废话 直接道 你们都会什么 第51章 侍奉月神 姑娘们不解何意 一个个目光切生生地盯着系统 看着他们这副模样 系统心中生起了一丝的连爱 啊 他家宿主脸上 就永远都不会看到 这种表情与眼神 难怪一些男人看到 漂亮的女孩子 露出这副模样 都会忍不住心疼 就连他一个没有性别的童子 此时都觉得这些姑娘惹人恋爱 月神打算在人间建造一座神殿 神殿清冷 你们若有所长 日后可在神殿中侍奉月神 系统开口 夕月原本是打算找秦王贺连耀 让他安排这些女子 有皇室插手 应当不会再有人打这些女子的主意 可他转而想到了 这个时代女子低下的地位 有心想要提一下她们的位置 建造神殿 侍奉月神 自然是极高的荣耀 身份地位都会跟着水涨船高 当神明都不介意这些女子的身份 看中女子 让她们在神殿中侍奉 日后还有谁敢轻易看的这些女子 同时也是给这些女子 日后提供一条出路 而神殿 不出意外以后 只能有女子能够进去侍奉 这些女子只是开始 不是结束 若日后再遇到些有能力的女子 在皇帝面前提上几嘴 想来皇帝不会拒绝神明的要求 女子为官 虽然做不到现代那样男女平等 但既然来了这个世界 总要改变些什么 才不枉来到这个世界一趟 还有兑换的这一身技能 一路上 不管是黑风寨 还是昨日祭祀 以及今日青楼被拐卖的这些女子 都让夕月坚定了这个念头 同为女子 总想要为这个时代的女子做些什么 而姑娘们听到戏统的话后 相互对视了一眼 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侍奉月神 怕是那些官家小姐 都不一定够资格 怎会轮到他们 可是看着神兽大人 不像是开玩笑的模样 一个个忍不住低头沉默不语 虽没见过月神 可明月那般皎洁 更何况身为神明的月神 他们卑微如尘埃 甚至连普通百姓家的女子 都不如 哪里配得上侍奉月神 许清燕从月神 要在人间建造神殿 又要从这些姑娘中 选人侍奉的是回过神来 看着姑娘们的模样 立即明白了他们的顾虑 月神还真是心善啊 他心想着 不仅就这些姑娘于水火 还要给他们一条光明大道 一旦能进入神殿侍奉月神 只怕这些姑娘 就会是接下来整个大拥 乃至诸国八姐讨好的对象 到时候 什么青楼女子 身份低微 这些统统都会被人们抛之脑后 人们只会记得 他们是侍奉月神的人 想到黑风寨以及昨日祭祀 许清燕心中对月神的好感 更是不停地往上增长 这种好感 不是男女之情的那种 是敬仰钦佩 神兽大人既如此说 定然是月神娘娘 愿意给你们一个机会 若是有所长 不妨说出来 免得辜负了月神娘娘的一番心意 毕竟能侍奉娘娘 一般人可是连这个机会都没有的 许清燕言语之间充满暗示 片刻 终是有姑娘大着胆子站了出来 鼓起勇气开口道 我会弹琴 余下众人纷纷看向她 似是没想到她这么胆大 居然真的敢站出来 系统道 不错 月神娘娘挺喜欢美人抚琴起舞的 话语间对她还算满意 文言 许清燕与何眼若有所思 刚刚开口的那位姑娘 则是郑主 神兽大人这话的意思是 你便留下来吧 姑娘猛地瞪大眼睛 似是没想到会如此容易 甚至还怀疑 是不是自己出现了幻听 有了一个开口成功的案例 剩下的姑娘纷纷大起了胆子 一群人也不是傻子 刚刚许清燕那几句话 还有现如今只是一句会抚琴便被留下 甚至都没看情意如何 其中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月神娘娘有意留下她们 有光明前路 谁愿去走满是泥泞的道路 一时之间 大堂里姑娘们的声音 此起彼伏 我会吴 我会琵吧 这些姑娘们 虽然很多都曾是普通人家的女子 但进了青楼之后 为了提高价钱 保姆都会找人 专门给他们培养一门技艺 因此 琴棋书画 歌舞音律 众人都懂一些 系统最后拍板定下所有姑娘 全部留在神殿侍奉 不过在神殿建成之前 得去京城寻一处地方先住下来 好好练习自己会的技艺 这个时候 何眼才明白 为何刚刚月神娘娘说 不急了 是要带着这些姑娘 一起回京城啊 系统飞到她的面前 呃 我们走吧 何眼愣住 神兽大人 这是要跟着她 一起去京城 刚扶起这么个念头 一道柔和的白光闪过 何眼与在场的姑娘们 全都消失不见 西月兑换了技能顺移 可以无视距离 顺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也可以携带人和物 她将系统与何眼等人 全部送至京城的一处街道上 她对京城也不熟悉 就随便给他们 找了处地方放下 等到事情办妥 系统那边会给她传话 她再去将人接回来 京城 哪怕如今已快到晚上 月亮从天边冒了一点头 仍然不影响街道上的热闹 一群人突然凭空出现在街上 整个街道瞬间安静下来 本想要大喊妖怪 可是看着一群人出色的相貌 还有身上的华衣 到了嘴边的话 瞬间变成了 神仙 何眼等人 也是没能立即缓过神来 毕竟上一秒还在客栈 下一秒就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让人毫无准备 愣着干嘛 走啊 系统开口 懒得煽动翅膀自己飞 干脆落在了何眼的肩膀上 何眼回神 辨认了一下身处京城中何处后 带着身后那些姑娘 就朝着何府方向走去 同时也再一次认识到了 人和神的差距 京城到临安郡 需半个多月路程 可对于神明来说 也不过是眨眼疾到罢了 这里距离何府不远 一斩茶的功夫 差不多就到了 守在何府外的门房 远远地看到 乌泱泱的一大群人 朝着这里走来 原本还有些困倦的身体 瞬间打起精神来 这是 这么多人 少说几百之数 难不成是有人要来攻打何府 第52章 神话传说 四个门房相互对视了一眼 其中一人立即转身跑进去叫人 何眼身后跟着的人的确很多 原本只有那82名姑娘 可是一群人突然在街道上出现 被百姓们认为是神仙 见他们离开 一个个也都大着胆子跟在后面 这也就导致了身后跟着的人 越来越多 看起来乌泱泱的一大群 不知情的可能 还真的以为是来找事的 剩下的三名门房严阵一带 只是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领头的那人容貌 也映入了几人眼中 大公子啊 门房愣住 何眼走了过来 朝着其中一名门房道 你去吩咐管家 让他现在去将城外的宅子 给收拾出来 一旁的系统开口 月神给了你穷江玉露 你可以卖了 重新买一处宅子的 门房本来没有注意到系统 毕竟实在是很小 此时听到声音看去 下意识地想要惊呼出声 却对上了何眼的视线 惊呼声就这么卡在了喉咙里 门房转身快步离去 何眼解释道 只是一处宅子 介于姑娘们暂住又不碍事 若不是这些姑娘们 日后都要入神殿 侍奉月神 那处宅子送与他们都无妨 何家并不在意这么一处宅子 能用它来节点善缘 自示好的 系统文言没再说什么 入了何府 何眼患来了几名婢女 让他们出门去将距离何府不远的一家客栈给包下来 何府自然是住不下82名姑娘的 若是几人挤一间 或许没问题 可眼下这些姑娘们身后 可是月神娘娘 哪里能让他们跟婢女一样挤在一起 如今天色又晚了 再让他们赶往宅子也不方便 只能先在客栈住上一晚 明日派马车送他们过去 82名姑娘跟在几名婢女身后 何眼又点了府中30名护卫跟着过去 虽说天子脚下不会有什么事 可到底是一群姑娘住在客栈里 还是小心谨慎点为好 处理完这些 他便赶往何不平的院子 也幸好何眼赶上了时间 若是再晚来一天 何不平就要随皇帝的车架一起离京了 再准备了几天 将所有的事情都给安排下去后 皇帝于今日早朝宣布 明日便出发前往青州 此时何不平已经睡下 往日自然不会天还没黑就入睡 可明日一大早就要出发 他年纪大了 若是没睡好 会一整天没精神的 睡得正香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何不平被吵醒 微微皱眉 有些不悦 只是还不等他开口询问 就听到门外传来了 让他十分耳熟的声音 父亲 您醒了吗 何不平有些茫然地眨了眨眼 怀疑自己现在还在睡梦中 否则 怎么会听到他大儿子的声音 对方人 现在不是在去青州的路上吗 见里面没有回应 和掩切而不舍地继续敲门 父亲 别睡了 听到这话 何不平忍不住瞪眼 这小子平日里挺懂事的 怎么在他梦里 是这副模样 他起身穿鞋打开门 动作一气呵成 见他开门 和眼道 父亲 我们得进宫一趟 穷江玉露这种东西 肯定不可能卖出去 有皇室在上面压着 何家也不可能自己独吞 而月神娘娘有话在前面 皇上若要 这穷江玉露 定然也要拿钱来买 且价钱还不能出得太低 被门外的风一吹 和不平清醒过来 确认了自己 并没有在睡梦中 打亮了何眼几眼 他疑惑道 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下意识地在心中 默算了一下时间 难不成是在第二封信 送出来的时候 他就跟着回来了 第二封信 就是何眼 在黑风寨上送下来的 让何不平将月神 存在之事 告知皇帝 这封信 在今儿一早 到了何不平的手里 何眼没时间 在这跟他慢慢解释 拉着何不平的手 就往府门外走 刚刚来的路上 他已经吩咐小四备好马车了 得趁宫门 还没下月之前 赶紧入宫 直到坐上马车 何不平才反应过来 刚刚自己这个一向做事 稳重的大儿子 居然直接将他拉扯出了府 这成何体统 何不平板起脸 正欲训斥 就见何眼从怀中 拿出一个玉瓶 开口道 这是月神娘娘 给的穷江玉露 可知百病 刚板起的脸 瞬间垮了下来 何不平赶忙凑近 正想要将玉瓶接过来 何眼却快速地缩回了手 碰都没让何不平碰上一下 何不平瞪着他 你这是何意 难不成还抛给夺了去 何眼脸眸 父亲误会了 只是事关月神娘娘的吩咐 很快 简单地将遇到月神之后的事情 说了遍 以及被月神送回京城的目的 和带来穷江玉露的来意 何不平也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穷江玉露这种神明 才能拥有的东西 不可能真的拿出去卖银子 这种东西 只能是皇帝的 皇帝拿钱来买 若是别人卖穷江玉露 皇帝可能会明抢白拿 但东西是月神的 皇帝不仅不敢抢 还会花大价钱来买 眼中满是可惜的看着玉露 何不平微微叹了口气 若是再多一瓶 他怎么也要 好吧 还会是皇帝的 马车在宫门 即将下月的那一刻赶到 两人快速下车 却被宫门口的守卫拦住 何大人 宫门要落索了 有什么事 还是明儿一大早再来吧 守卫开口 何不平皱眉 这不是还没落索吗 本官有重要的事情 需禀报皇上 片刻耽误不得 守卫犹豫了一下 还是让开了道路 这几天何大人 特别受皇上重视 得罪不起 况且 对方说得也没错 宫门还没落索 至于等下宫门落索后 两人怎么出来 那就不是他 一个守卫 能够操心的事了 等到两人走远后 他立即吩咐人 将宫门锁上 到了时辰 管有没有人没出宫 都阻止不了 自古以来到了时辰宫门 下月这个规矩 皇帝此时还未入睡 正坐在御书房里 查看着这几天 四处搜罗来的各种有关月神 的神话传说 提及月神的很少 都只有只言片语 颇为神秘 虽然不多 但皇帝不由想到了 日月同辉这个词 日月日月 月亮能够与太阳相提并论 自然也是不差的 一主昼 一主夜 就是 不知为何提及太阳神的那么多 提及月神的 却寥寥无几 让他想要从中探寻 那位月神的喜好 都没办法 第53章 全部迁走 正想着 贴身总管大太监浮海 近来低声禀报道 皇上 兵部尚书和大人求见 说完又低声到了一句 何家大公子 何言也在 何言 他不是在去青州的路上 一路陪伴在月神身边吗 皇帝眼睛突然一亮 猛地站起身 难不成 是月神来了京城 快宣 很快 何家父子进来 还不等行礼 皇帝就不耐地摆了摆手 不必多礼 此次来 可是因为月神 何不平微微汗手 拱手道 回皇上 的确是与月神有关 说着微微退开一步 让身旁的何眼 更加显眼 接着道 小儿何眼奉月神娘娘的命令 回到京城 购置地皮 为月神娘娘日后 在人间建造神殿做准备 这句话 可谓是在皇帝面前 特意抬高了何眼的身份 奉月神娘娘的命令 自然会让人 将何眼视为月神的人 日后面对何眼 就连皇帝 都不敢等闲视之 如今何眼 还没开始下场科举 若是提前在皇帝 这里有了地位 被皇帝重视 等日后高中 一步登天完全不是问题 事实也的确如此 皇帝当即将目光 全部落在何眼身上 审视中又带着重视 月神要在人间建造神殿 这一路上 到底发生了何事 你且细细说来 不可有丝毫遗漏 皇帝忍不住 在心中可惜 月神最开始降临的 怎么不是大雍皇宫 否则也不至于如今 有关月神的一切 都要从何眼这里听来 只看刚刚和不平 那几句话的意思 月神对何眼态度 似乎很是不一般 居然让他回京来办事 皇帝不由瞄了眼 一旁站着的福海 能够将重要的事情 交给何眼来做 想来此时何眼 在月神身边的地位 等于福海 在他身边的地位吧 何眼拱手道 是 当下江寒山林 遇见月神 之后 抵达春城 遇见彩花大道 黑风寨 智住山贼救下百姓 遇见秦王 最后 抵达临安郡 又碰见祭祀和神 月神出手救下 被祭祀的少女 以及那些 被拐卖进青楼的女子 最后 还着重强调了 月神不喜 祭祀这件事 皇帝皱眉 遇见了秦王 他宣秦王回京 对方却中途转道 都不告知 他这个皇帝一生 真是越来越 不将他放在眼里了 何言点头 皇帝也只是在心中 愤怒了一回 冷静下来后 将时间 现在心中默默算了下 大概明白 可能是对方的书信 还没到 秦王再如何拥兵自重 还不至于 不将他这个皇帝 放在眼里 月神 既然不喜祭祀 此事 自然要废除 福海 你指 大太肩甫海力 即将空白的圣旨 和笔墨背后 皇帝提笔 就写了下去 等圣旨写完 皇帝就开始询问 建造神殿的事 月神想要在京城 建造神殿 可说 要何等规格 朕立即着公布去准备 说起这个 皇帝语气中 是掩饰不住的兴奋 毕竟天下五国 小国无数 月神 却选在他们大庸建造神殿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月神是看中大庸 以后要坐镇大庸 是大庸的神明 皇帝已经开始在脑海中 思索起神殿的建造了 必然要比皇宫还要大 用尽天下奇珍一宝 若是月神 对此有什么要求 哪怕在苛刻 大庸亲近国库 也会去努力做到 毕竟能够用人世间的东西 留住一位神明 怎么样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何眼声音不卑不亢道 月神娘娘 只需要一块地皮 并不需要我等建造 想来是 打算用神仙手段 皇帝点了点头 心中也忍不住期待起来 神明居住的神殿 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 没想到 有生之年 他居然也能够得见 地皮的话 京城中 位置不错的就是东街 皇帝开口 说到这里 却忍不住头皮一紧 古来以东为贵 皇宫就在这个方向 除此之外 居住在东街的 就是贺连宗族 皇室王爷 以及朝廷官员 让这么多人 全都搬走 强压之下可以做到 但是让他们搬去哪 若是空置的地皮 就只有北街了 面积可能不够 京城四街 东街是皇宫和朝廷官员所在 南街是整个京城 所有商人活动的区域 那里全是商铺 整个京城的经济之所 商人地位低下 月神的神殿建在那里 想想都知不妥 而西街是普通老百姓的居所 人数众多 不合适建造神殿 那么多百姓 也没办法迁走 主要是这么多百姓 迁走就只能迁出京城外了 堂堂京城 国之首府 却空荡荡没有几个百姓 怎么想 也不合适 思来想去 只有是各种粮田庄子 所在的北街了 可那里相比较 其他三街 冷清偏僻了许多 且还是维持京城日常粮食 蔬菜开销的地方 皇帝忍不住头疼 到底去哪找 比皇宫还大的空置地皮 和也来的路上 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虽说月神有言 不必比照天宫规模 不需要半个 临安巨那么大 但神殿 怎么也不能小了去 至少神明 凌驾于皇帝之上 这神殿 若是比皇宫小 怎么都不合适 不过他与皇帝想的一样 哪里都没有空置的 大面积地皮 北街又过于偏僻 且是京城中 所有粮田所在 若是用了北街 恐怕京城中的百姓们 要不愿了 不知询问神兽大人 可有解决的办法 或是 他眸光一闪 微微低垂下脑袋 将玉瓶从怀中拿出来 草民还有一事 要禀告皇上 皇帝目光落在 他手中的玉瓶上 他月宝无数 自然看得出 这玉瓶绝非反品 此乃月神娘娘 让草民拿来 购置地皮所用的穷江玉露 可知百病 话音刚落 手中的玉瓶 就被已经起身 走过来的皇帝 给拿了过去 皇帝小心翼翼地 捧着玉瓶 透过质地温润的白玉 可以看见里面 微微摇晃的液体 穷江玉露啊 这种神明 才能拥有的东西 想到自己这几年来 越发沉重的身体 皇帝如获至宝 若是他服了 这穷江玉露 接下来朝中 有谁还会以他 年纪大这个理由 提议立太子 指不定朝中那些 老东西都死了 他都还活得好好的 以前皇帝 或许不会这么想 可现在有了这穷江玉露 还有了月神 指不定日后 长生都有可能 这个念头的浮现 让他心头一片滚烫 既然拿了这穷江玉露 那月神的神殿 自然更不能马虎了 福海 船指 命东街所有皇室宗卿 王公大臣五日内 全部迁走 至于这些人搬到哪里 别以为他不知道 这些人在京城 都还有别的宅院 第54章 不做人事 皇帝这话 让在场的几人全都震惊 何眼垂眸 心中并无意外 西南北三街 地皮不够不说 单是位置 都低于东街 让高高在上的神明 居于皇帝之下 没人敢去赌这样的行为 会不会招来一位神明的怒火 皇帝心中只怕也清楚 只不过刚刚考虑到 那些皇室宗卿 王公大臣 他不敢真的去做 怕这群人反了 同时也是 在抱有一丝的侥幸心理 赌月神人善 不会计较这些 可现在 好处明晃晃地摆了出来 让皇帝看到了某些希望 这才决定如此做 能够让月神满意 只不定能赐下一些神明宝物呢 何眼眼下谋中的失望 只觉得皇帝做事果决方面 的确不如秦王 或许真的是年纪大了的原因 赌月神娘娘人善 想到月神 何眼觉得 若日后月神来了京城 皇帝再相 刚刚这般赌月神人善 只怕要出事 月神娘娘 是对百姓和女子 抱有仁慈之心 但这并不代表 她是一位彻底的善神 相处的这段时日 何眼虽说不是十分了解 但也了解一二 月神娘娘好说话 有善心 可同样 在某些方面 她称不上是一位善神 只不过 世人没有接触过月神 没看到这一面罢了 何不平下意识的张口 想要劝阻 然而话到了嘴边 接触到一旁儿子的眼神 反应过来 赶忙又咽了下去 那些皇室宗卿 他们这些王公大臣 再如何位高权重 都是比不了神明的 如今 让他们搬走 将地方让给神明居住 他这个时候 若是劝阻 惹得皇帝不悦不说 此事若传到神明耳朵里 神明会不会对他有意见 若是真的搬走 让出东街 能让神明高兴 又有何不可 至于其他皇室 和大臣 若是不同意 那就让他们自己 跟皇上闹吧 现在长几人 都没有说什么 想来也是赞成自己的决定 皇帝心中自得 不过 看着手中的穷江玉露 到底还是有些良心 又道 浮海 开阵的私库 给每家岸面积补偿些吧 浮海点头应是 皇帝目光看向和眼 询问道 那些姑娘 现如今都住在客栈 本来那样一群身份的人 皇帝根本就不会在意 甚至连在他面前 被人提起的资格都没有 可如今他们都是 被月神指定的日后 要进入神殿 侍奉之人 皇帝自然不能在意 他们过去的身份来看待 是 草民还另派了府中 护卫守着客栈 等明日便会送他们 去城外宅子暂住 和眼恭敬道 皇帝本想说 让他们都住在京城 在京城买一处宅院 可转念一想 若是都住在京城 接下来得到消息的 那些人不知 有多少会明里暗里地接触他们 想要通过他们日后 与月神打好关系 本来一个和家 就够他心烦了 若再来旁人与神明交好 不论是皇亲还是大臣 都是在他的雷区上蹦跋 皇帝绝对不允许 这种情况发生 你府中护卫 到底还是差了些 莫要去了 镇待会派 一千余邻军去客栈 明日护送他们去城外宅子 皇帝开口 皇帝直接将和家 从这些姑娘身边打发走 其中的目的不言而喻 何不平与何言两人心中 更是清楚 但清楚归清楚 两人只能装作 糊涂不知 莫多久 两人由府海带领着出了宫门 有皇帝旨意 宫门守卫 毫不犹豫地打开了 已经啰嗦的宫门 看着跟在几人身后的 那一千余邻军 一群守卫 对视一眼 察觉到了不对劲 大晚上的这么些人出宫 莫不是要对哪个人抄假 夕月这边将人送走后 趁着夜色飞上云端 开始了他今晚的巡查 虽然秦王那边承诺 会让大庸再无人计 这次和眼回京想来 也会告知皇帝此事 但等到他们去做 且让天下皆知废除祭祀之事 估计还需要不少的时间 古代通讯速度 夕月这段时间 还是有所了解的 与其等他们政令下达 在此期间 还不如他先来各地瞅瞅 不过在此期间 他准备看看 黑风寨那边如何了 虽说有言出法随 那些山贼 不会违背他的命令 但到底还是有那么点不放心 左右他现在也不差这么点时间 黑风寨 距离林安郡不算很远 神明之眼看去 山寨里的那些山贼 都已熟睡 这才七点多 居然就睡了 夕月微微眯眸 抬头看着头顶的明月 还有脚下 银白一片的大地 这样好的月光 不干活可惜了 若是闲光量不够 他可以再给他们加点光量 怎么也要897才行 至于人权 一群作恶多端的山贼 就别讲究什么人权了 修完路 就去自首判刑吧 若不是考虑到 他们下山赶去修路需要时间 干完 活回来也要时间 他直接就让他们 697了 当下动用延出法随 把897工作制 给他们下达了过去 做完这个 夕月这才借着洒落 整个大地的月光 开始对脚下这片大地 进行搜查 一个时辰后 他睁开眼睛 没发现什么祭祀的行为 小偷小摸倒是发现了一大堆 略微思考了一会 就明白了过来 一般祭祀都会选在白日 晚上几乎没有 且祭祀也不是吃饭喝水那般平常 不可能刚好 就被他探查的时候遇到 虽然没看到 祭祀之类的行为 但夕月也没打算回去睡觉 这具身体 本来就不需要休息 再加上 刚刚将两个技能 结合使用 他新鲜感 正盛着呢 又在云层上 啪了一个多时辰 还别说 真被他发现有人不想做人了 不知道 距离这里有多远 也不知 是不是在大拥镜内 反正他手里 也没有地图 身影 瞬间自云层上消失 再次出现时 就来到了一处山林上空 下面一群人手吃白帆 身穿白衣 抬着棺材 不做人事 地上一个大坑 里面摆放着一口棺材 躺着已经死去的年轻男子 而地面上 两个白衣壮年男子 正压着身穿新娘喜福的女子 女子口中被塞了红布 双手绑附在身后 双脚也被绑在一起 此时 正被两男子 压着送进坑里的棺材 女子使劲扭动身体挣扎 却徒劳无功 第55章 一步一升 一中年男人 从队伍中走出来 挥了挥手 女子很快 被两人送进了棺材 与里面的尸体并排躺着 中年男人 抬头看了看天空 见月上中天 此时阴气正盛 立即到 盖棺 躺在里面的女子 惊恐地瞪大眼睛 疯狂地摇动着脑袋 然而没人对她的遭遇 产生怜悯 殉葬 西月脑海中 浮现出了这两个字 看向下方的目光 也有些冷 电视剧里 一般也会有这种场景 但观众都知道是假的 所以看的时候 没什么感觉 跟眼下亲眼见到 再加上 从那女子眼中 透出来的恐惧与惊慌 是电视剧里 根本演不出来的 西月没有犹豫 直接动手 上一秒还在挣扎的女子 突然闭眼昏了过去 一群人也没有意外 只当是吓昏的 棺盖正要盖上 原本躺在棺材里 脸色惨白的男子 忽然睁开了眼 那双眼里只有眼白 抬着棺盖的四人 最先看到这一幕 原本对这大晚上的殉葬 还没有什么感觉 此时突然看到 这诡异的一幕 一个个吓得松开了手 抬着的棺盖 瞬间落在地上 砸起尘土无数 发出喷的一声响 站在一旁 几不远的中年男人 见此 皱眉呵斥道 做什么 不知道殉葬最忌讳 不能出错 几人却没有理会他 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嗓子都破了阴 炸湿了 周围的其他人闻言 心中纷纷一颤 他们都是王家的家仆 生气都在王家手里 所以这些年来 不仅帮着王家 做了不少的恶 对于王老爷 花钱买女子 来给死去的少爷殉葬 他们也都见怪不怪 毕竟见到的死人多了 手里也早就沾染了人命 对于殉葬这样的做法 以及被殉葬的女子 并没有丝毫的同情 有些事刚开始做 或许还有些心虚害怕 可做得多了 发现并没有什么事后 自然也就胆子大了起来 可眼下诈尸 一个个下意识地 想要迈动脚步 往前瞧一眼 却有一道身影 比他们还快 中年男人快速奔上前 来到棺材旁 当看到那已经坐起来的身影后 脸上露出惊喜 滞耳 他就知道 自己儿子还年轻 怎么可能 就这么死了呢 话落 男尸慢吞吞地 从棺材里站起来 那双看起来十分圣人的眼白 直勾勾地盯着中年男人 这一刻 哪怕作为亲爹 中年男人也就是王老爷 也忍不住背后一两 这根本就是 已经死了的模样 刚刚他还以为是 那些拥衣物诊 他儿子可能只是假死 可现在 至二 他小心翼翼地唤了一声 身体却很诚实地后退了一步 男尸不说话 那双眼睛依旧 直勾勾地盯着王老爷 王老爷看了眼棺材里 昏过去的女子 试探道 是不是你对这个娘子不满意 否则 之前都好好的 怎么偏偏 在盖棺的时候出了问题 想来定是儿子 对这个给他挑选的娘子不满意 这才还魂过来 听到这话 原本站立不动的男尸 慢吞吞地开口 爹 声音悠悠地 带着一种 说不出来的诡异 除了王老爷 周围的其他人 早就已经开始瑟瑟发抖 并想趁机逃走 然而还没跑出几步 却发现面前 好似有一面无形的墙 将道路给拦住 尝试了很多次 发现所有人都走不出去后 一群人忍不住哆嗦到 鬼打墙 说完想起王少爷 还在那站着呢 赶忙闭上嘴巴 不敢再出声 生怕招来对方 本来少爷 生前脾气就不太好 这死了之后诈尸 岂不是更厉害了 王老爷自然也听见了 其他人的这句鬼打墙 当下明白 若是不将儿子这事 给处理好 只怕一群人 别想离开这里 至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尽管说 爹一定满足你 王老爷 小心翼翼地开口 男时眼珠子 忽然一个转动 原本的眼白 瞬间全都变成了黑色 王老爷吓得一个哆嗦 哪怕知道这是自己的儿子 可此时还是控制不住心中的恐惧 我不喜欢他 男时开口 明明话是从他口中说出 可声音 却从四面八方传来 本来就正值午夜 山林中 还起了些许白雾 再配上此时王少爷 那诡异的模样 让人身体控制不住地哆嗦 王老爷 吞咽了口口水 努力稳住嗓音道 志儿你喜欢谁 你放心 只要你说 爹都给你弄来 忽然咔嚓一声 男时脖子歪了一下 王老爷心一抖 就看到儿子的脑袋在脖子上 整个转了一圈 又转了回来 重新用那双全黑的毛子 盯着自己 爹 这次男时嘴巴都没张 声音就在这林中响起 王老爷下意识地应道 志儿你说 可男时并没有回答 依旧叫了一声爹 随着他叫出一声爹 整个身体就向前飘出一步 一步一声 短短几个呼吸就已经叫了五声 且距离王老爷越来越近 突然想到了什么 王老爷猛地瞪大眼睛 志儿这是让自己下去陪他 叫爹并非是在换自己 而是在回答他刚刚的话 让自己去殉葬嘛 他虽然疼儿子 愿意为了儿子 不惜花钱买人家的姑娘来殉葬 可那并不代表 他愿意自己也下去陪着呀 他如今也就三十有八 还能生 后院好几个小妾 日后总归还会有儿子的 怎么可能陪儿子现在就下去 志儿 爹 爹给你多找几个漂亮姑娘 下去陪你 你快 快回去吧 王老爷声音发颤 脚步下意识地开始往后退 男尸忽然停住飘动 王老爷心中一喜 以为是自己刚刚的话起效果了 郑玉在说 就见停住的男尸忽然消失在原地 他愣住 刚准备揉一下眼睛 一双黑漆漆的瞳孔 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与他相隔不足半寸距离 心口在此时跟着一腾 低下头 就看到惨白的一双手 伸进了他的胸膛 掏出了一颗鲜红的心脏 王老爷白眼一番 整个人倒了下去 很快 林子里 王家二十多人全部倒在地上 夕月现身 将棺材里的女子带了出来 看了眼到了一地的人 心中有了处置的方法 第五十六章 百官拦路 夕月处理完王家的事情后 回了客栈 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他微微敏唇 到底还是不敢动手杀人 只能织梦吓一下他们 哪怕那是一群人渣 可二十多年的教育和生活 让他真的迈不过心中的那道看 人 不是牲畜 况且 他连牲畜都没杀过 总觉得一旦有了第一次 开了头 之后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若当真利用技能动手杀了人 日后回了现代 他会不会变成那种 下意识藐视法律 无视人命的人 可想到 这个时代的情况 夕月觉得 或许真的会有那么一天 他控制不住心中的愤怒 对这个时代的一些人出手 若真走到那么一天 他隔空拍了拍童子 童子那边 正在京城上空 到处飞 被京城的繁华谷建筑 看得眼花缭乱 乐不思数 被夕月这么聊天频道一拍 立马打起精神 宿主 怎么了 我的宝 你那边能删除人的记忆吗 夕月的声音甜甜的 带着一丝的腻 仿若蜜罐里的糖 系统 正煽动的翅膀 忽然一顿 被自家宿主的这种语气 给惊得浑身发麻 差点没从空中摔下去 他结结巴巴地开口 宿主 你没事吧 夕月脸上的笑容一收 变得一脸正色 原来他家童子不吃温柔 这一套啊 我没事 他语气恢复了冷淡 听到这种语气 系统放下心来 回答了刚刚的问题 别人的记忆不行 但是可以删除宿主的 不过得经过宿主同意才行 夕月点点头 放下心来 若日后当真 走到他动手的那一步 回到现代之前 就让系统 把自己的那段记忆删除吧 系统那边等了会 没听见夕月的声音 正疑惑着 就见宿主 已经单方面下线了 王家这边所在的地方 是锦铃大庸的 梁国一个镇子 在这里 王家可以说是只手遮天 这些年来跟县令官商勾结 做了不少恶事 王家买女子殉葬的事 在这个镇子上 并不是秘密 但没人 会为了一个陌生人 跟王家对抗 前那女子 还是被爷乃亲手卖了的 人家的家事 谁也没资格插手 本以为第二天 女子那赶回家的爹娘就要 为女儿办上丧事 谁知众人 却看到女子爹娘 正赶着牛车 带着女子大包小包的离开镇子 有路过女子家门口的人 听到了从里面传来了 女子爷奶的怒骂声 以及撒泼哭泣声 镇子不大 很快就传遍了这件事 就在众人好奇 王家怎么会放过 这女子时 就听说王家 以王老爷为首 一个个跪在县衙门外 大声数着这些年 自己一行人所犯的种种罪行 而向来跟王家狼狈为奸的县令 居然盼了王家一群人斩力绝 还是在三日后 到了处斩那日 镇上的百姓 纷纷拍手叫好 甚至还有人说 这些年是误会了县令大人 没想到 对方居然是个好官之类的 莫人知道 县令这几天 下得寝食难安 三日前的晚上 他突然起身 写了封折子 洋洋洒洒地列出了 自己这些年所犯的罪行 并派人送给了他的上级之府 他很想把折子撕了 可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动作 他想派人把折子追回来 可每当想开口时 话怎么都吐不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想逃跑 但每日里 身体不受控制地起床去县衙 老老实实地办公 最后再回到府里 他怀疑自己被鬼上身 但他连找人来帮自己看看 都做不到 就这样等了好几天 等来了知府派来的人 等到了自己 如王老爷等人那般 细说出了自己的各种罪名 最后还等来了一副镣铐 以及一辆用来押送自己的囚车 皇宫 昨晚大半夜皇帝下旨 令东街所有朝廷官员 和皇亲贵族五日内全部搬走 这条圣旨可谓是 触犯了所有人的利益 虽然只是一处府邸 但哪家不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甚至一些皇亲贵族 是几代传下来的 皇帝是给了补偿 可那根本不是补偿的事 若不是昨晚宫门下了药 文武百官和皇亲贵族 定然是要进宫见皇帝的 虽然没进宫 但一群人都相互通了气 这不一大早就集体堵在皇宫东华门外 今日是皇帝准备出发青州的日子 不用上朝 御驾和随行的所有人都等候在东华门外 静候皇帝的到来 皇帝请宫是后宫范围 大家没办法进去堵 因此都选择了堵御驾 总不能皇帝为了躲他们 把御驾都丢在这把 好在皇帝没打算躲他们 可以说从昨晚下的那道圣旨后 他就知道会有眼下这情况 看着贵了一地的人 皇帝不悦 有什么事好好说便是 你们不是朝廷官员 就是皇亲国妻 怎学那侍景妇人一般跪地拦路 众人 好好说 官见皇上你一道旨意 直接就下来了 压根就没有跟我们好好说的意思 皇帝说完 倾咳了一声 挥手道 行了 有什么事 等朕从青州回来在意 你们都退下吧 等皇帝回来在意 到时候 只怕府邸都要被推倒 不知多久了 其中一名上了年纪的老者 颤巍巍地站了出来 这是皇帝爷爷的兄弟 皇帝的叔公 当今整个皇室辈分最高的锐王爷 见锐王居然都来了 皇帝眼皮子跳了跳 目光扫视着那些大臣皇亲 不知道是哪个狗东西 把这位给请来了 今天这事 可不好解决了呀 皇帝磨牙 却不得不笑脸相迎 快步走过去 准备亲自搀扶锐王 锐王如今八十多 跟他同辈的都死干净了 就他一个还活着 如今满脸的皱纹 满头白发 走路颤巍巍的 平日里锐王都待在王府 除了重大节日出来 露个面 一般都见不到他人 皇帝也已经许久没见到 这位叔公了 前段十日 还听说对方身子不大好 他还专门派了御医过去 如今御医 还在锐王府没回来 这位老王爷 倒是自己出了王府 眼下看起来精神头还不错 虽然看起来还不错 但皇帝丝毫不敢怠慢 生怕这位老叔公 在自己面前嫁和西去 到时候自己不知 要被贺连宗族 以及朝堂上的那些言官 如何骂呢 第57章 无奈之举 皇帝想要搀扶起锐王 锐王却后退一步避开了他 随后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这跪地声听的皇帝 心头一跳 下意识地想要 后退几步 以免待会这位锐王爷 在自己面前出事 皇上 您下旨 让所有皇亲大臣 全部搬走 要求实在是太过无礼啊 锐王爷慢吞吞地开口 看向皇帝的眼中 满是不认同 锐王爷这么一开口 剩下的人自然也跟着附和 皇上 臣大府邸是几代传下来的祖宅 如何能搬走啊 自古以来 哪有皇帝如此行径 实在是不妥 皇上 您若要臣等搬走 不若将臣等杀了吧 听到这话 皇帝眼睛一眯 众人见此 立即止住声音 没人附和那人 说下狱 或是打板子都行 但杀了这种话 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说 且不能附和的 皇帝这几年 可是不太讲理 指不定 真不必必直接动手 那人说完 见周围 直接安静下来 没人 再开口说什么 反应过来 立即看向皇帝 当看到皇帝 那略微思索的危险眼神时 立马眼睛一翻 装晕过去 他在京城中 还有别的宅子 大不了换个地方住 之所以 跟着大家一起来赌皇帝 不过也是不想 轻易将东街的府邸 给交出去 可如今 跟性命相比 一个府邸算什么 别人皇帝 或许不会动 但刚刚那句话 皇帝很有可能 拿他来杀鸡儆猴 见他晕过去 众人心中 全都默默鄙视 但此时 没人敢说话 生怕皇帝 拿他们开刀 来人 皇帝突然开口 倒在地上 装晕的那人心中一颤 一把大刀 突然悬在了脑袋上 周围跪着的一众人 听到这话 立马让开一条道路 将那晕倒的大臣 露出来 好方便皇帝处置 正所谓 死到有不死平到 皇帝杀了一个萧萧气候 就不可能再杀第二个 这是这些年来 君臣之间 最基本的默契 皇帝本想让侍卫 将这人拖下去 但当看到锐王 正盯着自己 到了嘴边的话 就变成了 将人带下去歇息 在场许多人心中 松了口气 觉得将老王爷请来 还是很明智的 这不 皇上今日 就控制住没杀人 皇帝上前几步 脸上挤出笑容的 半弯下身扶起锐王 叔公 您这不是折杀镇吗 心中却忍不住 想着这老东西 怎么这么能活 辈分摆在这里 他这个皇帝 都不敢轻易如何 皇帝叹了口气 一脸无奈道 镇下这道旨意 实属是无奈之举 关于皇帝 为何下旨让众人 全部搬走 只有少数几个大臣 猜到可能 与那位月神有关 但再多的 也就猜不出了 毕竟月神 要在人间建造神殿 没人会往这方面想 锐王看着皇帝 虽然这些年 他在王府中身居简出 朝政之事 也完全不掺和 但对于皇帝 这几年 越发荒唐的所作所为 还是听说了的 无奈之举 怎么很像皇帝 这几年的 各种荒唐之举呢 叔公有所不知 前段时日 天上月神下凡 如今在前往 青州游玩的路上 昨晚月神派人来送信 想要在人间建造一座神殿 作为日后 在人间的居所 镇思来想去 只能委屈诸位了 皇帝说着 叹了口气 至于月神 是拿穷江玉露 来买地皮这件事 他绝口不提 瑞王皱眉 这几天 京城中关于月神之事 传得沸沸扬扬 甚至皇帝 今日准备离京 也是为了去寻纳月神 在他看来 世上哪来的神明 就算之前天有异象 真的有神明下凡 又怎么能确定 对方一定就是 去往青州的那个 指不定 是哪里来的江湖骗子 把皇帝给骗了 瑞王的想法 其实也是京城中 许多人的想法 毕竟没人亲眼见过那位月神 怀疑也在常理之中 皇上确认 那当真是月神 若是假的 皇上为此 让皇室宗亲 闻五百官搬离东街 可就成了千古笑话了 瑞王痛心开口 那模样 似乎已经认定了皇帝被骗了 系统趴在不远处的 一棵树上看着 并将眼下这一幕 通过实时共享 发给了西月 他有些不解到 宿主 累积信养值的话 直接来京城 证明身份为百姓做事 不是更好 为什么还要继续去青州啊 你看好多人都不相信你 西月早知道会如此 但定道 第一 轻易得到的 以及主动送上门的 并不会被人珍惜 只有让皇帝亲自来迎 路途遥远 感受到颠簸辛苦之类的 皇帝才会更加重视 且如此行为动静也会更大 沿途会让更多的人 知晓月神的存在 那第二呢 系统好奇 西月笑道 这第二嘛 自然就是古代通讯 不发达的缘故了 我若直接去京城 接下来在京城动用各种神仙手段 固然能让京城 及周边的百姓 相信乃至信仰月神 可那些距离京城遥远的地方呢 京城中有皇帝亲自出面 尚且有许多人不相信 那些山高水远的地方 有关月神的消息 能传过去 直言片语就不错了 更别提 让人相信了 说到这里 系统有些明白了 所以宿主 你打算自己沿途 再显露一些神仙手段 让更多的百姓 亲眼见到和知晓 这比只从京城传来消息 要有效得多 西月点头 没错 若消息 只是从京城传来 难免不会被人怀疑 所谓的月神 只是皇帝 玩出来的一个把戏 可若不止京城 还有别的地方呢 那相信的人 也就更多 且传播的范围更广 传播的人 也会更多 系统眼睛一亮 西月道 相信月神存在的人越多 接下来月神说什么事 传达什么神谕 遵从的人 也会更多 虽然挨的地方 过去动用神仙手段 会让人相信的更快 但那样 就太没有逼歌了 哪有神明这么闲的 一个国家 大大小小的地方 都要过去张扬一遍 系统点头 继续看着不远处的场景 面对瑞王的话 皇帝一脸正色道 朕相信 那是月神 昨儿夜里 他就已经将穷江玉露服下 身体瞬间倍感轻松 如同年轻了十几岁 且那穷江玉露的味道 可真是人间难寻啊 第58章 皇帝搬走 皇帝这副信任的模样 更是让瑞王坚信 皇帝是被骗了 想当初他的皇兄 也就是皇帝的爷爷 文德皇帝 英明了一辈子 不也在四五十岁的时候 被一个江湖骗子给骗了 让自己成了史书上的笑话 毕竟历朝历代 身为皇帝 却被一个江湖骗子 给玩弄于鼓掌之中 文德皇帝是第一个 而现在 瑞王怎么可能 让皇帝成为 赫连家第二个被骗的皇帝 那样 后世看到史书 会怎么想赫连皇族和大庸 皇上 瑞王忽然大口地喘着气 一副要诀过去的样子 皇帝看得眼皮子一跳 立马吩咐一旁的府海 还不快送老王爷回府歇着 眼看皇帝 要用处理 刚刚那个大臣的方法 打发自己 瑞王忽然深吸一口气 腰背都挺直了几分 臣无事 看着整个人恍若 瞬间换了 精气神的瑞王 皇帝皮笑若不笑道 叔公 您还是回府吧 若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那朕岂不是要背负千古骂名 瑞王沉默 虽然这是事实 他也是打算用这方法 让皇帝退让冷静下来 可真没必要 这么直接点出来 臣不敢 原本挺直的腰背 瞬间又弯了下来 整个人 又变成了那副要死不活 随时断气的模样 见此 皇帝磨牙 亏他还以为这老东西 没几年可活了 这几年赏赐流水一般的 送进瑞王府 可眼下看来 这老东西分明 还精神得很 指不定 都能把他也给熬走 不过 想到自己昨晚喝了穷江玉露 现在感觉身体哪哪都好 想要熬走他 可没那么容易 皇帝目光扫向那些 跪在地上的大臣 冷声道 无事便都回去吧 然而没人回他 更没人起身离开 皇帝脸色一黑 穷江玉露他已经服下 断没有吐出来 还给月神的道理 东西都已经拿了 事情却没给办成 月神会如何想他这个皇帝 若是他一气之下 转而去了别的国家 那大雍可就损失大了 至于会不会神明一怒之下 对他或者大雍出手 想了想月神来人间的举止 皇帝赌对方不会 在乎百姓 心细弱者 必然是那等人善 且通情达理的神明 若针对他出手 到时候让大臣 或者百姓们一哀求 对方自然会收手 月神再如何 也是女子 女子都是拥有柔软心肠的 对此皇帝十拿九稳 月神要在大雍京城建造神殿 你们在此阻拦 莫不是想要将神明拒之门外 皇帝脸上带着怒火 心中却知道结果谁都改变不了 只有东街才适合建造神殿 只有让这些人搬走 众人相互对视一眼 继续莫不作声 今天皇帝没杀到人 这时候谁来开口谁倒霉 皇上 听到这声音 皇帝脸色一黑 这老东西到底想怎样 莫不是真以为朕不敢动他 看到瑞王那老太隆中的模样 皇帝心想 是啊 辈分摆在这里 朕的确不敢动他 瑞王开口 大雍自然不会将神明拒之门外 可不一定非得是东街啊 您让宗室百官 邪家眷奴仆都往哪搬 至于那位会不会是江湖骗子 把皇帝糊弄了 瑞王现在也不提了 他是老了 可也没啥 既然皇帝都说他相信那是月神 这时候再跟他畅反调说 那不是 他是跟文德皇帝一样 被骗子骗了 那就不是在劝诫皇上 而是在跟皇帝作对了 劝归劝 君臣身份不能忘 那书公级诸位觉得 除去东街 其他三街 难道适合建造神殿 皇帝质问 若那当真是神明 自然是不妥的 丞相身为百官之首 这个时候不能再不站出来了 皇上 臣与朝中几位大人 在东街还有处 空闲宅子 恰好警铃在一起 不若给月神用来建造神殿 此话一出 好几名大臣立马附和 几处宅子 就想换穷江玉露 当月神傻吗 不多给月神点地皮 以后还怎么指望月神 能够再拿些东西出来 皇帝冷声道 你们的意思是 让月神的神殿 规格在镇的皇宫之下 那自然是不妥的 可让这么多人 都搬离象征身份地位的东街 跟其他几届身份的人住一起 大多自然也是不愿的 丞相赶忙道 是陈诗言 皇帝目光 在所有人身上看了眼 正欲再次开口 让他们离开 忽然就听有人用不大 但却刚好足够众人听到的声音道 可东街所有府邸夹起来 地皮也没有皇宫大 论最好的位置 任何地方都不及皇宫吧 这句话一出 现场忽然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皇帝脸色一黑 这话什么意思 难不成 让他这个皇帝搬走 他目光灵力地看向众人 谁在说话 可没人回答他 所有人依旧低头 回想起刚刚那声音 像是掐着嗓子说的 不知是哪个混蛋 故意不想被他认出来 莫人承认 也没人指认 皇帝就是再昏庸 也不可能把在场的这么多人 都拖出去打一顿 况且那人也没有说错 说的都是实话 论建造神殿 最好的位置和地皮自然是皇宫 可皇帝怎么可能 将自己的皇宫拱手相让 哪怕对方是神明 本来这件事他这个皇帝不说 装作不知道 自然也就没其他人提 可眼下居然有不长眼的 给提出来了 还是在这样大庭广众之下 给说出来 他倒是想给糊弄过去 可神明神通广大 谁知那位 月神会不会 也在观察着这边的情况 若是对方知晓 在有人提出皇宫后 他这个皇帝 却故作无视 会不会觉得 他是故意想让神明 居于他这个皇帝之下 当下轻刻一声 皇宫自然是最好的位置 可天下大事 都需要在皇宫处理 若是将皇宫让出来 建造神殿 以月神人善的性子 想来也是不愿的 一个皇帝连皇宫都没了 那他可真真是要史书 千古留名了 众人 你没问 你怎么知道月神不愿呢 指不定他压根 就看不上东街 我们的那点一亩三分地呢 第59章 推倒皇宫 看到这一幕 夕月唇角弯起一抹笑 低声与系统说了几句 月神人善 别以为他 看不出皇帝打的什么主意 肚子里一堆弯弯绕绕 若换成以前的他 可能当真看不太明白 可如今有神明之眼的加持 他看的 可真是太明白了 系统点点头 对着另一边的夕月 比了个OK的手势 宿主放心 接下来交给我吧 皇帝说完 见众人都不说话 心中对此很是满意 总算没有不长眼的 继续说什么了 就在这时 一道绿色的小小身影 不知从哪里飞了过来 皇帝本以为 是什么虫子 可眼看那体积 也不像是什么虫子 且还是冲着自己的方向过来的 立即向一旁退了几步 总不能让不知道 是什么的东西 撞到自己身上吧 万一是害人的东西呢 身在皇宫 见过各种千奇百怪 害人的手段 实在是太多了 皇帝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身后的侍卫 也上前几步 随时准备拔刀 不过在距离皇帝 还有两米左右 系统停下了 这时皇帝 以及众人 也都看清了系统的模样 忍不住震惊 如此小的人 还带有翅膀 下意识地让人脑海里 浮现出两个字 妖怪 好在何不平 昨晚见过系统 此时赶忙开口 神兽大人 您怎么来了 神兽大人 众人愣住 皇帝更是开口询问 爱卿 这事 难不成跟月神有关 没听何眼说啊 何不平道 这是月神身边的神兽大人 系统扇动着翅膀 四处看了眼 没发现 有可以给他做的地方 心中决定 尽快解决 不过 也幸好自带的外壳 是精灵不是兔子 否则不管去哪里 一点点的距离 还得一蹦一跳地过去 一点也没有作为 神兽的威风 丝毫没意识到 自己现在 这副精灵外壳 其实与威风 也完全不搭边 皇帝心中 觉得有些不妙 他刚说完那样的话 这神兽就出来了 不会是 察觉到了他的心思吧 不过 看着神兽的模样 估计也不是个厉害的 刚这么想着 浑身忽然一麻 整个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系统 默默收回放出去的电流 心中冷哼 虽然他不会独心 但跟宿主相处的这段时间 也变聪明了许多 自然能看出 皇帝刚刚眼神中的轻视 再加上宿主 刚刚的交代 自然不能给皇帝好脸色 让他蹬鼻子上脸 看到这一幕 夕月觉得 他也该练习一下 对于雷电的运用了 不然刚刚定然 是要自己来试试的 主要是怕不小心量大了 直接把皇帝变焦叹 就是不知道 皇帝继承人定好了 没 对于皇帝这样 没形象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在场中人下意识的反应 就是立马低头装作没看见 皇帝这几年 除了脾气 越发不好外 也更加好面子了 他们若敢明晃晃地 看皇帝出丑 只怕接下来 皇帝恼羞成怒 面对他们的 就不是出丑 而是出血了 皇帝目光惊骇地 看着面前的神兽 怎么都没想到 看起来不是个厉害的 居然也有杀伤力 他现在浑身都没感觉 想要站起来 都做不到 偏偏除了盯着自己的神兽外 其他所有人 全都低头跪在地上 别以为庄没看见 他就相信了 分明都已经看到了 他如此没形象地 坐在地上 戏统目光充满趣味地 盯着他 实际上已经在脑海里 跟夕月聊起天来 大臣们 当自己是实相 不抬头看 也不言语 过了接近一刻钟 皇帝身上才 彻底恢复知觉 站起身来 这时在看向戏统 皇帝眼中 流露出一抹京剧 不知神兽大人 有何指教 至于刚刚为什么 对自己动手 他绝口不提 系统有些满意 他线下的态度 回到 刚刚你说 想要将皇宫让出来 给月神建造神殿 此话一出 皇帝瞬间忐忑起来 不知道神兽 想要做什么 是来说 不必如此的吗 是 不过想来月神 也不愿如此 系统 直接开口打断他 你见过月神 皇帝下意识摇头 系统 我还以为你 见过月神了呢 否则怎知月神愿不愿意 不等皇帝开口 系统 忽然提高声音道 大胆烦人 居然敢揣摩神兵心思 话落 系统配合的 给天空来了个乌云凝聚 雷霆滚滚 皇帝吓得再次一屁股 坐在地上 心中只觉得 神兽好可怕 而且刚刚这句话 好像在哪里听过来着 福海 这话 我是不是经常说来着 大胆 居然敢揣摩圣意 宗室大臣们的脑海里 全都浮现出了 这么一句话 看着天上那不时穿破 云层的雷霆 皇帝总觉得 下一秒就会劈到自己身上来 当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时 什么脸面不脸面的 全都不重要了 神兽大人说的是 是我剑阅了 连阵都不敢自称了 在场中人 皇上居然用剑阅这两个字 事后会不会觉得丢脸 把他们都给杀了 系统冷哼一声 算了 这次就放过你 也亏得 你是先见了我 若是换作月神 可就没我这么好说话了 话落 天上雷霆消失 乌云散去 众人 原来这叫好说话吗 皇帝 好啊 何家之前 是在骗他吧 神兽比月神好说话 由此可见 月神有多难相处 这样的神明 会像何眼说的那样 帮助百姓 是是是 我以后一定注意 皇帝卑微脸 你且等着 我这就叫月神 闻言 皇帝大惊 不必惊动月神吧 神兽都让他吃了苦头 月神来了 还不得 让他脱一层皮 系统白了他一眼 自然要请示月神 要不要推倒你的皇宫 来建造神殿 推倒皇宫 皇帝有点想哭 事情怎么就变成了 眼下这一步了呢 此时 他丝毫不敢抱有侥幸心理 觉得月神人善 不会要他的皇宫 见他脸上表情 系统道 哭丧着脸做什么 难不成你不愿意 他哪里敢啊 皇帝 立即做好表情管理 只是眼底的不舍却 是怎么都遮掩不住 不敢 他陪着笑脸 系统哼哼 月神能 看上你的皇宫 用这里建造神殿 那是你的福气 不要不知好歹 第六十章 飞瓶留下 不知好歹 皇帝脸色扭曲了瞬间 又赶忙恢复了正常 算了算了 打不过人家 随神兽怎么说吧 就是这么多年 除了当皇子 那会受过这样的气外 还从来没被人如此对待过 特别是还被当着 如此多文武大臣 皇室宗族的面 简直是丢人 被皇帝阴瑟瑟的目光扫过 在场众人全都默默低头 当自己是瞎子和笼子 希望皇上能看出他们的识趣 别事后算账 系统装模作样地闭眼了一会 随后看向皇帝 月神说了 皇宫挺不错的 皇帝脸上的笑容 差点没维持住 难不成他们大拥世世代代的皇宫 就要这么被推倒了 关键是皇宫没了 他这个皇帝住哪 他的那些妃嫔和皇子公主 宫人侍卫都去哪 月神想要皇宫 我自然愿意双手奉上 他赶忙开口 生怕晚一步又被来一下 虽然不知道 刚刚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身体是真不好受 那种滋味 他估计一辈子都忘不了 众人 刚刚神兽没来之前 皇上宁可不是这样的 皇帝又小心翼翼地试探开口道 可是那样的话 皇宫里那么多人 可能就要没地方去了 所以 能不能再给点东西补偿一下 系统看向他 开口道 难不成月神给的穷江玉露 还不够你重新买一处地方 在场众人忽然抬头 穷江玉露 什么穷江玉露 皇上你要我们搬走时 可是一句都没提啊 被众人目光盯着 皇帝稍微心虚了一瞬 很快又觉得自己做的 并没有什么不对 穷江玉露这种东西 他这个皇帝不服用 难不成还给这些臣子服用 况且 他之前又不是打算 白用他们的府邸 不是开了私库 给他们补偿了吗 真是太贪心了 他朝中的这些人 实在是太贪心了 改天一定要好好查查 指不定里面不知有多少贪官 到时候全部抄家流放 想到自己的国库 又要有一大笔进账 皇帝忽然看着这些大臣 都顺眼了不少 皇帝眼神的变化 大臣们不傻 可以说 这么久相处下来 皇帝有哪些骚操作 他们都是知道和了解的 当下一个个心想着 刚刚神兽怎么不直接 把皇帝给批了呢 如今朝堂稳定 换个皇帝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皇帝想抄家 殊不知大臣们 也想让他赶紧苟带 自然是够的 不过神兽大人有所不知 我这皇宫中人比较多 京城中没有哪处地方 能够容下这么多人的 说到这里 皇帝叹了口气 一脸的苦恼 他的脸上的苦恼 一半真一半假 皇宫中几千多人 想要在京城中 找到能够容纳 这么多人的宅子 的确没有 但也并非没有实际解决方法 将皇宫中的 年纪大的宫女太监 放出去一部分 剩下的再分开来住 多上几个宅子 完全是够的 但自古以来 皇帝都居住皇宫 像皇宫一样住在宅院里 再稍微给他一点点补偿 也不过分吧 系统道 都有哪些人 皇帝觉得有希望 正准备开口 忽然想起 自己对皇宫中具体人数 也不太清楚 当下看向浮海 浮海会议道 回神兽大人的话 皇宫中侍卫 共计有三千人 太监九百 宫女两千人 还为出宫居住的皇子九位 公主十二位 娘娘九十三位 先皇的妃嫔二十四位 一共六千多人 皇帝一直都知道 皇宫里人数多 可现在才有了 更直观的认识 怪不得每年皇宫的开销 都是一笔天文数字 逢年过节 让人开她的私库 给妃嫔 皇子 公主赏赐后 都缩水了很多 不过 她有这么多妃嫔吗 既然如此 系统一脸沉思 皇帝眼睛一亮 静等下文 你宫中的娘娘们好看吗 系统忽然开口 皇帝愣住 没搞明白 突然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过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能够选入后宫的 容貌自然不差 虽然对于后宫中的那些女人 她只记住了那么十几个 剩下的大多数都没什么印象 但记忆力是没有一个丑的 系统点头 这样啊 那不就简单了 皇帝 月神喜欢好看的人和物 你的那些娘娘们都留下吧 你带着人离开 皇帝 所以 这是让她滚出皇宫 她的那些妃子 却都能留下 见她瞪大眼睛 系统语气冷了下来 怎么 你不愿意 皇帝瞬间回神 赶忙摇头 不不不 只是她们有的年老色衰 不若让我的那些公主留下 女人再如何都是外人 万一得了月神青睐 将来骑在她的头上 可怎么好 公主就不同了 是她的骨肉 定然是跟她这个父皇一条心 至于她们的母妃 皇帝想到 每每见了自己 那些女儿们争风吃醋 想要引起自己喜爱 完全不在乎自己的母妃的样子 根本就不担心 是你在叫本神兽做事吗 系统板起脸 虽然看起来更萌了 但皇帝可丝毫不敢小看 这位神兽大人 福海 这句听起来也有点耳熟 他是不是也说过来着 不敢不敢 皇帝立即认怂 系统满意了 挥了挥小手道 那行吧 没什么是本神兽就先走了 闻言 皇帝赶忙叫住他 神兽大人 不知月神可说 要我等何时搬走 你且先等着吧 带月神来的京城再说 月神未至 任何人不得动这皇宫 宿主可没打算 真让皇帝这么一大群人搬走 也没打算住皇宫 不过是吓唬吓唬他罢了 而且 皇宫这样的建筑 怎么可能真给推倒 听到这 皇帝并不觉得高兴 虽然能多住一段时日又如何 还不是要搬走 离开这象征帝王与皇权的皇宫 而且他马上还要出发青州去请月神 不过月神之后自己会来 那他 是不是不需要去请了 神兽大人 我打算去请月神来京城 您看 他试探开口 系统瞄了他一眼 没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奇怪道 你不去请 难道还要本神兽请 第61章 信仰歧视 若说原本对去请月神这件事 皇帝还抱有实诚实的期待 可在见识到神兽的坏皮气后 想到比神兽还不好说话的月神 心中不由生了胆怯 当了皇帝 特别是到了 他这个年纪 就会变得格外怕死 神兽都差点要了他的命 那月神会不会也一言不合 就收舍他 可看着神兽消失的背影 皇帝到底没敢将不想去请的话说出来 此时闻五百官 皇室宗亲全都自觉地跪在道路两旁 给皇帝的御驾让出一条路来 刚刚神兽的出场 让他们相信月神了不是江湖骗子 既然是神明 要了皇宫有何不可 他们此时自然没有了劝诫皇上的道理 反正要的又不是他们的府邸 不过 月神若真是要他们的府邸 他们绝对会比皇上更痛快地拱手送上 众人假惺惺地想着 瑞王此时也站在角落装透明人 默不吭声 看到这一幕皇帝脸色黑沉 这群狗东西 系统准备带和眼回来时 夕月正在盘点自己获得的技能和眼下的信仰值数量 星月相随 领域之内 皆是王土 空间 腾云驾雾 神明之眼 雷霆之力 千变万化 碧月修花 沉鱼落雁 知梦 言出法随 包治百病 控水 顺移 信仰值之前还剩六十万四千 祭祀那日收获了三十七万两千一 皇宫中系统去了一趟后 心中相信月神存在且敬畏的人更多 获得了三万四 如今共计一百零一万零一百信仰值 果然 只有发自内心地相信月神存在 且敬仰敬畏月神 得到的信仰值数量就会更多 并不是固定的一个人只能贡献那么一两点 越相信 他这边得到的就越多 就是不知道 一个人能不能反复贡献信仰值 若是不能依照古时候的人口数量 这一代 他可能急不齐 毕竟神明也不是人人都会信仰敬畏的 去掉这么一部分 再去掉不懂事的小娃娃 估计要两三代左右 若是能反复贡献 那就说不准了 恰好系统那边让他去接 夕月起身 瞬间来了京城 他第一时间打开了领域 除了系统 谁也看不见他 系统正与和颜在一起 旁边还有八名丫鬟打扮的女子 夕月 他知道 和颜打算给自己多准备几个丫鬟 没想到 对方会趁这次来京城给准备上 看这一个个容貌一态 估计还不是普通的丫鬟 系统看到他的到来 朝着和颜道 那我们这就走吧 话落 夕月配合的动用技能瞬移 刚回到吉祥客栈 系统身影就消失在了和颜面前 和颜只当神兽大人 是自己离开了 实际上是被夕月直接给带回了房间 宝 我问你个事 听到这 系统垂下脑袋 有事就是宝 没事就是童子 宿主 你还能再现实点吗 夕月伸手点了几下 随后道 行 那就来点现实的 系统瞬间就察觉到了 自己账户里多出来的一万性养值 他呆住 随后身上光芒一闪 变成了毛茸茸的黑白团子 滚到夕月怀里 宿主 你知道吗 你现在就好像 你们那个时代电视剧里的霸总 浑身散发着耀眼迷人的光芒 夕月嘴角一抽 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 就连系统也不例外 那就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他说着 手上的动作 却一点没停 这可是国宝啊 每次隔着屏幕能看不能摸 早就 把他缠得不行 一直想让系统换成团子的外壳 小家伙怎么都不愿意 没想到这次居然还有意外之喜 宿主你问吧 系统直接将自己摊成一张饼 夕月笑眯眯道 关于信仰值 一个人能反复贡献吗 系统愣住 下意识地查了一下自己的资料库 随后摇头 不行的 信仰值主系统设定的 是一个人只能贡献一次 系统没有失望 而是继续道 可是这样不对啊 见系统疑惑 系统继续 你看 假如一个人从别人那里 听到了关于月神的消息 心中相信了月神的存在 对此贡献了一两点信仰值 这没问题吧 系统点头 那若是再有人得了来自月神的好处 决定时不时烧香供奉 那这人贡献的信仰值 是不是就不止一两点了 系统再点头 自然 这样对方说不定能贡献几十甚至上百信仰值 系统寻寻善诱 那若以上情况来自同一人呢 你们要按照哪次的信仰值来算 系统呆住 下意识回到 第一次啊 说完 自己也觉得不对了 第一次和第二次 甚至以后不知道多少次 信仰值数量都是不同的 如果只按第一次来的话 见他陷入思考 系统继续道 你看 都是信仰值 为什么只能算第一次的 难道后面的信仰值 就要被嫌弃吗 原来你们系统 还搞信仰值歧视啊 系统下意识反驳 才不是 说完他小声道 肯定是主系统设定的时候 没想到一个人还能反复贡献 希悦微笑不语 能创造出系统这种东西 主系统的强大 可想而知 对方能想不到 一个人 还能反复贡献信仰值 或许是对方当初设定的时候 打的主意 就是让宿主在任务世界 做几百年任务 不然 为什么被系统绑定的宿主 都能在任务世界 长生不老 他现在这句捏出来的身体就算了 但001那个宿主 可是本土人 自己原本的身体 系统纠结了一会 想到 刚刚宿主居然将 辛苦存的信仰值 给了自己一万 自己怎么都不能 让宿主吃这么个亏吧 后面得到的信仰值 为什么不能算呢 不如他去提醒一下 主系统这个漏洞 指不定主系统还会夸他呢 这样想着 系统朝着希悦道 宿主你放心 我这就联系主系统 让他修改这个漏洞 主系统最宠爱的 在亲自出面 想来是能够成功的吧 希悦心中想着 脸上却露出了一抹担忧 可你是偷跑出来的 现在去联系主系统 他会不会惩罚你啊 都出来这么久了 主系统又不是傻子 肯定早就知道了 估计也在放任宰子 在外面玩呢 系统不知道 希悦心里的想法 文言满心的感动 他家宿主可真好 不仅告知他漏洞 居然还担心 他呜呜呜呜 第62章 尽管调遣 正在忙碌的主系统 收到了来自002的信息 不由感到欣慰 偷跑出去一段时间 终于知道联系他了 当打开信息 看到里面的内容后 主系统沉默起来 原来不是想他了呀 又沉默了半上 原本想要驳回的 突然想到了001 又想到002那个性子 到底是任命的 将这个设定改了 就让002那个宿主 早点完成任务滚蛋 让002回来吧 系统这边 收到主系统的回复 第一时间就告知了希悦 宿主 主系统那边已经修改了这个漏洞 并且还奖励了你5万信仰值 希悦笑着夸道 我宝真厉害 果然我宝一出马 马到成功 系统被夸得不好意思 脑袋直接埋进了他的怀里 希悦却在可惜 修改之前那些损失的信仰值 不过他也知道 能得到5万已经很不错了 总不能还去找主系统讨要吧 别任我完成 童子离开后 主系统顺手 就把自己给抹杀了 做人 偶尔要学会知足 想到这5万信仰值到底归功于系统 希悦又给对方赚了2万5过去 诗人嘴短 拿人手软 况且 小家伙太单纯了 刚刚欺骗了他 此时有那么些许的愧疚 账户到账2万5 系统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 他有些震惊地 抬头看向希悦 宿主 再次揉了一把他的脑袋 希悦微笑 我们对半分 系统眨拔了下小眼睛 随后努力将自己团成一颗球 呜呜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宿主你对我太好了 我决定了 从现在开始 你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 说完带有犹豫的声音补充道 你和主系统并排重要 这小家伙 还挺会一碗水端平的 宿主 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他突然开口 希悦想了想 道 明天就走 说着他打开系统商城 仔细看了起来 系统跟着凑了过来 就见他正查看着那些 高大上的飞行云舟 你要买吗 系统眼睛发亮 这种东西他想做 看了眼价格 希悦直接关闭商城 一脸淡然道 神明骂 没必要那么张扬 还是坐马车体验人间吧 系统不傻 直接道 宿主 你是不是嫌贵 废话 五十万信仰值 再加上之后的神殿 系统还不给赦账 让他凭空变出信仰值吗 好 我们要学会 把每一分信仰值 都花在刀刃上 他一脸正色地开口 系统沉默 随后道 宿主 我昨晚跟别的系统 讨教了一下经验 如何快速收割信仰值 文言 希悦沉默 快速收割信仰值 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 有个业绩 很好的攻斗系统 告诉我 如果在人间 散播大规模瘟疫 死伤无数 你再出面解救 话没说完 嘴巴就把希悦 伸手捏住 宝 怎么获取大规模信仰值 我这边有计划的 你以后别跟人家 讨教什么经验了 还是做个单纯的乖宝吧 系统低垂下脑袋 宿主 你是不是不想这么做呀 犹豫了一下 希悦还是点头 其实这个想法 我也有过 甚至还想着 来一场天灾 比如洪水这些 说到这里 他嗓音有点干涩 但这种 用无辜性命 堆积出来的信仰值 我不想做 也做不到 他会通过别的方法来 累积信仰值 但绝不会是 通过这种 用人命的方法来累积 那样得来的信仰值 他也不敢用 系统点头 既然宿主你不想 那我以后就不提了 希悦摸了摸他的脑袋 我把真管 系统 很是不好意思地低头 却忘了此时 他用的是几个月大的熊猫外壳 做出这副模样 究竟有多萌 片刻后 系统慌忙 逃离出房间 浑身的毛都炸了起来 宿主还真是 真是 小小的眼睛里 满是羞窘 慌不择路地 直接撞到了一个人的腿上 这是什么 好奇的声音 随后一双手 将系统抱了起来 好奇地打量着他 看着在自己面前 放大的何玉的脸 系统原本还慌乱的心情 瞬间冷静下来 抬起一只爪子 直接拍在了 何玉凑近过来的脸上 我是你们的神兽大人 他试图板起脸 何玉愣住 很想笑 但他没敢 正想说 神兽大人可不长这样 下一秒怀中一空 一道绿色的身影 飞了出去 他忍不住微微张开嘴 还真是神兽大人啊 系统飞在空中 扭头朝着他道 月神说了 明日便走 说完这句 本想要飞回西悦的房间 但想到 刚刚他对自己做的事 到底是朝着客栈 外飞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 是新来的八名丫鬟 伺候西悦用的早饭 客栈外马车 早已停好 新的绸缎 从房间 一直扑到客栈外 何家兄弟 站在马车旁 周围是那几百士兵 还有许清燕 西悦淡定地上了马车 许清燕来到马车外 与其带着倩一道 月神娘娘 殿下有事 需要处理 暂时没办法 这是殿下的令牌 可调动大雍各地驻君 若你有什么需要 尽管调钱 虽然他觉得 月神应该用不上 但殿下 既然给了 自然是 有他的道理 何眼目光 落在那令牌上 觉得秦王 还真是有魄力 这种东西 说给就给了 不过再珍贵 都配不上月神 令牌从许清燕掌心中浮起 飞到了马车窗子外 一只玉白的手伸出 将其拿起 在手中 翻转把玩了几下 随后准确无物地 丢回了许清燕的手上 月神没说话 但意思很明显 他不需要 许清燕默默地 将领牌收回去 翻身上马 带着几百士兵 跟在后面 何眼扭头 看了他一眼 觉得他这两天 倒是安静了不少 察觉到他的视线 许清燕抬头看过去 随后收回目光 他又不是傻子 若说原本对月神 还有点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神与人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这两天 更是看得分明 他不想 在后面苦苦追寻 还是人间更适合他 天上的明月 之所以高挂在天上 就是杜绝凡人触碰的 作为谋士 保持冷静 清醒永远是第一位 第63章 到达青州 一群人行在路上 原本道路两边热闹的摊贩 和人群瞬间安静下来 这两天 谁不知道那位月神 住在吉祥客栈 吉祥客栈 又被一群士兵包围 此时见到这阵仗 哪里猜不出马车里面 坐的是谁 许多人默不作声地跪在地上 悄悄磕起了头 更多的人则是转身 快步地朝着家的方向奔去 等出了林安俊 就看到外面 站着许多百姓 手中都提着东西 合眼愣住 刚想要派人过去询问 百姓中忽然有人开口 月神娘娘 谢谢您救了我女儿 这是这次祭祀 被救起来的徐梅的父亲 她和徐梅的母亲 以及徐梅 忽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朝着西月的方向 磕了几个头 随后放下一篮子的点心 与鸡蛋转身 快步离开 这两天 本来想去吉祥客栈感谢月神的 但想到神明 哪里是那么好见的 再加上 客栈外的那几百士兵 直接将徐梅一家给吓退 不久前听到 月神要离开 这才拎着 早就准备好的鸡蛋 以及用家中 攒下几月的银钱 买了林安俊 最贵的一家点 心急匆匆地赶来 除了徐梅一家 其余人 也都默不作声地磕了几个头 放下手中的东西就走 这些都是林安俊这些年来 受害少女的家人 因为夕月的出面 主范李氏族长这些人 已经被判了问战 不日就会行刑 圣余者也都没跑 全都是杖刑之后 抄家流放 一辈子别想再回来了 这个时候的流放 可是一不小心 就会要人性命的那种 看着留了一地的东西 里面甚至还有积压 和眼镇准备寝视月神 虽然他觉得 月神可能并不一定会看上这些 下一秒 不远处地面上摆着的那些东西 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走吧 月神淡淡的声音响起 和颜拱手 一行人继续向前走 马车里 夕月双手拖着下巴 看着空间里的那些东西 心情很是复杂 救人 虽然真心占了一大半 但到底还是夹杂着一点 想要获取信仰值的私心 此时 看到百姓们发自内心的感谢 他忍不住 有一丢丢心虚 宿卓 你在想什么呢 坐在一旁的系统开口 不敢靠近夕月 昨天夕月 狠狠地吸猫时 可是把他给吓到了 以至于现在 都不敢距离夕月太近 更不敢再轻易使用 熊猫外壳了 我在想 夕月眼神微微放空 既然来了这个事件 我得为他们做些什么 原本就有这个想法 现在这个想法 更加强烈了 他抬头 朝着马车外道 这里距离青州 还有多久 和颜声音不假思索地传来 以现在的速度 若中途不做停留 大概还要五日 话音刚落 一群人忽然朝着天空上飞去 已经经历过一次的 和颜等人很快稳住 但脸上还是有些许的慌乱 而第一次被滴溜上云层的 许青燕一行人 则是强忍着 让自己镇定下来 虽然都是见过世面的 可第一次上天 还距离地面越来越远 再稳重的人 也难免会变成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系统不解 宿主 为什么不直接顺移过去啊 熙悦冷静道 顺移过去 地面上的人能看见 他现在 可是要搞事业的人 系统恍然大悟 难怪这次宿主飞得不高 也就一千米左右的样子 站在地面的人 虽然看不太清 但绝对不会看不到 这么一大群人 从天上飞过 而这一路上 不知要经过多少地方 哪怕古代地广人稀 也足以被很多人看到了吧 熙悦动用神明之眼 确认青州所在地后 路过无人的地方时 便加快了速度 外面一群人 只感觉头晕眼花 虽然空中什么都没有 但那种 飞快前进的速度 还是让人不适的闭上眼睛 两个时辰左右 便赶到了青州上空 这还是熙悦 稍微放慢了速度 否则一个时辰 不到就可以赶到 而这一路上 的确有不少人看见 天空中一群仙人飞过 特别是 当没多九月神下凡 显灵的事情 传到这里后 不少人纷纷开始 信奉起月神来 此为后话 青州比起春城来 还要大上一些 从上空飞过 能看到许多地方 成片的凉田水道 林木果树 如今 快到丰收的季节 入木的街是一片 青绿夹杂着黄色 格外好看 西月心情 也不有好起来 到了青州地界 就由河眼 在前面开口指路了 河家是在河老爷子 那一带才开始发家的 河家祖上居住青州 只是普通的农户人家 河老爷子 从小就展现出了 过人的读书天赋 后来 在一家人的咬牙供养下 读出了成绩 通过给人当幕僚 被举荐 任了青州一处地方的县令 最后 更是因为颇有政绩 被调回京城 用了二十多年 慢慢爬到了成像的位置 自此河家 开始过上了好日子 河家兄弟姐妹也都依靠老爷子 有了个还算不错的前程 河老爷子重视读书名士里 而河不平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 通过举荐任了官 这些年下来 更是凭着能力官职兵部上书 自从河老爷子去世后 河不平这一脉 就一直居住在京城 其他的河家人 就居住在青州老宅 算下来 虽然每到年节 都会往老宅这边送东西 但已经有近十年没回来了 河眼也是凭着 记忆里模糊的印象 指出了去往老宅的路 说是老宅 其实是后来 河不平任京官后 花钱在青州修建的 地处繁华 占地面积也不小 专门给已经制式的 河老爷子居住的 老爷子去世后 就是河不平的兄弟姐妹居住 偶尔还有老爷子的兄弟过来 一群人在老宅外降落了下来 刚落地 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吵闹声 哪怕隔着大门都挡不住 河眼面色微变 立即下车 亲自过去敲门 大门很快被人打开 同时传来不耐烦的声音 谁啊 敲什么敲 没事快 滚 后面的话 卡在了嗓子眼里 被外面的一群士兵给震住了 很快 说出来的话转了个弯 你们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是想要做什么 大概是这里的动静 惊动了里面的人 很快有个体型微胖的中年女子 走了出来 当看到河眼后 她微愣 不确定地开口道 眼哥 第六十四章 鱼鹿君瞻 河眼也很久没见到这些亲戚 还是小时候见过一面 但是关于青州老宅这边的亲人情况 出发前河不平都跟她说过的 所以 凭着对方的相貌和说话方式 河眼没有犹豫地道 戴伯娘 见她说话 冯玉莲脸上露出笑容 还真是眼哥 前几天你那护卫突然回来说 你们不日便道 我还以为是开玩笑呢 听到这话 河眼心中忽然生起一丝的不妙 冯玉莲转头 冲着河不安道 刚刚鬼叫什么呢 是你侄儿回来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匪徒来了呢 河不安也有些傻眼 没想到 来人居然是和眼 按照速度来算 不应该啊 她低声道 你看看门外 听她这么一提醒 冯玉莲才伸出脑袋 看向门外 这不看不打紧 一看下一条 几百身穿甲胄的士兵 站在外面 手中的利刃泛着冷光 看得人下意识的心慌 眼哥 你这是 冯玉莲脸上的笑容 差点没维持住 心想难不成是 老宅里的事 被她知道了 准备对他们这些人动手 可是不应该 不至于啊 不就是一张床吗 看到她微微心虚的模样 和眼声音 也冷了几分 大伯娘 我前后 派了两名护卫回来 老宅该准备的 都准备好了吧 别的事情 他们做了什么 她暂时不管 可月神的事情上 只要不出错就行了 察觉到和眼语气的变化 冯玉莲脸上 挤出笑容 好了好了 这几天 都准备好了 一旁的和不安 看了她一眼 想要说什么 却被她瞪了一眼 和眼转身 换了四名丫鬟过来 朝冯玉莲道 劳烦大伯娘带 他们过去一趟 冯玉莲目光 在外面的那辆马车上 瞄了一眼 低声道 眼哥 你让人带信回来 说是有贵人将至 这里面 到底是谁啊 不会是公主吧 因为和不平的关系 哪怕和家其他 几方无人步入官场 但在这青州 却也算得上是 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 就连青州之府 见了和家人 都会笑脸相迎 冯玉莲自认 见过大场面 可眼下这么大阵仗 却还是第一次见 哪怕当初 和不平这个小叔子 衣锦还乡 都没这阵仗 晚些时候 再与各位书摆沈娘解释 和眼低声开口 月神之事事关重大 再加上青州这边 其他几方 究竟性情如何 他也不清楚 因此 性中没敢多说 也让护卫守好嘴 生怕在还没来青州之前 老宅这边 就轻易将月神之事 泄露出去 不过如今 知晓月神 下凡之人 越来越多 也没什么可以瞒的了 冯玉莲剑 何眼没否认 心中不由打鼓 原本他见护卫 亲自过来 带了大把银票 就为了装饰一个院子 又见何眼信中 只说是什么贵人 没说具体身份 只以为是何眼 带了哪个京城中的贵女过来 想讨人欢心 可现下 若真是公主 想当带张床 他眼神闪了闪 带着几名丫鬟离去 何不安想要朝马车那边望去 想要看里面是什么人 却被何眼挡住 大伯 你去将几位数百沈娘都喊来 在祠堂等我一会 换做旁人家 小辈这样说 长辈不一定肯去做 但在何家 就不一样了 何不安立即点头离开 剩下的几名丫鬟 已经开始在铺仇断了 若非老宅里马车进不来 没办法行驶 定然是要停在院子外的 对于这样奢侈的行为 在场中人 全都没什么意见 古时候 还有宠妃以丝绸断为乐 如今用来给月神垫脚 又有何不可 准备好的院子走去 来到院子外 冯玉莲已经带着 一群丫鬟等在了外面 除了那四名丫鬟外 还有十来名 见此 何眼稍稍放下 那么一点心来 看来信中 让老宅这边安排丫鬟 这点倒是照做了 冯玉莲目光落在西月身上 正准备好好打量 这位应该是公主的女子 下一秒就觉得 眼睛有些疼 忍不住伸手 揉了揉眼睛 揉了片刻 睁开眼 却发现模糊一片 站在冯玉莲身边 一名藕合色衣裙的少女屈膝 落落大方地行了一礼 神色不卑不亢 见过贵人 说话间 微微低垂着眉眼 没有乱看 西月看了一眼 静置入了院子 两旁后着的丫鬟紧跟着 走了进去 何眼停在院子外没进去 之前是没有旁的人可用 如今来了青州 伺候的人如此多 她身为男子 怎么都不方便 再进入月神居所 虽说月神 可能并不在乎这些 目光落在那少女身上 她开口 可是秋双妹妹 何秋双汉少 行礼道 秋双见过兄长 何眼微微后退一步 你我兄妹 不必如此 一旁的冯玉莲 又揉了揉眼睛 这次倒是能看见了 她心中忍不住泛起嘀咕 等会儿的去请个郎中 看看眼睛 可千万别出什么事 何眼看向她 大伯娘 秋双妹妹 正好我有事情 要与大家说 你们随我 一同前往祠堂 冯玉莲猜想着 是不是跟里面 那位公主有关 当即拉着何秋双笑道 行 我们这就去 夕月进了院子 就见院子里 处处栽种着盛放的鲜花 不过因为季节的原因 种类也就那么多 进了房间 里面布置得更是奢华 哪怕对玉和百剑这些 并不怎么懂的 她都能看出来 每一样都价值不菲 甚至墙面四周 还镶嵌着十几颗夜明珠 大手笔 打发了丫鬟出去 夕月转身 毫无形象地躺在了 那张看起来 超豪华的柔软大床上 宿主 接下来你要在青州等 皇帝过来请你吗 系统落在了 离夕月有些距离的桌子上 夕月舒服地闭上眼睛 当然 不过不能干等着 得搞点事 系统有些疑惑 夕月睁眼 打开系统商城 搜索着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边解释到 月神下凡 如今只在大庸这边 有些消息 既然要累积信仰值 怎么也不能 把其他几国 给冷落了吧 要与陆君瞻吗 第六十五章 无命休矣 夕月待在房间里 直到晚上都没出去 丫鬟在外面请他用饭 他也拒绝了 之前吃饭 只是没事 加上三餐习惯了 可现在忙着想剧本 再加上 身体感觉不到饥饿 自然就对吃饭这种事 不太在意了 殊不知已经得知他身份的 何家一群人见月神来了之后 第一顿饭 居然都没用 心中顿时气上巴下 颇感不安 何眼还算镇定 让人准备好糕点 已被月神随时享用 到了夜晚 大概七点多的样子 夕月翘无声息地离开房间 直奔安国皇宫 系统商城里 他什么都没有买 剧本想好后 他觉得完全可以省下 这一笔信仰值 而安国与大庸有仇 所以第一站 他选择了安国 古人虽然流行早税 但皇宫一般不在此脸 安国皇帝如今年过四十 还在御书房批阅奏折 自从几年前被大庸 坑杀十万将士后 安国元气大伤 如今已因有 五国末位的势头 这几年哪怕他再努力 如今也开始有心无力起来 等到将今日的奏折批完 安国皇帝站起身 一旁的总管太监 立即上前道 可要宣哪位娘娘事情 安国皇帝心思动了下 随后摇头 罢了 沐浴了一番后 抬不回了寝宫 寝宫门前脚刚关上 后脚安国皇帝 就晕了过去 即将倒在地上的那一刻 无形的力量拖住了他 将他一路送到了龙床上 而在安国皇帝的记忆中 他是正常进了寝宫 并没有晕倒 夕月坐在椅子上 吃着白天百姓们送的糕点 一边给安国皇帝之梦 梦境中 安国皇帝还没走到龙床边 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寝宫里弥漫着淡淡的香味 是女子身上的那股香 想到自己已经有一段时日 没去后宫 估计是后宫中的哪位嘉丽 偷偷跑来想要成宠的 原本有些淡的心思 此时倒是来得兴趣 至于会不会是刺客 安国皇帝倒是没怀疑 毕竟皇宫固若金汤 且曾经也不是没有 妃嫔用过这样争宠的方法 等到走近 看到侧躺在龙床上 一身黑色衣裙 容颜妖野的女子时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他后宫中何时 多了这么一位美人 不过没几年 就会有一些女子入宫 算起来 确实有许多 他到现在都还没见过呢 不过 为何对方一身黑裙 这可是 有些不太吉利 但很快 他便将这感觉 不太对劲的想法抛之脑后 朝着女子走去 声音也变得温柔 你是后宫中 哪位妃嫔 朕从未见过你 女子没有回答他 而是朝着 他微微勾唇 眼波流转间 让安国皇帝 差点没把持住 直接扑过去 好在离龙床 还有一不知遥时 他停住了脚步 怎么不说话 他有些好奇 见女子 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忽然想起 自己方才沐浴完 头发如今随意披着 可能有些乱 难不成美人 这是嫌弃自己 正想着 就见女子伸出手指 朝着自己轻轻勾了勾 安国皇帝 不受控制地 朝他走了过去 坐在了龙床边 女子乖顺地躺着 媚眼如丝地瞧着他 虽然已经上了年纪 经历大不如前 但此时安国皇帝 还是不由浑身火热 下意识地朝着女子 伸出了手 却被女子伸出 一只白嫩的手给拦住 转而勾住了他的脖子 将他拉近 近距离地看着 女子的那张脸 安国皇帝 忍不住低声道 如此美人 怎如今才发现 话落 女子突然发出轻轻的笑声 安国皇帝 眼睛一亮 不仅人美 声音也好听 女子缓缓凑近他耳朵 吐气如蓝道 我好看吗 安国皇帝点头 岂止是好看 简直是人间难寻 对于他的表现 女子似乎很是满意 松开了 勾住他脖子的手 无嘴轻轻笑了起来 那你喜欢我吗 他再次开口 安国皇帝 眼神开始迷离 点头道 喜欢 女子伸出手指 轻轻按在了 他的心脏处 声音仿佛能拉丝 喜欢我 那如何证明 文言 安国皇帝 危愣 如何证明 朕明日辩封 你为贵妃 他没有犹豫的开口 女子脸上笑容却僵住 很快又露出了 那副勾人的表情 我不要贵妃 不要 这可是后宫中许多女人 求都求不来的 安国皇帝皱眉 脑袋稍微清醒了 那么一瞬 下一秒又被女子的笑容勾住 变得迷糊起来 喜欢我 那能把你的命都给我吗 女子轻眨眼睛 语气缓慢而轻柔 把命都给她 安国皇帝不由觉得好笑 后宫妃子 想要争宠的手段 千奇百怪 甚至为了证明 对她这个皇帝友情 也不乏有人说过 愿意把命都给她之类的话 可如今居然一个妃子 来问她这么一句话 对此安国皇帝也没有多想 只当是女子想要 证明自己是真的喜欢她 反正只是说一句话而已 逃美人欢心 又没有什么 安国皇帝没有过多犹豫 柔声道 自然 今晚朕的命是你的 说着 便有些迫不及待的伸手 朝着女子的衣裳伸去 然而 这句话仿佛触动了什么机关 女子眼睛瞬间亮起 眸色也开始变暗 安国皇帝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但在手处碰到女子腰带时 就听一道有些诡异 且圣人的声音 在寝宫中响起 这可是你说的 你的命 是我的了 嘻嘻 声音 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 怎么听怎么诡异 安国皇帝猛地清醒 下意识地 抬头看着面前的女子 原本妖也的面容 此时变做了白骨 那空洞洞的双眼 吓得安国皇帝 一屁股从床上跌了下去 他张了张嘴 头脑一片混乱 这是 鬼吗 等看到那根本称不上人 只能算是一具骷髅的东西 猛地朝自己凑过来 安国皇帝 这才如梦初醒 高声大呼 来人 快来人 然而 任凭他喊破嗓子 外面都没有一丁点动静 嘻嘻 没用的 乖乖地把命给我吧 骷髅朝他伸出了手 安国皇帝嘴唇微微哆嗦 想要爬起来 却发现身体 怎么都动不了 无命修矣 第六十六章 修建祭坛 眼看着自己就要命丧于此 安国皇帝刚准备闭上眼睛 下一秒 寝宫外亮起一片柔和的白光 分明有墙壁这些遮挡 可那白光 就是无视了一切 直直地照进寝宫里 夕月这边配合的在梦境外 让月光倾洒在皇帝的寝宫 如此一场 外面首页的太监 和巡逻的侍卫 立即发现了不对 他将桌子上的点心收起来 同时变换成了安国皇帝梦境里 那骷髅的模样 身上的衣裙 也便做了黑色 梦境里 骷髅见到这光芒 语气有些惊慌 该死 月神不是在大庸吗 怎么还会注意到这里 他愤恨地看了安国皇帝一眼 冷笑道 你已答应 将命给了我 就别想逃掉 我就不信月神 还能时不时地看向这里 为了你一个 凡人专门过来斩杀我 此时梦境外的皇帝 也被摆在了梦境中 他所处的位置 跌坐在地上的姿势 随着骷髅化落 梦境瞬间切换为现实 夕月站在那骷髅所在的位置 无缝衔接 继续开始表演 此时窗外的月光亮得更厉害 夕月最后看了安国皇帝一眼 虽然没有眼睛 但那双空洞的眸子 看得安国皇帝心底一阵发寒 下一秒 夕月衣袖一挥 寝宫大门猛地打开 外面的侍卫和太监政 准备涌进来 猛地看到里面 站着一具骷髅 一个个都惊地站在 原地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 很快 那穿着黑色衣上的 骷髅化作一道黑光 朝着寝宫外奔去 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安国皇帝额头上全是冷汗 直到被太监扶起来 整个人才如梦初醒 妖怪 这世上居然真的有妖怪 你们都看见了吗 安国皇帝急切地朝着太监 和侍卫们开口求证 试图让人告诉他 刚刚的一切都只是他的幻觉 一名小太监低头 眼中是控制不住的惊骇 皇上 奴才看见一具骷髅 闻言 安国皇帝目光朝着剩下的人看去 皇上 属下也见到一具骷髅 穿着黑衣 皇上 属下见那骷髅 变成一道光消失了 听着众人的话 安国皇帝 这才确定刚刚的一切不是梦 真的有妖怪 也有可能是鬼 而对方想要自己的命 但似乎没办法 直接取自己性命 只能哄骗自己 说出那句命是他的 似乎说了那句话 他就能取了自己的性命 想到这里 安国皇帝 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让自己控制不住美色诱惑 现在好了 小命都要保不住了 看那妖怪的样子 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接下来会不会 还会来取自己性命 想到对方口中的月神 再想到 方才外面明亮的月光 他眼睛猛得一亮 刚刚那妖怪 似乎惧怕月神 而那位月神 想来就是神话中 执掌黑夜与明月的神明 对方在大庸 想到大庸 安国皇帝 恨得磨牙 大庸坑杀他安国十万将士 如今居然还有神明在 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约 就是不知大庸那边 知不知道月神的存在 安国皇帝也没了睡意 连夜召了许多人 秘密前往大庸打探 有关月神的消息 若大庸不知月神存在 他便将对方请到安国来 若大庸知晓 安国皇帝心头哽了下 忍不住开始思索 若是这种情况 该如何将月神请来安国 当然 最关键的是 先将他被妖怪盯上的事情 给解决掉 现在派人哪怕快马加鞭 前往大庸打听消息 一来一回也要大半个月 更别提四处打听消息 耗费的时间了 他不觉得那个妖怪会 等那么久 指不定明晚又会找上门 那妖怪吃了一次亏 下次定会注意 到时候月神 还会如今晚这般 注意到这里吗 且那妖怪有句话说得不错 月神不一定会为了他一个 凡人专门赶来这里 斩杀妖怪 哪怕他是皇帝 可在神明眼里 估计与普通百姓 也没什么区别吧 来到寝宫外的台阶上 看着天上那轮明月 安国皇帝 思索片刻 立即拍板决定 在京城外 修建一座祭坛 大庸那边要打听月神的消息 但他也不能坐等着 自古以来 有许多人 在祭坛上 试图沟通神明 虽然无意成功 但他却想试试 以往那些人 之所以没成功 估计是新不成 亦或是神明 在天上隔得太远了 根本听不到 可眼下神明就在人间 既然刚刚他能注意到这里 那通过祭坛 定然能让他再次注意到 当一个国家的皇帝 全身心地要去做一件事 那速度绝对是快的 特别是 当这件事 还关系到他性命时 看着皇帝 吩咐人去见祭坛 西越这才湿湿然地回了青州 躺在云层上 看着月亮 系统不解道 既然宿主 你会亲自上 那最开始 为什么要用梦境啊 西越点了点他的脑袋 难道你要我亲自去勾引皇帝 系统 回想了一下那个画面 赶忙摇头 那为什么不全部用梦境呢 他还是有些疑惑 西越也乐得为他解释 现实中能解决的 还是不要用梦境的好 万一梦境中 被人发现了破绽呢 况且还要把他们 都给拉进梦境 最后再推出梦境 何必多此一举 当然 最主要的是 他想亲自参与进来玩玩 系统懂了 又道 那等祭坛建成 安国皇帝 求你现身杀妖 你会出现吗 西越微笑 当然 不 他叫我就来 那以后有什么事 都祭坛相求 我岂不是都要去 系统点头 又纠结道 那接下来你不安排妖怪 去找那皇帝的戏份吗 若是安排 总不能身为妖怪 还杀不掉一个皇帝吧 而妖怪 一旦出现杀皇帝 普通人又阻止不了 月神再不现身 总不可能 真让安国皇帝去死吧 安排啊 妖怪找了皇帝 皇帝才会更迫切地 想要祈求 和见到神明啊 系统 还想再问 忽然道 宿主 你院子外面 蹲着个人爱 夕月目光看下去 她现在眼力特别好 很快就认出了是白天 站在院子外面的那名少女 应该是合眼的堂姐妹吧 第67章 花形萝卜 不知道在那里蹲了多久 一群上 都有了些许露水 跟着过来的几百士兵 都在和宅外面守着 那些丫鬟 也都守在房间外 因此 她蹲在院子外的一处花丛里 还真没人发现 夕月看了会 摸了摸系统的脑袋 宝 你去看看 系统扭头 见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下面 忍不住道 宿主 她是不是 也符合 你喜欢并且欣赏的颜值啊 文言 夕月点头 漂亮的小姑娘 谁不喜欢啊 虽然在这个时代 和秋双这个年纪 已经可以嫁人了 但在现代 十五六岁的年纪 确实还是个小姑娘 系统盯了她片刻 随后任命地飞了下去 心中忍不住想着宿主 还真是见一个爱一个 本以为她喜欢的 只有男人好看的脸 没想到 也包括女子 还真是花心大萝卜 何秋双 缩在花丛里 期间几次有丫鬟 从周围路过 都没有发现她 姑娘个子娇小 又特意缩在花丛里 加之夜晚视线 不比白天 若是不仔细观察 还真发现不了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突然响起的声音 让何秋双一惊 下意识地抬头 露出了一双通红的眼 快速地擦去 眼角的泪水 她四处看了眼 随后就看到了 坐在面前 一朵花上的系统 夜色下 那双弹绿色的透明翅膀上 闪着星星点点的绿光 让人想起了萤火虫 神兽大人 她小声开口 想要从地上站起来 大概是蹲得太久的缘故 不仅没站起来 整个人还一屁股往后摔去 一股力量轻柔地拖住了她 麻木的双腿 也瞬间恢复 没了不适感 她看向面前的系统 只以为是神兽做的 认真地行了一礼 多谢神兽大人 系统立即明白过来 偷偷朝天上 看了一眼 大晚上的你不睡觉 怎么在这里啊 系统瞧着她 大概是神兽的外形 看起来可爱又无害 何秋双胆子稍微大了点 轻轻摇了摇头 睡不着 眼睛红成这样 不知道哭了有多久 肯定是有什么事 你要是有什么事 可以跟我说啊 刚好我也没事呢 系统开口 闻言 何秋双有些好奇道 神兽大人不需要 陪在月神娘娘身边吗 系统心想 就是你口中的月神娘娘 让我来慰问你的 月神不需要我时刻陪着 何秋双微微垂眸 系统却以为她又要哭 赶忙道 你别哭啊 本神兽可不会哄人 见她一副乍毛的样子 何秋双无嘴 轻轻笑了起来 本就长得不错 花骨盹一般 这样轻轻一笑 系统忽然理解了宿主 为什么见一个爱一个了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想着宿主还在上面看着 系统再次开口询问 提起这个 何秋双眼神淡淡了下来 娘让我嫁人 可是那人我不喜欢 系统想起这段时间 没事就看的那些电视剧 表示明白 你娘是不是 让你嫁给一个老头子 给她冲洗 或者是 嫁给一个病秧子 何秋双愣住 见神兽误会 赶忙解释道 不是的 娘不会这么对我的 说到这里 她满脸自责 爹娘对我很好 一直不愁我吃穿 这次给我定的是 知府家的二公子 才貌双全 许多人都求不来的好姻缘 但我不喜欢她 也不想嫁人 可是爹娘 为了这门婚事 忙前忙后地 找了许多人帮忙 我身为女儿 受他们养育之恩 不能在此世上 违逆爹娘 他们家 虽然是兵部尚书的亲戚 可到底也只是亲戚 自家本身 并没有任何公民 能够与知府结为亲家 确实是很不错的 一门亲事了 爹娘 也是为了我考虑 怕我嫁了普通人家 日后只能 跟着过普通日子 甚至孩子将来 想读书十字 都没赢钱 纵然三叔 是朝廷官员 但他能照服爹娘 照服我 但日后 还能继续照服 我的孩子吗 说到这里 他垂眸 轻声道 爹娘给我的安排 是最好的 可我却动了 不想澄清 想违逆爹娘的念头 我是不是有些 不知好歹啊 系统脸上有些纠结 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人类的感情 真复杂 不喜欢违逆就好了 可为什么想违逆又不愿 会觉得 对不起爹娘 爹娘安排的 又不是自己喜欢的 违逆不愿又怎么了 系统越想越纠结 最后干脆放弃了 思考这件事 何秋双 大概也没指望 能从他这里解惑 静静地站了一会 随后微微弯腰 看向系统 小声道 神兽大人 月神娘娘 应该不会知道 我在这里吧 系统想说 对方早就知道了 但看着他的神情 画到嘴边变成了 月神刚刚回了天上 取东西去了 何秋双 这才松了口气 他眼神恳求地 看向系统 神兽大人 能拜托你 不要将我来了这里的事情 告诉月神娘娘吗 见系统不解地歪头 他咬唇 很是不好意思地道 其实最开始 我是故意来这里 想让月神娘娘发现的 我听兄长说 月神娘娘 是位很好的神明 她救了很多女子 所以我就在想 若是月神娘娘能见我 能让我留在她的身边 伺候她 那事情 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 爹娘见我能伺候月神娘娘 自然不会再想着 让我嫁人 而我也不用想着 如何去违逆爹娘 系统恍然 怪不得她选择 在宿主院子外 花丛里蹲着呢 那现在 为什么又不想了 系统疑惑 何秋双低头 刚开始是想着 让月神娘娘发现 可是在这里 哭了许久 也想明白了许多 其实 刚刚我已经有些后悔 来这里了 神兽大人 若是没出现 我此时 可能已经离开了 说到这里 他从腰间的荷包里 掏出一颗用纸包住的 杏仁糖地相系统 谢谢神兽大人 愿意听我说这些 糖很甜 你要尝尝吗 系统下意识 就要拒绝 但转念想到 宿主可能喜欢吃 伸出双手 接了过来 他个头小 不大的杏仁糖抱在怀里 瞬间挡住了半个小身子 第六十八章 送你一程 何秋双见状 想要帮系统 将杏仁糖给拿过来 系统扇动着翅膀 往后飞了几步 拒绝道 我可以 天色不早了 你快些回去吧 见他确实能抱住 何秋双脸上露出笑容 轻声道 那我走了 他走了几步 忽然扭头朝着系统挥了挥手 谢谢你 神兽大人 再见 少女笑颜如花 看得系统 没舍得眨眼 直到两根手指伸过来 将那颗杏仁糖给捏过去 系统才回过神来 他伸出两只小手捂住脸 扭扭捏捏道 宿主 我好像被你传染了 夕月满脸疑问地看着他 系统那张小脸上露出人性化的羞涩 我好像也变得见一个爱一个了 夕月 沉默片刻 他脸上露出笑容 宝 喜欢漂亮姐姐和妹妹 是很正常的 那叫统性本色 跟我没有关系的哦 系统茫然地看着他 下意识地觉得 宿主这事在撇清关系 可以前我不是这样的 跟宿主你在一起后 我才变了的 小家伙控诉 系统程序里同时浮现出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话 对此 他深以为然 夕月并不知小系统心里的想法 看着手心上的杏仁糖 微笑道 你的意思是 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 系统不吭声 这是给我的吗 宝 目光落在他手中的糖上 系统立即飞过来 将糖重心抱进怀里 哼哼道 这是我的 才不给你呢 话是这样说 但等熙月回了房间 就看到 他将那颗糖 放在了他的枕头旁边 熙月唇角扬起笑意 忽然问他 宝 等我这个任务完成 你还会继续绑定别的宿主吗 系统愣住 下意识道 可是我们才来没几天啊 离完成任务还早呢 说完他想了想 问道 宿主 其实完成任务后 可以继续留在这里的 没必要 一定要回去 熙月目光 有些危险地瞧着他 你之前 不会是宽我的吧 实际上完成了任务 也回不去 系统 赶忙摇头 不是的 只是回去了 你就只能做个普通人 而留在这里 你拥有技能 虽说是假扮神明 但实际上 已经与真正的神明 没什么区别了 熙月放下心来 也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不得不说 其实留在这个世界 还挺让人心动的 看着这里 一步步发展下去 千年万年后 那一定是个 很规律的世界 而能够见证这里 发展到那一步 也挺让人激动 与期待的 沧海桑田 时代变迁 但我不想 当神太累 而且还是千年万年 真的很孤单的 他叹了口气 手指点了点系统的脑袋 或许很多人 都觉得长生很好 但那样 我估计自己 只敢躲进深山老林 不敢与外界交流 我怕跟人相处出感情 亲情 有情 最后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认识的人 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 也怕活得太久 自己会一步 不变成没有感情的怪物 最主要的是 这里的身体 不是自己的 只是捏出来的 技能也不是 他自己的能力 属于系统的 一切都过于虚幻 不真实 若是真正的神明 或许无畏长生 因为他认识的 也都是能长生的神明 而我不是 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害怕那种 忘不到尽头的孤独 说到这里 见系统想要说话 他笑道 况且 谁说 我回去只能做个普通人呢 系统不解 不是普通人 还能是什么 我那是比普通人 稍微好那么一丢丢的富婆 想到日后回到现代 拿上那么一大笔钱潇洒 西月想想就激动 我可以在这个世界 多待一些年 去改变这个世界 再走遍山河湖海 尝遍世间美食 等到哪天任务完成 自己也觉得 呆够了 再回去也不迟啊 说到这里 他忽然想起 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宝 你们的资金 来路没问题吧 他不会到时候 前脚拿到钱 后脚就铁窗嘞 系统摇头 放心好了 一切都会通过技术手段 合理化的 见他似乎情绪不高 西月想了想 摸摸他脑袋 以后哪天回去了 又不是见不到了 到时候保你没事 应该也能来看我吧 系统眼睛一亮 可以的 他怎么没想到呢 他可以去看宿主啊 想到这里 他满眼坚定的道 宿主你放心 如果以后回去了 我一定会经常去看你的 等你老了 我还可以送你一程 想了想 他又补充道 如果你要火化 骨灰随风飞扬 我也可以给你扬了的 西月沉默 随后收回了 摸他脑袋的手 那 我谢谢你 系统挺起小胸膛 不客气 我们谁跟谁啊 对了宿主 刚刚那个漂亮的小姐姐 你要帮他吗 系统想了想 还是没忍住开口 西月摇头 再说吧 系统小小声道 小姐姐 其实也还不错了 皇宫中的那些妃嫔你不是 西月打断他 那些妃嫔 只是说给皇帝听的 见他呆住 西月眉眼弯弯 皇宫我没打算推倒 妃嫔自然也没打算要过来 人家带着家族的希望进宫 又生儿育女 他问都不问 人家意见 就直接将人强行留下 怎么可能 那以后皇帝问起来 系统不解 神明如何行事 他还能有意见 有也得憋着 西月目光看向他 况且 那些不过都是神兽戏言 与月神合肝 系统呆住 仔细回想了一下 似乎还真是这样 另一边 何眼对白天 冯玉莲的言行举止 到底还是觉得不对 直接派了人 去查这几天老宅 都发生了什么 冯玉莲出身商户人家 不像那些高门贵女 经过专门的指导教育 做一些事情 懂得打扫干净尾巴 所以这几天发生了什么 何眼这边 很快就查清楚了 主要也是这事 在老宅这边 也不算是秘密 特别是大房那边的 小私丫鬟 都知晓此事 看到查到的结果 何眼闭谋 狠狠一拍桌子 第69章 天命所归 一旁的何玉 吓了一跳 他正在写调查了 一下午的 关于青州各地 好玩好吃的情况 扭头就看到兄长 脸色难看 怎么了 他小声开口 何眼平复了一下心情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哪怕告诫自己 有什么事得明天再去 现在去找长辈 争论不合适 但涉及到月神 他还是没忍住站起身来 若此事 让月神知晓 或许他根本不在乎 但到底是何家 没将事情做妥当 神明心里会如何想何家 吴师 你早些睡吧 他朝着何玉 轻声开口 随后出了院子 事关月神 自然是在得知的 第一时间就要解决 并将何家的态度 给摆出来 冯玉连手中 提着一盏灯笼 站在院子外等着 等看到何秋双回来 丢掉手中的灯笼 就迎了上去 伸手用力地 拍了一下他的胳膊 你个死丫头 大晚上跑哪去了 你要吓死我是吗 要不是 我心慌睡不着 走到你院子外 还不知道 你人不在呢 说到最后 冯玉连声音中 带着一丝哭腔 何秋双轻轻咬唇 随后拿出帕子 给冯玉连擦拭着眼角的泪水 对不起娘 让你担心了 冯玉连扭头 抬起袖子 自己将泪水擦干 随后道 你刚刚去哪了 我派人在宅子里 四处找你都没找到 若不是确定门房说 女儿没出去 他都要怀疑 女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闻言 何秋双微微低头 女儿就是四处走了走 他试图岔开话题 娘 怎么会心慌睡不着呢 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 让大夫来给你瞧瞧吧 提起这个 冯玉连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 他眼神犹疑 语气不自然 你没事就行 以后晚上别乱跑 真要出去 记得带上丫鬟 见他转身就要走 和秋双皱眉 一把拉住了他 娘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冯玉连并不想告诉女儿 但奈何事情 搞得好像有些大 而女儿向来是个聪明的 指不定她 能给自己出出主意 我也没想到 眼哥带回来的 居然是神明 早知如此 我何必去探那点银子 我以为顶多就是眼哥 带了个心仪的贵女回来 冯玉连哭着道 何秋双眼皮一跳 居然与神明有关 他努力放缓语气 但神色却不自觉地严肃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冯玉连抽掖着道 眼哥的护卫前几日回来 带了眼哥的信 与一大堆银票 让我收拾出一间 最好的院子来 且全部用上 最金贵的东西 话说到这里 何秋双哪里 还猜不出什么 自己娘是什么性子 她是知道的 有些贪小便宜 难不成 月神那间屋子里 用了什么一次充好的 你用了什么便宜的 何秋双脑子里 已经在开始思考 该如何解决这件事了 若是换作何家别的人如此做 她定然要第一时间 告知到兄长那里 可做这事的是她娘 冯玉莲小声开口 眼哥信中特意说了 房间里的那张床 要青州石真局 一直摆着 没卖的最好的那张 价值三千两的 我没买 买了价值一千两的一张 见女儿脸色难看 冯玉莲语气也委屈 眼哥信中也不说清楚 我以为她只是 讨贵女欢欣 一千两已经是天价了 根本用不着 那张最好的 早知道是神明到来 我说什么 也会自掏腰包买下那张床的 何秋双看着她 气道 娘 你糊涂啊 兄长给了银子 你照着兄长的话 买就是了 为何起贪念 要吞那笔银子 冯玉莲小声辩驳 我没有 何秋双此时 不想跟她讨论这些 若是不想吞那笔银子 为何省下来的银子 不还给兄长 见她神色难看 冯玉莲也急了 只是一张床而已 神明应该不会计较吧 何秋双 拉着她的胳膊道 现在就去见兄长 必须将此事 告知兄长 虽然何眼是小辈 但说实话 冯玉莲心里还是有些怕她的 无她 何眼与何不平 长相六分相似 冯玉莲怕何不平 见她抗拒 何秋双只好将事情 掰开了说给她听 神明降临何家 是何家莫大的荣幸 可如今何家 居然没有用最好的规格 来接待 这就是藐视神明 她接着道 神明用的东西 哪怕规格 超过皇帝都不为过 可如今在明知有 更好的前提下 我们却买了价格一般的 这让神明如何想 让天下人得知后 如何想何家 甚至说句不好听的 神明降临何家 皇帝会不会因此 忌惮何家 担心何家 受到神明青睐 若是以此为理由 降罪何家 何家都只有受着的份 冯玉莲脸色白了起来 此时也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神明降临 对何家是荣幸 可同样也让何家 被许多人给盯上 稍有不慎 就会被人群起功之 两人走了没多远 就碰到了 提着灯笼走过来的何眼 何眼身边没有跟着小思 只是一个人过来 见到两人 何眼愣住 何秋双 立即上前行礼 并将冯玉莲 只花了一千两 买下那张床的事情 说了出来 月上中天 大雍皇帝睡得正香 突然一个惊醒 他就说觉得自己有什么事情 给忘记了 果不其然 若不是突然做了个梦 还真让他给忘记了 立即换了外面 厚着的浮海 开口道 你指 朕要将月神降临我大雍 且要在 我大雍建立神殿的事情 宣告天下 宣告所有圈 月神是大雍的 并且 还要暗初初的宣扬月神 是在他在位期间 来到大雍 代表着上天 对他这个皇帝 很是满意 他做皇帝 是天命所归 别以为他不知道 这几年 民间到处 在传他昏庸无德 该提早退位 现在有神明来到大雍 看以后 哪个王八高子还敢说 他昏庸无德 再有人敢说 全都杀了 想到自己天命 所归之事 要就此载入史册 对于将皇宫 拱手相让 这种事皇帝 也就不怎么在意了 第七十章 点诗成经 给这个人 针懒鸭打赏家庚 并不知道 皇帝连夜发了圣旨 且准备暗戳戳地 利用月神下凡一事 给自己戴高帽 夕月一觉睡到 早上七点多自然醒 他喜书一番走了出去 丫鬟们早已候在门外 各种吃食与精致的点心 摆在桌子上 随意尝了几口后 便停下了筷子 已经得知 他起来的和眼 带着冯玉莲 与何不安夫妻俩 候在院子外 不敢轻易出声 打扰月神 静静地等着 不远处的 何秋双紧张地看着 但兄长不让他过去 他只能在一边交集 冯玉莲做的事 昨晚夕月这边 已经听到了 说实话 他心里并不怎么在意的 毕竟一千多两的床 也很不错啊 他只是假扮神明 实际上骨子里 还只是个普通人 在普通人看来 那张床 确实已经足够奢华了 不过 若是神明的话 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他思考了一下 觉得大抵是不会在意这些的 神明都活得太久 若是这种细枝末节的事 都在意 似乎也不太现实 况且 他现在的人设 可是随心随性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就是神明 干嘛要思考那么多 末人规定 神明必须得如何如何吧 况且也没道理 住着人家的 吃着人家的 还要在这种事上 斤斤计较 回去吧 淡淡的声音 在和掩耳边响起 让他如释重负 好在月神不在意这件事 否则还不知 该如何收场 不过心中 也因此对月神更加敬畏了 果然什么事情 都瞒不过神明的眼睛 等离得远了 和掩才朝着两人道 这次月神娘娘不计较 但并不代表她好说话 希望大伯与大伯娘 日后做事三四二后行 多为家族考虑 两人连忙点头 和掩又道 月神入住和家 此事 在青州必然传扬得很快 这段时日 难免会有很多人 上门拜访 也会有很多勤俭送来 希望大伯与大伯娘莫要理会 尽量少出去 更不要将与月神有关之事 随意说出 何秋双此时快走了过来 朝着何眼道 兄长放心 我与爹娘也会看过好 各自院中的下人 虽然只回来了一日 但通过昨日在祠堂 何眼差不多 已经将一大家子的性子 给摸了个底 可以说 何不安与冯玉莲两个大人 加起来 还不如和秋双一个 女孩子做事 思虑妥贴 何眼汉手 那就劳烦秋双妹妹了 接下来两天 夕月直接带着系统离开青州 在安国待了起来 至于何家这边 得知的就是月神 带着神兽四处游玩 过段时间才能回来 虽然月神不在乎 但何眼还是趁此机会 将十真局那张三千两的床 买了下来 替换了月神房中那张 安国这边 皇帝正在命人修建祭坛 在涉及到性命的情况下 皇帝亲自跑去京郊 监督祭坛修建情况 再加上修建祭坛并不复杂 所以紧赶慢赶 人力财力又充足 不到两天就修建完成 这两天安国皇帝 一直心惊胆战 生怕那个妖怪 不知会从哪里突然冒出来 好在对方一直没有动静 这让安国皇帝心中松了口气 觉得对方应该是那晚 被月神给吓到 暂时不敢轻举妄动 而这两天 关于皇帝请宫出现妖孽 且放言要取皇帝性命的事情 也传得整个京城沸沸扬扬 毕竟那晚皎洁的月光照向皇宫 又不是没人看到 特别是宫中还有不少人看到 那句黑衣骷髅话做一道黑光离去 皇帝也没办法堵住所有人的嘴 再加上又大张旗鼓地修建祭坛 想不闹得沸沸扬扬都没办法 但皇帝此时也没办法在意这些 他担心的是自己的小命 在祭坛修建好的当天 皇帝就提前进食 并沐浴焚香 随后于月上中天之时 带着文武百官登上祭坛 亲自对月燃香 摆放鲜花水果牲畜 在跪地祭拜 口念祈祷之词 周围还有人在跳着祭祀之舞 然而一个时辰过去 天上并无任何异动 明月依旧是明月 散发着清冷的光辉 皇帝闭目 口中继续念词 没有起身的意思 下面的大臣 有的则是遭不住了 不着痕迹地动了 动柜的发麻的腿 悄悄睁开眼睛 安国皇帝动作一顿 仿佛是后背长了眼睛 立即睁眼扭头 看了过来 事关自己小命 他格外重视 被他抓包的大臣 立即额头冒出冷汗 伏在地上不敢说话 安国皇帝目光在众人身上 扫视了一圈 最后冷声道 若因为诸位爱卿 心不成请不来月神 正会与诸位爱卿 好好谈心的 在安国皇帝心里 他请不来月神 定是与身后 这些不新城的家伙有关 至于如何谈心 大家懂得都懂 大臣们心中哀嚎 是观妖怪要取皇上性命 皇上新城是肯定的 可妖怪要杀的 又不是他们 他们真没几个 能做到如皇上 一般新城一直跪着的 一直到了天边 泛起雨堵白 皇帝也终于撑不住 被人抬着下了祭坛 大臣们如释重负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第二天晚上皇帝 还要继续 连续两天晚上 月神都没有丝毫降临的意思 而此事 却在京城 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若不是皇帝 派人将祭坛周围围住 只怕白天晚上 来围观的人数不少 不过即使如此 还是有许多人闻讯而来 远远地看着 第三天 皇帝刚准备下朝 就有侍卫来报 说宫外有道士求见 自称能沟通神明 皇帝当场驯了那道士觐见 道士鹤发童言 先锋道鼓 只是一出场 就被很多人在心中肯定 平道见过皇上 道士一甩扶尘 行了一礼 皇帝抬手 直奔主题 道长不必多礼 道长真能沟通神明 文言 道士一笑 平道幼时曾梦中 得到神明指点 也算是与神明有缘 后前新修道 得了原法 与神明又沟通了几次 也算是神明 在人间的寄明弟子吧 听到这里 皇帝来了兴趣 哦 神明指点 不知是哪位神明 道士 身手摸了摸胡须 是太阳神 指点了平道 点石成金之术 说吧 当场就要表演点石成金 皇帝眼中笑意 深了许多 允落了下来 等到道士一番折腾 将一颗普通石头 变成了金子 在场大臣 无不惊叹 还真是点石成金啊 将周围众人的神色 尽收眼底 道士心中 更是底气十足 他看向皇帝 期待皇帝的嘉奖 安国皇帝 也没有让他久等 当即开口道 道长果真厉害 就在道士脸上 刚露出谦虚的笑容时 下一秒就听皇帝 高声道 来人 将此人拖出去砍了 第七十一章 其罪当诛 皇帝的突然翻脸 让在场所有人都惊主 特别是还等着皇帝嘉奖 最好在封个一关半绝的道士 更是蛮连猛 不是 这事情发展的 是不是哪里不对啊 皇帝冷哼 还以为真能沟通神明啊 浪费朕的时间 等看到侍卫进来拖人 倒是再也顾不得 什么先锋道骨 连滚带爬地朝着 皇帝的方向扑去 皇上 皇上饶命啊 不知贫道做错了什么 周围有大臣 看中了他那一手 点石成金的能力 想要替他求情 皇上 不知这位道长所犯何事 皇上 这位道长言说 自己是太阳神的济明弟子 不论真假 随意处死不妥呀 有了一个开头的 站出来说话的大臣 越来越多 毕竟没人 会跟金子过不去 谁不掩馋道士 那一手点石成金 有一部分聪明地缩着 脑袋没说话 大帝有些明白 皇上要将人处死 是为了什么 皇上求的是月神 如今却来了的 所谓的太阳神的济明弟子 先不论这个弟子 是真是假 皇上又不傻 不可能前脚求着月神 转头又去求太阳神 到时候 指不定两头都没讨好 反被两位神明 给记恨上 况且看这道士 痛哭流涕的模样 哪里还有一丝的 先锋道鼓 说他是太阳神 在人间的济明弟子 现在都没几个人 愿意相信 皇帝冷眼看着那些 求情的大臣 别以为他不知道 这些人在想些什么 不过是所谓的 点石成金罢了 若这道士 今日展现出来的是 别的手段 皇帝或许也就信了 指不定 还真会私下里 让道士去沟通太阳神 毕竟月神那边 两碗都没消息 可偏偏这道士 用的是点石成金 安国皇帝年轻时 就被一个江湖术士 用这手段给骗过 想到自己 还曾经理贤下士地 求对方教自己点石成金 哪怕过了这么多年 安国皇帝 都忘不了对方被拆穿时 一五一十的交代 除了点石成金外的 其他各种糊弄人的把戏 那些把戏听起来 一个个神乎其神 可都是人力 能够做到的 因为太过好奇 他回宫后 还曾自己按照那 江湖术士的方法 试了几次 虽然都以失败告终 但并不影响他知道 那些都是骗人的 时隔这么多年 他都要把这些记忆给遗忘了 如今却被这个道士 给重新唤醒 想到若不是自己 曾经被人骗过 今日指不定 还真的会信了这道士 转头去求太阳神 到时候 太阳神会 不会救他他不清楚 但月神 定然是不会再搭理他了 自己的性命 差点就因此葬送了 大臣们 你一言我一语 渐渐地都没了声音 皇帝冷眼瞧着他们 等他们彻底不说话后 这才开口道 还有人要求情吗 道士眼 还希望地看过去 却见大臣们纷纷低头 俗话说最了解皇帝的 不是后宫中的那些妃子 而是天天与他朝夕相处的大臣们 眼见皇帝 脸色越发不好 浑身还散发着冷气压 回想到这两天整夜的 跪求月神显灵 大臣们 一个个如梦初醒 缩起脖子做人 他们怎么就忘了 皇帝的那句 好好谈心的话呢 这个时候出头 不是给皇帝找谈心的机会吗 虽然皇帝看起来并不昏庸 但皇帝该有的脾气 他是一样没手 也会一言不合找臣子 玩抄家灭族游戏 皇帝目光看向侍卫 还不拖出去砍了 大臣们可惜的目光看向道士 只恨没有将那点事成经的本事学来 眼见无人为自己发声 倒是哪里肯甘心 被拖出去杀了 在被拖出去时 顺势抱住旁边 一位大臣的腿死活不松手 且一边泪流满面地朝着高座上的皇帝嚎道 皇上 您要杀平道 好歹给平道一个理由啊 他不就是听说皇帝 设计坛求月神降临过来 想要捞点钱吗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一定是月神 但他这些年行骗各国 都是打着太阳神的名号 在他想来 月神与太阳神都是神明 关于太阳神的记载比月神还多呢 指不定等他打出太阳神的名号后 会比打出月神明号 更受皇帝欢迎 谁能想到 原本一切都好好的 他刚刚的点诗成经 也没问题 没看满朝文武 都被他给忽悠住了吗 可谁能想到皇帝居然突然要砍了他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死也让他死个明白 而被他抱住的大臣 满脸惊慌 想要将道士的手给掰开 他在这朝堂上 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官 如果侍卫拖不走这道士 皇上会不会让人 把他也给顺便拖走砍了 以前的皇上不可能 但这两天的皇上 情绪不太稳定 指不定能干出来这种事 安国皇帝冷声开口 拿这种江湖术士的把戏 来朝堂上欺骗朕 其罪当诛 文言倒是心里咯噔一声 明白了皇帝要杀自己的原因 虽然不知道 是哪里出了破绽 但很显然 皇帝知道点诗成经是假的 甚至话里的意思 很有可能他曾经见过有人 也是这一招 倒是有些欲哭无泪 但知道狡辩这个 并不能让自己活命 他见过太多的达官贵人 当他们认定一件事是假的时 你说再多的话都没有用 更别提对方还是皇帝了 头脑转动起来 随后立即认错 皇上 平道知道错了 平道不该欺骗皇上 但是平道说的话 并不全是假的呀 平道曾经真的遇见过神明 被对方指点了几句 平道所说 绝无虚言 眼见皇帝皱起眉 没了耐心的样子 倒是心里直哆嗦 赶忙大声道 皇上近日 遇到了天大的麻烦事 说完这句 道士又大着胆子道 此事必须神明出面 才能解决 道士也在赌 根据皇帝大张旗鼓的 设计弹求 月神这件事来赌 安国皇帝抬手 侍卫停止了拖动的动作 见皇帝这态度 道士心中松了口气 又道 与妖孽有关 如此大张旗鼓 再加上这两天 京城中传的沸沸扬扬的 前两日皇宫中 月光大盛 道士心一横说出了心中猜测 第七十二章 想我了没 皇帝显然是极需要 神明献身的 可祭坛摆了两天 都毫无动静 他若想活命 此时除了说 自己能沟通神明外 别无他法 若真的好运气 能够请来月神 从此飞黄腾达 若请不来 也可拖延时间 让他看看 有没有办法逃跑 安国皇帝看着他 一时之间 有些拿不准这道士 究竟有没有这本事 毕竟他的表情 实在是太过心事淡淡了 若换作以往 安国皇帝 二话不说会让侍卫 继续将胆敢 欺骗他的人给砍了 可现如今 那不知道在哪里 想要取他性命的妖怪 如一把刀 悬在他的头顶 随时都会落下来 而月神那边 却毫无动静 正所谓急并乱投医 哪怕知道眼前 这倒是很有可能 是拖延时间的哄骗之词 但皇帝 还是想要试试 万一对方说的是真的呢 你当真能沟通神明 听到这话 倒是心中松了口气 知道自己能活命下来的 几率很大了 当即道 皇上放心 平道虽没有十成十的把握 却也有六七成 只要给平道几日时间 平道定然能请来月神 安国皇帝冷声开口 今晚 今晚若请不来月神 朕便让你人头落地 倒是心中哆嗦了一下 本还想多拖上几日 可怎么都没想到皇帝 居然不给时间 只有大半日时间 他就是想准备东西 假装月神降下神迹 都没办法 哪怕心中已经绝望 但脸上还是努力露出笑容 是 平道遵旨 隐藏在大殿角落的一人一统 看到这一幕 通过心声 开始交流 系统 宿主 这皇帝看起来不是很笨啊 居然能看破点石成金 是假的 西月 千万不要因为古代科技落后 就觉得古人傻好糊弄 若接受同等的教育 真跟现代人比 指不定谁更傻呢 系统点头 那原本的计划 还要继续吗 当然 不过需要改一下了 原本的剧本 是妖怪会趁今日早朝 文武百官都在实现 申取皇帝性命 让众人都亲眼见识到 妖怪手段 从而产生惧怕 跟着皇帝 一起诚心请月神现身 当然 不能真的让皇帝死 还要伤到一些大臣 古时候达官贵人 都喜欢贴身带些玉佩 就设定妖怪 在伤一位大臣时 对方的玉佩 散发出一阵光芒 击退妖怪 玉佩 也因此碎裂 至于玉佩来历 让他们自行脑补 如此继续拖延几日 等妖怪卷土重来时 月神也差不多可以 现身施展 神力斩杀妖怪 可眼下 夕月想到了一个 更好的剧本 当下带着系统 来到了云层上 打开系统商城 购买了一具傀儡 价格有些贵 整整十万信仰值 但是可以将宿主拥有的能力 也赋予给傀儡 系统看得肉疼 宿主 要不晚上用整体入梦吧 这个实在是太贵了 夕月也有些心疼 但还是坚定地选择了购买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况且以后能用到的地方多着呢 这边将傀儡准备幻化的模样 一点点够嘶吼 那边皇帝也开始着手准备 今晚继续沟通神明的事宜 至于道士 则被请到一处宫殿 看管起来 静等夜晚的到来 期间道士 试图用身上携带的金子 贿赂侍卫 让人给他带些东西过来 然而侍卫们收了金子后 只是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又继续严防死守着 道士 不是 你们这么做不厚道啊 到了夜晚 道士被侍卫请了出来 送上马车 又送往金礁祭坛 当看到祭坛周围 更是重兵把守后 道士彻底绝望 今晚的月亮 只是个月牙 并不圆满 但没人在意 皇帝将主位让了出来 留给了道士 期间皇帝时不时地四处看着 眼神狐疑且不安 他总觉得 好像有什么东西 一直在盯着自己 不会是那个妖怪吧 想到这里 他眼神危险地看向道士 请不来月神 朕今晚就拿你祭天 道士身体哆嗦了一下 强撑着镇定道 皇上放心 平道定然请来月神 他要真有这本事 还在凡间招摇撞骗做什么 早就爬去 侍奉月神去了 沟通神明仪式正式开始 道士禁守焚香 跪地闭眼 口中喃喃念词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月亮依旧是那个月亮 甚至天上还多了一些阴云 将月牙般的月亮 缓缓遮住 皇帝心中忽然浮现出不好的预感 道士也浑身冷汗 强撑着继续念词 突然 一只手翘无声息地攀上皇帝的肩膀 带着香味的呼吸轻轻 喷在皇帝的耳侧 皇帝浑身一个哆嗦 想我了没 悠悠地 又带着些许诡异圣人的声音 在祭坛上响起 原本闭着眼睛的大臣们 下意识地睁眼 就看到皇帝的背后 趴扶着一具窟窿 大臣们瞳孔地震 大臣们瞪大眼睛 大臣们毫不犹豫地抛下皇帝 就往祭坛下跑 皇帝也想跑 但不知这妖怪做了什么 他现在浑身动弹不得 一旁的道士 没想到居然真的有妖怪 摊坐在地上听着 下面大臣们各种呼喊救驾 然而一层无形的屏障 挡住了祭坛 谁都无法上前一步 士卫大臣们 在下面急得团团转 且已经急得 把明日该如何给皇帝大办这件事 都给想好了 皇帝哆嗦着 目光落在距离 只有一步之遥的道士身上 怒道 不是能请来月神吗 为什么月神没来 妖怪却来了 道士哭丧着脸 早知道真会遇到妖怪 他说什么都不来 转着荣华富贵了 这下好了 小命都要不保了 眼见的妖怪 因为皇帝的话注意到了自己 那双空洞洞的眼睛 直勾勾地看了过来 道士吓得脑袋发猛 口中胡乱念着各种 自己能想起来的驱鬼的咒语 骷髅兮兮一笑 笑声听的人头皮发麻 就凭你一介烦人 还想请来月神 还真是可笑 话未说完 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不对劲 天上阴云更甚 此时遮得一点 月光都不见 周围不知何时起了白雾 寒气更是顺着众人 脚底冒了出来 第73章 妖兽现身 这是 骷髅开口 语气紧张 下一秒 骷髅从安国皇帝身后 站至身体 二话不说 直接化作一道黑光 就要离去 然而还没跑出姬米远 周围的雾气 忽然聚拢成一只爪子的模样 将其捏住 随后众人只听那黑光 发出一声淒厉惨叫 紧接着 就被那双大手 给轻而易举地捏碎 妖怪死了 众人心底直冒寒气 虽然妖怪死了 但似乎来了什么 更了不得的东西 看这模样 绝对不会是生命 雾气在众人的视线中 缓缓上升 最后在半空中 凝聚成一只模样丑陋 头伸双脚 背伸双翼的 巨大妖兽身影 那道身影 约有千米高 在空中给人带来 绝对的压迫感 倒是欲哭无泪 这怎么又来一个 却不想那妖兽 忽然将视线投向他 沙哑难听的声音 在整片金城上空响起 是你唤醒的我 这一刻 金城中 无论是睡没睡着的人 都被这声音惊醒 走出家门远远地 看着金交方向空中的 那道巨大身影 倒是有些猛 他刚刚就胡乱地念了 各种能记起来的咒语 应该没有掺杂些别的吧 他居然还有这能耐 在场中人 却纷纷将目光投向他 神色震惊 妖兽似乎也不在意他的回答 开口道 如此 那就赏你 倒是 眼睛猛得一亮 管这东西 是什么呢 能给他赏 那就是大大的好人 啊不 是好妖 第一个 被我吃了吧 倒是脸上的笑容 瞬间僵住 他是听错了吧 哪有人的赏赐 是恩将仇报的 在场中人 纷纷对他投以同情的目光 然而很快反应 过来妖兽话里的意思后 立即就开始同情起自己来 听这意思 不只要吃一个呀 很快 所有人 就见那妖兽 做了个深吸口气的动作 似乎在闻着什么 随后沙哑难听的声音 再次响起 这片土地 人可真多 够我饱餐一顿了 京城众人 啥意思 下一秒 所有人都懂 他是什么意思 只见妖兽 抬起巨大的爪子 无数黑雾 从他掌心涌出 朝着京城方向 蔓延开去 天空上浓重的黑雾 以飞快的速度开始蔓延 很快便笼罩在了 一大片土地的上空 而黑雾所过之处 全都看不清模样 似乎所有的一切 都被黑雾所吞噬 京城这边的人 只见浓浓黑雾 如同一眼望不见 尽头的海浪 朝着自己所在的方向 翻涌而来 哪怕黑雾 与他们还隔着很远的距离 可并不影响京城这边 已经受到影响 周围狂风大作 地面都在隐隐振战 回想起刚刚妖兽的话 所有人都忍不住惊慌 京城的大街小巷 很快响起了各种 惊恐害怕的哭声 以及人们凌乱的脚步声 试图想要朝着 更远处奔跑的声音 祭坛这边 看着那蔓延向京城的黑雾 所有人都忍不住 心惊胆战起来 在场中人都居住在京城 谁没有家人 在京城里 但看着那以飞快速度 朝着京城方向扑去的黑雾 所有人都僵硬住脚步 站在原地愣愣地看着 这样的速度 他们根本没办法 在黑雾之前赶到京城 况且就算赶到 也没办法救人 人力与这种非人力相比 简直太过渺小 如今 他们在祭坛这里 也不过是迟一步死罢了 毕竟那妖兽 看起来不像是会放过他们的样子 刚刚扮作骷髅出场的 西月此时人在京城 为了这场戏 他还将领域扩大到20公里 为的就是让黑雾蔓延的地方更广 看起来不会很拉垮 如今 正依靠着瞬移和领域 让整个京城 都陷入狂风和地面振战中 看着下人 却没有人死去 不过一些东西 和人摔倒在地 受了点伤再所难免 他对此 也只能在心里说声抱歉 准备待会事情办完后 给他们治下伤 并将东西收拾起来 祭坛这边 妖兽看着蔓延的黑雾 那双巨大的兽童中 流露出一丝 人性化的残忍 而祭坛下的众人 看着头顶上方 那巨大无比的妖兽 在他身躯的阴影下 一个个忍不住瑟瑟发抖 人在庞然大物面前 总是会生出恐惧的 特别是 当这个庞然大物 看起来还无法战胜的时候 皇帝试图动了下身体 当发现身体可以动了之后 就敲眯眯地准备 趁机溜下祭坛 一旁的道士 也如梦初醒 连滚带爬地朝着 祭坛下面跑去 准备趁着那妖怪注意力 不在这边时 赶紧溜走 两人都没有细想下方的 这一动 直接引起了上方妖兽的注意 他缓缓低头 目光锁定在了道士的身上 等到道士下了祭坛 彻底离了祭坛范围 他才阴森森地道 差点把你给忘了 我的小点心 听着头顶上方传来的声音 道士心中哆嗦了起来 而落后他几步的皇帝 却僵住了脚步 停止了逃跑的动作 皇帝呆呆地看着 从天空伸出一只巨大的爪子 朝着道士的身影而去 估算了一下 自己跟道士之间的距离 皇帝也不往前继续跑了 而是敲摸摸地 后退了许多步 重新回到了祭坛的台阶上 道士看着前方面 朝自己的一众大臣 和侍卫眼神 惊恐地望着自己 心中忽感不妙 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一只巨大的爪子落下 瞬间将道士抓了起来 随后朝着高空而去 黑夜中 爪子距离地面越来越远 下面的众人 已经看不清爪子里道士的身影 但却能看到 那妖兽张开嘴巴 将爪子里的什么东西 给丢了进去 眼见妖兽巨大的嘴巴闭上 连嚼都没嚼一下 所有人的脸色 已经不能用 惨白两个字来形容了 这就被吃了 众人心头发寒 特别是皇帝 看着倒是被吃 而那妖兽又低下头 巨大的瞳孔 直勾勾地 盯着自己所在的方向 皇帝双腿忍不住发颤 难不成 他要成古往今来第一个 被妖怪吃了的皇帝 妖兽没有过多犹豫 再次抬起爪子 朝着皇帝所在的方向伸来 皇帝知道自己跑不掉 忍不住绝望闭眼 心中想着这次 大概真的是要无命休矣了 第74章 月神显灵 然而过了片刻 都没有任何疼痛 包括双腿离地的感觉 皇帝忍不住睁眼 抬头看去 就见妖兽巨大的爪子 悬在离祭坛 还有十几米远的地方 时时没有落下来 片刻后 爪子收了回去 这是刚刚吃饱了 不打算吃它了 心中刚这么想着 皇帝就忍不住呸了一声 怎么可能 就这妖兽的体积 还有刚刚那道士的小身板 估计给对方塞牙缝都不够 怎么可能一个就吃饱了 若真是一个就饱了 此时也不会对着京城出手 想到自己即将死去的京城 所有百姓 皇帝忍不住泪流满面 至于他的那些 皇子公主和妃嫔 他此时倒是想不起来太多 毕竟跟整个京城百姓比 他皇宫中的那些人 分量轻多了 妃嫔没了可以再选秀 皇子公主 没了可以再生 但那么多百姓 没了可怎么办 安国皇帝是那种平日里 没事喜欢微服私访的 对于京城的大街小巷 都十分熟悉 甚至还认识了 许多淳朴的百姓 虽然那些百姓 并不知晓他的身份 但架不住 他对那些百姓 都有了感情啊 如今 却全都要死在今晚 葬身夭兽肚子 自己身为皇帝 却无能无力 没办法保护他们 皇帝心中满是绝望 却突然注意 倒站在对面的丞相 朝着自己不停地使着眼色 也是这一刻 皇帝发现了大臣与侍卫们 全都站着不动弹 他立即想到了 刚刚在祭坛上 自己的情况 难怪没人跑 多年的君臣 彼此自然是相互熟悉的 眼见丞相 一直实眼色 皇帝顺着他的目光 看向身后高高的祭坛 脑海中 忽然灵光一闪 他想到了妖兽 最开始出现时 说要第一个 吃了那道士 可却并没有第一时间 被道士动手 反而朝着远处的 京城百姓出手 直到他和道士 相继跑下祭坛 道士前脚 刚出祭坛 后脚就被那妖兽 给吃了 而吃完道士的妖兽 明显也想吃了自己 爪子都已经伸下来了 却又缩了回去 总不可能临时改变主意 不准备吃它了吧 想到丞相的眼色 皇帝突然明悟 这妖兽之所以没吃自己 和这些大臣侍卫 定然是与这祭坛有关 这祭坛是为月神所见 自己一群人 在祭坛上 向月神祈祷那么久 祈祷时 哪怕是侍卫 都要跟着跪地 虽然没请来月神 但肯定因这几天 祈祷的缘故 让这妖兽 不敢动自己一群人 而那倒是 今天刚来 还没祈祷多久 在祭坛上时 还有祭坛庇护塔 可一出了 祭坛妖兽 自然再无顾忌 直接就把它给吃了 至于之前那妖怪 为何敢出现在祭坛上 皇帝心中 也出现了合理的解释 虽然出现在了祭坛上 可那妖怪 还没来得及 对自己动手 若真动手 估计也是成不了的 明白了这些 皇帝立马 转身朝着祭坛高处奔去 既然祭坛能庇护他们 就说明 这祭坛并非无用 定然还是能够 沟通到月神的 而想要救下 京城中的那些百姓 目前只有月神能够做到 他必须请来月神 已经在京城 四处搞事的 差不多的西月 来到祭坛上空的云层上 正准备再等一两分钟 就可以让月神现身时 低头就看到了 安国皇帝 狂奔回到了祭坛上 只见他猛地跪在地上 低头对着天空 磕了几个头 西月正中 他来到这个世界 也有半个多月了 也看过关于 这个世界的一些史书 虽然有皇帝 会通过祭天这些事情 祈求神明 保佑风调雨顺 但从未有皇帝会磕头的 顶多就是跪下 燃香祈祷 下方安国皇帝 已经开始说着 祈求月神降临的话语 与前两天 晚上的那种官方话不同 听起来满满的诚心与恳求 话说的不如前两天 晚上那般漂亮 但不论是语气还是态度 与前两晚比起来 都是天差地别 西月没有动作 依旧准备在等上几分钟 黑雾蔓延到京城外 刚好到领域范围边缘 再出手 天空上 妖兽低头看着皇帝的举动 发出了沙哑难听的笑声 月神 他可不会在乎 凡人死活 你求日神 都比月神有用 妖兽的话 并没有影响到皇帝 他依旧 继续说着祈祷沟通神明之词 若月神当真 不在乎凡人死活 前两日晚上 为何将目光落在安国皇宫 他目光若眉头来 他早已死在那妖怪手里 而且 比起虚无缥缈的日神 自然是已经来到人间的月神 更为真实些 大臣侍卫们 看着皇帝的举动 在想到 京城里 即将葬身妖兽口中的亲人 一个个 虽然不能动弹 也不能说话 但此时 全都默默地闭上眼睛 在心中念着 早已熟记于心的祈祷沟通之词 看到这一幕 妖兽冷笑 众生如蝼蚁 神明高坐云端 又岂在乎蝼蚁死活 妖兽的声音很大 不止祭坛 这里能听见 京城那边也能听得清楚 原本乱成一团的京城 忽然有人 当场跪了下来 口中祈求着 月神降临 眼看着黑雾 越来越近 自知 无论怎样都逃不掉 许多人 已经开始冷静下来 有了一个带头的 越来越多的人 跪在地上 口中祈求月神降临 在地面上 或许看不出什么 可站在天空上 就能看到京城中 但凡是在街道上的人 此时 全部跪倒一片 乌鸦鸦的 看起来比那黑雾 还要壮观 眼见着黑雾 就要越过京城城门 在距离城门 还有几十米时 海浪般翻涌的黑雾 突然停住 下一秒 原本被阴云遮住的天空 忽然 破开一道口子 紧接着 一道柔和的月光 顺着那道口子 落在了祭坛上 而以这道月光为中心 天空的阴云 瞬间四散开去 转瞬间露出了天上的月牙 以及繁星 在众人的视线中 一道端坐着的身影 缓缓地出现在了 那道皎洁的月光中 他的身下 是一张华丽无比的神座 身后 是天空中的那轮弯月 在他出现的那一刻 原本只是月牙形状的 月亮快速地变化着 几个呼吸间 就变成了一轮圆月悬挂 在他身后的夜空中 第七十五章 举国供奉 他的身影分明不大 连那妖兽的一只爪子都不急 但却让人无法忽视 甚至因他的出现 连那巨大的妖兽 都好像变得渺小无比 分明是上千米高大的巨兽 却让人在此时 下意识地将其忽视 目光只停留在他的身上 隔着极远的距离 他的身影与普通人类差不多 按理来说 人们应当是看不见他的 可此时此刻 所有人却能清楚地 看见他的降临 以及他身上那华丽繁复的 淡金色衣裙 被月跪缠绕的神座 以及月光在他脚下形成的青灰 目光在网上 与花朵做成的头饰 缠绕在发间 当众人想要看清他的脸时 眼睛却感觉到一阵刺痛 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皇帝呆住 他这是将月神给请出来了 当即朝着他的方向 磕了几个头 月神娘娘在上 请娘娘垂帘 救我百姓性命 原本动弹不得的大臣与侍卫 此时也都发觉自己 可以动弹了 一个个跟着跪在地上 京城中的百姓间月神 居然真的出现了 一个个神情更加虔诚了 在所有人的视线中 月神轻轻抬手 如海浪般的黑雾 瞬间散得干干净净 似乎从未出现过 而空中那巨大的妖兽 在看到月神出现的那一刻 转身就想逃跑 下一秒 妖兽身影停在空中静止不动 那双刚刚还充斥着 残忍之色的巨大兽童 此时满是恐惧 月神娘娘饶命 妖兽惊恐开口 对于她的求饶 月神并不在意 她那抬起的手缓缓落下 一道月光紧接着 落在了妖兽身上 妖兽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就在月光中烟消云散 连骨头渣都不剩 只不过 有什么东西从空中掉落 摔在了地上 做完这一切 月神目光朝着京城方向看去 京城中因刚刚狂风 而倒了一地的各种东西 此时一个个从地上飞了起来 回到了原位 而被狂风吹倒在地受了伤的人 伤口也都在飞快愈合 神迹啊 原本因神明出现 而变得虔诚的众人 此时更是一个个在地上不停磕头 看到这一幕 夕月准备速速离去 再待下去 这些人不知道要磕到什么时候 皇帝不知道京城那边发生了什么 但此时神明现身 他怎么都要抓住机会 月神娘娘 我安国愿举国供奉娘娘 恳请娘娘留在安国 她与其态度极为谦卑 任谁在见识到今晚月神的力量后 都生不起一丝一毫的冒犯 有的只是恭敬卑微 夕月对这个提议倒是动了心思 安国 之后倒是可以考虑过来待一段时间 只不过 眼下还需要继续待在大庸 那边的事情还没搞完呢 皇帝低着头 但能察觉到神明的目光 落在自己身上一瞬 也只是一瞬就消失了 过了片刻 一阵清风突然吹来 皇帝下意识抬头 就见天空上只鱼下圆月 与满天繁星 不见了神明踪影 他忍不住失望 果然 想要留下神明 哪有那么简单 月神虽现身救下所有人 但却一语未发 连片刻都未停留 或许真如那妖兽所言 凡人在神明眼里 如同蝼蚁 并不在意 甚至连凡人的供奉神明都不需要 这个念头只是刚浮现 就被皇帝掐灭 月神若真不在意凡人死活 为何刚刚却愿现身相救 或许是有神明是凡人如蝼蚁 但月神绝对不会在此恋 这样美丽又强大的神明 又怎么可能会是凡人如蝼蚁 他是位善神 皇帝心中 已经开始思索着 要如何在安国各地 给月神建造神像 让他受安国各地百姓香火供奉 哪怕他并不需要 但他今日出手 就下了这么多百姓 他身为安国的皇帝 却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 神明不需要金银珠宝 也不需要华福美酒 凡人唯一能为神明做的 大概也就只有剑词立项 世代香火供奉了 将大致需要做的事情 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皇帝便准备明日早朝 再与大臣们详细商谈此事 涉及神明 马虎不得 他抬不下了祭坛 却看到了祭坛台阶上的一团身影 等到走近 发现是那道士时 皇帝惊住 他不是被那妖兽给吃了吗 回想起刚刚那妖兽被杀时 似乎有什么东西从空中掉落 如今想来 就是这道士了 看来是月神救了他 否则他如何能从 妖兽的肚子里活下来 至于为何从空中 摔下来还没死 看着还有呼吸 皇帝只能将这归于月神的仁慈 他果真是位善神 再次在心中感慨了下 对于这招来妖兽的道士 皇帝并不打算放过 但转念又想到 对方被月神专门救出来 若他转头就将人给杀了 月神会不会介意 虽然觉得 神明不会在意的可能性很大 但皇帝还是没敢去读 当即吩咐侍卫 请御医给他瞧瞧 待他清醒后 仗则二时赶出京城 侍卫领命 将道士带了下去 大臣们立即迎了上来 一个个看向皇帝的目光 都有些变了 因为当年与大雍一战 安国元气大伤 这些年 一直被大雍死死地压着 皇帝原本还算勤政 可这两年 大概是年纪大了的缘故 对于正事 也开始有些懈怠起来 甚至脾气也开始渐长 顶撞他的大臣 也不是没有被他杀过 原本众人觉得 这是大多数皇帝年老后的通病 可今晚再见到皇帝 为了救京城百姓 居然对天磕头 一个个心中是说不出的复杂 哪怕平日里有着各种小心思 与皇帝不对付的大臣 也不得不承认 在那一刻 他们心中对皇帝是敬佩的 注意到大臣们眼神的变化 皇帝摆手 快些回京 看看百姓们如何了 见皇帝神色疲惫 到底是考虑到他年纪大了 此时额头上还有伤 大臣们一个个闭嘴沉默不语 跟着御驾回京 而京城中那些各国安插的探子们 一刻都等不及 当晚就动身 准备亲自回国 将今晚发生的事情 给禀报上去 第76章 圣驾到来 探子们离开京城时 西越正躺在云层上赏月 今晚这出大戏 收获了306万信仰值 如果不是京城人口数量有限 想来这数字 还会往上翻一翻 不过现在 可以从一个人身上 重复获取信仰值 相信接下来安国京城这边 还会陆陆续续给他提供不少 系统目光从下方收回来 开口道 宿主 接下来还要去其他国家吗 西越摇头 不了 平凡献身各国 显得太掉价了 况且 这不是有人将月神的消息 给带回去了吗 系统了然 趴在他的肩膀上 那接下来回青州吗 暂时不回 我们去四处玩玩 等大庸皇帝他们到了青州再说 对于这个世界 西越不了解的 还有很多 这个世界哪些地方需要改变 哪些改变他能够出手帮忙 并推动发展 这些都得他亲自去走走看看 安国这边 为月神四处见此立像 香火供奉的事情 忙得如火如荼 青州那边 随着时间的推移 见月神迟迟未归 一个个忍不住心惊胆战 冯玉莲与何不安两人 更是每天顶着几方人危险的目光 对着月神所聚的院子方向 焚香跪拜 承认错误 如今 青州关于月神的事 传得到处都是 谁不知道 那日有神明藤云驾雾 来了青州何家 每日送往何家的各种勤俭 堆积如山 但何家众人 已经无暇理会 再回青州的那天 何眼就告知了皇帝 会亲自来青州 如今算算时间 差不多也快到了 可月神如今却不见踪影 若是皇帝到来不见月神 再得知 何家最开始在用渡上 没有给月神用上最好的 会不会因此迁怒何家 与何家上下的忐忑不安不同 大庸皇帝的心情 是激动与迫切的 这一路上 他听到了许多关于月神的事情 春城这边回来了一些 从黑风寨上被解救出来的人 他们在春城四处说着月神之事 再加上临安郡那边的消息 也传了过来 许多人立即就联想到了 不久前 春城所有花 齐齐 弯腰低头一事 原本没人将此事与神明联系在一起 可月神一行人 一路上对于行踪 并没有丝毫的遮掩 在根据传言中月神所乘坐的马车模样 以及队伍中有关众人样貌的描述 很快就被人想到了 之前春城就来了这么一群人 昔悦那日 在离开花海时并没有遮掩相貌 许多人到现在 都还对那日惊鸿一瞥的姑娘印象深刻 在得知对方是月神时 众人立即就将百花折腰之事 与他联系在了一起 大庸皇帝一行几千人 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春城 为首一行人 住进了那句说月神曾住过的客栈 当天又前往了那片花海 之后到了黑风寨附近 近距离地看了回山贼们修路 虽然皇帝不明白 月神为何要让山贼修路 但并不妨碍他大手一挥 拿出一笔银钱 让山贼们将路修得更宽更远 来到临安郡后 皇帝又住进了吉祥客栈 月神曾住过的那间房隔壁 听掌柜的描述 那天月神施展神力 分开河水 就下少女的情景 皇帝心中对 即将见到月神之事 又期待又惧怕 期待的是 惧怕的是脑海中时不时地回想起 那日神兽的那句月神 还没有他好说话 虽然根据这一路上所见所闻来看 月神应当视为人善的神明 但看人都不能只看表面 这话想来应该也是用于神明吧 神兽肯定比凡人更了解月神 他都能说出月神不好说话 想来月神是真的不好说话 至少不会是表现出来的那般人善 御驾一路上紧赶慢赶 加上在月神出现的几处地方停留了几天 用了将近一整月的时间 才到达了青州城外 青州大小官员早已得到消息 一个个身穿官府后在城外 见到皇帝圣驾到来 当即跪拜了一地 臣等恭迎皇上圣驾 皇帝此时却没有心情与他们说话 直接让何不平在前方带路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朝着何家老宅而去 何眼这边早在昨日 就已经收到了何不平送来的消息 因此一大早 整个何家都收拾妥当 又将老宅上上下下 全部打扫了一遍 还收拾出来几间院子 用来给皇帝和跟来的几位官员居住 一群人站在老宅外等候圣驾 冯玉连害怕的掌心不停生出冷汗 月神至今还未回来 皇帝来了若是问起 会不会把他给砍了 一旁的何秋霜握住了他的手 无声地安慰着他 半个时辰左右 皇帝一行人来到了何家老宅外 皇帝迫不及待地下了马车 朝着站在前方的何眼道 月神在里面 朕这就去拜见 何眼察觉到 皇帝语气有些急切 只当是他迫切地想要见到月神 而自从月神离开后 就经常见不到人的许清燕 此时也在迎接的人群里 他有官位在身 皇帝到来自然也是要跟着接驾的 比起何眼 他更敏锐地察觉到 皇帝语气的不对 至少绝对不是迫切地想要见月神 更像是想要确认月神在不在 事实上在两日前 皇帝就收到了 探子从安国亲自带回来的消息 得知安国出现妖兽 月神现身出手救下京城百姓 安国皇帝要举国供奉月神时 皇帝确实是有些慌了 原本觉得月神来到大庸 自然是因为大庸目前国力最强 月神看不上其他几国 可如今安国要举国供奉月神 谁知月神对此会不会心动 若月神要留在安国 那原本被大庸处处压制的安国 岂不是要翻身将大庸给压在身下 这两天皇帝一直都在思考 要为月神做些什么 好将他彻底留在大庸 为此还连发了好几道旨意 前往大庸各地 召集天下顶尖舞者 乐者 画师等人前往京城迎接月神到来 但没有亲眼见到月神前 他还是很不安 毕竟月神都能出现在安国 谁知他此时还在不在青州 万一他已经留在了安国 只是消息还没传出来 想想皇帝就觉得窒息 何眼刚想说月神如今不在 只是还未开口 一道熟悉的声音就在一旁响起 月神不在 他听戏去了 你们且等着吧 戏统坐在墙上 懒洋洋地道 皇帝愣住 月神还喜欢听戏 立马决定待会再下一道旨意 召集天下顶尖戏子 前往京城 第七十七章 顽固唱曲 神兽大人 皇帝脸上带着笑容 态度卑微 只要一看到神兽 哪怕对方的模样 还没有巴掌大小 但皇帝却丝毫不敢小觑 直到现在 他都还记得那天 神兽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让他浑身发麻 没了知觉 许久都动弹不得 他可不会怀疑 神兽只有这么点力量 若他真想要自己的姓名 想来也是极为轻松 系统看了他一眼 随意地点了下头 听说青州这里 有处梨花院 唱戏十分出名 月神娘娘 可是在梨花院 皇帝对青州这里 有什么并不知晓 但梨花院 他却是有记忆的 何家兄弟 遇见月神前后的事情 事无巨细的 都跟他说过 包括何玉 跟月神提过 这梨花院的事 所以听神兽说 月神在听戏 皇帝第一反应 就是梨花院 系统奇怪地看着他 谁说月神听的是这戏 不止皇帝 在场众人全都愣住 不是听戏曲 还能是听什么戏 皇帝很想问 月神听的是什么戏 但他没敢问出口 只是小心翼翼道 不知月神何时回来 系统白了他一眼 这本神兽哪知道 你问月神去啊 皇帝 那你能告诉我 月神在哪听戏吗 皇帝没敢问 他总觉得 神兽对自己 似乎不太待见 说完这些 系统扇动着翅膀飞走 皇帝很想跟过去 但到底没敢 怕神兽再给自己 来上那么一下 夕月这边确实在听戏 不过听的是 几名顽固子弟唱的戏 他现在身处 青州不远的一个村子里 不久前从天空中经过 就看到了 几名顽固子弟 正在以踩踏农田为乐 而跟在他们身边的一群护卫 则是将那些想要上前 阻止的百姓给拦住 任由几名顽固子弟 骑着马 在即将成熟的稻田中 来回奔跑 看着百姓们悲气的哭喊声 几名顽固更高兴了 甚至还对那些哭泣的百姓们 指指点点 说哪个哭得更惨一些 比戏班子里哭得还要有趣 夕月虽然生活在 不缺粮食的现代 来到这个世界后 也没人短了他吃食 但对于珍惜粮食这种事 可以说在现代 就已经刻进了DNA里 哪怕点个外卖 给的分量根本吃不完 但也设不得将剩下的粮食 就那么丢进垃圾桶 每次都是强撑着吃下 其原因主要归功于 曾经回过乡下外婆家 帮外婆她们插秧 那时候不是机器这些 都是每个人 一点点弯腰低头去做 哪怕已经过了许多年 但夕月仍然记得 她当初连半个小时都没坚持到 就腰酸的几乎站不起来 那种滋味 只有干过的人才知道 哪怕后来机械化代替了人工 种粮食没有以前那么辛苦 但她还是习惯了不浪费粮食 所以在古代这种连工具都落后 甚至牛可能都一个村 只有一头的艰难情况下 还有人这样糟蹋庄稼 无视农人的辛苦 夕月心中自然是愤怒的 更别提那些百姓绝望的哭声 在耳边回响 所以在那几名顽固子弟 以百姓哭声取乐时 夕月出现了 并满足了他们的兴趣 不是觉得哭声有意思 比夕班子更有趣吗 那不妨自己也哭一哭 唱一出哭戏给大家听听 几名顽固神色恐惧 抢逼着自己挤出眼泪 但还是时不时地遭到 不知道从哪里抽来的藤条 看着坐在椅子上 神色平静的夕月 几人欲哭无泪 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人 妖怪或是神仙 月神来到青州的事 他们倒是听说了 但月神 听起来就是美好圣洁的神明 而面前这个 分明就是个恶神 恶妖 那些拦着百姓的护卫 此时一个个狗肯泥似的 在地上趴着起步来 百姓们看着眼前 这仿佛恶霸抢逼名女 唱曲的一幕 也抱团缩在一边 不敢吭声 虽然知道 那些顽固是坏的 对方这样做 简直是大快人心 可谁知来的 这究竟是人还是妖 万一也是个坏的呢 指不定折腾完这些顽固 就来折腾他们 又哭哭啼啼了半赏 眼睛都要挤抽筋 眼泪却挤不出来多少 看着夕月眼睛一抬 哪怕她的那张脸貌若天仙 但此时在顽固们的眼中 却有如恶鬼 唱得可真难听 比戏班子差远了 她开口 神色平静 语气中满满的嫌弃 顽固们瑟瑟发抖 下一秒 隔空一个大笔兜子 直接扇了过去 顽固们直接被这 立道扇的整个人飞了出去 狠狠摔在了地上 脸瞬间红肿了起来 血水混合着牙齿 被吐了出来 夕月目光落在那些百姓身上 笑着道 要打他们一顿出气吗 听到这话 顽固们瞪大眼睛 那些百姓可都是庄稼汉 力气大着呢 人数还不少 真过来打他们 岂不是要将他们给打死 百姓们听到这话 一个个低着头不敢出声 这些顽固之所以敢有恃无恐 就是仗着家世背景 不管是哪一个 都不是他们这些普通老百姓 能得罪得起的 纵使糟蹋了他们的庄稼 他们也都只有忍着的份 真要敢还手 面对他们的 就不只是庄稼没了 可能家都要没了 他们这模样 已经表明了 不敢对这些顽固动手 对此 夕月也不觉得失望 毕竟他们顾忌着什么 他心里也能猜到 看着明显松了口气的顽固们 夕月心中有了惩罚的方法 践踏农田固然可恨 却罪不至死 况且很多时候 死才是最便宜的 他从椅子上起身 将其收回空间中 目光落在那片被践踏的稻田上 轻轻挥了挥衣袖 领域技能动用 众人只见淡绿色的光芒 从他衣袖中挥出 落在了那片稻田上 倒在地上的稻子 在众人的视线中 从地上重新站了起来 恢复了生机 原本掉了稻穗的地方 也再次生长出稻穗 磕磕饱满 压弯了稻杆 直接进入了成熟阶段 做完这些 没有在这里过多逗留 甚至也没有去看百姓们的神情 直接滴流起地上的那些顽固 和护卫们离开 第七十八章 不可自拔 到了一处无人的偏僻荒地 将所有人丢在地上 仿佛在看什么妖魔鬼怪 虽然对方长得不像妖魔鬼怪 但刚刚对待他们的手段 可不就是妖魔鬼怪吗 熙悦目光落在那些护卫身上 神明之眼动用 看到了他们的过去 都是普通百姓 最开始为了赢钱 为了养家糊口 给这些顽固做事 虽没杀过人 但确实帮着顽固们 做了不少坏事 哪怕最开始于心不忍 可当事情做得多了 也就麻木了 甚至心中的那点于心不忍 也早就消失不见 对此 熙悦不想多做评判 说他们坏 可目的是为了挣钱养家 说他们好 可他们确实也帮着 做了不少坏事 他开口 他们很快会消失在这个世上 你们若想活 现在带着家人离开 还来得及 文言 护卫们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 若这些顽固们死了 那他们身为护卫 自然会被这些顽固 身后的家族给杀了 趁现在离开是活命的唯一机会 明白过来后 一个个毫不犹豫地站起身离开 身影很快远去 熙悦冷眼瞧着 虽然他们是因为养家糊口 去替顽固做了坏事 但错了就是错了 他不会动手惩罚他们 但从此 他们会生活在提心吊胆 背井离乡的生活中 看着护卫们毫不犹豫地跑掉 顽固们脸色惨白 刚刚熙悦的话 他们不是没有听见 这恶妖妖杀了他们 别杀我们 我们有很多钱 我们都可以给你 你想要什么 只要你放过我们 我们都去办 你喜欢听唱戏是吗 我可以继续唱戏给你听 求你别杀我 看着他们一个个 痛哭流涕的模样 熙悦可不会同情 想活命 他轻笑 配上那张脸 分明是极为美丽的笑容 却让几人无端生起胆寒 但哪怕再惧怕 在性命面前 还是立即点头 想想想 他抬手 几人身上华丽的外袍 靴子 以及玉佩银两 这些值钱的东西 全部被他收进了空间中 每人面前 仅于一两银子 明年秋收 我希望看到你们 每人耕种出一亩地 若没做到 那往后每年 在网上增加一亩 何时能做到 何时你们就能 恢复成原本的样子 说完 熙悦身影消失 临走前 他让系统 给几人定了追踪 好方便以后找人 还对几人 下了言出法随 让他们无法 对外说出 和写出自己的 真实身份与名字 至于一两银子 自然不够买地的 但这个时代 地广人稀 再加上天灾人祸 很多地方 都变成了荒地 许多逃难的百姓 甚至能直接 在一块荒地定居下来 而他刚刚 将几人丢下的地方 就是这样一处荒地 一两银子 够他们简单 搭个小木屋了 和够制一点 生活用品了 若是拿着银子 胡乱花费 那之后 就想办法自己再挣呗 或者一辈子 别想回到原本 傅家公子的生活 至于一亩地 听起来不多 但也不小 但对于不懂农事 四肢不擎 五股不分的 傅家公子来说 还是非常有压力的 熙悦压根 就没觉得他们 明年能做到 后年又增加一亩 更是不可能 遭见粮食的人 就好好地去感受 种田的辛苦吧 当然 他也不是故意 为难他们 他又没说 不能请人帮忙 只要他们 靠自己的能力赚到钱 以后请人一起 耕种几亩地 那也是他们的本事 至于他们自己 能不能反应过来 那就不关他的事了 比起杖泽 这些直接身体上的惩罚 他还是更喜欢 让人在这个世界上 发挥自己的余热 只要不是杀人放火 大奸大恶之呗 能够让人改过自新 反省自身 未尝不是一种挑战 熙悦离开后 顽固们愣住 这就走了 真的放过他们了 本想要立即跑掉 但彼此相互对视了一眼 立即惊住 几人都是从小玩到大 属于臭味相投的那种 对彼此的模样 可谓是脸上 抹了几层灰都认识 可眼下这些满脸丑陋 模样看起来 无端大了十几岁的人是谁 不远处有条河流 几人快步跑了过去 就发现自己的模样 全都变了 变得陌生又丑陋 属于亲爹亲娘来了 都绝对认不出来的那种 几人待至了许久 拿起地上的银子 就往家的方向跑去 只不过 等到了各自的府门口 就被往日里 对自己满脸讨好笑容的门房 粗暴地赶走 他们想要解释自己的身份 然而话到嘴边 却一句都说不出来 想要拿树枝在地上写 也怎么都写不出 看着近在咫尺的家 他们想要强闯进去 却被门房拖到角落 一阵毒打 往日里都是他们带着护卫 如此嚣张打人 甚至看着别人被打时 还以此为乐 可现如今 被如此毒打地 换作他们自己 一个个只觉得 这些门房可恨极了 那些拳头落在身上 也痛得人死去活来 等他们恢复模样 定要好好收拾这些狗奴才 然而几人不知道的是 接下来几年内 自己都没有恢复相貌的机会 甚至还有人到死 都恢复不了 西悦这边 没有多做停留 直接回了青州 等他到了和家老宅 看到的 就是系统躺在院子里的 一张贵妃榻上 身边蹲着好几名年轻漂亮 宫女打扮的女子 几名女子 有人拿着白色的雨扇 轻轻给她扇着威风 有人蹲在左边 拿着一颗包好的葡萄 有人蹲在右边 拿着一块切好的梨 系统小小的身影 躺在贵妃榻上 不时扭头咬一口左边的葡萄 啃一口右边的梨 西悦看得沉默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 系统是没有味觉的吧 几名宫女脸上 满是崇拜和欢喜地看着系统 是不是一句清脆嗓音的神兽大人 系统听得飘飘然 那双好看的眼睛 一会看看这个 一会看看那个 西悦毫不怀疑 若是她是正常人大小 此时指不定已经左拥右抱了 这就是十年系统无人知 一招神兽天下文 沉迷神兽人设 不可自拔吗 第79章 不通音律 得知月神回来 皇帝立即就准备拜见 甚至为了以示重视 还特意焚香沐浴 换了身心衣 还将跟随的一众大臣全都回退 以免哪个仙台一步 得了月神亲眼 只不过在院子里左等右等 都等不来月神一句召见 这让她不由怀疑 月神是不是压根没回来 或是回来之后又走了 她忍不住开口 月神娘娘 话音刚落 一道声音从一旁响起 吵什么吵 皇帝愣住 她就开口说了这么一句话 哪里吵了 只不过 当目光落在开口说话的生物身上时 所有的不满 全都憋进了肚子里 一只白虎不知何时趴在房顶上 背后生了双巨大的翅膀 神兽白虎 皇帝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他忍不住激动起来 激动过后 又是惧怕 无他 这白虎的兽童中满是不耐烦 总感觉下一秒 可能就要从房顶上跃下来 皇帝小心翼翼地开口 您是神兽白虎 披着白虎壳子的系统 瞄了他一眼 没搭理他 见此 皇帝立即明白自己 这是不招对方待见 当即拾去地闭上嘴 过了片刻 房门被打开 皇帝立即弯腰行了一礼 凡人赫连锦 求见月神娘娘 见识到一个脾气不好的神兽 现如今又见到一个 似乎脾气也不太好的神兽白虎 对于这位还未谋面的月神 皇帝是整个人精神都在紧绷着 生怕对方真如之前那位神兽所言 不好说话 脾气更不好 虽然这一路上所听所闻 让他觉得 那位月神 应当是位美好心善的神明 不会如那位神兽所言的那般 进来吧 听到这声音 皇帝精神一震 比刚刚神兽白虎的语气 可要好多了 神兽所言果真不可信 等他进去后 看着端坐在椅子上 细长白皙的手握着一只欲消的月神 只是匆匆看了一眼 甚至连月神的模样 都没来得及看清 就急匆匆地低下头 见过月神娘娘 皇帝再次行了一礼 夕月轻轻恩了一声 皇帝慢慢站直身子 道 月神娘娘降临大雍 是大雍之幸 若月神娘娘不嫌弃 不妨一步京城 想到自己的皇宫还有妃嫔 皇帝此时心中已经没有了不舍 这一路上 他几乎已经想清楚了 能用皇宫留下月神 简直是比不要太划算的买卖 至于妃嫔 反正他年纪也大了 有心无力 刚好也给他省点粮食 见月神没说话 皇帝目光落在那只玉箫上 又道 听闻月神娘娘喜爱歌舞 我已照天下顶尖舞者和月者进京 待月神娘娘入了京城 便可照他们神殿之中献衣 供月神娘娘赏乐 说完见月神抬眸 饶有兴趣地看了过来 皇帝知道自己 这是说到了月神感兴趣的地方 立即趁热打铁道 皇宫中也有许多舞姬和月师 月神娘娘若是喜欢 都可留在神殿中 侍奉月神娘娘 会吹销的月师也有很多 他又补充了一句 自然 他们顶多班门弄斧 比不过月神娘娘 宁经通英律 他不忘拍马屁 夕月看了眼手中的御霄 语气轻缓 含着笑意 无不同音律哦 这个语气明明很轻柔 可不知为何 皇帝总觉得 后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他忍不住偷偷瞄了月神一眼 见对方容貌清冷精致 又放下心来 肯定是当皇帝久了 太过敏感所致 至于月神所言不通音律 皇帝没当真 像这种不知活了多久的神明 且还对歌舞音律感兴趣 本身自然也是精通的 定是神明太过谦虚了 月神娘娘说笑了 皇帝脸上露出笑容 又道 青州到底不如京城繁华 月神娘娘若完够想要一步京城 可提前知会一声 我等必好好准备 夕月轻轻汗手 皇帝本想要再继续说些什么 可当目光落在从窗子那里伸进来的 一颗白虎脑袋时 立即止住了声音 如此便不打扰月神娘娘歇息了 他赶忙告退 等他离开后 白虎便做精灵模样飞了进来 见此 夕月眼中露出一抹可惜 自从上次吸猫之后 童子就不敢以毛茸茸形态出现在他身边 任凭他如何说都没用 宿主 你不会音律 买这个做什么 系统盯上他手中那只做工精致的御霄 夕月微笑 这不是无聊 想趁着在这个世界的时间 把自己培养成各项权能吗 不止御霄 之后我还要弹琴 书法 绘画 听着他罗列了一大堆 系统不由敬佩道 宿主 你真厉害 说完好奇道 可是你怎么学啊 如果是用月神的身份跟人学习 似乎不合适 可自学 系统忍不住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商城里不是有关于这些课程售卖吗 夕月说着 直接找到了关于肖的教程视频 点击购买 因为只是教程 不是技能 所以并不贵 五十信仰值 系统提醒道 其实有技能音律精通的 宿主 你可以购买 不需要自己学的 夕月摇头 学道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反正他现在有的是时间 当即跟着视频里的教程吹了起来 一分钟后 系统连滚带爬的飞跑了 临走前还不忘真心提议道 其实真没必要自己学 有时候人要学会接受自己的平庸 夕月没搭理他 吹之前 他动用了领域功能 声音传不出房间 不用担心被人听到这 美妙的销声 在房间里待了两天 夕月决定出去透透气 只不过没看见系统后 夕月这才想起 这两天 系统总是早出晚归 不见踪影 想到上次看到的那几名美貌宫女 她若有所思 神兽大人 这书真的给我了吗 何秋双眼中满满的惊喜 捧着几本书 爱不释手 系统点头 你喜欢看 就收着吧 反正商城里书籍不贵 她的私房钱能买很多 何秋双仔细翻了几页 发现这书籍所用的材质很奇怪 从来没见过 第八十章 掌握命运 现如今 普通人家读不起书 想要学习识字 只能拿树枝在地上笔笔画画 只有权贵人家才舍得 拿博书记录文字 可也只舍得 用来写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像那种字数多的书 大家都是用竹简来记录 毕竟竹简相较来说更便宜 就是比较费人力 但只要出一些钱 有的是人愿意做这种事 但眼下手里的这种 看起来不知 是什么做成的书籍 上面记录的文字 竟比博书还要多 看着不大 一本也不重 但每页翻下来 字数净也不少 想来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受 我可以看完了 再还给您吗 何秋双眼睛一刻不离书籍 何家虽然因为何不平的原因 在青州也算是高门大户 可家中几方小辈 都没有什么读书的天赋 因此家里的竹简寥寥无几 何秋双从小就对读书感兴趣 何不安与冯玉莲虽然疼他 但也坚定地认同 女子读书无用论这个观念 女孩子读书有什么用 又不能跟男人一样去当官 能认识一些字 以后嫁出去可以管家就行了 在央求过很多次都被拒绝 且爹娘还罕见地发了火后 自此何秋双就再也不提读书的事 乖乖地在家练习女工情记这些 不过私下里 他还会偷偷地用私房钱 去买一些竹简回来看 这次就是偷偷用树枝 在地上练字被系统撞见 系统直接从商城买了几本书籍送给他 系统白手 给你了就是你的 收回来商城又不回收 他要来做什么 况且给漂亮又努力的小姐姐几本书 又不是什么大事 虽然神兽大人如此说 但何秋双还是决定等看完之后 立即就还给神兽大人 这种人间没有的书籍 只怕就是皇帝都会是若珍宝 他何德何能可以拥有 能借给他一关 他就十分满足了 等到何秋双离开 系统小脑袋上就挨了一下 我就说 这两天总是不见你影子呢 西悦开口 系统有些心虚 这两天 他确实因为外面的漂亮小姐姐早出晚归 有点不着家 但这也不能怪他 谁让那些小姐姐一个个漂亮又温柔 还一口一句神兽大人的叫着 让他都有些乐不思蜀了 宿主你放心 我对你才是真爱啊 他赶忙保证 生怕自家宿主吃醋 虽然他觉得宿主可能并不会 西悦看了他一眼 认同的点头 至少目前是 至于以后嘛 那就说不准了 系统低头有些心虚 想到刚刚的漂亮小姐姐 他赶忙开口 宿主 刚刚那个小姐姐真的挺可惜的 漂亮努力又上进 只可惜生错了时代 对于这点 西悦赞同 不过他没说话 目光望着系统 知道他肯定还有下文 宿主 要不然你帮帮他吧 我觉得 有上进心愿意读书的人 真的不该年纪轻轻 就嫁人生子 一辈子埋没在后院中 虽然来到这个世界不久 但系统也知道 在这个时代 一旦女孩子嫁人生子 那一辈子就被彻底限制住了 想到刚刚和秋双偷偷读书时 那亮亮的眼睛 还有收到书籍时 似乎要从眼中流露出来的喜悦 系统有些不忍心 见他低着头 有些难过的样子 西悦伸手将他捧在手心里 既然这样 那不如神兽大人去帮帮他吧 系统猛地抬头 眼睛亮晶晶地瞧着他 对于和秋双 西悦印象还不错 那天晚上 虽然有些故意算计的成分 但能鼓足勇气迈出这一步 对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来说 已经是很不错了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身处这个时代 若是明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还不具把握 傻傻地等着机会自己送上门 那才注定 一辈子只能如此了 在现代 很多人都会努力抓住机会往上爬 甚至为了升职加薪 不惜讨好领导 还帮领导带娃辅导作业 忍受着各种窝囊气 好吧 说的就是他 跟这些一对比 和秋双的那点子小心思 根本就不算什么 他既然想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女子地位 那身边必然要有能用的女子 提高女子地位 不能只是利用神权强制性 要求人们看中女子 将女子地位 提至于男子等同 那样或许一时可行 但绝对无法长久 神明不可能长久留在人间 神明在时还好 若神明离去呢 所以 女子想要地位提高 首先得他们自己 也要努力才行 而他 只能给他们 提供这样一个施展拳脚的机会 让女子能够从家宅中走出来 可以读书十字明示里 可以投入各行各业 至于他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愿不愿意为此努力 掌握自己的命运 那就是个人的选择了 何秋双小心翼翼地 将书籍藏在房间角落的一处 地砖下的木箱中 地砖下面 是他几年前一点点给掏空了的 魏帝就是藏自己的那些宝贝竹简 甚至怕被虫柱 怕潮湿 还专门用油布包了起来 又放了药房配置的驱虫药包 他刚藏好 就听外面的丫鬟开口 夫人 何秋双心中一慌 等确定地砖恢复原样后 脸上又镇定下来 等冯玉莲进来后 看到的就是 正在刺绣的女儿 她脸上露出笑容 嘴上却道 没事多出去院子走走 整日刺绣会伤眼睛的 说着凑近看那幅刺绣 满意道 我家双就是出色 这绣宫 怕是整个青州都找不出来几个 冯玉莲在一旁坐了下来 笑道 这几日 知府夫人送了不少帖子来 我听的意思 是想要将婚妻提前 对方有这个想法 冯玉莲并不意外 毕竟如今皇帝和月神都在何家 何家的地位 可谓是水涨船高 如今想要跟何家结亲的 不知有多少 知府夫人 估计也怕夜长梦多 何秋双动作一顿 没有说话 冯玉莲叹了口气 如果早知道 月神会降临我们何家 娘说什么也不会那样 早给你将亲事定下来 知府家之前确实不错 可如今想要结亲的 可还有京城那边的高官 冯玉莲确实有些可耻的心动了 但她还要脸皮 做不来毁婚这种事 何秋双动了动唇 终究是没说话 秋双 突然一道兴奋的声音 从窗子外传来 绿色的小身影 紧跟着飞了进来 第八十一章 人人艳险 何秋双愣住 待看青来人后 脸上忍不住露出惊喜 神兽大人 一旁的冯玉莲打量着系统 她是知道月神身边有神兽的 但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没想到 神兽居然是如此模样 冯玉莲心想着 却丝毫不敢小瞧 脸上露出笑容 神兽大人 系统看了她一眼 随意地点了点头 又将目光落在何秋双身上 秋双 你可以不嫁人吗 文言 何秋双下意识地看向冯玉莲 冯玉莲脸上神情微愣 随后小心翼翼地朝着系统道 神兽大人这是何意 系统道 我很快就要跟着月神 离开青州了 我舍不得秋双 听到这话 何秋双脸上露出笑容 神兽大人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况且女子嫁人 本就天经地义 所以 秋双你能不嫁人 跟我们一起走吗 何秋双余下的话 被打断 她整个人呆住 她不是傻子 自然能听出来 神兽话里的意思 跟我妈 月神娘娘知道吗 她忍不住轻声开口 这一刻没敢 去看冯玉莲的表情 在她开口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就已经表明她动了心思 系统笑着安慰道 我跟月神说了 月神说 你若愿意 以后可留在她身边 留在身边 只是第一步 之后如何往上爬 能不能给天下女子 做个表率 还要看她 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系统目光 在冯玉莲身上 扫了一眼 道 只要秋双你愿意 有月神在 谁都不能阻拦你 何秋双心跳如肋骨 这句话完全可以说是 告诉所有人 有月神在背后给她撑腰 她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 想到一旁的冯玉莲 她轻声朝着系统道 多谢月神娘娘 神兽大人 我想跟我娘单独说会话 可以吗 系统点头 如果你决定好了 就尽快收拾东西吧 月神后日便会离开青州 等到系统离开后 何秋双微微低头 不敢抬头去看冯玉莲脸色 她知道 娘一直都想让她嫁个好人家 成亲后为夫家开支散叶 日后做个地位稳固的正式主母 可刚当她的心思 娘应该已经看出来了 就在何秋双 想着该如何劝说冯玉莲时 忽然就听到了 冯玉莲兴奋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月神娘娘居然让你留在她身边 秋双 这可是天大的荣幸啊 何秋双猛地抬头 就看到了冯玉莲脸上 是怎么也遮掩不住的兴奋 她愣住 娘 你不是想让我嫁人吗 文言 冯玉莲瞪了她一眼 你这丫头平日里挺聪明的 线下怎如此纯本 娘想让你嫁人 给你物色好人家 就是知道我们女子 除了嫁人外 没有别的路 像男子那般建功立业 入朝为官根本不可能 说到这里 她眼中是露出期盼 可现如今 能够留在月神娘娘身边 这可是皇上都求不来的 这不比嫁人有出息多了 能在月神娘娘身边伺候 那地位 只怕你三叔以后都不及你 冯玉莲说着 忽然道 你等娘一会 说着便急匆匆地往外跑 何秋双缓过神来 眼中原本的忐忑不安 全都消失 慢慢露出笑意来 本以为还要好好地劝说娘一番 可现如今 能得到家人的支持 没什么比这个更让人高兴的了 冯玉莲的院子 就在何秋双隔壁 没一会儿又跑回来了 她怀中抱着一个木匣子 紧紧地搂在怀里 刷儿 这些你拿着 跟着月神娘娘 不管去了 身上总归还是要有些银钱傍身 这样做什么事都方便些 看到打开的匣子里堆的一大叠银票 和一些散碎银两极首饰 何秋双愣住 娘 你哪来的这些 冯玉莲低声道 都是这些年 你外祖母送来的 还有娘自己偷偷攒下的 你爹她不知道 你可别告诉她 何秋双微微垂谋 想要拒绝 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侍奉在月神娘娘身边 并不就是远离人间了 做什么事 自然需要赢钱的 日后我家双 若是得了月神娘娘看重 必是这天下 人人最艳羡的女子 冯玉莲 似乎已经想到了那样的未来 唇角的笑意 怎么都掩饰不住 她伸手轻轻 摸了摸何秋双的脑袋 指不定以后 还能随月神娘娘回天宫呢 到时候我家双 就是天上的仙女了 听到这里 何秋双有些无奈 但也没开口 打破冯玉莲 对未来的美好幻想 娘 那知府那边 这是何秋双 最在意的 闻言 冯玉莲安慰道 她还敢阻拦不成 不行娘多赔点礼送些银钱 这门婚事就这么算了 听到此 何秋双才算真正地放下心来 皇帝得知 月神后日就要离开青州 立即就开始 令人着手准备 虽然她刚来青州没两天 可月神要走 那自然是要立即跟着一起走的 看着皇帝一群人忙前忙后 昔月没告诉她 自己是打算直接顺意带他们回京城的 毕竟从青州回京城 不过是原路返回 她可没有兴趣 重新再慢悠悠地走一遍 趁着这两天 她在青州四处观看着秋收之景 看着农人们脸上的欣喜 自己的心情也变得很好 还特意变换了模样 打听了一番 当得知朝廷田赋 是按十五税一缴纳粮食 还意外了下 本以为田赋不多 是因为还有别的杂七杂八的税收 可当得知 除了田赋外 就只有人头税 每家五岁以上 每人每年缴纳五十文后 昔月默默在心中算了一下 这个时候的多 哪怕收成 没有现代美母产量那么高 但交完田赋之后 绝对够一大家子搅用了 甚至还有多余的 但同样古时候 很多人不分家 一大家子住一起 又能升 一家子人口 甚至都是二十起步 人头税算下来可不少 不过又打听了一圈 当发现农人们 对这个税收很满意 甚至大多数人 都能够家有余粮 每年偶尔吃些肉后 昔月就明白 大庸对农人税收 这块不是很苛刻 第82章 公在千秋 但要维持一个国家的运转 农人税收 这块不苛刻 必然在别的方面 要补上来的 是农工商 昔月脑海里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商税 在稻田附近 又做了会 他手中 捏着几粒 落在地上的稻谷 回了河家 坐在椅子上 目光落在 放在桌子上的稻谷 稻谷并不算饱满 跟现代的比起来 差了许多 他从系统商城里 购买了一大包 优质稻种 根据商城里的介绍 单济母产 能达到1700公斤以上 听起来 比现代的杂交水稻 还要厉害 一些稻种 被他丢进院子 角落的泥土里 领域作用下 种子立即开始生根发芽 无视季节 和生长规律 片刻功夫 就已经完成了 发芽到成熟阶段 看着那坠得满满的稻谷 再回想到 刚刚那些农田里 丰收的稻子 高下利剑 得找机会把稻种拿出来 虽然放在古代 没有那些化肥之类的 亩产可能达不到商城里 描述的那样 但能够有一半 就很不错了 古时候一点天灾人祸 而且国家可能都自顾不暇 不一定能拿出多少粮食 救济百姓 况且还有层层剥削这种东西 等到离开青州的那日 西月出了院子 看着等候在外面的荷眼 想了想到 院子花坛里 有些稻子 还有些稻种 你们自行处理了吧 有他这句话 何家再见了那些稻子 必然不会等闲逝之 毕竟生长出来的 稻子产量摆在那 只要稍微找个通农式的 都能用那些稻种栽种 先让何家试试水 等到日后 他拿出稻种来 大家再听闻了 何家这边的产量 新的稻种 自然会顺利推行下去 亦或是何家这边产量先出来 必然会传出去 甚至传到皇帝耳朵里 到时候 甚至不需要他找理由拿出来 皇帝自然会来求他 稻种肯定得给 但到时候 也不能轻而易举地给 至于先点何家 就算这一路 上何家兄弟 尽心尽力照顾的一点报酬吧 闻言 何眼并没有太过在意 稻子稻种 这些只当 是月神可能无聊时 在院子里弄出来的 神明的爱好行为 无人可揣摩 只不过看着月神 离去的身影 他微微垂眸 知道 自此后想要见到月神 只怕要难如登天了 哪怕同在京城 可他非关身 就算有关身 想要再见月神恐也困难 罢了 本就是云泥之别 眼去眸中的黯然 他转身进了院子 准备去看月神口中的 稻子和稻种 稻种是在院子里的桌子上 用不知什么材质的布料包着 满满一大包 等目光落在那坠满 沉甸甸稻谷的稻子上时 他正主 他不是对农士 完全不懂的富贵公子 何家在京城也有庄子田地 他也曾去看过 但绝对没有眼前 这稻子的收成 哪怕稻子并不多 只有一小块地方 可入眼的 全是满满的金黄稻谷 可以想象 若是大规模栽种 那收成将是何等恐怖的数字 第一时间 他就在想不知这稻子 能不能在凡间栽种 存活 月神拿出来的 定然是天上的东西 若人间也能种成 以眼下这产量 必将会是立国立民 躬在千秋之时 皇帝 及这次来的一众大臣 全都等在河府外 对月神巧手以盼 特别是那些大臣 来到青州这几天 连月神的面都没见到 对于传说中古老的神明 没有人会不激动与好奇 外面长长的队伍 除了皇帝的御驾外 还有一辆 看起来就格外奢华的马车 这是在京城还未出发时 皇帝就命人打造的 一路跟着众人来到青州 专为月神准备 马车前是整整八匹毛色 纯白 没有一丝杂质的骏马 天子驾六 而神明规格在天子之上 等了一会 一道身影从里面走了出来 众人眼睛不由一亮 哪怕知道 打量神明不合适 可还是没忍住好奇 偷偷看过去 这一看 就微微愣住 虽然没见过月神 可眼下这姑娘 怎么看 也不像是神明啊 站在皇帝后面的 河部平忍不住道 秋霜 河秋霜被这么多人看着 十分不好意思 本来他早就该跟出来候着 但神兽大人在他院子里 让他迟些出来 不必早早出来等 你怎么出来了 河部平下意识地看了眼皇帝 生怕皇帝怪罪自己这个侄女 不等河秋霜开口 落后他几步的系统飞了出来 他要侍奉月神身边 自然要过来的 这件事冯玉莲与河不安美感 到处张扬 生怕被月神得知 会不喜他们行径 从而坏了女儿前程 事已除了几个当事人 没人知道 河秋霜要跟着 侍奉月神一事 文言 所有人一愣 皇帝道 神兽大人是说 月神娘娘 让他在身边伺候 系统点头 当然 总不能让你伺候吧 皇帝脑海中 忍不住想起之前喝的 穷江玉露 心想若是月神不介意 其实他伺候 也不是不可以 当下将目光落在身后的 河部平身上 语气和善 爱卿 这是你河家的姑娘 河部平也没想到 河秋霜 居然能侍奉月神身边 惊讶过后就是激动了 他努力控制住面部表情 朝着皇帝道 这是微臣大哥的女儿 名唤河秋霜 文言 皇帝意味深长地道 河家还真是运气不错呀 前有河家兄弟 遇见月神 一路陪月神 来到青州 后又有河家姑娘 能够侍奉月神身侧 怎么他们皇室 就没这样的好运呢 河部平后背 生出一层冷汗 好在皇帝 很快就一开视线 笑着迎向系统 神兽大人 怎么不见月神娘娘 系统落在河秋霜肩膀上 语气懒懒到 月神已经走了呀 一旦激起千层浪 皇帝惊住 说话都有些破了音 月神娘娘走了 她去哪了 不会是突然跑去 安国了吧 想到这几天 不断从安国那边传来的消息 皇帝忍不住磨牙 不就是举国供奉吗 她大拥 不仅能做到 还能做得比安国更多 更好 第83章 神殿选址 给 啊对对对 我是嫩爹打赏家庚 月神去看她神殿 要建造的地方去了 闻言 皇帝忽然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笑容 月神娘娘去看皇宫了呀 怎也不等等 我好 亲自陪同月神娘娘去看啊 系统不说话 没告诉她 宿主压根 没打算把神殿建造在皇宫 如此 那神兽大人 可要与我们一同出发 皇帝心想 借此与神兽拉近关系也不错 系统点头 自然 我可舍不得秋双 跟着你们一起 跋山涉水的吃苦 跋山涉水 皇帝噎住 虽然路程是远了点 但也没到跋山涉水的程度吧 至于吃苦更是谈不上 御驾在此 各方面供应都是顶好的 何秋双又是月神身边侍奉的 吃穿用度 自然也不会亏了她 不过看样子 神兽大人似乎很喜欢 何家这个小姑娘 皇帝心中若有所思 面上却道 还请神兽大人上车 她摆足了姿态 此时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个统治国家的皇帝 反而像个侍从 后面的那些大臣 眼观鼻 鼻观心 对此并不觉得有什么 皇帝固然尊贵 可那也要看面对什么人 系统摆手 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到京城就好了 皇帝心中一跳 下意识想到了腾云驾雾 难不成有生之年 她也能体会一次神明的出行方式 刚这么想着 眼前忽然一花 脑袋有些晕 等几秒缓过来后 皇帝待住 看着眼前熟悉的皇宫大门 她缓缓扭头看向系统 青州距离京城 他们一行人去时 可花了将近一月时间 可如今只是转瞬间 就无视了所有的距离 若是遇到天灾 或是与别国开战 也能如此的话 那她大拥起不是 皇帝赶紧掐断自己念头 在心中再三告诫自己 千万不要多想 她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让神明替自己办事 怎么可能 能够把事情办好 讨神明欢心 再给她点穷江玉露 或是延年益寿的丹药 她就已经满足了 系统感应了一下 夕月的位置 就在京城外 刚准备过去找她 就听皇帝 小心翼翼的声音响起 神兽大人 不知这皇宫 月神娘娘打算何时推倒 可要我现在就搬出来 系统摇头 月神不要你的皇宫 皇帝待住 可之前不是说 对此系统理直气壮 那是本神兽斗你玩的 山崇水 富宜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本来都已经做好 没了皇宫的心理准备 可如今惊喜来得太突然 让皇帝一时之间 都没做好表情管理 大臣们 完了 不要皇宫 那他们的府邸 肯定保不住了 果不其然 皇帝下一秒 就将事先落在 大臣们的身上 露出了一个 大家都懂的笑容 大臣们头皮发麻 如此 那将神殿建造在 东阶如何 皇帝开口建议 大臣们 系统 建造在哪里 自然是月神说了算 但不管在哪 买地皮的钱 都已经给你了 你可不能自己私吞啊 皇帝心虚面上不虚 这点月神娘娘 和神兽大人放心 不管月神娘娘 看中哪块地 我都会出钱买下来的 至于穷江玉露 已经被他喝了 自然不可能吐出来 西月隐身 将一群人带到京城后 就站在京城上方的云层上 观察起整个京城 最后将视线 落在京城外的一处高山上 原本他是有意 将神殿落在 皇宫上空的云层上 可太低 会把整个皇宫的阳光遮挡住 太高人们视线 也不一定能看见 神殿里不可能 只有他和系统 肯定还有普通人 建造在空中 也不方便众人进出 虽说系统里 卖的有类似 传送阵这种东西 可太贵了 想了想 到底只是神明 在人间的一处临时住所 且他以后还不经常住 建造在地面上 也不是不行 主要建造在皇宫上空 上面神殿下面皇宫 总觉得像是神殿 属于大庸 跟皇宫是一体的那种 且决定建造神殿 就是为了信仰值 若是远在高空中 只能让人们看个模糊的轮廓 太过遥远不真实 在地面 还能让人近距离地朝圣 他这边看好地方好 就远程戳了戳系统 将自己看中的地方告诉了他 系统收到后 立即就告知了皇帝 京城外的高山 皇帝忍不住思索 有觉得保住了府邸的大臣 立即到 听描述 应是望金山 皇帝立即明了 望金山原本是皇家狩猎场 可自从一次山体滑坡后 就空置在了那里 用穷江玉路 幻望金山 在皇帝看来 简直不要太划算 当即就同意下来 皇帝开口 月神娘娘 打算如何建造神殿 可需要我等帮忙 系统摇头 不必 神明建造神殿 不过抬手之间 等到今晚月亮升起时 神殿便会落成 听到这话 在场众人 不由新潮澎湃 抬手之间啊 想想那个场面 众人都觉得激动不已 皇帝忍着激动 又道 那我等可否在一旁观看 不论是神明还是神殿 自古以来 有几人能够得见 宿主巴不得你们看啊 系统心中想着 面上却道 只要不打扰到月神 月神一般不会在意这些 众人小鸡灼米般点头 保证道 定不会打扰到月神娘娘 系统看向何秋双 开口道 秋双 那你先去你三叔那里谢谢 等晚上神殿建成 我来接你 何秋双点头应是 系统身影很快飞走 大半日的时间 购月神要在今晚 将神殿落在望金山的消息 传得到处都是了 京城中本来就很少 能瞒得住秘密 更别提皇帝一行人 生怕去迟了 系统前脚刚离开 后脚一群人 连收拾都没收拾 就赶往望金山 如此大的阵仗 再加上许多大臣 派人传消息 给那些没来且交好的大臣 以及家中的亲人 导致不到午后 几乎整个 京城的达官贵人 就都得知了这个消息 甚至市井之中 都开始流传了起来 这样的结果就是 到了傍晚 太阳还没彻底西沉 望金山脚下 就已经聚集了乌鸦鸦的人群 皇帝和达官贵人们 已经到了山顶等待着 普通百姓不敢上山 就远远地在山脚下一边望着 一边低声议论着 第84章 人间月宫 等到太阳彻底消失 明月一点点移到高空中 等得有些机长陆陆的皇帝等人 眼巴巴地盯着天上那轮明月 心中忍不住想着 不会等还没看到神殿 他们就先饿晕过去吧 早知道就先吃点东西 再赶过来了 突然 皇帝鼻子动了动 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他眼神犀利地看过去 很快就锁定了一名腮帮子 正在鼓动的大臣身上 大臣被他看得头皮发麻 下意识地将袖子里 剩下的一点果干递了过去 皇帝眼带嫌弃地看了一眼 动作却无比诚实 接过来就送进了嘴里 一旁的福海 伸手准备接过来 试吃咽毒的动作顿了顿 很快将手收了回去 皇帝垫了点肚子 余下的大臣 则是偷偷地在胃部不停地揉着 也不知月神娘娘何时出现 神殿要怎么挥手建成 又过了两盏茶的功夫 周围原本的虫鸣鸟 叫声忽然消失 变得十分安静 众人似有所感 下意识地抬起头 就见从明月上 落下一道清冷的光辉 皎洁的月光 在夜空中凝聚成一道身影 离得有些远 众人看不清它的模样 应当就是月神了 下一秒 原本布满杂草与树木的山顶 忽然变成一片光秃 皇帝等人 也从山顶突然出现在了山顶边缘 看着身后两步远的山崖 众人脸色一阵惨白 下意识地想要往前几步 却又忽然停住 月神要在山顶建造神殿 将站在山顶的他们挪到了这里 是不是表明 他们刚刚所站的位置 包括面前没有踏足的地方 都在神殿的面积范围内 此时若是往前 等下不会被神殿压在地下吧 这样的可能性很大 众人也不敢去赌 那极小的可能 毕竟谁不惜命 因此 一个个站在山崖边 哪怕身后一直吹来呼呼的山风 让人有种随时都会被风吹下去的错觉 众人也都一动不敢动 生怕动了 就成了神殿下方的肉泥了 只见站在夜空中的神明 轻轻挥了挥衣袖 一道金光自他衣袖中飞出 来到了高空中 隐隐宝光在夜空中分外明显 哪怕远在京城还没过来的人们 都看到了京郊高空中的一大团金光 那团金光从高空中往下坠落 离地面越来越近 光芒也越发刺眼 站在山顶与山脚下的众人 都忍不住屏住呼吸 看着离自己越发近 仿佛一轮太阳 朝着他们而来的耀眼金光 一个个忍不住闭上眼睛 本以为那金光坠地 要地动山摇 然而脚下大地却纹丝未动 众人睁开眼 就见面前金光慢慢变淡 原本空无一物的山顶 多了一座高达六七十丈 银白如玉的神殿 神殿一层又一层 灰红大气 越往上 周围还有白云飘动 时不时遮掩住神殿一角 在神殿最上方一层 背后悬挂着夜空中的明月 以及漫天星辰 主神殿四周 还有两座三层高的神殿 周围生长着十几棵高大的树木 将主神殿拱位在中间 树木上是翠绿如斐的枝叶 和细小金黄 散发着点点金光的花朵 微风吹来 一阵清冷又富裕的香味扑鼻而来 在神殿两边种满了奇花异草 一个个摇曳生姿 都是众人从未见过的品种 而神殿大门更是高达五六丈 淡淡的金光 从神殿的门窗中透露出来 照亮了大门外的几十层台阶 还有台阶下 那宽敞地铺满了白玉石的广场 其奢华程度 皇宫在他面前都没有丝毫可比性 自广场之下 便是一路延伸到山脚下 一眼望不到头的层层台阶 众人目光落在神殿大门上 上面书写着 两个散发淡淡金光的字体 那两字众人并不认识 不是他们所熟悉的字体 但他们在看到那两个字的瞬间 脑海中就自动翻译了过来 月宫 奇花异草 穷楼玉玉 白云环绕 星辰为景 众人对于神话传说中描述的那些神仙居所 瞬间有了画面 这还只是月神在人间的临时居所 不知在那遥远的苍穹之上 那些天宫又该是何等恢弘壮观 一群人忍不住在脑海中想象着 同时也注意到了自己一群人果真在神殿的边缘 若是再往前走上几步 只怕此时已经躺在神殿下做泥土的肥料了 众人下意识地想要往前走 但看着那白玉石铺成的地面 一个个净胆怯了 这可是神明的居所 他们踩上去真的没事吗 众人目光看向皇帝 皇帝也有些压力山大 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踩上去啊 看了看自己的脚底 因为上山已经沾染上了泥土 用这样的脚踩上去 别说月神不介意 他自己都看不下去 沉默了片刻 皇帝忽然蹲下身 将脚上的鞋给脱了下去 一旁的浮海赶忙将鞋给拿在手中 脚上穿着足衣的皇帝 将脚踩在了那白玉地面上 站在了神殿的广场边缘 一点点地朝着那几张的大门走去 面积太大 走了一刻钟还多一些 才来到了广场的台阶下 近距离地看着几十层高的台阶上 那灰红大气的神殿大门 皇帝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皇宫大门 跟眼前的一笔 简直像是破落护家的门 他抬头四处看着 夜空中已经不见了月神身影 不知道神殿里面是何等模样 皇帝心中好奇 但也不敢随意迈上去进入神殿 月神娘娘 他开口 原本紧闭的神殿大门缓缓打开 众人忍不住睁大眼睛 想要看清里面景色 然而他们站在几十层台阶之下 根本看不见台阶之上大门之后的景色 一只巨大的白虎迈步走了出来 站在了大门外 他兽童看了众人一眼 身后翅膀随即一震 巨大的身躯飞了起来 绕着神殿飞了一圈 山脚下的百姓都能看到 那巨大的白虎身影 白虎立于云层之上 声音传出 月宫建成 月神御妖天下之人 于三月后如月宫品穷江 赏歌舞 观天书 来者不论男女 身份 国度 只要能登上这月宫台阶 皆有资格入内 第85章 传播消息 白虎的声音传出很远 不止山脚下 京城那边也都能听得清楚 随着白虎划落 身后的翅膀一震 重新回到了月宫大门前 皇帝等人只觉得视线一晃 自己等人就出现在了山脚下 山脚下正在讨论的百姓们 看着突然出现的一群人 声音忽然顿住 能住在京城的百姓 哪个没见过几个达官贵人 就算再不认识大臣们的官袍 侍卫们身上的盔甲 以及皇帝身上黄眼的龙袍 都在告知着众人 他们这群人的身份 当即纷纷跪了下去 皇帝却没在意 而是抬头看着那 坐落在山顶上的月宫 思索着刚刚神兽白虎的话 品穷江 赏歌舞 观天书 歌舞这个皇帝 下意识地没将其当回事 觉得左右 不过是到时候召集来的天下舞者 和待在和家庄子上的 那些女子跳舞 身为皇帝 什么样的歌我没见过 真正让他在意的是 品穷江与观天书 穷江定然是他之前 喝过的穷江玉露 而那天书 想来就是天上神明 才能观看的书籍了 皇帝忍不住心头发热 但缓过神来 同时也觉得疑惑 只需要登上台阶 就可进入月宫 参与这样世所罕见的盛事 是不是太简单了点 看着从山脚下一层层往上 仿佛延伸到天上的台阶 虽然很高很远 但能够登上去的人 恐怕也多不胜数 别的不说 就眼下这些百姓 干着体力活每天不行 只怕这些台阶 对他们来说 根本不在话下 难不成到时 是有时辰限制 思来想去 皇帝也只能得出 这么一个答案 若是没有时辰限制 只怕得到消息赶来的天下人 人人都可入月宫 皇帝低头看着自己 略微发福的身体 瞬间决定 从明日开始 要好好锻炼 否则三月后 普通百姓都能进入月宫 而他这个异国之君 却被打败在半山腰 想想就丢人 不止皇帝 有这个想法 他身后的那些大臣 也都在暗戳戳地 思考着待会回去 就要开始在府中跑起来 三月时间 差不多够了 但同样到时候 得到消息赶来的诸国众人 也会多不胜数 到时候 赶来的那些人的住所 京城的治安等等 都需要提前安排起来 白虎回到月宫内 朝着坐在椅子上的西月道 宿主 为什么是三月时间啊 会不会太久了 西月扒拉着系统 商城里的各种书籍 摇头道 不久 古时候通讯不发达 想要这消息 传遍天下各国 只怕两个月是要的 到时候 大家再赶路 三个月 还算是时间比较紧的 系统疑惑 既然时间紧 怎么不再延长时间 西月微笑 因为我会让消息 提前到达诸国各地啊 过上半个多月 他会顺移至各国的一些地方 变换成别的模样 将月宫邀请天下之人的消息 给四处传出去 这样速度不就快多了 至于搞出这么大动静 自然是为了让天下人更快 得知月神的消息 到时候 那些入了月宫的人回去 将在月宫中 所见所闻说出去 只怕天下 无人不知月神之名 也不枉他花费五十万 信仰值 购买了这座神殿 花费这么多 当然不可能 只是让大雍京城的这点人观看的 且借几月后的月宫夜宴 将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书籍内容 给传出去 让这个时代的知识 更上几层楼 因为神兽的话 和秋双没跟着皇帝 众人一起 而是乖乖地等在何家 那道从天而降的金光 以及神兽白虎的话 他自然也是看到听到了 末多久 系统就飞到了何家来寻他 秋双 我们走吧 何秋双点头 朝着身后的何家众人道 秋双告辞 何家一群人眼中 带着羡慕地目送他离去 何秋双来了月宫 系统自告奋勇地 带他参观整个月宫 并将进入月宫的令牌 给了他 夕月在时 自然无人能随意进入月宫 可他接下来 要到处浪 月宫都不一定会久住 为了防止他不在时 会有个别胆大包天的摸进月宫 就专门买了 可以进出月宫的令牌 月宫平日里 都是开启着防御状态 想要进入月宫 除非西月和系统放人进来 除此之外就是用令牌 而令牌是认主的 不用担心被人偷走 或者抢走利用 甚至持令牌 不论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令牌 瞬间回到月宫 还能用令牌 直接到达月宫山下 令牌算是购买月宫的折扣品 一块二十性养殖 何秋双被安排 住在主神殿一旁的 一座三层高的侧殿内 因为月宫的原因 进入这里后并不会感到饥渴 因此无需饮食 至于沐浴 侧殿内也有专门的池水 干净的水流 源源不断地从出水口流入 从另一个口子流出 何秋双在神殿待了几天 都没有见到月神娘娘 反倒是整个神殿 四处摸得清清楚楚 除了主神殿最高一层 据说是月神娘娘居所 这一日 系统过来找何秋双 让她去看一下 安置在何家的那些女子 若是她们愿意 也可不日搬入神殿 顺便还传达了 一下月神的意思 就是那些女子 接下来都归何秋双管 若有愿意离开的 包括之后嫁人的 都可成全对方 临走前系统 还给了何秋双一些令牌 让她看着 给那些姑娘 或是日后 能够进出月宫的人 等到系统离开后 何秋双没有使用令牌 而是一步步地走到了山脚下 在月宫建成的第二一大早 皇帝就命人 在山脚下 不远处修建了一处房屋 里面有专门的人 照顾和看管那八匹 纯白色的马和马车 除此之外 还有几辆稍微赐一些马车 为的就是方便月神 以及月宫中的那些女子出行 虽然月神 可能并不需要 何秋双乘坐马车 直接朝着何家 在城外的庄子而去 西月这边 在商城里 购买了不少的书籍 商城还十分贴心地 让书籍里面的文字 可以被所有人看懂 就如神殿大门上的月宫二字 不是这个时代 人们认识的字体 但入眼后他们 会下意识地读懂认识 差不多大半个月后 西月就起身 准备四处传播消息了 第八十六章 风云涌动 不过在他临走前 收到了何秋双送来的一封信 据说是 刚回京不久的秦王 送到山下的 信上面内容主要说的 是仁济和林安俊 那些被拐卖女子背后 涉及到的一些朝廷官员 人际之势 皇帝这边已经下旨禁止 秦王也派了人在各地监察 至于林安俊那些青楼厨馆 背后涉及到的官员 秦王这一个多月也已查清 如今人都进了大理寺 不日该斩首的斩首 该流放的流放 而那些被拐到各地的女子 大部分也都解救出来了 能回家的回家 不能回家的给了一些银钱 并替他们更换了户籍 让他们自己选择前往何地 更名换姓地重新生活 看完这些 西月放下书信 独自思考了一回 自己起身前往了梁国 他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两个多月 关于大雍这边月神的消息 各国多少都听到了一些 只不过跟那些达官贵人相比 普通百姓听的还是少一些 梁国京城的一处茶楼里 众人正在讨论着 关于从大雍那边传来的 一些有关月神的消息 忽然有一名商人 打扮的中年男子站出来道 大家有听说 月神要在月宫中 宴请天下之人品穷将 赏歌舞 观天书之势了吗 文言 众人纷纷将目光看向他 梁国距离大雍有断距离 消息想要传来 怎么都要将近一月 事宜还无人听说此事 当然 皇帝那边 或许已经听闻了此事 得到了消息 近日来要问什么 事情最能吸引人 且话题度满满 无疑是与月神有关 因此 在商人说出此话 立即就有许多人 开口询问了 月宫 可是天宫 宴请天下 何人都能去吗 穷将 可是天上神明们 才能引用的 歌舞 不会是天上的 仙子们的歌舞吧 天书 可是天上的书籍 何时开始宴请 进去是需要什么条件 听着众人的各种声音 那商人等了一会后 才开始道 月宫是月神 在人间建造的神殿 如今坐落在 大雍京郊的望金山上 而宴请天下众人 无论男女 身份和国家 只要能登上月宫台阶 皆有资格入内 时间就在 这一幕 不止在梁国京城出现 在梁国一些 大大小小的城镇 都有出现这一幕 接下来半月时间 月神将于月宫中 宴请世人的消息 就传得到处都是 哪怕是一些偏远的小村落 都听到了这消息 许多文人默克 纷纷结伴同行 准备前往大雍一睹 这千古盛会 普通百姓中 也有很多稍有家资 且胆子大的 纷纷决定前往大雍 一时之间 天下风云涌动 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 迈向前往大雍的道路 除此之外 各国皇帝也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 向大雍递交国书 准备亲自前往拜访月神 皇帝亲自前往另一个国家的京城 史书上次数都寥寥无几 而四国皇帝同时前往 更是从未有过的 本就因神明将士 却留在大雍 让各国动了心思 准备前往大雍看 能不能私下里翘墙角 把神明 请来自己的国家 如今 在听到探子传回的消息 月公宴请天下之事 一个个更是坐不住了 坐到皇帝这个位置 别的他们或许不感兴趣 但那穷江 却是十分感兴趣的 大雍皇帝那边 很想拒绝他们过来 但几人要拜访的是月神 也是为这月公宴会而来 神兽白虎 那晚又放话出来 不论身份国度 皆可参加 他还不能阻拦 否则月神和神兽 会不会多想 当即回了国书 同意几国皇帝前来 但进入大雍境内 最多可带兵两千 两千还是皇帝 看在几人身份 摆在那松口的 若换作别人 能允许他们 带五百人进来 都不一定会同意 同时 传召回京的秦王 让对方负责京城防卫 月公宴会 来的可是天下人 谁知里面 有没有心怀不轨的 或者那几国皇帝 有没有私下里 让兵马 扮作百姓的样子进来 而收到大雍皇帝 回书的几国皇帝 看着上面写的两千人数 先是震怒不满了片刻 随后只能捏着鼻子答应下来 毕竟一去就是四国皇帝 加起来兵马 也差不多八千 确实是不小的数目了 因此 在黎月公建成的那晚 一个半月后 各国皇帝 就开始收拾行囊出发了 主要是来回国书 浪费了不少时间 因为距离原因 各国皇帝 要到达大雍京城 最快也要二十多天 慢的话一个月多一些 时间上 已经有些紧张了 随着各国皇帝 进入大雍境内 各国的大军 也都开始成兵边境 对大雍虎视眈眈 大有皇帝 若在大雍境内出世 立即发兵攻打的意思 而大雍境内各地的官员 也都开始戒严 派兵每日巡查 为的就是 防止有人趁此机会 滋生事端 月公策店中 已经被接进来的82位姑娘 正在跟着那些大雍顶尖 舞者乐者等人学习 皇帝召集天下歌舞等方面人才 在人进入京城后 立即就送到 罗望金山下 人是何秋双经过寝室后 带上来的 除了偶尔晚上 得到月神召见在主神殿表演外 剩余的时间都自告奋勇 叫到那些姑娘 而何秋双 除了处理月公中的一些事情外 便是整天待在主神殿二层 那里 被夕月摆满了书籍 高达几十万本 虽然每本价格不贵 却也让夕月 打出血了一次 何秋双 在第一眼见到时 就欣喜不已 好不容易碰到夕月后 立即就请示自己 能否进去观看 夕月买来 就是给人看的 自然不会拒绝何秋双 特别是面对何秋双 那双亮晶晶的眸子时 更是没办法拒绝 乌乌可爱的妹子 谁能忍心拒绝呢 就在距离月公宴会 还有半月时 站在望金山下 不远处的一些画师 正打着灯笼 画着远处山上的神殿月公 这一幕自月公 建成那日之后 就没断绝过 如今各国之人 纷纷到达 每晚来此 作画的画师 更是多不胜数 夜晚的月公 背悬新月 更是美的 不似人间建筑 许多夜晚专门来此 远远跪拜的百姓 对此全都见怪不怪 只不过很快 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不对劲 原本明亮皎洁的月亮 不知何时 染上了一层血色 第87章 十读九说 血色原本只是淡淡的一层 很快整个月亮 全都变成了血红色 在大地上 洒落一层血红的光芒 画师们停下笔 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周围的百姓们 更是心生惶恐 不由猜测出了什么事 皇宫中 还没入睡的皇帝 几乎立即就被惊动了 看着那高挂在天空中的血月 脑海中 立即浮起了各种不祥之兆 但很快 他就掐了自己一下 如今月神就在大拥 哪来的什么不祥之兆 岂不是在说 月神不祥 不过那诡异的血月 到底是看得皇帝心中不安 立即这人被马车 准备前去月宫一探究竟 只不过 还不等他离开 就被其他几国皇帝 给堵住了 在前两日 各国皇帝 全都到达了大拥京城 被皇帝安排在了 东街的几处宅院里 至于皇宫 想都别想 万一半夜一群人 突然摸进来 把他杀了怎么办 就算他邀请这些人住皇宫 这些人 自己还不一定敢呢 进了皇宫 带来大拥的那些兵马 自然不可能跟着进来 到时候万一 他铤而走险赌一把 把几人都给宰了 虽然这种事 大拥皇帝 根本不可能去做 毕竟几国皇帝来访 是天下皆知的事情 且各国都还成兵边境 他又不傻 况且还有月神在上面压着 虽然皇帝这几日 确实有动过这方面的心思 还不止一次 但到底理智还在 知道只能在心中想想 若真做了 只怕要被天下人口诛笔伐 这皇位也要做不下去了 见几人拦住自己去路 皇帝自然清楚他们的意思 任谁看到这血月 估计都会心生不安 这几人在来到京城的当天 就一个个往月宫送了拜帖 只不过全都是沉大海 没有回应 此时 猜到大雍皇帝定然会前往月宫一探究竟 因此 一个个堵在宫门口 梁国皇帝 雍帝可是要去月宫 不妨捎上 我等一起 齐国皇帝 看来今晚 我等要借雍帝的福 能够得见月神娘娘了 大顺皇帝与安国皇帝在一旁不说话 但目光却紧盯着大雍皇帝 眼中的意思很明显 他们要跟着一起前往月宫拜见 莫道里月神柱在大雍 大雍这边能时常得见 而他们如今却一面都没见到 大雍皇帝 这几个老不死的 不会以为月神是他想见就能见的吧 月宫见成两个多月 他也一次都没成功进去过 甚至 这两个多月来 他连月神娘娘的面都没见过一次 若不是每天确认月宫还在往金山上 他都要忍不住怀疑月神来大雍是不是 只是他的一场梦了 不过 自己到现在还没进入过月宫之事 自然不可能告知眼前的这几人 听说几位的拜帖都没消息 可见月神娘娘是不想见你们 他扯了扯嘴皮子 笑了一声 换作别人敢这么说话 面前的这几位绝对二话不说 把人拖出去砍了 但说话的是大雍皇帝 众人还指望着 由他带着进入月宫 因此一个个脸色如常 并无愤怒 大顺皇帝开口道 自然比不得雍帝 在月神娘娘那得脸面 大雍皇帝脸色微僵 心中忍不住呸了一声 这老东西 把他说得跟太监似的 安国皇帝神色平静地开口 若月神娘娘不愿见我等 我等候在山脚下便是 安国与大雍有仇 若不是此次 因为月神与月公宴 说什么 他都不会踏进大雍一步 大雍皇帝想了想 也没拒绝 左右不过 大家一起被拒在山脚下 谁也不比谁丢脸 到时候指不定 还能将月神不愿见他之事 推到这几人头上 赖因为他们月神 这次连自己都不愿意见了 总之不能让他们知道 自己也一次 未进入月宫 当然最好的方法 就是直接拒绝这几人 但天上 那月发诡异的血月 却让大雍皇帝心中十分不安 只想赶紧去往望金山 且这几人 不是自己的臣子 自己不带着他们 他们绝对会在后面 跟着过去 到时候再见到自己 无法进入月宫 指不定私下里 如何嘲讽自己呢 哦 以大顺皇帝的性格 估计还得当面嘲讽 外加四处宣扬 如此 那便一起吧 不过朕丑话 且说在前头 月神娘娘 不一定愿意见你们 齐国皇帝 无妨无妨 梁国皇帝 多谢雍帝 大顺皇帝 我们都不愿意见 那肯定也不愿见你 大雍皇帝瞬间黑了脸 只觉得这位顺帝 简直是十分爱演家 说话难听 同时也忍不住心中 怀疑他是不是 已经知道了什么 比如月神 从未让自己进入月宫 否则他为何 会说出这句话来 心中 瞬间开始疑神疑鬼 自己每次前去 拜见月神 身边跟的都是一些心腹 除了他们 根本无人知晓 自己压根一次 没进入月宫之时 难不成有人背叛了自己 带着满脑子的怀疑 皇帝的御驾 前往望金山 身后还跟着 另外几辆奢华的马车 周围侍卫 与工人多不胜数 越靠近望金山 就看到许多百姓 从望金山的方向 急匆匆地 往京城赶 一个个满脸惊恐 众人心中一沉 等来到望金山脚下 众人也觉得十分不适 无他 太冷了 那座灰红壮观的月宫 此时被一层血色笼罩着 看着就让人望而生畏 不敢靠近 大雍皇帝心中一颤 忍不住猜想着 难不成是月神出了事 深吸了口气 他扬声开口 赫连锦求见月神娘娘 本以为这次 又是时辰大海 没有回音 却不想下一秒 一道绿光一闪 小小的身影 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神兽大人 大雍皇帝忍不住惊喜开口 再打量了几眼 见神兽无碍后 心中不由松了口气 神兽无视 想来月神也是无视 他刚想开口询问 是怎么回事 就听神兽道 你们会哄人开心吗 众人 不等他们回答 神兽就到 月神方才在天宫 与竹九鹰打赌书了 如今心情不好 你们快些想办法轰轰 否则 月神若是越想越气 发起脾气来 在这人间 可没有人能够拦住他 大雍皇帝 打赌 怎么有点耳熟 哦 想起来了 似乎月神来到人间 就是因为 曾经做过一世凡人 而之所以下凡做凡人 好像就是打赌书了 所以 月神喜欢跟人打赌 偏偏还猜得很 十读九书 第八十八章 输了打神 大雍皇帝忍不住 伸手指了指天上的血缘 所以这是 神兽见怪不怪的样子 月亮代表着月神 月神之前 在天上与神明打赌书了 还能跟他们打一架 可在这人间 他又不能 把你们拖过来打一顿 众人 大可不便 月神心里不高兴 这月亮 就代表了他现在的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